第1701章 幽灵守城结界 怎么回事 谁允许他们停下来的 凝视异系军团首领大吼道 首领 他们 他们好像死了 一名不朽级的成员低声说道 死了 他们不是好好的 首领话刚说出口 忽然感觉到 一股极其不寻常的气息涌了过来 这股气息像是冰封之力 又像是黑暗禁锢之力 更像是幽灵鬼魂的射魂力量 甚至又还带着异系的波动 他从这位凝视异系军团的首领面前掠过 刚才那名说话的不朽级强者 身体忽然像触电一般抽搐了一下 紧接着整张脸僵在那里 这股诡异的力量 同时也打在了这位首领的身上 让他浑身一阵冷 身体和思维瞬间的僵化 好像就那么一秒钟的力量 等到这名首领恢复了思考的时候 忽然发现 身边的人全部变成了静止的物体 一系生物没有拍动翅膀 也没有施展任何踏空技能 可是他们就是诡异的飘在空中 或许用固定在空中更为恰当 任何生命都会散发出生命的气息 可是这些被固定的异系浑虫 和浑虫师们身上 没有一点的这种生命气息 完完全全和死物一样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诡异的事情 这位首领看着周围 一句句明明是鲜活的 却已经比尸体 还要冷的浑虫师们 回想起刚才思维和身体 完全失去了的可怕感觉 他的脖梗后面 顿时滑下了冷汗 异系军团首领 战战兢兢地抬起头 眼睛注视着那个 根本不属于这个时空的幽灵女子 她的眼睛非常的明亮 甚至非常迷人 可是当这位军团首领 无意间与她眼神触碰的时候 那种诡异冰冷的感觉 再一次传来 失去了身体的直觉 甚至失去了思考的意识 整个世界忽然间昏暗一片 组长 那个女人 凝视军团的妖兽首领 看着天空 整个人都待住了 这画面极其的诡异和恐怖 一整个异系军团固定在空中 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 他们看上去是活的 可为什么觉得比死了还要可怕 根本没有人明白 那是什么力量 不是禁锢 也是不实话 更不是冰封 真正能够形容的话 就是时空禁止 很难想象 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有如此悚然的力量 宁天游眼睛盯着天空中 让人觉得可怕的幽灵女子 眉头紧锁了起来 记载中的魔灵 确实没有太多的攻击性 可又据说 他们藏有这个世界上 最可怕诡异的力量 至少到现在为止 宁天游还没有明白 这个幽灵女子 究竟是如何让整个异系军团 固定在空中 并且让他们直接变成死物的 别管他 你们继续攻击结界 明天游对手下们命令到 妖兽军团以血兽为主 上千只竹载集的妖兽军团 和上万的血兽 踩碎了城市的主街道 疯狂地朝着忠诚的结界撞去 深蓝色的结界 早已经出现了裂痕 这种级别的结界 根本无法阻挡得了 一整只军团的如此轰击 结界要碎了 义武说道 沈默和夏纸贤都回过神看 此时野兽的气息 从结界的裂痕之中扑打过来 浓烈无比 杀气席卷 那股气势 就足以让城墙就此轰到 沈默回头看了一眼 万象城中城 外城的大部分人 撤离到了中城中 中城的街道上 还可以看到很多 从外城中躲到中城中的人 中城的房屋 没有足够的地下室 让他们躲避最直面的杀戮 这些人 只能够站在街道上 一些孩子 依旧茫然不知地 抱着大人的腿 正仰着脸 看着这座中城城墙 那些大人们 也是站在那里 他们看着城墙 看着城墙上 所剩不多的星月守卫君 街道上 满是这样无助的眼神 他们好像全部都在盯着 自己 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沈默转过脸 都不敢再去看他们的眼睛 中城要破了 他们这样站在街道上 第一波涌过来的狂兽气浪 就足以将弱小的 他们给撕成粉碎 首席 义武看着沈默 等待沈默下达最后命令 尽管义武也知道 无论下达什么命令 结果都是一样的了 沈默看了一眼 所剩不多的守卫者们 刚举起手 想要和敌人拼死到底 可最后 他还是放弃了 圣卫撤离 星月殿军撤离 守城军撤离 能带走多少人 就带走多少吧 沈默对义武说道 义武愣了愣 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 可沈默的话 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守协 没必要再做无意义的牺牲了 能活下 多少人是多少 星月之地 不会因为万象城被攻占而覆灭 沈默摆了摆手 示意其他人 不要劝说自己了 沈默 结界还没破 这个时候 一旁的夏指贤出声提醒了一句 沈默抬起头 看了一眼城楼下方的结界 猛然间发现 那本应该支离破碎的深蓝色结界 竟然没有碎脸 结界就像一个光照 笼罩着城市最重要的城门 敌人强大的妖兽军团 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硕大的城门下 他们聚集着全部的力量 疯狂地轰击着这块脆弱的结界 然而 本应该迅速碎裂的结界 却异常地牢固 竟然到现在都还没有被粉碎 更让沈默有些不敢相信的 是 似乎敌方触动了不朽级的强者 都没有能够将结界给彻底破开 怎么可能 有人加固了结界吗 沈默惊呼道 忠诚的这个结界设立 沈默自己也亲自参与了 他非常清楚 这个结界的牢固性 他早应该破碎了 可为什么阻挡了敌人这么长的时间 要知道 敌人的军团数量可是数以万计的 这庞大的能量 轰击在一片区域 即便是内城的结界 也不可能支撑下来 你看 夏指贤指了指成楼眼角的边缘 沈默目光追去 却惊讶地发现 浑身透着一样幽灵滑光的锦柔公主 轻易地 静立在成楼眼角边缘 幽白的裙纱款款地 飘动着 美艳绝伦 又灵异无比 他站的位置 就在那块重要的结界后方 用魂念望去的话 会发现 锦柔公主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幽灵之盾 这个盾用肉眼很难看见 仅仅在空间中 隐约一个轮廓 这幽灵之盾 保护住了即将碎裂掉的结界 让敌人强大如潮水一般的攻势 戛然而止 这是精神力量吗 夏指贤看着锦柔公主的幽灵之盾 喃喃自语着 眼角位置的锦柔公主 回过头 看了一眼夏指贤和沈默 他没有开口说话 但夏指贤和沈默 同时听到了他的声音 像柔柔的风一样 传入到他们的耳中 我的力量 能够守护一段时间 别轻易放弃 沈默和夏指贤都点了点头 虽然不知道锦柔公主 究竟掌控了什么力量 但他现在表现出来的实力 让众人在渺茫中 看到了一丝希望 只要有一点希望 沈默和夏指贤 又怎么会愿意放弃抵抗 即便拼死 也不会放任何一个敌人 进入到中城 你们发动攻击 我的精神结界 是单向防御 你们的技能 可以穿过我的结界 锦柔公主继续说道 沈默未知一阵 到 圣尉听令 远程攻击 新月殿军听令 远程攻击 守成军听令 远程攻击 圣尉 殿军 成军现在一共加起来 不到五千人 级别还不是很高 现在对他们来说 能够杀死敌人 就杀死多少 因为这样就等同于 救下了城市里的 某一个生命 五千新月守卫者 不留余力 他们纷纷吟唱和酝酿 将所有的力量 朝着结界外的敌人 轰去 敌人密集地 聚集在结界之外 试图 破开结界 可是很快迎来了 新月守护者们的 一波反击 顿时冲锋的 两千多妖兽军团 在这波能量的席卷下 直接覆灭了 而且 如果他们还冲不开结界 接下来 肯定还会有军团 惨死在新月守护者们的 攻击之下 组长 这个结界 我们的人冲不开 那个幽灵女人 不知道施展了什么鬼术 妖兽军团首领说道 哼 我来对付她 宁天游冷哼一声道 说着 宁天游已经驾驭着 命血兽踏空而行 令血兽在整个 妖兽军团的上方 飞驰 身躯化为了一道震撼的血液 凶猛无比地 撞击在了幽灵结界的 其中一处 问 一只高等不朽 及狂兽的冲击 是何等恐怖 这一撞 震的周围那些妖兽 全部被气浪给卷退 同时 一股剧烈的震荡冲击 拨顺着幽灵结界 打穿到结界之内 正是朝着 中城的城楼位置 涌去 静立在城楼边缘的 锦柔公主 身体莫名地 想划出了一段距离 当她恢复静止的时候 煞石长发飞舞 脚下的城楼 豁然地出现了 一道道惊人的裂痕 看你能抵挡我几次攻击 凝天游鹤吃到 令血兽捂起了怒爪 卷起了狂躁的野兽之力 又狠狠地拍在了结界上 第1702章 城还在 你们一定要赶到 一道惊心的爪芒 恐怖地出现在了城楼上 几乎要将整个城楼 给撕成了两半 锦柔公主 被这力量再一次 给击退了几步 不过在她的面前 那奇异的领域 始终都维持着 凝天游的命血兽的爪芒 并没有直接击穿 锦柔公主的 这特殊的领域 仅仅是爪子的力量 穿透到了城楼上 万象城的 城楼肯定是不可能 抵挡得了一个 高等不朽级生物的攻击 可以说 这凝天游的攻击 穿过一层结界 和一道领域之后 威力变得非常有限了 万象城的守城者 只要让一只 炎戏魂虫念起咒语 就能够立刻修复 城楼上出现的那些裂痕 那个女人 竟然抵挡下了 组长的命血兽的攻击 凝视的首领们 都镇住了 无比惊讶地看着 那个奇异的幽灵女子 命血兽 是高等不朽级生物 只要这一只魂虫 就足以对这 星月之地的万象城 造成毁灭的打击 她的攻击 应该无人可挡才是 可是那个浑身 散发着未知气息 缭绕着未知力量的幽灵 女子不仅凭借着 自己的结界力量 将凝视大军 全部阻挡在外 甚至连他们的组长 命血兽的攻击 都抵挡下来了 别停下 继续攻击 宁天游目光 扫视着军团 大声呵斥的 不管是结界 还是精神守护 只要力量足够 必定可以将气击碎 宁天游不相信 一个幽灵 周身泛起了浓浓的血气 血气之中 又重叠着一个 悚然的血影 血兽之力聚集 命血兽独占空中 身躯在血影 和血气的衬托下 变得高大微微 吼 命血兽高傲地咆哮一声 煞食一道兽魂血影 从命血兽的身体中 飞窜而出 气势磅礴的兽魂血影 狠狠地朝着幽灵结界上 撞去 一层触目惊心的血光 在结界的位置 乍现 一个爪子 就能够压碎城楼的 兽魂血影 震撼地扑来 将整个幽灵结界 给压得变形扭曲了 与此同时 凝视军团的元素大军 完成了咒语 漫天的技能 紧随在这震撼的 兽魂血影之后 疯狂地轰炸在 幽灵结界上 元素暴雨 足以给忠诚 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街道上的人们抬起头 看到的 已经不是蓝色的天空 而是这些充斥着 死亡气息的元素技能 这些毁灭能量 与它们之间 仅仅只有一层 薄薄的结界 相隔着 每个人都很清楚 这薄薄的结界 根本就不可能 阻挡得了这么多技能的 落下 忠诚的街道上 没有过多的恐慌 那些无处可去的成员们 只能够抬着头 看着那些轻易 就可以将 它们化为乌有的元素能量 在上空的结界上炸开 绚丽而又可怕 纵横交错的街道上 占满了人 可以说任何一道 技能的残余落下 都能够轻易地 带走数百人 甚至上千人的生命 结界 忽明忽暗 总让人感觉 它再下一秒 就会碎裂开 然后死亡波 如夺命流星一般 落在人群中 但是 结界没有破 结界之外 还有一层 人们看不见的精神结界 这道精神结界 是由锦楼公主的意念所化 敌人整个军团的攻击 相当于全部 轰在了它庞大的精神世界中 只要它精神世界 没有崩垮 这用意念 精神所化的结界 就不会碎裂 它用自己的精神力 保护住了整座城市 圣卫长 义武满脸 惊燃之色 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着眼角上 站着的那位 圣洁又灵异的女子 魂宠师 都拥有精神力 也就是魂念 他们可以用魂念来感知 可以用魂念来代替视觉 可以用魂念 直接攻击他人的精神世界 同时也可以用魂念 形成魂念护盾 守护住自己的灵魂 可是 用精神力 形成一个庞大的结界 保护住整座城市的举动 却是所有人 闻所未闻的 这需要多么 庞大的精神力 才可以将一整支军团 给阻挡在城市之外 才可以为整座城市的人们 抵挡下那一波 接着一波致命无比的攻击 锦柔公主 在近四千只幽灵 重叠之后 身躯已经不是幽灵的半透明 但每一次遭受到 极其强烈的攻击 尤其是宁天游的那只命血兽 和其他不朽级强者轰击的时候 锦柔公主的身上的幽灵光芒 就会暗淡几分 同时 他的身躯会变得透明一些 从原本被未知的领域缭绕 渐渐的倒可以穿过他的身体 看到天空 很明显 他的这种保护住 整个城市的守护 正在疯狂地消耗着他的灵魂力量 沈默知道 当锦柔公主的身躯完全透明 连轮廓都没有的时候 是不是就意味着 他和那些魔灵耗尽了 所有的力量 本身魔灵 就是靠精神力 支撑着的 一旦耗尽 就意味着生命也走到尽头 他的力量不是源源不断的 看似没有魔动半步 也没有流露出任何 痛苦之色的他 其实也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这整座万象城 争取最后的一丝希望 沈默拽紧了拳头 不能让锦柔公主一个人 这样苦苦地支撑 他和其他人也必须做些什么 他看了一眼那些 纷纷飞到城墙上的眼魔军团们 这些眼魔的数量 大概有五万左右 可平均等级还不到帝皇 这些基本上是眼魔士 朝储备的力量了 他们同样也在为万象城 争取时间 沈默一咬牙 命令到新月殿军 分成两批从密道离开中城 从后方和两侧 骚扰敌人的元素军团 说着 沈默自己从城楼中跳下 率领其中一支新月殿军 打算从密道到外城 夏指贤看着沈默离开 沈默带领的新月殿军 肯定是要到外城中 外城没有一点保护措施 他们这样去骚扰敌人 等同于把自己的脖子 伸到敌人的砍刀之下 他不知道沈默这样做到 抵制不值得 毕竟他这样只是争取的 仅仅是敌人挥起砍刀的 这一点点时间 万象坛之下的那座花园林 有一个花沙阵 夏指贤开口 对旁边的圣卫长义武说道 夏城主直说便是 如果城市破了 我这条破命 还留着 有什么用 义武认真的说道 花沙阵需要的能量 可以让元老们收集 只要按照阵眼摆放就行 但这个花沙阵 是设置在万象坛 用来守护地基宫殿的 我需要十名高手 将阵图的引花给 设在敌军之中 才能够让花沙阵 发挥杀敌的作用 夏指贤说道 花沙阵是羽梭设下的 本是用来守护 他自己的地盘 这个花沙阵很特殊 只要奉献的能量金石足够多 所造成的杀伤力也越强 万象城现在是生死存亡时刻 如果被攻破了 留着那些魂金 磨石又有什么用 虽然不知道这样 转变花沙阵的是否能够成功 可如果不去尝试 一切都将失去 我亲自带队 夏城主只要告诉我 具体如何 我必定完成任务 义武没有任何犹豫地说道 深入敌军中设下阵点 这比沈默的自杀式诱敌 更加危险 牵引阵点很简单 只要将这些种子 埋在土囊里就可以了 夏指贤将一些种子 递给了义武 这个阵能杀多少 敌人 圣卫队长简锋说道 两颗帝皇魂金的能量 可以杀死一个帝皇级敌人 两颗主宰魂金 可以杀死一个主宰敌人 夏指贤说道 圣卫队长简锋 也接过了牵引种子 随后将自己的空间戒指 给摘了下来 递给了夏指贤道 这里面的魂金 可以多杀三名主宰 和二十名帝皇 夏指贤愣了愣 手上拿着这枚戒指 告诉我 应该在那里埋下这些种子 简锋说道 最好是敌人的元素军团附近 夏指贤忽然觉得 自己的这个提议非常的残忍 而且说出这句话 就意味着自己在将 眼前这名年轻的 圣卫队长的坟墓 设定在了敌人的元素军团那里 简锋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话 而是站在城墙上 目光注视着敌人的元素军团 夏城主去布阵吧 锦柔公主 她支撑不了太长的时间 看得出来 她已经很吃力了 义武说道 这些就交给我们 嗯 保重 夏指贤点了点头 驾驭着穷蝶女王 朝着万象坛的位置 飞去 一波接着一波的能量 轰击在锦柔公主的精神世界中 她的精神世界里 一片混乱 那种头疼欲裂的感觉 让她咬紧了唇 脸色无比苍白 那是 忽然 锦柔公主看到了一支队伍 那支队伍率领着正式沈默 她带着非常有限的星月殿军 不知何时到了外城 没有了结界保护 他们这些人 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了 那支庞大军团的杀戮 他们会死的 这时 城墙位置上 又有数道身影 驾驭着妖灵的身影 飞出 他们穿过了自己 设立的守护结界 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下 这些人实力 应该是星月守卫之中 最强的那些人 此时他们驾驭着 他们的妖灵 朝着庞然大雾一般的 军团之中前去 为首的人是 圣卫长义武 还有那位年轻出色的 圣卫队长简锋 看到他们离开了 自己的保护 锦柔公主 心里更不是滋味 每个人都在为万象城 做最后的努力 楚慕 城还在 你们一定要赶报 锦柔公主 在自己心里默默地祈祷 第1703章 龙族 引以为傲 新月之地北端 连绵地冰雪上空 树道焦虑的身影 顺着天穷的弧度 从这一头 飞向了草原大地 与冰雪大地接壤的区域 宇伯与风笛 飞在最前方 他说驾驭的魂虫 是一只年事已高的雷霆巨龙 这只雷霆巨龙身上的伤势 都还没有来得及治疗 正努力地拍打着翅膀 朝着万象城的位置 飞去 雷霆巨龙身上的伤 非常重 他的口中 不停地喷着粗气 看上去非常累了 雷霆巨龙说道 雷霆巨龙陪伴雨伯的时间 有好几百年了 不朽急的生物 应该拥有更优长的寿命 但是百年来不停地战斗 让他的身躯和灵魂 都有了巨大的透支 让他 现在也和自己一样 快速地步入到了老年阶段 雷霆巨龙继续拍打着翅膀 或许他想用自己雄壮的飞行 来证明 他自己并没有苍老 或者他想在自己生命 即将走向尽头的时候 再肆意地在空中翱翔 雷霆巨龙拍打着翅膀 不似受伤地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紧随雨风笛 这只雷霆巨龙的 还有其他几人 浑身燃烧 这魔艳的白雨 驾驭着星河鸟的柳冰蛮 坐在小折龙背上的叶青兹 还有紧跟在叶青兹身后的战眼 五云龙 叶青兹回头看了一眼战 也和五云龙 楚慕的小黄泉霍 实力最强 以他的速度 肯定可以最快的时间 赶到万象城 可是黄泉霍在与元首的 那只深海妖灵战斗的时候 受伤了 现在正在天山中休养 不可能追赶得回来 而战也随着战斗的结束 永哲之心的效果 也正在消退 实力慢慢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以他的速度 同样不可能以最快的时间赶到 至于楚慕 现在他还昏迷着 叶青兹 现在就在尽力地为他治疗 希望他能够尽快苏醒过来 太慢了 我们的速度都太慢了 柳冰蓝眺望着万象城的方向 以这种速度 赶回到万象城 万象城早就变成一片废墟了 毕竟敌人可是连高等不朽级的强者都有 再加上那么一支庞大的军团 而且 他们这些人在这场战斗中都受伤了 即便赶回到万象城中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真的能够阻挡得了 那支军团的步伐 哦 小哲龙拍打着翅膀 奋力地飞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小哲龙的健康状态比较良好 他飞行的速度也足够快 他这样加速飞行的意思很明显了 他要先赶往万象城 青兹 小哲龙身上怎么会有蓝色的光芒 白宇立刻问道 叶青兹低下头 这才发现 小哲龙的身上 确实伴随着特殊的光芒 这些光芒看上去像晋级光芒 但好像又暗淡一些 小哲龙可以靠吞噬灵魂来晋级实力 他现在好像快晋级了 叶青兹说道 身上有这种颜色的光芒 就意味着该生物处在了冲破等级瓶颈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 随时都可能突破 之前的战斗中 小哲龙一共吞噬了十个不朽级的灵魂 原本只要再吞噬一个中等不朽的灵魂 他就能够晋级了 但整座城市飞入到黑洞之后 再也没有敌人给小哲龙吞噬了 等等 忽然 宇博叫住了 正打算率先飞往万象城的小哲龙 叶青兹有些疑惑地 让小哲龙飞慢一些 他回过头看着速度越来越慢的宇博 他是不是只差一点晋级了 宇博目光注视着楚慕的小哲龙 叶青兹点了点头道 应该是还差一个中等不朽的灵魂 拿去吧 宇博 说道 叶青兹没有明白宇博的意思 把他的灵魂拿去吧 宇博用平缓的语气对叶青兹说道 叶青兹愣了愣 目光注视着宇博所驾驭着的雷霆巨龙 拿走雷霆巨龙的灵魂 宇博 这是要将自己的雷霆巨龙的灵魂 让小哲龙吞噬掉 可这样做 等同于夺走了雷霆巨龙的生命 这怎么可以 他可是你的魂虫 叶青兹说道 宇博 我们可以赶到他 柳冰兰说道 是啊 雷霆巨龙的 还有足够的寿命 我会为他治疗 可以用生命果实 为他延长寿命 叶青兹说道 这是一只陪伴了宇博数百年的魂虫 他们之前的感情 甚至超过了血缘亲情 就这样 将雷霆巨龙的生命给拿走 这未免太残酷了 叶青兹不会这样做 楚慕也一定不会允许自己的小哲龙 这样做 小哲龙吞噬的是敌人的灵魂 不是自己人的灵魂 绝不是 众人都反对宇博这突如其来的决定 但是 宇博却摇了摇头 用手抚摸着雷霆巨龙的龙脚道 这是他的意思 雷霆巨龙的意思 是他自己提出要将灵魂送给小哲龙 众人愕然地看着宇博驾驭的这只紫色的巨龙 雷霆巨人呼吸 已经非常急促了 看上去真的非常疲惫 他的眼睛周围布满了褶皱 深陷下去的 那双浑浊的眼睛正注视着小哲龙 像一个长辈注视着自己的晚辈 龙族 是不允许自己衰老死亡的 那是最懦弱的表现 他自己的身体 他自己清楚 即便小哲龙不拿走他的灵魂 用不了多久 他也会在 某个时间独自离开我 然后一个人朝着天空飞去 朝着第二重天 第三重天飞 直到没有力气 直到身体僵硬 然后被高空狂风给撕成粉末 宇博平静地说道 尽管心里有万般的不赦 可宇博不得不承认 自己和自己的魂宠都老了 在老了的时候 还能够有这样一场 意义重大的守卫之战 宇博心里 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这或许也是云门老头 要选择战死的缘故 到了这个年龄 生死该看透了 他的老伙计雷霆巨龙 也是如此 他年迈了 他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但在生命走向尽头的那一刻 他一定会去挑战最高天穷 这是龙族高傲的葬礼 但是 如果能够在步入死亡之前 为童族做些什么 那么雷霆巨龙更愿意 将自己的灵魂 献给一个年轻强大的蛇龙 因为他相信 这只蛇龙一定飞得比他更高 更远 宇博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 没有必要劝说了 道 他也喜欢星月之的 天空的葬礼 也一定选择万象城 如果这座城市毁灭了 他也没有了一个 安逸的死亡栖息之地 别多说了 时间很紧迫 小蛇龙必须在我们 所有人之前赶到万象城 他经历过龙族之战 体会过整个家园毁灭的痛苦 万象城不能被毁 不然我们苦苦支撑的这场战争 就彻底败了 就算践踏了八大势力 就算消灭了所有的敌人 失去的东西 也不可能复原 宇博那双眼睛 看着叶青兹和小蛇龙 非常严肃地说道 柳冰岚 叶青兹 白宇都沉默了 此时他们根本不知道 用什么言语来回答宇博 他只是一个退役的老者 选择在星月之的 度过自己的晚年 现在却同样以一个星月成员自居 叶青兹无法做这个决定 他只能够用那双眼睛 注视着宇博和雷霆巨龙 其他人也无法替小蛇龙做这个决定 他们只能够沉默 小蛇龙 忽然 一个显得有些虚弱的声音传出 沙沙沙 小蛇龙立刻转过头 眼睛注视着被上本 应该是昏迷的楚慕 楚慕醒过来了 楚慕 楚慕 三人看到楚慕醒过来 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之色 叶青兹急忙扶着楚慕 抹了抹眼睛里 被宇博说出来的眼泪 这场战争 叶青兹都不记得 自己流过几次眼泪了 比以往加起来的都要多 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的体力还没有恢复 无法战斗 楚慕捂着自己 有些疼痛的胸口说道 我们知道 宇博说道 小蛇龙 吞掉他的灵魂吧 楚慕醒来的时候 便听到了宇博的那番话语 宇博说的没错 万象城不能灭亡 一旦灭亡了 大家苦苦支撑 毫无意义 暗伤王只愿意保护楚慕 自己的安危 毕竟他与楚慕 还存在着类似 灵魂之约的东西 让暗伤王赶去万象城中 暗伤王只会敌我不分地 将所有看到的都毁灭掉 现在 能够救下万象城的 就只有小蛇龙 因为只差一个 中等不朽级的灵魂 小蛇龙 就可以跨入到高等不朽了 宇博招楚慕点了点头 楚慕做得很正确 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你的母亲 是怎么面对自己衰老的 楚慕对小蛇龙说道 沙沙沙 小蛇龙拼命地点着头 天苍青蛇龙选择的 天空葬礼的那一幕 小蛇龙这一生都不会忘记 他高傲地将自己的身躯 撒向了整片长空 不用悲伤 龙族引以为傲 他也是如此 楚慕指了指 同样苍老了的雷霆巨龙 小蛇龙点了点头 拍打着翅膀 飞向了雷霆巨龙 龙牙一口咬在了 雷霆巨龙的脖梗上 雷霆巨龙一点也没有挣扎 叶青姿闭上了眼睛 柳冰岚也闭上了眼睛 白鱼转过头去 唯有楚慕和雨伯 平静地看着这一幕的发生 但楚慕看到了雨伯 眼睛里闪动的东西 再看看 还是难以割舍吧 这是一名活了数百年的老魂宠师 看着自己魂宠离去的眼神 楚慕会牢牢记住的 第1704章 明河讨伐 暮杀万君 灵魂顺着脖梗咬开的伤口 正迅速地注入到小哲龙的身体之中 幽灵龙吞噬灵魂 可以将灵魂的力量 转化为自身的晋级之力 而如果吞噬的灵魂 是龙族的灵魂 这种转化就会更加地纯粹 小哲龙没有带给雷霆巨龙太多的痛苦 雷霆巨龙就像被注射了麻醉的花刺一样 那双浑浊的眼睛慢慢地闭上 像是疲惫地睡着了 小哲龙将雷霆巨龙的灵魂 引入到自己的明河之中 力量转化得非常的迅速 顷刻间雷霆巨龙的灵魂 变化为了小哲龙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 小哲龙身上的晋级光芒变得越来越强 炙热刺眼地像一团蓝色燃烧的烈日 哦 小哲龙扬起头颅 恍然地咆哮 浑身的龙光尖锐绽放 一口龙吸如飓风一般席卷而起 从茫茫的长空 一直卷到了更高更深邃的天穷中 其气势凛然 中等不朽与高等不朽之间存在着 比其他几个等阶更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旦跨越了散发出来的气息 便与其他生物截然不同 实力也会提升数倍 前一刻 小哲龙的气场 还与众人的魂宠相差不会太大 可这一声咆哮之后 众人能够明显感觉到 小哲龙气场 带给众人的如居山的压力 宇伯站在自己已经睡去的雷霆巨龙的身上 看着小哲龙跨入到了高等不朽急 眼中那一抹悲戚 也渐渐地变成了一丝欣慰 老人的情绪总是很难言明 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新一代强者的诞生 帮助他们完成自己飞不到的高度 小哲龙拍打着翅膀 强劲有力的肉意 每一次煽动都能够卷起一阵可怕的风暴 鞭策着这块大地 楚慕看了一眼宇伯 宇伯招他点了点头 楚慕没有多说 驾驭着晋级的小哲龙朝着万象城飞去 万象城终究是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还是仍旧在顽强支撑着 这些大家都无从得知 但没有人会愿意放弃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小哲龙飞行的速度比原先快了好几倍 山川 大地 河流飞快地被小哲龙抛在了身后 楚慕记得 飞过这片林寻的山林 就可以看到万象镜的平原了 当初与魂蒙的决斗便是在那里 渐渐地 平坦的大地出现在了楚慕的视野下 那里本应该郁郁葱葱 尝满了绿色野草 但是楚慕看到的是一片被践踏过的土地 遍地的深坑和奔竹的脚印 飞入到平原中 楚慕的眼睛死死地注视着地平线 再过片刻 就可以看到万象城在那里浮起了 楚慕的心情也在 这一刻变得无比沉重 如果自己看到的是 一片废墟 一片尸体 一片鲜血的城市呢 楚慕没有一开视线 尽管他心里真的很害怕 看到这样一幕 足以让他心碎的画面 可他还是勇敢地去注视着 若真是那样 他不会逃避 他会把所有的这一切凄惨的画面 给记在自己的脑海里 然后在凝视的城市血债血涯 终于 城市的城墙角出现了 当楚慕看到外城的城墙 已经是废墟的时候 心脏剧烈地跳动了 还是来迟了吗 经历了整整三个多月的战争 面对八大势力陆陆续续的军团攻击 星月之地 顽强地守护住了自己的土地 可真的要在这即将胜利的最后 让一切守护的东西 就这样彻底失去 小哲龙 把能够看见的敌人 楚慕很冷静 但这种冷静却冷静地可怕 他知道 现在万象城一定充斥着敌人 这些人 远远的 从平原的这一头 一直传到了万象城中 距离越来越近 正如楚慕之前看到的 万象城外城 已经彻底被攻破了 可是 就在楚慕认为 整座万象城 应该都已经生灵涂炭的时候 楚慕猛然间发现 一块残破不堪的结界 笼罩在万象城上 将整个万象城中城 给保护在其中 城 竟然还在 从外城城墙的破坏程度来看 外城被攻破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敌人本应该顺势 拿下整座城市 可是 楚慕看到了所有的敌人 都被阻挡在了中城 城墙之外 而整个中城 更是被一道结界 死死地守护着 目光 穿过这道破碎不堪的结界 楚慕看到了一个 惊艳的恶螺身影 他血衣飘飘 长发飞舞 他冷静 执着 不屈 他的身体 几乎只剩下一个轮廓 虚无的 快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但他绝世独立的幽灵之躯 让楚慕内心无比震撼 看着他 整个人都有些失神了 那是锦柔公主 笼罩着整个城市的结界 正是他的精神结界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的力量 又怎么可以抵挡下一只 如此庞大的军团 楚慕目光扫去 又发现在中城的城墙外 出现了在城市上空飞舞的花瓣 这些花瓣 看似柔软 却一个个黏着鲜血 比锋利的刀刃还要可怕 在这些飞舞的 花瓣之下 出现了一大片尸体 都是敌人的尸体 浑宠尸和浑宠的身体 被分割着无数片血肉 那是花瓣图阵 这个世界上 能够布置这种杀伤力恐怖的花瓣 阵图的人也只有一个 雨缩 现在已经开始在报复 八大势力的那些派系 他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也就是说 有人启动了雨缩 曾经布置在万象城的花瓣阵图 剿灭了一大波的敌人 总之 城还在 没有被攻破 外城的人 被疏散到中城的街道中 楚慕穿过结界 可以看到中城的街道上 站满了那些无助的人 他们并没有遭到屠杀 而整个外城 留下的尸体都是新月殿军与万象城城位 伤亡惨重 可是 他们守护下了城市 小折龙 楚慕 抹了魔险蝎滑落下的热泪 高呼了一声 好吼 小折龙张开嘴 直接在离万象城 还有小半块平原的距离维持 发出了狂然的怒笑 从小折龙口中喷出的吐息 立刻化为了一场龙风风暴 从遥远的城外 顺着那条被踏烂了的城市主道 随意疯狂地席卷入城 青色的风暴 扑打在宁市军团的后方 强劲的力量 瞬间便将上千名元素昏虫 给撕成了粉碎 小折龙的龙肖震天动地 再加上这狂野无比的青色吐息 在中城守卫的所有人都看到了 这凶猛的吐息 从城外不知多少公里之外的地方 卷来 然后直接杀死了上千名敌人 那是 新月殿军首领秦玉童 远远地注视着城外 发现那道狂躁的吐息 之后 一个电青色的身影 正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万象城飞来 是楚慕的幽灵折龙 夏指贤一眼就认出了小折龙 那张阴云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笑容 一舞 剑锋死了 他们成功将花银种子 埋入到敌人的军团中 为锦楼公主的结界 减轻了压力 夏指贤一直认为自己 不是一个容易被触动的人 可是看到一舞 剑锋他们在敌军中 被淹没的时候 他再怎么遮掩 也掩饰不了眼睛里的东西在晃动 他们为万象城 争取到了一点点时间 根本没有人知道 争取的这一点点 时间是否真的能够等来他们的归来 可事实证明 大家付出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楚慕真的赶回来了 组长 我们后方遭到嫡喜 军团首领沉着声音 对宁天游睡道 宁天游此时 心情无比烦躁 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堂堂的高等不朽 竟然无法破开一个女幽灵的精神结界 他们不可能那么快赶回来支援 就算游也顶多是几个实力比较强的人 宁天游睡道 是一只幽灵折龙 他的吐息很强 直接杀死了我们一千多名元素军团 首领说道 哼 一只幽灵折龙 值得向我汇报吗 直接给我杀了 宁天游睡道 精神结界 马上就要破碎了 宁天游知道 那个幽灵女子 不可能再支撑太久 这座城一旦攻破 无尽的资源 就归他宁天游一个人 所有 现在 谁也阻挡不了 他撕开阻挡在自己面前的结界 轰轰轰轰 一道粗壮无比的青色龙光 从外城朝着宁氏军团打来 龙光倾斜地扫过 锁过之处 绝无声海 顷刻间 有又两千多军团 在龙光中直接化为了乌有 龙光和龙溪都只是远程的攻击 小折龙奋力地拍打着翅膀 当他飞到了这只军团的上空后 龙语和幽咒同时念起 小折龙那双瞳孔便诡异幽深 俯视着地面上的时候 城市的地面 莫名地被一层阴雾笼罩着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流淌 流淌的速度又越来越快 浓浓的雾气之中 出现了一扇门 门内像是水流湍急 迫不及待地 要从门内涌到这个世界上来 哦 小折龙吼出一声 顿时 那扇被阴气笼罩的冥门 豁然地打开 冥河 讨伐 一条冥河在大门开启的那瞬间 流淌而出 河水之中 密密麻麻的死魂 发出了尖锐无比的叫声 令人头皮发麻的鬼魂面孔 印在河水中 还有一双双撕裂活人身躯的幽灵鬼爪 第1705章 幸存 万象之城 冥河从万军之中流淌 可以看到一些浑虫的身躯 在冥河从它们身上流淌过的时候 躯体直接融化了 融化成了冥河的一部分 而那些等级较高的生物 它们尽管不会被冥河的腐蚀力量 直接融化成血水 可是在冥河之中 充斥着各种仇视生命体的幽灵 幽爪 这些可怕的东西 像一群饥饿的怪物 无比疯狂地争抢着它们的食物 凄惨无比的叫声顿时传出 凝视军团的成员们 根本不知道 从自己脚边流淌而过的这些血水是什么 等它们意识到 这冥河之水有多么致命的时候 它们已经活生生地 被那些幽爪给拖到了冥河之中 一大片的军团坠入到冥河 淒厉地喊叫 让那些侥幸没有被冥河扫过的成员们 看得一阵头皮发麻 凝视军团到现在为止 都还有整整三万的军团 可是随着惊悚的冥河讨伐 从这整支军团中碾过的时候 军团的数量瞬间减少 一大片血水在城市之中流淌 纵横交错的街道 全部是通红色 看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 整个军团顿时陷入到恐慌 之前的花沙阵的出现 已经让他们惊魂未定了 这诡异的冥河 更悄无声息地让人死去 整个军团都好像被一种 死亡的气息所笼罩着 凝视军团的首领 满脸愕然地看着血水横流 看着那些鬼爪夺命 许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之前的技能 就灭掉了他们三千多名成员 现在这冥河讨伐 更在瞬间杀死了他们 近七千多人的帝皇军团 这种力量 未免也太可怕了 结界未知 宁天游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一个 足以威胁到他的能量在波动 转过头时候 就发现自己的军团 像是麦子一样 被那只幽灵折龙给轻易地收割 甚至可以看到 军团死亡的那些人的灵魂 全部被这只幽灵折龙 给吸纳到他的身体中 宁天游见过一些生物 拥有吸纳灵魂的能力 可是他从没有见过一只龙族 竟然可以吞噬灵魂 最重要的是 这只龙族的实力 竟然一点都不逊色于 他现在说驾驭者的命血兽 宁天游目光注视着 站在那只幽灵折龙背上的人 看到的是一位 穿着黑色衣裳的男子 整个人类领域领袖级强者就那么些 宁天游搜刮了脑海里所有信息 也没有想起来 是哪位领袖级强者的魂虫 是一只幽灵折龙 宁天游又看了一眼 结界内那个近乎透明了的幽灵女子 只差一点 结界就将彻底粉碎了 这座城市 也将完全被他宁天游给拿下 可是如果放任那高等不朽级的 可怕幽灵折龙 不管 自己的军团会损失更加惨重 你们几个 先缠住他 宁天游扫了一眼军团首领 冷冷地说道 几位首领脸色立刻变得有些难看了 对方很明显 是高等不朽级的 让他们这些低等不朽 和中等不朽 去对抗这种领袖级人物 岂不是去寻死吗 还愣着做什么 宁天游怒道 几位首领不敢违抗 纷纷念起了咒语 并且将所有不朽级强者聚集了起来 全部飞到了空中 去对付小折龙 很快 楚慕就被一群不朽级强者给包围了 这些人 虽然不能真正对楚慕 造成太大的威胁 可被他们拖延时间的话 结界肯定要破碎了 小折龙 杀过去 楚慕被小折龙命令到 小折龙身体化为了虚无 幽灵的行踪难以捉摸 这些不朽级强者 又怎么可能留得住小折龙 小折龙诡异飘飞 朝着结界位置飞去的过程中 轻易地取走了 四名不朽级强者的生命 而其他人根本跟不上小折龙的速度 只能够战战兢兢地追向结界 吼吼吼 令血兽狂躁地发出了吼叫 身上的兽魂血影又一次出现 忠诚的结界非常的脆弱 很难在抵挡的下 高等不朽及强者的攻击 眼看命血兽的攻击 就要轰在锦柔公主的精神结界上 楚慕急忙念起了咒语 楚慕身躯燃烧起了火焰 瞬间从小折龙的龙角之间消失了 受魂血影咆哮撞击 保护着城市的结界硬生碎裂 汹涌的血兽之力 划为了一股毁灭的洪水 朝着城楼 朝着锦柔公主所在的位置 涌去 锦柔公主的精神结界失去之后 她的身体几乎要消失了 连她的面容都很难看得清 万象坛上空的魔腾消失 锦柔公主身体中 像是有无数旅清魂飘出一般 近四千只魔灵 从锦柔公主的身体之中飞出 这已经是她承受的极限了 所有魔灵的身躯和她一样 变得异常的透明 已经感觉不到魔灵身上的灵性 失去了魔灵的力量后 锦柔公主更无力在抵挡 破开结界充埋的兽魂血影 她只能够用那双疲惫的眼睛 注视着前方 注视着小折龙的位置 兽魂血影迎面扑来 她感觉到了那股夺命的能量 正扼住她的咽喉 忽然 一道魔灵的轮廓 在锦柔公主的面前出现 距离只有不到两米 黑色魔灵与白色魔灵两分 迅速地勾勒出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我知道你 一定会赶回来 锦柔公主露出了一个笑容 很可惜 这个笑容已经非常模糊了 楚慕回过头 看了七七的锦柔公主一眼 伸出 楚慕身体中涌起一股力气 竟然单手 抓住了能量形态的兽魂血影 磅礴的能量顿时扑打过来 可以看到可怕的兽魂血影的能量 在楚慕面前 像是遇到了一座坚固的绝壁 无论如何 都无法再迈进半步 楚慕身上的火焰 并没有往常那么鲜明 这是因为她的体力 根本没有恢复多少 即便如此 要阻挡下面血受的这一击 还是戳戳有余 目光一宁 一股空间粉碎力量 顺着楚慕的手掌心 迅速地窜入到兽魂血影之中 这只能量形态的汹涌怪物 身体一颤 被楚慕的空间粉碎之力 给化为了乌有 变成了血色的气流消散 第1706章 暗黄 夺命营 宁天游驾驭着命血兽 从碎裂的结界之中 跨入 那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楚慕 你就是侍主术的守护者 宁天游看着楚慕身上 燃烧着的魔焰道 寂静灵之后 传来了消息说 一个身体拥有两种魔焰的魔人 将宁卖给带走了 宁天游知道宁卖的力量 是需要慢慢成长的 所以他根本就不着急着 将宁卖监禁在他的身边 毕竟仅靠一些玄物 还是无法满足宁天游的需求 而且那个时候 宁天游和其他人的想法 也是一致的 认为 室主术的种子 是在宁卖的手上 并没有想到 宁卖就是未来的室主术 宁天游那段时间 对他很好 那是因为 他想以自己爷爷的身份 骗出宁卖 室主术种子的下落 只是后来他发现 宁卖好像真的不知道 室主术种子在哪里 没有室主术种子 又失去了那种 可以温养玄物的能力 宁天游对他 就没有多大兴趣了 所以何仓将他带出去 宁天游也没有理会太多 甚至觉得放他离开 说不定室主术种子的下落 会重新出现 结果事情 有些不受他控制了 宁卖被一个双弦魔人给带走 带到了宁天游 根本不知道的地方 一直过了好几年 直到星月之德中 涌现出了众多不朽级强者之后 宁天游忽然间意识到 宁卖很有可能又跑到了星月之地 并且那些不朽级强者 很有可能知道 是宁卖的先气温养的 否则星月之德 不可能忽然间出现那么多强者 看着眼前这魔人身上 强大邪义的魔眼 宁天游很后悔 当初竟然生生地 让一个真正的室主术 继承者 从自己面前溜走了 如果这些年 他一直将宁卖待在身边 说不定他现在都是巅峰不朽极了 结果 宁卖的力量 全部早就了别人 可以说 眼前这魔人 现在所拥有的力量 本应该都属于他 所以宁天游在注视着楚慕的时候 眼睛里带着几分怒气 小子 你还真有先见之明 宁天游冷嘲道 楚慕没有理会宁天游 目光穿过那些排排军团 看到了被几名年轻的魂宠师 挟持着的宁卖 宁卖低着头 头发垂下来 遮住了他一半的脸颊 楚慕与他心灵相连 又怎么会不知道 他此时承受的打击呢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好像没有了魂魄 整个人还被一层怪异的阴影 所笼罩着 楚慕没有说话 宁卖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混满 楚慕说什么 他也未必会听得进去 此时 在宁卖身体周围的那层阴影 变得越来越浓 正悄无声息地 将周围那些宁士军团的人 给笼罩进去 看护着宁卖的人是宁壮 也是这个派系真正的组长 他是一名中等不朽级的强者 当宁天游跨入到高等不朽级之后 他组长的身份 便没有资格与宁天游相提并论了 他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看着宁卖 星月之地固然资源丰富 可是他怎么也无法和施主树相提并论 宁壮驾驭着一只心红魔折 他的注意力正在楚慕与宁天游之间 并没有察觉到他脚下出现的 一层怪异的阴影 那层阴影 将宁壮的心红魔折的影子给吞没 又将周围几名魂朽级强者的灵魂给覆盖了 一只阴影之手顺着他们的身躯 蔓延到这几名魂朽级强者的咽喉位置 阴影之手慢慢地捏紧 救 救命 忽然 一名魂朽强者用手捂住自己咽喉 整张脸铁青地发出了异常古怪的叫声 其他几个人都愣了愣 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却发现好几只阴影之手 都出现在了其他几个人的咽喉位置 并且猛地掐紧 众人脸上的表情僵住了 完全像是被一只魔掌死死地掐住了咽喉 气管都要被掐断了 怎么回事 凝撞大 喝一声 周围一阵骚乱 凝撞回过头的时候 惊恶地发现他们看管的宁面 不知何时消失了 在他原来站的位置上 却出现了一团黑色的影子 这影子之中延伸出了数条手臂 正死死地掐住周围 几名魂朽级强者的咽喉 啊 一声脆响 其中一名魂朽 被那阴影之手给生生地凝断了脖子 那人连魂宠都来不及 召唤便瘫乱在了地上 紧接着 连续三四名魂朽级强者 都发生了同样的惨状 他们被阴影之手抓着 生生地掐断了咽喉和凝断了脖子 他们的魂宠同样没有能够幸免 莫名其妙地倒在了地上 不停地抽搐着身体 凝撞呆住了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忽然 一股冰冷至极的黑暗力量袭来 让凝撞感觉浑身一冷 被阴影笼罩着的军团生物有多少 影子军团便出现了多少 一时间那些灰黑色的影子 变成了鬼兵 不停地收割着生命 这些影子鬼兵的杀戮 是看不到一点鲜血的 那些被影子杀死的生物身上 甚至看不到一点伤痕 要么被阻断了气管 要么被拧断了要害 要么莫名地倒下 没有了一丝生命的气息 浓浓的黑暗死亡气息弥漫开 随着这悚然的尸体越来越多 整个军团开始骚乱了 小折龙强大的实力 让他们的军团成千成千的人被杀死 连灵魂都不剩下 而现在又有诡异的影子生物在 军团之中进行杀戮 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 身边的人是怎么死的 也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死的那个人 会不会是自己 城市的结界已经破碎了 前方就是一条 足以攻占下 城市的畅通无阻的大道 至于街道上那些人 直接从他们身上踩过去 就是了 最多有些血腥罢了 可在那只强大的幽灵折龙 和诡异的影子 生物攻击下 他们那颗侵略之心 已经冷却了很多 因为整支军团的人正在迅速地被杀死 数千人 数千魂宠变成了尸体 恐怕还没等他们将对方的城池 占领 他们所有人都变成尸体了 宁壮 他人哪 一声咆哮 从高处席卷而下 震得宁壮耳朵嗡嗡作响 宁壮抬起头 发现宁天游不知何时驾驭着命血兽 悬浮在了军团上空 那双眼睛正无比愤怒地注视着自己 宁壮已经用自己的魂念 朝着周围赶制过很多遍了 可怎么也没有看到宁妈的身影 在影子攻击之前 他分明被众人给死死地看着 灵魂还被加上了禁锢 绝不可能念起什么咒语逃走的 可就在一转眼的时间 他在那层诡异的阴影中消失了 紧接着周围所有的生物的影子 开始攻击他们 然后魂宠师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我 我不知道 他刚才还在这里 宁壮冷汗连连 他刚才只感觉到了浓浓的黑暗气息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让他不知所措 宁天游强行压制下怒火 将自己的感知释放出去 很快 宁天游在军团靠近节节的位置 感应到了宁妈的气息 他目光转向那里 发现宁妈站在破损的城墙下 城墙的阴影落在他的身上 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他 而在他站的城墙面上 一道更浓的影子印在上面 这个影子大致模样是 你画宁妈 可明显可以发现 宁妈的影子 头发变得非常长 背上身子多了一对诡异无比的黑暗翅膀 翅膀的最末端 是锋利的勾撞 勾撞位置 还有什么东西 再往下滴 宁天游目光一扫 发现自己的军团之中 有不少人的咽喉 是被尖锐的物体给划开的 没有鲜血流出 但是宁妈背后的翅膀影子的尖端 却有东西不停地滴落 暗黄 宁天游怒目相视 他认得这只魂蜂 正是合仓的暗黄 然而现在的暗黄 与当初的暗黄 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了 如今的暗黄 简直像一个深藏在阴影 和黑暗之中的夺命魔鬼 悄无声息地收割了 五千多人的生命 或者 从一开始 这暗黄就在将他的死亡领域 朝着周围扩散 只是宁天游一直都没有察觉到 一只死神 就潜伏在宁妈的身旁 潜伏在整个军团之中 城楼上 楚慕看着宁妈 自己从敌人的包围中走出 心里并没有太多的诧异 虽然自己是宁妈的唯一监护者 但真正时时刻刻 守护在宁妈身边的是暗黄 暗黄从宁妈身上 宁天游和着整治军团 但要保障宁妈的安全 待他逃离 却绝不成任何的问题 而现在 暗黄承载着宁妈的愤怒 真正开始收割这些人的生命了 第1707章 宁妈的杀意 呼呼呼呼 小哲龙拍打着翅膀 从空中落到了城墙边上 站在了宁妈和暗黄的身旁 暗黄的身躯 开始出现了偏邪 慢慢地朝着小哲龙的影子位置靠去 影子出现了拉伸和幻化 渐渐地暗黄的身躯 与小哲龙的影子重叠 重叠之后 小哲龙的影子 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一般 竟然迈开了步子 从墙体上迈了出来 变成了一团完全灰黑色 带着半透明效果的幽灵哲龙 幽蓝色的小哲龙 站在宁妈右手边 暗黄所画的哲龙 则在他的左手边 两头哲龙 同时散发出了高等不朽级的气息 一个暴躁 狂野 一个阴朗 黑暗 暗黄 这种生物非常的特殊 将它完全归类到黑暗生物中 还是有些牵强 因为暗黄其实还拥有一定的幽灵属性 暗黄的影子你画 需要有一个强大生物做载体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它都没有出现 正是因为它缺少一个真正强大的载体 而如果直接你画宁天游的命血兽 肯定会被宁天游给发现 现在小哲龙出现了 并且拥有高等不朽级的实力 暗黄自身的等级同样非常高 不仅可以你画成小哲龙 甚至可以拥有小哲龙所有的能力 也就是说 现在宁脉身边拥有了两头高等不朽级的小哲龙 暗黄自身的杀戮性不强 可你画小哲龙后 它的战斗力与小哲龙相当 要知道 小哲龙的一道明河讨伐 就可以直接吞噬掉敌人七千军团 若是两条小哲龙一起释放明河讨伐技能 那么宁氏军团能够幸存下来的人 又会剩下多少 宁天游看到这一幕后 整个人脸色都阴沉了 明明只差一点 就可以拿下这座城市 可以将这里的资源洗洁一空 还可以带着拥有侍主术的宁脉返回到乌盘大地 返回到乌盘皇族交差 可不知不觉中 整个军团只剩下两万不到 折损了大半的人数 损失相当惨重了 军团损失过半 这肯定是非常打击时期 再看那些军团首领 军长们 一个个战战兢兢 根本没有勇气战斗下去 小哲龙从出现到现在 已经杀死了一万多人 而现在又出现了一只 和那头哲龙实力相差无几的影子 哲龙 其杀人手法甚至更加诡异可怕 除了宁天游等少数一些不朽级强者 其他人在这种出现 两只高等不朽级生物的战斗中 和炮灰没有一点的区别 暗黄哲龙张开了嘴 一声龙吟响彻这座城市 顿时城市上空的天幕 被一层黑色的物质笼罩着 视野变得未昏暗 龙语与幽咒同时念起 暗黄哲龙直接模仿了小哲龙的技能 在他的面前 打开了一扇黑色的惊悚冥界之门 冥界之门缓缓地开启 黑色的液体开始流淌 形成了一条黑漆漆的冥河 这条冥河不是在地面上流淌 而是半覆在空中 悬挂在军团们的头顶上 河水之中 一张张愤怒的面孔 呲牙咧嘴 张牙舞爪 恨不得将所有散发着生命气息的生命 给全部给拽到冥河中 冥河幽灵鬼魂有数十万之多 比冥氏军团还多了十倍 每一只幽鬼又阴森恐怖 当他们伸出血淋淋爪子 发出七粒叫声的时候 便让人一阵阵头皮发麻 天游 快帮我们抵挡下这冥河 宁壮 看到冥河越来越低 急忙对宁天游睡到 宁天游眼含愤怒 却又不能放任这黑暗冥河 不管 让这整条冥河 从军团之中流淌过去 估计整个军团 只剩下一万人了 宁天游驾驭着命血兽 朝着冥河飞去 命血兽口中 喷出了血色的光柱 光柱轰在了暗黄折龙的冥河上 整条悬空的冥河 立刻断位了两截 不过 这并不影响到冥河的那些幽灵鬼怪们 整条冥河冲下 顿时整个军团浸泡在了这黑漆漆的 阴冷冥水之中 冥河是一个领域 一旦被领域笼罩 除非能够直接击垮这个领域 否则无论逃向哪里 身体始终都会在冥河中 冥河中那千万的鬼魂 便疯狂地缠上来 吞噬 在高等不朽级的技能攻击下 这些人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身躯快速地在冥河中融化为湿水 灵魂又被那些冥河中的恶魂给抢食 宁天游看着自己的军团浸泡在冥河中 那张脸抽搐了起来 命血兽已经很努力地去轰击冥河了 可是冥河的力量本就属于幽灵系 幽灵系从来都是最难以防御和破解的 命血兽所有的能量都像是轰在了河水中 最多惊奇一些波澜 根本阻挡不了冥河的群体融化和鬼魂吞噬 哦 宁天游正在冥河之中穿梭之时 又一声龙啸传出 这一声龙啸让浸泡在冥河之中的军团们 脸色都轻了 因为他们看到了在那扇鬼门关之下 又出现了一扇冥河之门 那扇门缓缓地开启 幽灵色的冥河之水已经疯狂地涌了出来 同样是青面獠牙 恶鬼成群 幽灵色的冥河悬浮在漆黑的冥河之下 两条冥河相互辉映 竟然将整个宁氏军团给包裹了起来 数十万的鬼魂发出了污名的啼叫声 凄惨的面孔暴露在军团们的目光之下 那一份悚然瞬间击垮了军团的防线 冥河讨伐 这两道冥河讨伐都带着一股至深的仇怨 宁漫站在两条冥河交汇的地方 眼神竟然无比平静地 看着敌人的军团几乎完全被冥河浸泡 看着他们如溺水的人一样 在冥河中挣扎 无论如何凄惨 无论如何残忍 眼中都不会有一丝怜悯 这些人该死 死不足惜 他们毁灭了寂静灵 又妄想毁灭万象城 万象城已经是他唯一可以容身的地方 他绝不允许惨剧再一次发生 更不允许有人伤害到万象城内的任何一人 咒语在宁漫的口中愤怒地念起 两道绿色的光环分别散开 落在了小折龙和暗黄折龙的身上 小折龙的身躯在这特殊的光芒笼罩下 慢慢地扩大 暗黄折龙的身躯并没有扩大 但是颜色变得更深 黑暗气息变得更浓 随着宁漫的争怒火咒语的加持 小折龙和暗黄折龙喷出的明讨伐 变得更加凶猛 黑色的明河 幽青色的明河 两座明河将近两万的军团全部吞没 甚至将宁天游也一起困在了明河的领域之中 更多的冤魂从明河之中飞出 他们不仅攻击那些宁氏士兵们 甚至开始攻击那些不朽及强者的魂宠灵魂 宁天游变得无比烦躁 他的命血兽挥舞着爪子 将周围那数万只幽灵鬼魂给撕成粉碎 可是没过多久 这些幽灵鬼魂又聚集了起来 发出了难听刺耳的声音 在宁天游周围缠绕 宁天游怒视着宁漫 他没有想到 这丫头身边竟然还有一只如此强大的暗黄存在 他太大意了 在宁漫自己送上来的时候 就应该留意到 他身上有不寻常的气息 暗黄杀了他 宁漫伸出手 手指正是指着宁天游 宁漫在寂静灵中长大 寂静灵毁灭后 宁天游算是他唯一的亲人 他很珍惜这个唯一的亲人 在乌旁皇族中受到各种委屈 他也没有说什么 可他从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一天 至亲的人变成最痛恨的敌人 他将自己当作棋子 他引着那群恶人在寂静灵中大肆屠杀 甚至杀死了侍主术 刚才很长很长的时间 他都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脑子里全是让他悲痛欲绝的画面 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此忘记了 万象城正在遭受进攻 寂静灵已经没有了 万象城就是他真正的家 没有人比他更珍惜这座城市 更珍惜城市里的每个人 即便宁天游不是策划了 寂静灵灭亡的幕后黑手 只要他发兵踏入这座城市 这个人就是他的敌人 杀了我 我可从来都不舍得对你如何 宁天游不弄返校了 暗黄折龙将最后一波明河之鬼吐出之后 眼睛忽然注视着楚慕 楚慕感觉到暗黄的某种力量 正在缠绕着自己 犹豫了一会 最后还是没有阻止宁曼的这次杀意 暗黄黑暗能量缠绕在楚慕的身上 他的折龙身躯渐渐地发生了变化 从黑色影子之龙的形态慢慢地改变 渐渐地化为了一个人的形态 这个人影 拥有一张看不清模样的邪意面孔 身体周围燃烧着魔焰 魔焰肆意地飞舞着 以瞳孔为两分 一边的影子更浓 另一边呈现灰色 这分明就是楚慕化身魔人时的影子 这一次暗黄你画的是楚慕 也就是说 他将以楚慕的力量来对付宁天游 楚慕体力完全恢复的情况下 实力可要比小折龙强上不少 若是暗黄也能够将楚慕的力量全部你画出来 宁天游觉不可能是暗黄魔人的对手 而宁曼让暗黄你画成魔人楚慕 这也足以表明了 他要亲自控制暗黄杀死宁天游的决心 第1708章 暗黄魔人咧开了嘴 露出了邪义的笑容 暗黄本身拥有黑暗属性 与楚慕魔人本身的邪气叠加在一起 这种影子你画就显得非常真实 楚慕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那股与自己不相上下的气势 看来 暗黄确实掌控了楚慕的绝大多数力量 暗黄魔人施展开错位魔影 火焰影子在宁天游的命血兽周围豁然出现 一双黑漆漆的爪子朝着命血兽的要害撕去 楚慕注视着这暗黄魔人 发现他的移动速度比自己要慢上些许 不过这种速度对命血兽来说已经非常恐怖了 黑色的爪子撕裂下 命血兽来不及闪躲 血色的身躯立刻就被撕开了一条长长的伤口 黑色的魔焰在命血兽的伤口位置燃烧 从原本的狭长形的伤痕立刻蔓延开 暗黄魔人的制造的伤口 带着浓浓的黑暗俯视效果和灼烧效果 这任意的一找就让命血兽苦不堪言 命血兽反身朝着暗黄喷出了一口血 这道血光被暗黄魔人轻易地闪躲开 紧接着又是一道黑漆漆的爪刃 命血兽的身上再一次多了一个伤口 宁天游看到命血兽连续两次受伤 脸色立刻就沉了 暗黄你化为小折龙的话 宁天游倒未必会怕 毕竟小折龙也不过是刚刚跨入到高等不朽 他能够对自己的那些军团造成致命的伤害 却未必可以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 但让宁天游没有想到的是 这暗黄你化成魔人储慕之后 实力会如此恐怖 同样是高等不朽急 命血兽的攻击 无法碰到这个家伙的衣角 他的攻击命血兽 却很难可以躲开 宁天游眼寒不甘和愤怒 他扫了一眼自己的军团 发现整支军团的人数 已经不到一万了 并且这一万多人 正在被储慕的小折龙 疯狂地吞噬掉灵魂 肯定无法支撑太长的时间 而且 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群 正在逃离了 走 宁天游非常果断地对命血兽说道 命血兽迈开了步子 身体瞬间化为了一道血影 朝着城外的位置飞去 宁天游选择撤离 剩下的人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战役 脚下依旧是流淌着的冥河 冥河之中 无数的尸骸 还有那些将活人变成尸骸的厉鬼 剩下的军团们 战战兢兢地逃离万象城 楚慕并没有就此放过他们的意思 让小折龙继续追上 能收割多少灵魂 就收割多少 而宁漫 被宁天游的恨意 更不用说了 暗黄魔人紧紧地追着命血兽 爪子 一次又一次地 撕开命血兽的身躯 宁天游的命血兽 速度很快 最先抵达了万象城外 不过 他和他的几个得力手下 刚刚推到城外的时候 城外的平原上几个气息 强大的 身影正好出现 将他们阻截在了外城 想就这么走了吗 半魔白雨浑身燃烧着银色魔烟 起银色的火焰 狠狠地朝着逃跑的军团之中 抛去 银色的火焰之海 顿时窜起 刺眼无比地燃烧着 将宁氏撤退的军团的道路 给全部用火焰给封死了 一时间 摆在宁氏军团 眼前就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被小折龙的冥河给吞没 要么就跨过这道 银色魔焰之海的时候 灵魂被烧成灰烬 我们被困了 宁状对高处的宁天游睡到 宁天游脸色已经铁青了 在天山囤积了 各大联盟的军团要塞 他们正在与 星月之地的军团对抗 这些人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赶回来 这让宁天游万分不解 白羽 柳冰岚 宇伯 叶青兹 五云龙 都出现在了 他们逃跑的方向 他们虽然都没有到达 高等不朽级 但是要阻拦下逃走的 宁氏军团 是戳戳有余了 毕竟这几人中中等 不朽级就有好几名 不朽级都跟上我 其他人别管了 宁天游强压下内心的怒火 咬着牙做出了这个决定 一时间剩下的 十几名不朽级强者 全部飞向了宁天游 一个军团之内 若是没有不朽级强者 这支军团 在中等不朽 和低等不朽级的眼中 根本不堪一击 磨焰焚烧 龙光吐息 明河流淌 不到一万的 宁氏军团请客间 只剩下开始朝着 四处逃散的几千人 楚慕在入城的时候 就告诉过自己 绝不会让一个敌人 活着离开这座城市 手一扬 城墙上所有的眼魔 齐声发出了魔体之声 纷纷朝着外城的位置飞去 正是朝着那几千名 潜逃的宁氏军团的成员 追去 这些眼魔的等级 不是非常高 可十只眼魔 去追逐一名魂宠尸 再怎么 也不可能让那些人 活着逃出去 至于宁天游所率领的 那十几名不朽级强者 楚慕更不可能让他们逃走 咒语念起 楚慕将自己最后一丝能量 化为了迟缓空间 这迟缓空间 笼罩在宁天游等 十几名不朽级强者的身上 让他们像是 陷入到了泥沼中一步 移动速度变得越来越缓慢 小折龙拍打着翅膀 朝着这迟缓空间之中 飞去 那锋利的龙牙 一口就咬在了 其中一名不朽级熊狮的脖梗上 熊狮的灵魂 被小折龙生生地 拖出 然后被撕成好几片 活活地吞到了 小折龙的肚子里 而暗黄魔人 始终都在追着宁天游 楚慕师展开了 迟缓空间之中 暗黄魔人也立刻念起了 相同的咒语 叠加上了一层 黑暗迟缓空间 两层迟缓效果 叠加在一块空间中 宁天游的命血兽 一动起来 都变得异常的困难 更不用说是 其他几名不朽级强者了 白语银色的身躯 在几名低等 不朽级强者之间 穿梭 鬼魅邪义 当他回到原来位置上的时候 手上赫然地 多出了三颗内脏 这三颗内脏 被白银狠狠捏碎 那三只低等不朽级浑虫 身体僵硬倒下 身体内部 燃烧出银色的魔烟 将它们迅速地化为了灰烬 五云龙 则更是霸道无比 任何技能都不施展 凭借着庞大的 身躯 直接用踩的方式 将两只低等不朽 给踩成了肉酱 看得出来 五云龙对这些侵入者的愤怒 宁天游身边那些不朽级强者 顷刻间被屠杀得干净 最后只剩下宁壮等几人 暗黄魔人 依旧无比凶残 他的目标 不仅是宁天游的命血兽 宁壮等几人的中等不朽级魂虫 也都被他给活活地撕碎 一时间 整支宁氏军团 在不知不觉中 竟然只剩下了宁天游一人 尸体从中城城楼位置 一直向外堆摆 铺满了整条主街道 废墟之中 同样可以看到一些体型庞大的尸体 鲜血淋漓 双层迟缓空间中 唯一还剩下战斗力的宁天游 被暗黄魔人和小折龙包夹着 逃跑几乎没有可能了 迟缓空间的泥沼 几乎接近了禁锢的力量 让宁天游根本动弹不得 楚慕落在了小折龙的背上 宁卖也站在他的旁边 宁卖那双眼睛 注视着陷入空间泥沼中的宁天游 没有愤怒 也没有了仇恨 有的竟是悲凉 就是如此残酷 百般对他脆弱的心灵进行折磨 一个人承受的苦难多了 自然就会习惯和坚强 在无数人 无数的守护者 为了守护他 而失去生命之后 他的内心便不再只是一个 需要依赖的小女孩 不管这一切再难接受 可恨之恩终究 得不到他内心的怜悯 哪怕这个人 是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有些人骨子里 就没有所谓的血清情感 有些人早已经丧心病狂 这种人就该下地狱 还是我来吧 楚慕看着宁卖 开口说道 宁卖点了点头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暗黄魔人飞回到了宁卖的身旁 化为了一团若有若无的影子 消失在了宁卖的身边 楚慕迈开了步子 朝着宁天游走去 楚慕注视着这个 自称是宁卖爷爷的人 事实上 楚慕很清楚 在宁卖心中的爷爷 只有施主术 这个人 只不过是一个 披着人皮囊的冷血野兽 宁天游 看到浑身邪气凛然的楚慕走来 脸上露出了恐慌之色 楚慕没有与他多说一句话 燃烧着银色魔焰的右手 缓缓地打开 呼 一团魔焰 在宁天游和命血兽身上窜起 迅速地焚烧了宁天游和命血兽全身 命血兽和宁天游 几乎同时发出了惨叫声 那种可怕的灵魂灼烧 让他们痛不欲生 哥哥 不要折磨他了 宁卖低声说道 楚慕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宁天游 倒 下辈子就别做人了 不适合你 说完 楚慕左手上窜起了黑色火焰 随手一扬 黑色火焰飞入到宁天游的身上 瞬间取代了燃烧缓慢的银色魔焰 黑色火焰猛烈 邪义 顷刻间将宁天游的身体和灵魂给化为乌有 火焰灰烬中 还可以看到宁天游那张扭曲争鸣的脸 但很快 这张脸也彻底地消失了 第1709章 战后的万象城 最后一抹黑色的烈焰 彻底宣告了这场战争的结束 众人飞翔在城市上空 万象城的外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主街道上堆满了尸体 不仅是万象城 整个星月之地都可以看到 战争遗留下的硝烟与不知名的尸骸 联盟军团的要塞城市 被楚慕送入到了黑洞之中 彻底从这个世界中泯灭 这只偷袭的凝视 军团最后也没有得逞 侵入者一个不留的 被杀死在这块土地上 烟红触目的鲜血流淌着 一切好像回归了平静 可眼前荒际 血腥的一幕幕告诉着所有人 这场战争是有多么的惨烈 守城均活下来的没有几人 甚至三大宫殿首席沈末 现在都还是生死不明 很多那些原本熟知的人 都彻底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再也看不到他们 楚慕掐灭了身上的所有火焰 他一个人悬浮在城市的中央 从高空俯视 他看到了中城中很多人都在流泪 未能够幸存下来而流泪 更为那些拼死保护他们的人而落泪 战争结束了 也或许是胜利了 可是看到更多的人回过神来 开始嗷嗷大哭的时候 他心中升起了一丝迷惘 迷惘自己选择 让星月知的顽强的战斗下去 是不是一个错误 自己守护住了自己守护的人合成 却有无数的人 因为这个守护 失去了他们挚爱的人和挚爱的魂储 每当一场战斗结束 总会有一群人失魂落魄的 在混乱的尸体中寻找他们的亲人 往往是三四个敌人堆中 又或者面目全非 更甚至尸骨无存 这样的画面楚慕见到很多很多了 这场战争是星月之地胜利了 可这种胜利 能够让那些死去的人复活 胜利的喜悦 根本不足以 冲洗得了那些失去亲人的人的悲伤 所以流泪的人更多 哥哥 如果我拥有了 施主术爷爷的全部力量 我一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宁曼走到楚慕的身旁 眼睛里转动着泪水 这次打击对他来说 太沉重了 再坚强 也还是止不住 泪如雨下 他亲眼看到圣卫常闻死去 看到沈默带着薄弱的军团 用生命争取时间 看到了守成军 甚为一个接一个倒下 每个人都应该有他活着的意义 为什么要因为某些掌权者的贪婪 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楚慕将哭得像那孩子的他一样 搂在怀里 楚慕的观念与宁曼不同 战争与杀戮充斥在整个世界 甚至至亲的人都有可能变成仇人 敌人 刚才的迷茫 让楚慕质问自己 这场战争是否该不该站下去 但事实上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 楚慕依旧会选择战 如果不战 会有更多的家破人亡 会有更多的妻离子散 妥协 懦弱 委屈求全 是无法在这样一个残酷 充满争夺的世界中生存下去的 就像自然界中有很多浑虫 它们在出生之后 就面临着生存的威胁 往往只有那些坚强 不屈 敢于厮杀的浑虫 才能够很好地生存下去 人类无非也是一类浑虫 同样是面对着这样一个淘汰 死亡或者生存 变强地竞争循环 战争一旦爆发 无法避免的时候 就必须要勇敢地面对 第四天的夕阳余晖洒落的时候 星月驻扎在东狂陵要塞 和天山中的星月军团 开始返回到星月之地各个城市 军团进行了严肃地清扫 将所有潜在星月之地的威胁 全部清除 一个月后 星月之地确信已经没有敌军 会再踏入到他们这座城市中后 星月之地的各大城市开始了重建 这次战争 星月之地付出的不仅仅是各大军团力量 很多魂宠师都是自愿加入到守卫之中 成为星月军团的一员 战乱之后 活下来的人估计不到四成 星月之地独立之后 发展迅速 人才被出 强者如灵 这一战之后 星月之地萧条了很多 也凄凉了许多 不过 即便再萧条 冷清 星月之地在整个人类领域 已经成为了一块 令人袒护色变的孤傲领土 他狭小 人口数量稀少 但那里充斥着各种 以命相搏 傲骨十足的魂宠师 他们击垮了八大势力的联盟军团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星月之地在人类地图板块上画 为了一柄血迹斑斑的铁剑 豁然地扎在乌盘大地 和争鸣大地的 西端领土接壤的地方 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势力 敢打这块领土的主意 甚至还有人传闻 星月之地很多地方 都还有联盟军团惨死的鬼魂 会在半夜哭啼 那凄惨的声音 同时也在警告着所有侵入者 曾经的八大势力 派系联盟 也是因为藐视这块土地 贪恋这块土地 最后只能够变成鬼魂在那里嚎叫 星月之地成为一柄醒目 矗立在人类地图板块上的铁剑的同时 双邪魔人楚慕的名字 也在这整块人类大陆中传开了 艺人戏这个话题 从来都是人们谈论 猜测觉得无比神秘的 而如今楚慕这样一个 在战争中崛起的强大艺人 自然瞬间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人类领袖一共就那么几位 这场战争中楚慕亲手 杀死了两名人类领袖 兄弟 魔名 恶名 无论是其他领袖 如何故意将楚慕描述成一个杀人不眨眼 不能称之为人类的魔鬼 楚慕终究成为了人类数百年 历史中最强和最神秘莫测的一人 如今的他 实力已经远超一些普通领袖 只要有他在星月之地一天 谁也休想让这块土地覆灭 而且 很多细心的掌权者都察觉到 这场战争八大势力联盟派系失败之后 各大势力好像莫名地被清扫了一大批人 那种感觉就像一夜之间所有的势力都变了 具体在哪里发生了变化 又没有人可以完全指出来 有人说 星月之地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 一跃成为了独立领土的代表 甚至在八大势力的默许下 星月之地很有可能在接下来往第九势力发展 这些都只是一些人的猜测 也有人觉得 只要有两大皇族在 星月之地断然不会成为第九大势力 除非星月之地可以强大到让两大皇族都忌惮 外界风云四永 各大势力出现变换 伴随着中层势力 小势力以及各大地将的掌管者 都好像出现了一次变革 而当时之地的星月之地 却在战后的一个月发出了封地首令 星月之地将封闭一年的时间 不允许任何一个外人进入到星月之地中 更不允许任何一个没有得到允许的人 踏入到星月之地 违抗者格杀勿论 这个杀令也正是星月之地 如今会被比喻成人类板块上一柄血淋里铁剑的关系 因为根本没有人敢去靠近 有土系魂虫的存在 城市的建筑修复得会很快 大戴在战争后的第三个月 万象城的外城便恢复了往日的境目 三个月时间 一些悲伤也随着城市的兴建而冲淡 一些魂虫师拥有了他们新的魂虫 一些人渐渐地从伤心欲绝中 将失去看得更加平淡 一座城市可以是一个信仰 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人的信仰 只要它还存在 没有什么苦痛是无法熬过去的 三个月前 城市里还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死亡与毁灭的味道 如今 那些曾经堆放过尸体的地方 都被宁曼种上了一些可以净化空气的灵树 灵树的花在街道两盘怒放 每一棵灵树上都刻上了一个人的名字 纪念那些为星月之的战斗而死去的人 宁曼说 生命其实是一个循环 死亡了的人会有一个新的轮回 而在他们死亡和进入新的轮回的这个过程中 会居无定所 有可能变成孤魂野鬼 这段时间的他们是迷茫 孤独 无助的 这些灵树刻上了他们的名字 根下 埋入死者生前的一样物品 或者它的遗体 死者在进入下一个轮回之前 就可以有一个安息之所 然后平静地迎接下一段生命的开始 宁曼的这个举动 引起了很多人的赞许 于是在其他遭受到战争重创的城市中 也都种植起了这种灵树 上面刻着每一个死者的名字 随着树花的盛开 怒放 宁曼脸上的笑容 也渐渐变多了 很多人都认识这位灵树的美丽仙子 他的笑容 很容易就感染了所有的生命 和所有内心纯净的人 不知不觉中 星月之地 从战争的阴霾之中 慢慢地摆脱了 街道上有孩子们追逐打闹 与巷中有情侣相拥 而行 城外有老师与少年们 试炼新的魂虫 院子里 有老人在悠闲谈天 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来说 生命未必就需要充满冒险 充满战斗 一个城市的真正组成 也应该是这些 过着平淡安宁生活的人们 哥哥 那个古老娇人 会不会很厉害 比那些讨伐军团还强 宁妈扯着楚慕的衣袖问道 或许吧 楚慕说道 哥哥会保护下这里的 对不对 宁妈认真地问道 嗯 楚慕点了点头 楚慕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块领土 已经牵着他的心了 他会全力以赴 绝不会有人可以再侵犯这块领土 无论他是人族 还是海族 第1710章 有生命的公主 哥哥 有个小男孩 一直站在那里看着你呢 宁妈扯着城楼城墙的位置 笑着说道 楚慕转过头 看见一个小少年 穿着预备圣卫的铠甲驿站在那里 他正盯着自己 似乎很想要走上来 但又没有太大的勇气 楚慕对着小少年倒有些印象 正是当初从槟城废墟中救出 被自己引荐到圣卫预备军中的 那名小少年 看着小少年那副拘谨的样子 楚慕不禁回想起 自己还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在面对一位强者的时候 同样是这样的眼神 最后还是没有勇气走上来 楚慕一直都是神龙剑手不见尾的 难得今天站在城墙上 同样有很多像小少年这样的人 想上来和楚慕说上几句话 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勇气 哥哥 你不能老是板着脸 把人家都吓走了 宁妈说道 楚慕觉得比起以前的自己 现在好多了吧 你先回去吧 我往眼磨剩余一趟 楚慕对宁妈说道 我也去 宁妈说道 楚慕当作没听见 身上燃烧起了火焰 一阵风吹过 这些火焰迅速地散开 楚慕的身体也随之消失了 看到楚慕跑了 宁妈气得直跺脚 去眼磨 圣域 宁妈一猜 也知道他去找谁 进入道眼磨圣域 穿过了眼磨试招的领土 楚慕笔直地飞向了魔灵的土地 为了守住万象城 魔灵们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现在不朽城和封印塔中的灵魂力量 都用作了魔灵的资源 供给这个特殊的种族 用来修养生息 楚慕到了魔灵之狱中 正好看见白宇 从魔灵之狱中走出 白宇看了眼楚慕 摇了摇头道 还没醒来 楚慕点了点头 锦柔公主在施展了魔藤之后 便处在了一个持续昏迷的状态 显然这次战斗对他消耗极大 我给他带上了那条玉坠 将他的灵魂放在他的身体上 白宇说道 楚慕愣了愣 白宇说的玉坠 正是从影童皇族的那位 拥有奈何花的家主那里得来的玉坠 里面蕴含着些许复活之力 可以让锦柔公主 维持一段时间的复活 如果她没有骗我的话 她醒过来的时候 应该就是真正醒过来了 白宇说道 她伸出手拍了拍楚慕肩膀道 我得离开一段时间 你好好照看她 你不等她醒来再走 楚慕说道 白宇摇了摇头 道 那个奈何花的女人 没给我那么多时间 算了吧 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就算我没能够让她完全苏醒过来 你也会帮我完成 会的 楚慕点了点头 说实话 最初的时候 我也是在自欺欺人 可能我自己都不相信 死去的人真的可以复活 但如果不踏上这条路 我根本不知道 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 又还有多大的意义 还不如沉默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用去思考 白宇说道 也不能这么说 宁愿悲伤难过 也总比没有喜怒哀乐要好 楚慕自己也化身为魔过 自然明白 沉默后的那种痛苦 痛苦 不在于磨焰焚烧着自己的脑海 让自己时时刻刻疯狂 痛苦在于根本找不到自己 不知道自己是谁 更不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说的也是 白宇点了点头 认同了楚慕的说法 白宇大叔 颖同皇族那里 还是别去了 那位家族 也是徘徊在不死之境下 他兴许也在 为跨入不死 而不折手段 楚慕有些担忧地说道 奈何花拥有复活的能力 却没有让人长生不死的本领 说不定你我到了那个境界 面对扑面来的衰落 而死亡 也会做一些令人发指的事情 白宇说道 我没把自己当好人 楚慕笑了起来 白宇愣了愣 旋即也笑了起来 每个人都会 为修炼不折手段 楚慕是如此 白宇也是如此 只是有些人会有自己的底线 有些人却会连至亲的人都 一起加害 我走了 白宇说道 小心些 楚慕说道 白宇身上燃起了银丝的魔艳 化为了一道银丝的光芒 贴着黑色的大地 瞬间消失了 看着白宇离去 楚慕心里多了几分感触 天界碑会选择那些 经历波折坎坷 同时又抑制坚强和执着的人 作为悲弃者 楚慕觉得 白宇如果也到过天界碑 他会是一位非常出色 而且强大的悲弃者 只是 楚慕从来没有在白宇的身上 感应到悲弃的波动 走入到魔灵的部落 天仙兵祖硬妖狐 提前嗅到了楚慕的气息 已经在外面迎接楚慕了 雪白色的天仙兵祖硬妖狐 显得高贵美丽 又可爱迷人 他蹦蹦跳跳地 在楚慕前面引路 到了一座冰坛 楚慕看到了锦柔公主 她正躺在冰坛的中央 身姿柔美性感 让人看一眼 便怦然心动 她皮肤异样的白皙 这是因为她的身躯 长期保存在冰粉中 再加上不朽泉水的效果 使得她的身子 即便没有了生命气息 也依旧没有出现 任何衰老的迹象 这个样子的她 让楚慕想到了很多年前 在沉睡世界的情形 真的很多年过去了 楚慕的面容 也已经不是那个 青年的模样 而锦柔公主 却一点也没有变化 白皙的柏梗上阵 挂着一枚青绿色的玉坠 这玉坠之中 蕴含着一股特殊的能量 像是浓郁的生命气息 又像是别的什么力量 它形成一种 若有若无的光云 笼罩在锦柔公主的身上 锦柔公主闭着眼睛 这双眼睛 已经很多年没有睁开了 很多时候 幽灵锦柔慧 悬浮在她自己面前 那样出神地 看着这个已经死去的自己 现在 锦柔公主的灵魂 重新融入到了她的身体中 是否能够真正复活过来 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因为锦柔公主的灵魂 现在太虚弱了 为了万象城 她耗尽了自己 所有的灵魂力量 万象城能够存活下来 最大的功臣 不是及时赶回的楚慕 而是锦柔公主 借用封印塔 和整个魔灵异族的力量 抵挡下了一名 高等不朽级强者 和一整支军团 这幅画面 被很多人都记在了脑海里 所以所有新建的 城楼的眼角位置 都会被雕刻上一个 玲珑娇小的女子石像 这个女子石像 便是以她为圆形的 长发 长裙 优美柔美 却坚忍不拔的身影 楚慕走到冰潭边 用手去触碰她身上 凝结着冰霜的手臂 她的手臂细腻光滑 但没有一点点的体温 手指触碰的时候 便有一种凉意 传遍了全身 她黑色的头发被散开 有几数事隔在胸前 楚慕仔细看的时候 发现锦柔公主的头发 好像有长长了一些 死去的人 头发会慢慢地枯萎 她的头发 还保存现在的乌黑 是不朽泉水的效果 但保存就像冰封一样 头发是不可能生长的 可这一次 楚慕发现 她的头发 真的有在生长 楚慕对她的模样 记忆得太深刻了 而且已经很多年 她的一切都定格在那一天 哪怕她头发只生长了一寸 楚慕也可以察觉到 这细微的变化 头发开始了生长 这就说明 锦柔公主真的活过来了 她现在还没有苏醒 仅仅是因为 她的灵魂太过虚弱 整个人处在一个昏迷的状态 等到她灵魂恢复了一些 意识开始苏醒 就意味着她真的醒来了 楚慕心中狂喜 忍不住想将她搂在怀里 还记得在那艘船的甲板上 她迎着海洋扑打过来的海风 一双笔星辰 还要明亮的眸子 注视着波动的海水 少女玲珑娇的身姿 带着几分忧郁气质 美得让人窒息 那一刻 楚慕心动了 那是少年时期最强烈的懵动 想要走近她 想要和她说话 她总是喜欢跟在自己身边 她喜欢和自己说话 她也会发小脾气 不高兴的时候 更会转身离开 让自己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她 楚慕一直认为 她很完美 有着公主的温雅气质 有着睿智的话语 令人无法读懂的秘密 真正与她有着接触的时候 反倒是她化为了幽灵 楚慕发现 她其实也很孩子气 很任性 有的时候也古灵精怪 让人弄不明白 她在想什么 或许 这才是真实的 她 没有任何的束缚 甚至还大胆地 吐露了自己的心里话 最初的几次接触 楚慕都感觉到 与她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 往后她的一切 打破了楚慕 对她原本完美的看法 反而觉得更加的真实 这种真实 才是真正抓住楚慕心的东西 说起来也有些讽刺 她还没有沉睡之前 楚慕总觉得 这个人碰不到 摸不着 只可远观 可当她化为幽灵 真的摸不着 碰不到 只能够看的时候 楚慕却感觉她 真实地在自己身边 轻盈地飘着 清脆地笑着 还有各种抱怨楚慕的木讷 和不解风情 第1711章 醒来的白锦柔 楚慕坐在旁边 看着她 慢慢回忆着 那些过往的事情 她会醒过来 不再像以前那样难以触碰 可以嗅到她身上的香气 可以触摸她精致的脸庞 可以亲吻她迷人嘴唇 她在幽灵形态的时候 总是喜欢绕到楚慕的身后 去抱着楚慕 往后楚慕 也可以真实地感觉到 这突如其来的拥抱 心思不知不觉飘飞了 楚慕静静地在旁边守着 希望她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马上就能够看到自己 修炼也在旁边修炼 这魔灵的灵土中 到处充斥着鲜活的灵性 在这里修炼 能够让修为提升的速度快一些 闭上眼睛 进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 这静修楚慕 也不知维持了多长的时间 眼眸圣域 没有天明 天黑 每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楚慕都会惊奇地发现 锦柔公主的头发生长了一些 她被冰霜保存的洞体 慢慢地有了温度 饱满的脸颊 透出了血色 楚慕知道 她快醒过来了 而且灵魂与身躯融合在了一起 在看着锦柔公主的时候 她身上有了生命气息 不再像之前那样 冷冷冰冰的 没有一点生气 楚慕又闭上了眼睛 继续着她的修炼 这次战争 楚慕身体内 吸纳了太多的怨气 这些怨气 若是不能够及时进化 很容易就影响到楚慕的情绪 毕竟怨气之中 夹杂着太多人的记忆 这些记忆悲伤 愤怒 仇怨 负面的情绪太多太多 如果承受能力不足够 很容易 让这些混杂的情绪和记忆 扰乱了自己本身的秉性 而且 存在楚慕身体内的这些力量 也不太稳定 需要楚慕慢慢地 将它们炼化成自己的力量 楚慕原本有打算前往邪庙一趟 可她有些不舍地离开这里 她希望锦柔公主苏醒过来的时候 不是孤单的一人 魔灵们如天地的小精灵 在一些岩石山之间 轻盈地飞舞着 攻击魔灵 甚至还有很多生物 都会刻意地保护着 这些没有什么战斗力的生物 魔灵与眼魔一族 是在相互扶持的状态 眼魔一族的繁殖速度非常快 魔灵的灵性 总能够让一些眼魔的灵魂得到升华 而魔灵的繁衍速度很慢 而且脆弱的它们 确实需要一个强大 和值得信赖的种族保护着 锦柔公主的 冰潭是在魔灵部落的中央位置 自从她成为魔灵的女王之后 她的身躯就一直存放在这里 似乎感应到了一些特殊的生气 今日一群魔灵缭绕在了冰潭的上方 发出了清脆的叫声 好像是在迎接着什么 冰潭位置 楚慕依旧坐在那里 紧闭着眼睛 正在专心住住地修炼 她并没有察觉到魔灵们的异样 在眼魔圣域之中 她也没有必要将魂念释放出去 毕竟没有什么地方 能够比这里更加安全 魔灵们缭绕在上方 欢快地发出了清零的叫声 像是在歌唱 这些声音婉转动听 里面还蕴含着特殊的魔力 不知不觉 冰潭周围已经缭绕 开了一圈圈圣洁美丽的光韵 光韵将整个冰潭之中 安静躺着的女子 衬托得更加纯洁动人 光芒洒落在紧柔公主的脸颊上 她拥有一张美丽绝伦的容颜 以前的她也喜欢戴着面纱 并不是她故意想要去 遮挡住自己的这份经验的美 而是她只想要把这份美丽 展现给自己最喜欢的人 她告诉过楚慕 戴着面纱只是一个习俗 这个习俗来自于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里14岁之后的女子 都会戴着面纱 只有遇到喜欢的人 才会将面纱给摘去 当一个女孩摘去面纱 露出了她美丽容颜的时候 那么附近的男孩们 就应该欣喜了 因为这位展现出她的美丽的女子 很可能看上的 就是她们其中一位 这个时候 两人之间真的存在那种感情的默契 便能够相守一生 这是锦柔公主很小很小的时候 听自己母亲讲过的故事 母亲离开后 她遵照这个故事 从14岁开始就戴着面纱 在天下静的时候 很多人都听闻过 锦柔公主有着无与伦比的美貌 可真正见过的人并没有多少 楚慕并没有察觉到 锦柔公主的这一细节 也没有注意到 她是在什么时候 把面纱摘掉的 温润的光泽 照耀在锦柔公主的脸颊上 锦柔公主的嘴唇 轻轻地服了服 粉红带着几分苍白的嘴唇 看上去那么美艳动人 没有任何的粉饰 都让人忍不住去亲吻 微微幅度的美唇 轻轻地打开 一口香气从小嘴里吐出 深呼吸 吐气 深呼吸 吐气 她的胸脯随着呼吸 也在轻微地起伏 手臂 手指 腹部 双腿都出现了轻轻移动的迹象 这个时候的她 完全是一个熟睡的女子 看上去那么安详即美 渐渐的 她的睫毛也出现了颤动 眼睛缓缓地睁开 这一双眼睛 纯净得如山上的冰雪 眼神中带着一丝懵懂 她眨着眼睛 仰躺着的关系 她看到的是在天空中 二十多米处飞翔着的那些魔灵们 每一个魔灵单纯地就像孩子 它们缭绕成圈 欢清着她的醒来 锦柔公主看着可爱的她们 眼睛笑着了美丽的月眼 她下意识地让自己身体飘起来 奇怪 锦柔公主发出了一声疑惑 她感觉自己的身体 一下子变重了 以前只要她一个念头 就能够飞到很高很高的空中 可今天要飞起来 好像有些吃力 当她挪动身体的时候 忽然一阵冰凉的感觉传来 身体一直都靠着冰的缘故 起初她并没有察觉到冰冷的异样 可当她一动身子的时候 那种冰凉顿时传遍了全身 锦柔公主 将手按在了自己躺在的冰凉凉的地方 很快冷冷的感觉 也传入到了她的手掌心中 随着她支撑起身子 一头长发散落开 发丝从她的脸颊划过 痒痒的 呼 一阵轻风浮烂 将她的头发轻轻地剥弄着 风舒服地 从脸颊上掠过的那种妈撒感觉 也被锦柔公主捕捉到了 这事 锦柔公主伸出了自己的手 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然后又摸了摸自己身子 很真实 很真实的感觉 这不是幽灵的身体 不再是透明 虚无的 是真正的肌肤和温度 而且 自己竟然在呼吸 每一口 呼吸都那样清晰 可以闻到一股特殊的味道 锦柔公主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 我 我真的活过来了 我真的活过来了吗 锦柔公主感觉自己 是在做梦 她已经无数次梦见自己 有血有肉地苏醒过来 那些曾经怀念的感觉 总是在梦境中真实无比 可忽然醒来的时候 看着自己虚无的身子 她整个人又陷入到了失落 这一次 同样很真实 甚至真实到 让她分不清是梦 还是现实 她转过头 发现楚慕像一尊石像一样 坐在旁边 一动不动 她的脸 有些严肃 冷酷 可真正接触过楚慕的人都知道 楚慕的脾气 其实很好 有的时候 还可以欺负她 锦柔公主看到楚慕 心里就有一阵说不出的喜悦 她现在根本不想去想 这一切是否是真实的 梦里自己有血有肉 她也应该好好享受 这样一个梦境 带给自己的惊喜 锦柔公主慢慢地站了起来 她想要走路 可身体很僵硬迟钝 或许是太久 没有活动的缘故 身子已经有一些僵化了 应该多适应一会 才是 这个梦真有趣 锦柔公主心里嘀咕着 以往梦里的自己 总是会像平常一样 活动自如 可这一次 竟然出现身子僵化的情况 按照正常罗见 自己沉睡了 那么多年 第一次苏醒的时候 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梦比以前的更有逻辑性了 不过 非要说以前的梦 锦柔公主 其实具体也想不起来 都发生了 什么不符合逻辑的事情 总之醒来后 都觉得很荒唐 估计这次醒来后 也会觉得荒唐的吧 锦柔公主慢慢地适应着 甚至感觉血液 正在流淌过自己身体 每个部位 像是一个阵途 正在被能量慢慢地激活 她一点一点地尝试 先尝试手指的活动 慢慢地 她尝试到走路 她这静修的储慕 走了一圈 从艰难地挪动一步 到可以小跑 这种身体最基本的活动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很无趣的 可只有经历过沉睡 和半死亡状态 多年的锦柔公主 能够体会到 这种活着的感觉 是多么可怪 行动自如之后 锦柔公主发现一只 魔灵飞到储慕的身边 似乎是想要叫醒储慕 锦柔公主 把手指放在唇边 示意那只小魔灵 不要紧扰储慕 小魔灵 时去地推开了 锦柔公主 则小心地走到 还在静修的储慕身边 睁大了 那双美丽的眼睛 凑到储慕那张严肃 刚毅的脸面前 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她 锦柔公主 就像一只好奇的小猫 慢慢地把小嘴凑上去 偷偷地清了 青储慕的嘴唇 温温的 瑟瑟的 也不知道谁告诉过自己 亲吻的感觉是甜的 也许 偷吻就是这样瑟瑟的吧 那硬不应该把她叫醒 锦柔公主开始思考着 想象着储慕醒来 看到自己时 惊讶和欣喜的表情 锦柔公主脸上 又泛起了笑容 有些期待 有些紧张 好像心脏都在加速跳动 第1712章 本只是一个吻 楚慕专心修炼的时候 整个人就会沉浸在精神世界中 除非有危险的气息袭来 往常自己脑袋肩膀 上落一两只小一级生灵 她都不会在意的 也不知怎么的 这次楚慕总 感觉自己的脸颊痒痒的 好像有什么思绪的东西 在自己脸颊上扫来扫去 楚慕心里纳闷 会不会又是小墨爷在搞怪 墨爷平常 趴在楚慕肩头 谁保了没事做 就用毛茸茸的尾巴 去蹭楚慕的脸颊 没别的用意 纯粹好玩 可仔细一想 墨爷不是在自己浑宠空间里吗 浑宠中除了雨缩 在外面游荡 其他都在自己浑宠空间中 楚慕不是很想打断自己的修炼 因为他的修炼 遇到了一个很奇怪 阻碍 这个阻碍 是来自黑眼魔的灵魂 白三 当初在一变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真正完全一变为黑眼魔 楚慕在吞噬他灵魂的时候 才会保存了自己本身银色魔焰 黑色魔焰和银色魔焰 原本形成一个平衡 两种力量互不干扰 可随着怨气的过多吸纳 楚慕感觉黑色魔焰 正在侵占自己银色魔焰的力量 这种侵占的最后结果就是 楚慕彻底化为黑色魔人 银色魔焰的力量 虽然没有黑色魔焰那么霸道 但巧妙运用 同样能够发挥出不俗的破坏力 最重要的是 银色魔焰代表着的不仅仅的火系的属性 最主要还是异级的力量 可以说 楚慕现在正在发生属性偏移 黑色魔焰的能量过于强大 正在吞噬着楚慕身体内的银色魔焰和异系的力量 朝着暗系和火系完全转变 最重要的是 若是自己的属性完全被黑色的火性给占据了 意识也很容易就被庞大的负面情绪所左右 所以近段时间 楚慕保持着修炼 就是在一点一点的让几种素质属性力量 维持在一个自己能够最好掌控的平衡 这样 楚慕再可以发挥出各种属性的力量 异系是楚慕最主要的进攻手段 楚慕并不希望 这种力量被黑暗和火焰所取代 楚慕修炼得很认真 以前 都是他用魂精给自己的魂宠 进行属性调训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自己给自己进行属性调训 自身 调训明显有困难 毕竟属性调训 是要有该属性纯净的能量 注入的 自己的属性 之所以会被发生偏邪 自然是因为吸纳了过多的邪气和负面力量 算了 再想别的办法吧 楚慕叹了口气 不通过外力 就想要打破 或者维持已经倾斜的属性平衡 是很难的 楚慕没有在坚持 而是睁开了眼睛 想看看 又是哪只小生灵在顽皮 冰坛上 楚慕如雕石一样 端坐在那里 严肃 专注 在这块雕石背后 一位穿着雪白长裙的女子 正站在楚慕的背后 她弯着腰 将自己一头乌黑的长发垂下 双手抓着发丝的墨梢 眼睛里满是小狐狸一般的脚狭 用发丝的墨梢 去挠楚慕的脸颊 怎么还不行波澜 景柔公主喃喃自语着 楚慕并不知道 调皮捣乱的是景柔公主 睁开眼睛的时候 就闪电的出手 抓住了景柔公主的头发 呀 景柔公主吓了一跳 发出了娇呼声 楚慕愣了愣 急忙松了手 转过身来 发现是景柔公主 脸上顿时满是歉意的笑容 解释道 我还以为是哪只长尾巴的小火焰 真讨厌 都弄疼我了 景柔公主称怪道 楚慕干干一笑 笑着笑着 楚慕脸上的笑容忽然僵住了 不对 自己怎么会感觉得到 景柔公主的头发 幽灵的头发 也是没有任何触觉的 而且 往常景柔公主的身躯 都是半透明的 可以穿过她的身子 看到她身后的东西 可是 这次自己真实地看到了她的笑容 她的身子 甚至 还有一股长期被香勿 鲜物温养后 伴随着的美妙 体香 她离得自己很近很近 楚慕甚至可以感觉到 她小嘴里呼出的热气 景柔公主跪坐在旁边 水弯弯的眼睛 就那么看着楚慕 眼睛里满是期待的笑意 楚慕的表情很生动 在梦里景柔公主 也无数次看到楚慕这副模样 楚慕紧紧地盯着她 眼睛都无法一开 最初楚慕在修炼的时候 脑子总是无法平静下来 因为她知道 在自己某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她 可以感受到 她真实的一切 伴随着这种期待和兴奋 楚慕很久都没有进入到 真正修炼状态 可等她完全进入 修炼状态的时候 那种如睡眠一般的意识游动 又会忘记掉 自己最初睡着时的心情 等醒来后 看到眼前这一幕后 即便有了一些心理准备 可内心的情绪 还是剧烈地涌了起来 就这么看着她 楚慕感觉自己脑海一片空白 心脏快速地跳动着 在感情上她 应该不算是一个 出出茅庐的小子了 可面对活脱脱的景柔公主 看着她那双 让自己深陷着迷的眼睛 楚慕真的有些不知所措 楚慕的眼神很灼热 也很单纯 被她这样注视着 锦柔公主 脸颊也泛起了红韵 视线稍稍一开 都浓着 还看不够 在她化为幽灵的时候 有很多次看着她 楚慕都想 将她柔柔的身子 搂在怀里 可她就像一幅画一样 根本无法拥抱她 现在这种强烈的情绪 就在楚慕心里疯狂地涌动 她伸出手臂 将她搂在怀里 有体温 有香味 还有光滑的肌肤 柔软的身子骨 这个拥抱楚慕 真实地感觉到了 她搂得越紧 这种感觉越真切 亲吻额头 亲吻眼睛 亲吻她有些冰凉的嘴唇 这种冰凉慢慢地融化 渐渐地变成了火热的交缠 锦柔公主之前 就偷偷地亲过楚慕的唇边 那种感觉 温温的 瑟瑟的 只从一些书上 看到亲吻描述的锦柔公主 一度认为 接吻应该是甜甜的 甚至荒唐地认为 应该对方回应 才会如书上描写的那般 可事实上 那所谓的甜甜的并非 是来自淳与淳的接触 而是从心里涌起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 真的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总之会让人完完全全地迷醉 锦柔公主的闻 很声色 很声色 她是被动的 同时 又和楚慕一样 充满了热情 楚慕在慢慢地引导着她 得到的很快就是强烈的回应 从这回应中 楚慕就可以感觉到 有些矫情根本就不需要 当爱意浓的时候 欲念反而会轻了很多 锦柔公主有着极其诱人的深深姿 性感恶娜 她的浑身上下都透着女性最妩媚 动人的魅力 在热闻中 算是老手的楚慕 下意识地便解开了她的裙衣 裙衣从她光滑的眉腿上 滑落的那一刻 看着这具如玉如雪的动体 楚慕竟然不忍心去亵渎她 她慢慢地欣赏 慢慢地亲吻 粗鲁的话 只会破坏了她的敬衙与高贵 只有格外的温柔和碍眼 才不会显得过于唐突 锦柔公主脸上的粉侠 都蔓延到了白皙的脖梗 楚慕的动作很快 一眨眼 衣上就滑落了 这让她又惊又羞 却又不敢去拒绝这份火热的侵犯 要知道 除了化为幽灵的那段朝夕相处 锦柔公主 其实并没有与楚慕 有任何过多亲密的接触了 她在联想着一些亲密举动的时候 热闻已经是极限了 哪知道 吻顺着她的脖梗 滑到她的胸前 那一刻 她心乱如麻 又手足无措 裙衣滑落 赤裸裸展现一切的时候 她更是脑海一片空白 如果这是梦 怎么延伸出这令人难为情的桥段来 如果不是梦 锦柔公主 感觉自己以后 都不敢去看楚慕的眼睛了 锦柔公主 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安静和慌张地像只小兔子 尽管心里 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可有些东西 不是本就应该献给自己喜欢的人吗 就像面纱 终有一天要 摘去 将自己美的一面 展现给喜欢的人 嗯 嗯 不能有任何的遗憾 假如几个月后 自己永远都醒不过来 至少在自己沉睡之后 这一段 会是自己最完美的 记忆 值得装饰以后 漫长沉睡中的梦境 会不会觉得太突然 贴着锦柔公主 那精致的脸颊 楚慕问了一句 锦柔公主轻轻地摇了摇头道 我喜欢你 本来只是接吻的 谁知道 她把不该亲吻的也吻了 又把人家衣裳给解开了 弄得她羞愧难当 现在都到了两人赤裸相对的时候 这家伙才问出 这么多余的一句话来 楚慕贴着她耳边 轻声说了一句话 锦柔公主水弯弯的眼睛里 立刻渗出了水珠 细腻的双臂 紧紧地还住了楚慕的脖子 或许这一切真的不突然 他们很早 很早就相识了 太过突然的是 时间 走得太快太快 从第一次见到锦柔公主开始 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还是二十几年 楚慕自己都记不清了 每一次与她柔软的身子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锦柔公主脖梗上晃动欲坠 都在提醒着楚慕 几个月时间的生命 真的太短暂太短暂了 楚慕要的她 一直都在自己身边 第1713章 未知之地 邪庙 天空一片昏暗漆黑 时不时可以看到 火焰的云团飘过 广袤的黑色土地上 一块独有的冰坛上 静静地躺着两个 想相幽而眠的人 一条薄薄的毯子 盖在她们的身上 白锦柔露出了 光滑圆润的香肩 薄薄的毯子 盖在她曲线恶挪的身子上 动体若隐若现 一旁的楚慕仰躺着 让锦柔公主 可以靠在她怀里 她眼睛是睁开的 仰望着昏暗的天空 眼眸圣域的天空 是看不到星辰的 成年累月 滚着浓浓的黑云 不过 黑暗的气息 总给人一半的恐惧 和一半的安逸 这个时候 会感觉整个世界 就剩下自己 和自己身边的人 不需要考虑太多 也不需要顾虑太多 楚慕 你身子好烫 白锦柔拍着 楚慕的胸膛说道 嗯 吸纳了太多的负面力量 黑色魔烟 开始占据属性的主导了 楚慕将自己修炼 遇到的问题 导了出来 那这不是再次化魔的 前兆吗 锦柔公主说道 我也不知道 总之属性 如果发生偏邪的话 我的力量 就很难控制自如了 楚慕说道 你去过邪庙了 没有 锦柔公主问道 就在外面看了看 你的黑眼魔力量 是来自邪庙 你应该去看看 说不定会有什么发现 不如 我们现在就去吧 离这也不会太远 锦柔公主说道 现在 楚慕可不想把 刚刚苏醒过来的白锦柔 往那种未知的地方带 走了 说不定 我们还会有什么发现呢 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 千年时代强者 和万年轮盘强者 按理说 他们应该都是不死即 拥有无比悠长的寿命 也不可能有什么敌人 可以杀死他 他们没准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像邪庙这种未知的地方 肯定记载了一些 更古老的事情 锦柔公主眼睛 有些闪烁着的说道 楚慕发现 锦柔公主 对这种未解之谜 特别的感兴趣 邪庙确实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存在 里面 或许真的隐藏着什么 至少眼魔 这一个特殊的 邪恶种族的由来 说不定也可以 从中得到解答 锦柔公主知道 楚慕也是一个 好奇心大的人 发现 她也有了去邪庙走走的想法 于是立刻就带着几分 兴奋地去拉着楚慕起来 薄薄的毯子 顺着她相肩滑下 饱满的胸部 也没有能够阻挡得了 这光滑的落下 一时间性感白皙的身子 裸露在楚慕的视线之下 锦柔公主幽灵状态 习惯了 并没有察觉到 自己现在衣裳退进 直到楚慕目光直勾勾的时候 她才意识到春光乍现 要不 等等再出发 楚慕挑起眉毛问道 白锦柔 脸颊都通红了 她的毒心术能力 还在 楚慕脑子里想什么 很多时候一下子就活息了 她急忙用毯子遮住自己 一副坚决不从的模样 楚慕也不把自己当正人君子了 就顺势吻了吻她精致的耳垂 吻着吻着 敏感的小公主 就融化了一般 变成了一只乖巧的小羔羊 任由楚慕摆布 白锦柔活过来之后 她依旧拥有魔灵的力量 走路的时候 都是用飘着的 楚慕刚好也能够飞行 缠绵了许久好才 终于分开 楚慕在野魔圣狱里 待了有段时间了 其他人自然也会担心 楚慕觉得 还是先回万象城一趟 就算去邪庙 也得先和柳冰兰 也亲自打声招呼 反正来回也没有太久的时间 锦柔公主则 暂时没有离开魔灵部落 她在这里等楚慕 顺便魔灵一族 也有一些事 是需要她来处理的 回到万象城 楚慕发现 万象城又有了新的改变 至少街道上来往的人变多了 感觉又恢复到了往日的繁荣 看到这些 楚慕有些欣慰 飞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楚慕正好看到了宁曼撞了过来 宁曼与楚慕有灵魂之约 他回来了的话 宁曼肯定感觉得到 哇 好烫 宁曼刚想给楚慕一个香喷喷的拥抱 却忽然缩了回去 楚慕愣了愣 看了看宁曼的手 发现宁曼的肌肤 竟然泛起了焚烧后的黑色迹象 哥哥 你干嘛 没事把火焰放在外面 宁曼娇称道 宁曼这么一说 楚慕才注意到自己皮肤之中 竟然若有若无地 透出了火焰的气息 这火焰气息 正是烫伤宁曼的罪魁祸首 宁曼现在的体质 也不是脆弱的小女孩 如果说 她会被自己的这个高温给烫伤的话 那么绝大多数魂首级强者 都无法真正接触到自己了 果然 当楚慕去向柳冰兰 汇报自己行踪的时候 柳冰兰也不得不离楚慕一米开外 叶青兹也站在旁边 一双睿智的眼睛 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楚慕 她好像察觉了什么 不过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所有人都无法靠近楚慕了 十米之内 能够明显感觉到高温 一米之内 就是滚烫 若是直接肌肤接触 就会像宁曼那样被烫伤 楚慕 这不会是化膜的迹象吧 柳冰兰和叶青兹 都有些担忧地问道 他们两个都是很了解 楚慕身体状况的 以前楚慕的灵魂温度 也非常高 化身半膜之后 身体内的火焰 也总是难以控制 我身体里 邪气力量太浓了 让我身体出现了属性变异 不过 我没有想到 这些火焰会不受控制地涌出来 楚慕苦笑地看着他们 他们离自己有几步远 都不敢轻易地走进来 楚慕也纳闷 前不久和锦柔公主 直接身体接触 好像没有这么严重 白锦柔是觉得 她身体发烫 却不至于到烫伤的程度 要不要我给你练制一些 冰系的纤舞 叶青兹问道 楚慕摇了摇头 现在不是用冰属性降温 可以解决的了 我看 我还是继续修炼一段时间吧 楚慕说道 你自己能够处理 好吗 柳冰兰问道 应该可以 但是没有外力帮助的话 会需要很长时间 另外 打算往邪庙一趟 楚慕说道 嗯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身体高温 让楚慕根本不敢在 万象城中多待 很快就告别了他们 重新回到了眼魔圣域中 到了魔灵领土中 楚慕找到了锦柔公主 与她一同前往了邪庙 邪庙 在眼魔魔鬼山的后面 那里 充斥着可怕的邪气 即便是本身就充斥着 邪恶气息的眼魔一族 都很难靠近邪庙的 这股气息范围 景柔 你不会觉得太烫吗 楚慕指着自己问道 皮肤里若有若无地 透出魔咽的气息 都是呈现黑色的 这些黑色邪咽 渐渐地有些不太受楚慕控制了 楚慕真的 有些担心 把谁给伤着了 毕竟自己现在的实力 都达到高等不朽级了 像其他一些 没有跨入魂朽级的人 说不定走到自己一米之内 都会直接被烧成灰烬 还好 有些不正常 但不是没法承受 景柔公主说道 景柔公主开启了魔腾力量之后 她自身的灵魂 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 封印塔内的灵魂力量 是非常庞大的 本身也不是一次性的能量 昏迷的那段时间 景柔公主本身 也是在将这些灵魂能量 给慢慢消化 邪庙是一个楚慕 可以闻到危险气息的地方 若不是景柔公主 现在本身 拥有了强大的自保能力 楚慕怎么也不可能带刚刚苏醒的她到这里来 至于景柔公主 她将自己的这几个月生命 当成了一次比较长的真实之梦 她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如果没有能够在邪庙找到 让我属性回归正常的外力能量 我可能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苦修了 楚慕无奈地说道 白景柔伸出白皙的手 手指穿过了楚慕身上 那一圈若有若无的火焰环 开玩笑地说道 现在你也体验到了 不可以和别人接触的痛苦了 楚慕无奈地点了点头 还好 景柔公主灵魂境界比较高 身子也能够承受楚慕的这种高温火焰 若是连景柔公主都不能碰自己 那么 她好不容易活过来的这几个月 楚慕和她又要摇相望 这得多让人揪心啊 话说起来 狸毛老人那边的活鱼草的炼制 应该也快完成了吧 如果狸毛老人炼制的鲜物能够成功 白鱼也没有必要 再去为那位不知底细的荣家主那里了 不管怎么样 先解决身上魔焰的问题 这邪庙 我以前有来过几次 每次都感觉有一股很危险的气息 潜意识里也告诉自己 不要进入到这里 景柔公主轻声说道 那还是别去了 比起好奇心 楚慕更担心景柔公主的安危 这次好像更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 说不定这里只欢迎你这种大邪魔妖道 景柔公主笑着说道 你还别说 我真感觉到了 有一种熟悉的力量 再把我引进去 楚慕说道 楚慕没开玩笑 这邪庙的邪恶气息太浓厚了 当自己踏入这里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邪庙的邪气 将自己包裹了起来 第1714章 世界上第一个诞生的生物 进入到邪庙中后 楚慕身上的魔焰 就更有些不受控制的飞扬了 这些魔焰像是被某种力量呼唤吸引一样 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倾斜 楚慕自己也不知道 究竟要在邪庙中怎么走 所幸就让自己这些看上去 有生命一样的魔焰 来引领自己 走入到这个未知的邪庙世界 我的感知受到限制了 景柔公主跟在楚慕身边 小声地对楚慕说道 景柔公主的感知能力 要比楚慕强得多 他的感知无法传开的话 就说明这邪庙之中 存在着某些强力的禁制 楚慕的感知道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或许真的如白景柔说的 这邪庙就是很欢迎 自己这种大邪魔妖道 白宇曾经来过邪庙几次 他那个时候的实力 也只不过是在邪庙的外围徘徊 楚慕和景柔公主 则是直接穿过了 外围那些怪异的石殿迷宫 进入到了邪庙的更深处 邪庙内看不到任何生物 楚慕也感觉不少一丝的生命气息 不过一些腐烂的尸体 倒是常出现在一些高大的黑墙墙角 楚慕也分不清这些尸骸是什么 由此也可以证明 这邪庙中尽管什么生物都没有 肯定也是危险至极 走着走着 前方的邪庙迷宫中 出现了黑色的魔焰 魔焰几乎充斥了整个通道 邪一凛然地灼烧着 一转过这面墙 就看到如此悚然的黑色烈焰画面 让毫无准备的白景柔下了一跳 这条路好像被这些火焰封死了 景柔公主说道 邪庙是一个巨大的迷宫 人的身高体型差不多 和邪庙周围的墙体实体的缝隙一样 非常的渺小 每一座墙又存在着某种静止 要强行摧毁 倒也不是做不到 但肯定要耗费大量的体力 最重要的是 若是强行攻击这些静止会 带来什么后果 谁也无法预料 而在这硕大的邪庙迷宫之中 不少通道都充斥着各种不同颜色的魔焰 青色 蓝色 白色 银色 正好就是眼魔的等级 有些地方以楚慕现在的级别 可以直接穿过这些火焰通道 也就是说 这些不同的封死了道路的魔焰 其实就是一个等级静止 将一些等级比较低的生物 给阻挡在外 之前 楚慕和白景柔遇到的 都是白色 银色魔焰为主 但这次 展现在他们面前的 就是比之前的火焰障碍 强烈了数十倍的黑色魔焰 黑色魔焰翻滚着 像是一群被锁链铐住的魔鬼 呲牙咧嘴的 要扑来 浓浓的邪恶气息 让锦柔公主浑身都不自在 楚慕站在那里 迎面直视前方的黑色魔焰 此时她身上的黑色魔焰 也在慢慢地溢出 有趣的是 这些火焰很不受楚慕控制地 朝着前方的那黑色烈焰中倾斜 一副是要与 这些黑色魔焰融入在一起的模样 楚慕把锦柔公主揉在了怀里 对她说道 我带你过去 不过 你最好也保持好精神守护 这种程度的黑色火焰 楚慕还能够承受得了 锦柔公主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可能会有危险 楚慕严肃地说道 锦柔公主给了她一个白眼 不解风情的家伙 楚慕身上形成了一道空间护照 将自己和锦柔公主保护在其中 楚慕对黑色火焰的攻击性 可以产生一些免疫 但不代表这些野生的黑色火焰 不会给楚慕直接造成伤害 如果这条道路上的黑色火焰中 还存在着一些进攻性更强的元素 楚慕未必能够安然无恙 飞入到黑色的火焰中 一股火辣辣的气息扑来 自己身上的魔焰 反而像回归到自己家园中一般 张开手拥抱着这些火焰 楚慕飞行的速度很快 笔直地穿过这火焰阵后 楚慕感觉自己 应该是抵达了邪庙的更深处 这里的邪庙与外围有所不同 至少外围的邪庙大部分 是黑色冰冷的墙体 而这里的顶部 却是充斥着燃烧的黑色火焰 脚下变成了冰冷的岩石地面 头顶上方悬挂的是一片黑色烈焰的海洋 时不时就会有一大团黑色的魔焰坠落 需要楚慕很有警觉性地去闪避开 感觉就像到了一块漫天陨石滑落的星空里 锦柔公主搂紧着楚慕的脖子 想象力很丰富地说道 楚慕就没那么浪漫了 因为那些从上方跌落下来的魔焰 威力不俗 若是之后的道路都像这样火焰陨落 楚慕不敢保证自己能够安全地离开 所以 她可不能像锦柔公主那样 悠哉地晃着白皙的长腿 满脸兴奋地欣赏着 从邪庙顶部坠落下来的这些火焰 她需要很集中精神地来躲避它们 之后的道路都是这样的火焰天幕 随着坠落变得密集 脚下的岩石地面也翻滚起了黑色魔焰 不知不觉 上方与下方都变成了浓浓的黑色火焰海洋 两段火焰夹层之间 还充斥着那些不断滑落下来的云火 要不要我帮你挡一些云火攻击 锦柔公主看着有些辛苦的楚慕 小小声地说道 不用 这些魔焰是会对灵魂直接造成伤害的 你施展意念结界的话 这些魔焰有可能直接灼烧你的灵魂 楚慕说道 好歹也是一个高等不朽级的双邪魔人 而且又是在这种本身属性火焰中穿行 不至于连这种高温和冲击都承受不了 只是 让楚慕很疑惑的是 这邪妙的黑色火焰非常的浓了 除了像自己这种等级的魔人 可以闯入这里之外 又还有什么生物 能够踏入到这种地方 呼呼呼呼 忽然 一阵无比强烈的邪风扑打过来 楚慕惊讶地发现 所有的魔焰都出现了明显的清闲 楚慕将魂念释放出去 立刻感觉到了 前方有一团巨大的黑暗 与火焰并存的能量 楚慕继续往前飞行 转过一个迷宫口 展现在楚慕面前的是 一片空旷无比的黑暗 这里似邪妙迷宫的尽头 又像是邪妙迷宫的最中央 广阔的黑暗正好 形成一个极其规则的原型深渊 上方是滚滚的火焰 下方是深不见底的黑暗 而就在黑暗与火焰之间 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大火焰 与黑暗并存的能量 体旋浮在那里 火蛇翻滚 烈焰呼啸 那种感觉就像是迎面 直视着一颗黑色的太阳 而自己就站在这可充满 黑暗气息的烈焰之下 火热热的气息扑打过来 这种温度 比之前火焰通道中的火匀 还要高出数倍 没有跨入到高等不朽级的生物 踏入到这里 绝对会化为灰烬 锦柔公主已经支持起了 她自己的精神 守护 但是那种高温 还是让她非常的不舒服 这 这到底是什么啊 锦柔公主抬着头 一眼望不见这黑色 悬挂烈热的顶部 这巨大的火焰能量体 完全就是一个燃烧的星体 表面上充斥着毁灭的能量 楚慕现在的破坏力 已经非常强大了 但她释放的一个火焰技能 恐怕也不过 和眼前悬挂的这能量体 其中一个喷出的火蛇 相当 锦柔公主知道 看似这东西就在眼前 但事实上她 离得他们很远很远 只是因为她太过巨大 看上去才如此醒目 如果她散发出的 烈焰是红色的 要说她是天空中悬挂的烈日 也不为过 黑色的耀日 这个时候 李老的声音飘了出来 既然李老可以叫出名字 这家伙 肯定就知道一些什么 楚慕也立刻询问了起来 这黑色耀日带给人的震撼 确实太强了 楚慕很怀疑自己 若是飞到那个物体的表面上 是否能够承受 得了那种高温的住着口 恐怕就算是 自己这样大大邪魔妖道 也会被烧成灰烬的吧 上三重天 赤火耀日统治 所谓的赤火耀日 就是你们抬头可以看到的太阳 万物的能量本源 而下三重天 黑火耀日掌管 所有在下三重天的生命 本源取之于这黑火耀日 李老很认真地说道 李老先生 这么说 他们其实一个代表着天前 一个代表着的昆了 白锦柔说道 对 一个是天羽的心脏 一个是大地的心脏 他们产生的能量 被植物吸收 有植物的生长 便有了世间万物 他们就是两个世界本源 也是一切生命的本源 李老说道 这么看来 眼魔一族 应该是从黑火耀日中诞生的生物 楚慕说道 那会不会眼魔 就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生命种族 李老思索了 片刻 觉得这个推论 有可能成立 万物是依赖于黑火耀日 与赤火耀日 有了它们 才有了世间生灵 而眼魔一族的最高血统 黑眼魔 很有可能就是黑火耀日之中诞生的元素 黑暗 空间并存的生物 然后演变出了 其他各个亚族的眼魔 楚慕 你要成为世界之祖了 锦柔公主笑盈盈地看着 楚慕身上的黑色火焰 楚慕还真没有想到 眼魔种族 竟然会是世界上最先诞生的生物 这若是让那些研究 魂虫的人类文者们 知道 不知要掀起多么剧烈的波澜 第1715章 不死即传达的印记 楚慕 你要是在这里修炼 整个人 会不会彻底变成黑眼魔 锦柔公主说道 楚慕现在的问题 就在于负面能量太多 导致他身体属性发生了偏移 可现在这里到处都充斥着 这些黑色的魔焰 这样反而会让楚慕的属性 更加偏邪 楚慕现在也很头疼 他可以感觉到 一股非常纯净的黑色火焰的 能量涌进来 这反而 让他愈加难以控制 自己身体里的魔焰 魔焰失控 这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 就像白三 在邪妙之中 获得了强大的黑眼魔力量 可是这股力量 若是不能够掌控好 依旧是会给自己 带来沉重的伤害 楚慕 你看上面 锦柔公主 忽然指着黑色药日的表面说道 楚慕抬头望去 忽然发现了黑色药日 之中出现了一双眼睛 这双眼睛 缓缓地在黑色的烈焰之中睁开 顿时两道炙热的黑色火焰 从遥远的黑色位置喷喷来 火焰掠过了无尽的黑暗 几乎扑打到了楚慕的身上 楚慕感觉到了危险 下意识地带着锦柔公主躲避 火焰打在了楚慕和锦柔公主 所站的火焰壁旁 一连打穿了好几块火焰之壁 楚慕和锦柔公主 都心有余悸地 看了一眼那火焰攻击的地方 能够直接打穿 那拥有静止的火壁 这种力量 已经非常可怕了 楚慕抬起头 继续盯着黑色药日中的那双眼睛 火蛇 在黑色药日表面上飞舞 时不时会有巨大的火球 从上面翻滚而下 黑色药日表面上的温度非常高 是 少楚慕自己都不敢飞上去 很难想象 在黑色药日表面上 会有什么能够在上面生存 每一道火蛇的威力 都接近了楚慕全力释放的 一个火焰技能 黑色药日那块表面上 至少上百道这种黑色火蛇 在疯狂地交织 而那双眼睛 就在上百道火蛇之中睁开 它究竟有多么庞大楚慕 无法估计 但它的实力一定强得惊天 否则又怎么敢站在 可以将高等不朽 都直接化为灰烬的黑色药日表面上 少主 这是一个 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李老急忙说道 什么叫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锦柔公主却不解地说道 这黑色药日代表的是世界本源 上面 无时无刻都产生强烈无比的空间风暴 黑色火蛇 黑暗毁灭 世间没有什么生物 能够承受得了这种力量的 而那上面竟然有一双眼睛 这就说明 那个家伙根本就不能算是生物了 李老说道 不能是生物 那是什么 楚慕问道 神 李老只是吐出了一个字 神 不死即便被称之为神 因为他们拥有不死之躯 拥有无尽的寿命 彻底地超脱了生老病死的生命循环 可是 亿万的生灵中 终究又有几个修炼到这个境界 据楚慕所知的不死即生物 仅仅只有七个 古代不死传说 古老兽魂 以及古老骄人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神 而自己现在看到的那双眼睛 难道也是一个不死即的存在 仔细想一想 如果不是不死即 又怎么可能可以在那黑色药日的表面上 生存 那家伙是第八 时代强者 药日黑眼魔 楚慕问道 前七位时代强者 楚慕都知道了 但第八时代强者 和第九时代强者 至今还没有得到一个肯定 或者是楚慕 还没有资格接触到这个领域 但如果非要给自己看到的那双 在药日表面的那双眼睛的主人 一个解释的话 楚慕觉得 唯有第八时代强者的身份 才能够与那个不可一世的药日 魔王相匹配 行许是 少主 你注意看 黑色药日 与你们之间相隔的空间 李老说道 楚慕将魂念赵李老所指的地方探去 忽然间发现了这片黑色的空间 非常的诡异 上面叠叠层层 好像有很多层空间 这是怎么回事 楚慕问道 这黑色药日看上去 是悬挂在邪庙的上方 但事实上 从我们这里到黑色药日这段 充斥着黑暗 火焰的空间 却非常的长 少主飞行一个月时间 未必能够抵达那黑色药日 很明显 邪庙是一个通往黑色药日 第三重困的一条空间入口 可我记得 真正的黑色药日 应该是在次序之地的最深处 李老说道 少主你想 刚才那双眼睛 可以从那么远的地方将 目光火焰打到这里 这道火焰力量 不知穿越了多少层空间 也不知被削弱了多少 却依旧可以将刚才那几堵墙给击穿 这家伙 肯定是不死即的存在 楚慕在白岛的天界碑中 看到了白海神的力量 那种用海洋吞没天空的壮力 与震撼 让楚慕可以清楚地认知到 不死即生物有多么恐怖 而如今 自己站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只是到了一只鲜活的不死即生物 也就在刚才那位神一般的存在 也好像察觉到了楚慕和锦柔的窥探 将两刀力量 从无比遥远的地方 穿梭了空间打到这里 若是站在他面前 又会是怎样的可怕 楚慕再抬起头 此时看到的 依旧是火蛇飞舞者的黑色药日 却没有再看到那双眼睛 第八时代 强者 楚慕 喃喃自语着 楚慕 楚慕 这个时候 锦柔公主似乎发现了什么 楚慕顺势望去 锦柔公主伸出手指 指着刚才那两刀力量打穿的火焰墙 楚慕看着那被穿透了的火焰墙体 不明白锦柔公主 为什么让自己看这个 有什么特别的吗 楚慕不解地问道 难道你不觉得 这看上去像咒语印吗 锦柔公主说道 楚慕看着那道墙 被打穿的 很近 稍稍换了一个角度之后 果然发现 被打穿的痕迹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咒语印记 正常情况下 如果是直接的力量 打到墙上 墙体 应该直接出现一个 面积很大的空洞 但刚才那两道攻击留下的空洞之间 却还连着一些火焰轨迹 这些轨迹持续着燃烧着 勾得成一个 让人无法读懂的咒语印记 难道说 它不是攻击你们 而是通过这种方式 传递什么信息给你们 李老儿立刻思索了起来 传递信息 用这种方式传递 楚慕愣了愣 将火焰从遥远无比的地方打来 穿梭了不知多少万公里的空间 难道就是为了传达一个咒语印记的信息 可是 那位不死级的生物 为什么要传递信息给它们 如果真是传递信息 这一个咒语印记又说明了什么 我们先看看这咒语印记 锦柔公主飞到了那道火焰墙的位置 她本身就对古老文字和其他文明文字 有着特殊的理解 拥有魔灵力量后 她的独心术能力 不仅是对生物的精神信息进行解读 对一些隐藏在咒语中的精神之语也可以解读 所以她现在很认真地看着这堵 被打出咒语印记的墙体 像从中获悉到 那只不死级生物传达过来的信息 楚慕反正是看不懂这个东西的 只是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 好像就是一个咒语印记 不过为什么我总觉得 这个咒语印记 好像在哪里见过 锦柔公主将手指 放在唇边努力地思索着 思考了一会 锦柔公主又伸出了手指 虚空地在她自己面前滑动着 她手指画过的轨迹 都会有一道灵性的光泽如水一般流淌过 就像一个虚空的沙画板 被她用手指轻轻地描着 锦柔公主将那个硕大的火焰印记 给描画得小一些 又做了一些翻转和挪动 楚慕看着锦柔公主 用手指描画出的那个小图案 脑子里忽然也浮现出了 一个类似的印记图案 这个印记有点像镇谷 楚慕说道 镇谷 是那个给七罪狐背负上 枷锁的咒语印记 锦柔公主说道 对 楚慕点了点头 在雷镜中 楚慕就看到了充斥着闪电的阵谷 当时攀爬到了山顶上往下望的时候 还是木轻一发现了整个阵谷 组成了一个印记之图 同样的 在真名组成的印谷中 那光阵谷 同样是组成一个巨大的印记之图 此时锦柔公主描画下来的 这个咒语印记整体轮廓和一些线条 都与楚慕见到的这两个 阵谷印图非常相似 这么说 他真的不是攻击我们 而是得我们传递信息 锦柔公主有些激动地说道 不过他又皱起了霉带思索着道 可是 他将这样的印记之图打过来 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用这么隐晦的方式来传递信息 难不成 他不是生存在药日表面 而是被困在那里 楚慕脑子里同样是 这些问题 七罪狐为什么会成为罪狐这个谜题 到现在 楚慕都还没有解开 本以为拥有了光王的悲气 自己可以看到他的记忆 从而解开这个秘密 但是 楚慕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看到七罪狐悲气中的记忆 李毛老人表示 只有真正的悲气继承者可以看见 提到悲气继承者 楚慕又想到了 自己在黑洞昏迷 前一刻看到的那个人 他应该就是悲气继承者 那个人 又是谁 第1716章 空间能量碎片 楚慕苦笑 自己想 这些问题又有什么用 当务之急 是解决自己身上这些不受控制的魔艳 才是 楚慕再抬起头 便再也没有看到那双遥远的眼睛了 或许正如锦柔公主说的 他有可能是被囚禁在上面 一个被囚禁在黑色药日之中的生物 楚慕很疑惑 这种生物明明达到了不死级 神一般的存在 又是什么力量 能够将它囚禁起来呢 锦柔公主还在细细地 考教那个图案 楚慕则坐在了火焰之中 开始尝试着 将这里的溢息 黑暗力量 给吸纳到自己的身体之中 来维持自己身体属性的平衡 很遗憾的是 这邪妙中的黑色火焰气息 非常的浓 楚慕要吸纳这些能量的话 导致的结果就是 自己身上的黑色火焰越来越强 也不知过了多久 锦柔公主好像放弃了 那道咒语印记的研究 那双眼睛 有些不甘心地看着楚慕 楚慕无奈地耸了耸肩 表示自己也没办法 凭一个咒语印记来传递信息 这样的手法 确实太高端了 少主 你可以尝试到 那叠层空间中 那里充斥着各种空间元素 和黑暗元素 说不定这些能量 能够帮助你化解身体里的 这股躁动的魔焰 李老说道 楚慕点了点头 飞到了那不知叠加了多少层空间的区域中 深处 在叠加空间中后 楚慕可以明显感觉到 浓郁无比的空间元素 和黑暗元素 楚慕闭上眼睛 尝试着用魂念将这些能量 给吸纳到自己的身体之中 这个过程 类似于将魂精内的能量牵引出来 楚慕发现 这样将能量引入到自己身体内 与魔焰能量 抗衡确实有效 只不过 天地会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元素能量 修炼的生物 还有那些晶石 魔石 都是可以吸纳这些 作为自己身体内的能量 可这种修炼速度异常地缓慢 魂宠的实力提升 除了自己修炼 战斗之外 绝大多数还是靠能量晶石 混合这些以成品 和聚集了庞大能量的载体 来对自己进行直接强化 这里的空间元素 和黑暗元素很浓郁 确实是一个修炼圣地 可楚慕真要坐定在这里修炼 每个四五年 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属性给平衡过来 楚慕哪有那么多时间这样慢慢修炼 所以他尝试着吸纳了一些能量之后 就开始在这片空间中游动 看看能否找到一些存在这里 已经非常久远的能量晶体 这样他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叠层空间非常广袤 从这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 都要飞很长的时间 像寻找宝物 这种事情肯定是李老的专长 楚慕倒不是没有那个意理 去修炼 而是时间紧迫 他不能让自己这么缓慢地提升实力 找寻了好几个空间 一个承载了数百年 上千年的能量晶体倒没有看到 反而是空间中漂浮着的那些碎片 倒是蕴含了不少的能量 要是能够将这些碎片收集起来 拿给叶青姿淬炼的话 估计也能够铸造出一块不错的一席金石 楚慕自言自语道 几乎每一层空间中都漂浮着一些碎片 这些碎片估计也是常年累月 受到这里能量的温养 和普通的岩石碎片有了本质的区别 任意一块上面都蕴藏着一定的能量 可惜这些碎片实在太分散了 楚慕要一个个将它们收集起来 也要费不少的功夫 无奈 没有整体的能量晶石 那就只能够努力收集这些碎片了 有总比没有强 我来帮你收集 锦柔公主闭上了眼睛 将自己的意念给释放出去 空间中的碎片 像是被一块瓷石给控制住了一般 从不同的空间中飞出 迅速地聚集到了锦柔公主的周围 随着碎片增多 意记能量变得非常强 感觉这些碎片围成的这小小的区域 碎片收入到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打算带回去给叶青兹 随后 楚慕和锦柔公主 又在锦柔的其他地方找寻了一番 锦柔是一个巨大的迷宫 最中央 其实就是一个通往次序之地 地心的空间通道 也就是说 眼魔圣域之所以会存在 并且出现眼魔生物 是因为眼魔圣域与次序之地之间 有一条叠层了无数层空间的幽远道路 如此漫长的岁月以来 终究会有一些眼魔生物 穿过这条漫长的道路 抵达眼魔圣域 然后在眼魔圣域之中繁衍发展 邪庙中还存在着不少仙物 这些足以让一只主宰级的眼魔 跨入到不朽级 楚慕凡是看到了的 都会毫不犹豫地扫走 这些仙物 虽然不足以用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却可以壮大眼魔式 潮和星月之地的力量 好像没什么发现了 在邪庙的其他地方走过 锦柔公主心里 依旧惦记着那个咒语印记 嗯 楚慕点了点头 邪庙之中 确实有很多协议未知的东西 尤其是那个 可以只是黑色药日的深渊 但不管怎么说 楚慕现在 都是高等不朽级了 像邪庙的一些其他区域 无论再怎么奇异特殊 都没有太多 值得他这个级别留恋和探索的 我觉得 他一定是要告诉我们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锦柔公主说道 楚慕苦笑道 猜测是没太多用的 有机会到次序之地 真正面对黑色药日的时候 兴许能够得到解答 那我们去次序之地 锦柔公主漂亮的眼睛里 闪烁了起来 次序之地 那里是一片 真正的眼魔之地 而且 他们应该算是这个世界上的 第七大种族了 连人类都从来不敢 涉足到他们的领土 说到次序之地 楚慕心里 还存在着一个疑惑 那就是南静域 为何会被移为平地 本身乌盘大帝 与争鸣大带的西北端 就是由次序之地的南静域隔开的 宁氏军团 也是从被移平了的南静域那里 闯入到星月之地中 楚慕很疑惑 南静域为何会消失 次序之地 去与不去 再说 争鸣主城市的去一趟了 楚慕说道 去争鸣主城干嘛 锦柔公主不解地问道 我身上的魔烟会侵吞 是因为我吸纳了过多的邪恶气息 这邪庙不能让我恢复正常 和炼化这股力量 那只能便宜 那个女人了 楚慕说道 善恶女王 锦柔公主说道 嗯 得靠她来帮我分担 楚慕说道 让她过来 不就得了 锦柔公主说道 楚慕之前就换她回来了 可这女人非常不听话 摆明了 就是要楚慕去争鸣主城找她 虽然说她的花枝蕊 还在自己手上 但现在叫楚慕一生气 把她杀了 楚慕还是舍不得的 毕竟这场战争 若不是 与所在敌人后方大肆放火 与八大势力派系的争斗 不可能这么快结束 她好像猜到 我会遇到这种事情 她那里应该有解决的办法 楚慕说道 我陪你去 锦柔公主说道 楚慕看着锦柔公主 那副紧张的样子 解释道 她现在对我们没什么威胁的 这种长得太漂亮的女人 很危险的 锦柔公主说道 在争鸣主城那段 时间 锦柔公主还是幽灵的时候 就察觉到 善恶女王多次对楚慕勾勾搭搭搭的 善恶女王 拥有一身的花魅之气 和那副让男人神魂颠倒的美貌 又还诡计多端 锦柔公主 真的怕楚慕一不小心 魂魄被她勾走了 看着锦柔公主这份 醋意十足的样子 楚慕却笑着道 这么说的话 你可比她危险多了 锦柔公主可爱的眨了眨眼睛 忽然间发现 楚慕其实也不是那么不解风情嘛 至少还懂得这么夸人 离开了邪庙 楚慕和锦柔公主 回到了万象城 还是老样子 一米之内 楚慕旁边是不能占人的 锦柔公主 估计心里有些愧疚 在楚慕去见叶青姿的时候 她自己也躲了起来 她总感觉自己是横刀夺爱 以前还能够和叶青姿 很好的谈天 现在真没有那个勇气 去看她的眼睛 也不知为何 叶青姿的眼睛 总是给人一种 有穿透人心的感觉 好像什么小情绪和心思 都瞒不过她 楚慕将那些能量碎片 交给了叶青姿 叶青姿却用那双大眼睛瞪着她 楚慕还以为是自己不忠的事情 被看穿了 心里也满是愧疚 想去抱她 身上火焰 又让她无法靠近叶青姿 这些碎片 连邪妙的黑色火焰 都无法熔炼 你让我用什么来催炼呢 叶青姿称怪道 哦 哦 说的也是 楚慕拍了拍脑袋 自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她能够维持生命多长时间 叶青姿轻描淡写地问道 两个多月吧 楚慕下意识地回答道 嗯 叶青姿没再说什么 两个多月的生命 很短暂很短暂了 其实 叶青姿也不知道 自己该不该去可怜别人 兴许不小心她自己 就变成那个可怜的人了 楚慕看着叶青姿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叶青姿却走上前来 小鸟一人般投入楚慕怀里 楚慕也想搂她 看着身上那不受控制的 魔咽刀 会烫伤你的 叶青姿无所谓的摇了摇头道 伤就伤吧 第1717章 前往天宫 上 新月之德处在封锁阶段 本身新月之地 就占据了非常庞大的资源 恢复的速度 要比那些大势力的派系要快很多 而且 羽索的隐形王国 已经占据了整个 争民大帝各势力很大的比重 现在那些联合派系 正面临被其他派系吞并的命运 不可能再发兵讨伐新月之地 随着新月之德地位骤然上升 许多势力对新月之德 都开始进而远之 之所以不前来交好 是考虑到古老骄人这个隐患 还一直存在着 再加上新月之地 现在处在完全封锁的状态 根本就不允许任何外势力靠近半步 经历了这次洗礼 新月之地也将成为 争民大地上 一块屹立不到的独立领土 楚慕对新月之地 也没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毕竟现在这块土地需要的 就是时间的慢慢调养 和更加漫长的时间 来预育出更多 足以保护这块土地的强者 以楚慕现在的实力 来回新月之地和争民 大地不会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 横穿了半块争民大地后 楚慕一身黑色火焰的 出现在了争民主城 现在争民大地 又有谁会不知道 双邪魔人楚慕了 楚慕飞入到争民主城之后 还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惊慌 承戒殿 玄草门 牧团派系这几个派系 都是虎视眈眈的盯着楚慕 生怕这个蜂魔 杀到他们的地盘上来 玄草门现在基本上 被羽梭的手下们给吞并了 牧团一脉 这个派系 现在在牧师世昭中 也是名存实亡 神宗的承戒殿 还有一位杜宗主在坐镇 暂时还能够自保 但以羽梭的这种吞并速度 估计用不了多久 神宗就会开大会 将杜贤这位副宗主 从承戒殿中弹劾了 楚慕现在倒没有必要太多的顾及了 现在他岂止是人类领袖 还是属于人类领袖中 实力非常强的了 整个人类大陆 能够与他抗衡的人 可以用手术出来 那些人不仅没敢找楚慕的麻烦 反而是对楚慕敬而远之 广越宫 穿着一件半透明衣裳身上 还有无数丝丝丝续点缀遮掩眼的 善乐女王站在院子里 满眼闪烁地打量着楚慕 楚慕身上的邪气更浓了 这些纯净的邪气 足以让善乐女王的实力 再提升一个档次 所以现在他看待楚慕 就好像看待自己的美食一样 恨不得扑上去 把楚慕身体内的邪气全部抽走 白锦柔站在一旁 眼睛则是充满敌意地看着善乐女王 这女人明知道楚慕要来 还故意穿得这么若隐若现 果然没按什么好心 黑眼魔本身就是邪恶的机体 这场战争这么惨烈 所有的怨气都会往你的身上聚集 以你现在的魂念 是不可能将它们完全消化的 善恶女王走到楚慕的身旁 这时黑色火焰出现了偏邪 这些火焰好像受到了吸引 正在朝着善恶女王的身上飘去 你看 她们好像也很喜欢我 善恶女王燕唇轻轻一扶 伸出了修长的食指 轻轻按在了楚慕的心脏的位置 黑色的能量从楚慕的心脏位置 慢慢地涌出 缠绕在善恶女王的手指上 像涓涓泉水一般 缓缓地注入到善恶女王的身体中 善恶女王闭上了眼睛 似乎很享受这种邪气缭绕的感觉 可以看到她的头发 从原本的紫色慢慢地变得鲜红 一双原本纯净的紫色眼睛 也闪烁起了血红的光韵 善恶女王将邪气从楚慕体内抽走之后 楚慕可以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高温 正在慢慢地消失 就像沙漏一样 黑色火焰与银色魔焰 渐渐地趋向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这个沙漏流动的速度倒也不是很快 善恶女王将手收了回来 看了一眼锦柔公主 妩媚无比地笑道 见你的情郎用一晚上 我来帮她消消火气 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善恶女王特意走到楚慕的身边 带着楚慕到她房内 锦柔公主虽然知道 善恶女王只不过是要将楚慕身上 那些无法控制的邪气给取走 可听了她那番故意挑衅的话 她的心里就很不舒服 真不明白 这个争民主城 怎么会那么多人奉她为圣女 这身几乎露骨的装扮 和那副妖媚的笑容 和圣女哪有一点关系 到了善恶女王房间 楚慕立刻嗅到了一股极浓的香气 这香气甚至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让楚慕将目光移向善恶女王的时候 甚至感觉这个女人跟浑身赤裸 没有什么区别 楚慕知道这些香氛是什么 冷淡的一笑道 你就是用这种手段来建立你的权力 善恶女王知道楚慕在嘲讽什么 毫不在意地笑了笑道 嗯 神魂颠倒的男人会把一切都叫出来 这会是我获得权力的最直接的办法 善恶女王要这么做见自己的话 楚慕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骗你的 善恶 不苟言笑的楚慕 反而笑得不停 花有孕育 也是孕育之母 这些香氛对人类确实有催情迷幻的效果 不过 我是用它们来做花与花之间的繁衍 你想 除了你谁能够进入到我的房间 门口的花谱中 一共有七个金箍镇 房间的花坛 有一个足以杀死高等不朽的引杀花母镇 你的头顶上 还有一个朱砂结件 哦 保护意识不是一般的强 万象城怎么不见你布置这些镇图 楚慕说道 你在怪我战争的时候 解释道 难道你不奇怪 几大派系 为什么就只有乌盘海军和宁氏派系 出现过领袖级强者 八大势力 讨伐新月之的背后 肯定是有领袖级强者支持着的 算了 不说 这些 先帮我把身体里这些邪气给炼化掉吧 楚慕没再说下去 不急 善恶女王摇了摇头 你又要做什么 楚慕问道 很早的时候 我不是告诉过你 让你跟我去 一个地方吗 善恶女王说道 不记得了 楚慕说道 现在时机成熟 我们可以出发了 善恶女王说道 我没兴趣 那你自己处理 邪气好了 楚慕有些无语了 这女人 是不是太久 没有整治 现在竟然开始给自己耍脾气了 善恶女王 一直在观察楚慕的脸色 只要楚慕有不悦的表情 她很快就会收敛一些 不管怎么说楚慕 才是主人 善恶女王 现在虽然有些摸脱楚慕的脾气 但肯定要懂得适可而止 什么地方 楚慕仔细想了想 善恶女王说 要去的地方 一般都是有大好处的 也没有立刻拒绝 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善恶女王卖关子道 需要多久 楚慕问道 一个月不到 最好带上你的新欢 她的魔灵感知核毒新术 可以让我们更快完成任务 善恶女王说道 楚慕冷冷地看了一眼善恶女王 善恶女王故意吐了吐舌头 转开话题道 你应该知道 我的阶段提升得非常慢 那是因为善恶十足的种族等级 比奈何花还要高 这次我的目的 就是跨入时段完全状态 奈何花是善恶十足善性的 一个最强种族分支 奈何花拥有复活之术 事实上 我的能力达到一定高度后 兴许也可以让它完全复活 要到达什么级别 楚慕直接问道 不死即 善恶女王说道 你有办法让自己跨入不死 楚慕有些诧异地问道 善恶十足本身就是神奇的生物 和施主术是一个级别 我跨入不死即是理所应当的 善恶女王说道 楚慕有些无奈 善恶女王要是跨入到不死即 什么魂约 花之蕊 根本就不可能约束得了她 楚慕忽然觉得 这善恶女王 其实并古老叫人还要可怕 而且就潜伏在自己身边 而且 你难道不想知道 你的小莫爷的来历 善恶女王说道 莫爷的来历 楚慕愣了愣 满脸愕然地 看着善恶女王 善恶女王伸出手 轻轻地摸了摸摸 斜毛茸茸的耳朵 他在楚慕肩膀上的小莫爷 一脸默然地看了一眼 善恶女王 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继续呼呼大睡 很奇怪的是 楚慕现在大部分昏虫 都无法承受 楚慕身上的这种高温了 唯独莫爷很淡定地 趴在楚慕肩膀上睡觉 楚慕一身黑色滚烫的魔咽 反而让他睡起来很舒服的样子 一直可以连续种族一变的生物 这家伙 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否则怎么会弃这个世界的生命法则 而不顾 善恶女王说道 你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楚慕看了眼肩膀上 可爱酣睡的小莫爷 有些惊讶地问道 善恶女王摇了摇头道 不知道 但兴许那里会有答案 你说的那地方是 你不是从我的记忆里看到过吗 我跳落黑暗悬崖的地方 善恶女王自嘲地扶了扶嘴角 天宫 楚慕惊讶地看着善恶女王 这女人是要前往天宫 楚慕到现在都忘不了白海神卷起 世界海浪扑打天宫的那震撼画面 第1718章 前往天宫 下 神秘天宫究竟在什么地方 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楚慕脑子里 一直都有这样的疑惑 善恶女王并没有直说天宫的位置 只是告诉楚慕 那里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入的 天宫神秘 古老 就连当初的白海神 都没有能够将其摧毁 可以想象得到 这天宫之中 究竟存在着怎样强大的生物 楚慕知道 羽梭是从天宫而来 只是他不知道这个女人 要去天宫做什么 记得羽梭的记忆碎片里 她站在黑暗悬崖的边缘 当她跳入到无尽深渊中的时候 悬崖边缘有一晃而过的密密麻麻的人影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楚慕根本不得而知 想必这次天宫之行 应该可以弄明白 这个女人的身世了 天宫必定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 楚慕其实并不打算让锦柔公主 跟着自己一起去冒险 可惜 锦柔公主一听说 楚慕要前往天宫 甚至可以放下对善恶女王的各种成见 她的好奇心和求之欲 是楚慕无法控制的 在广越宫逗留了几天 这几天 善恶女王都在帮助楚慕 将那些邪气练化 善恶女王即将跨入到时段 这些邪气虽然能够增进她的修为 但终究是楚慕身体内的能量 善恶女王只是将楚慕 把这些力量给炼化了 然后重新还给了楚慕 这倒是让楚慕的实力 又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第十天后 楚慕身体内的魔焰 已经完全得到控制了 黑白两分 不再出现什么愉悦的状况 这些邪气楚慕要自己修炼的话的 需要好几年时间 楚慕知道善恶女王有办法 帮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未想到 却只需要十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了 而且还让自己的实力有所增长 魔焰得到压制后 三人便出发前往天宫 绝大多数人类的飞行 都是需要通过 浑虫的 有趣的是 楚慕三人 正好都可以直接飞行 从正民主城 往世界屋脊的方向飞去 以他们三人的速度 不需要多久 就能够抵达 那隔开了两块人类 大陆的巨型山脉 这是去哪儿 锦柔公主询问道 有个地方叫万穷龙渊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 没有 雨缩保持着飞翔说道 嗯 锦柔公主点了点头 万穷龙渊之上 就是天宫 万穷龙渊之上 楚慕印象中 万穷龙渊 应该是代表着 世界最高的天穷 那里必定是第三重天了 那里就一座天宫吗 还是说 也栖息着很多人 锦柔公主继续问道 到了就知道 雨缩没有再多说 世界屋脊连绵壮阔 楚慕三人 已经飞翔在云空更高处了 横跨整个人类大地的 世界屋脊 完全就像一头世界 巨龙卧在那里 这是楚慕第一次抵达乌济山脉 论起这无尽山脉的面积 恐怕也只不过是比人类大地要小一些 乌济山脉 是兽足的领土 俯视而下的时候 可以看到 各种奇兽巨物 在一些高耸的山岭之间 磨动 高空中 也总是能够看到 成群结队拥有翅膀的妖兽 展翅翱翔 也不知为何 抬头仰望蓝天的时候 总感觉这里的天空 要比人类大地更高 连绵高耸的山 并不总是在下方 偶尔可以看到 前方的云雾中 猛然地出现晴天 巨舞 那正是一座 无比巍峨的高地山脉 可是当飞入到 这座高山的最顶峰 保持这样的高度 继续飞行的时候 在某个地方 又会有一座 看不见顶端的山体 遮挡在前方 给人一种巨大的压力 万穷龙渊 意味着 有一万座这种 不断拔空而起的山脉 记得在很早以前 龙族还是 妖兽种族中的 最强代表的时候 这万穷龙渊的 每一座山脉上 都可以看到 成群结队的巨龙 在缭绕着飞翔 但现在好像 一片空气了 李老感叹之声 飘了出来 说得你 好像活了几万年似的 楚慕说道 我也是从一些 妖族的文献中看到的 少主之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最强的龙族是什么 李老问了一句 李老这么一问 还真让楚慕无法回答 楚慕现在看到的 最高种族级别的龙族 应该就是五云龙了 这是时段 就可以达到 不朽及实力的 接近五大不死传说 级别的生物 但很明显 五云龙绝对不是 最强的龙族 在这万穷龙渊的 最高处 是不是就气息着 不被人们认知的 强大龙族 沙沙沙 一提到龙族 小哲龙就显得 有些激动 兴奋了 他在楚慕的 空间中发出了叫声 希望楚慕放他出来 楚慕其实不太想 召唤小哲龙 倒不是不喜欢这家伙 而是这家伙 实在太懒了 即便是将他召唤出来 他也是保持着 迷你状态 肥嘟嘟的身子 就趴在他的 另一个肩膀上 这让楚慕一度怀疑 自己才是 小哲龙和小莫爷的坐骑 好了好了 别嚷嚷了 楚慕见 小哲龙叫个不停 最后还是 念起了咒语 将他从 魂宠空间中召唤出来 小哲龙保持了 十米的身躯 锦柔公主 率先飞到了 小哲龙的背上 然后转过头来 冲着楚慕 俏皮地笑了笑 能节省气力 没有人会喜欢自己 在这种空气稀薄的 天空之顶中 飞行的 所以宇梭也很果断地 霸占了一个位置 紧接着睡饱了的墨爷 也跳到了 小哲龙的脑袋上 把牵制按在 小哲龙脑门上 像一只小猫一样 可爱的伸懒腰 小哲龙一脸不情愿地 拍打着翅膀 要知道会这样 他宁愿在自己的窝里睡觉了 吃力不讨好的活 你的这头小龙 现在的实力 应该可以飞入到 万穷龙渊最高处了 到了真正的万穷龙渊 我们就得小心一些了 那里充斥着一些 守卫的龙族 宇梭提醒了楚慕一句 他们是在守卫天宫 楚慕询问道 嗯 算是吧 等等我会让暗王 将他们引开 最好不能惊动这些守卫 否则我们很可能 无法离开那里 宇梭说道 小哲龙拍打着翅膀 不断地朝着万穷龙渊 更高处飞 渐渐地 天空的颜色发生了歹变 不再是那让人迷恋的蔚蓝色 而是一片黑暗包裹的冰冷 和漆黑 高空的狂风在耳边呼啸 耸立的巨山 巍峨的棱角 看上去凌厉可怕 不知不觉 小哲龙已经飞入到了 非常高的地方了 俯视的时候 那些之前飞过的连绵的山脉 都变成了地面上的一块 小小褶皱 眼前的龙山依旧存在 李老说过 万穷龙渊便有万种高山 小哲龙现在估计 只飞了一半多一些 这种高度 一系的不朽极生物 便可以达到了 还算不上真正的高空极地 再继续飞翔 楚慕已经可以感知到 周围被浓浓的死寂的 空间元素包裹着 抬起头 可以看到上方那 越来越庞大的赤火烈日 烈日的光芒 似乎不足以将这高空中的 一切给照亮 可以感受到光芒照射的温度 可周围还是一片虚无 这里什么都没有 锦柔公主说道 最后一批栖息在这里的龙族 被杀死后 这里就很荒芜了 雨缩点了点头道 最后一批龙族 为什么说是最后一批 难道龙族也遭到了屠杀 锦柔公主问道 算不上屠杀 只能说是 他们已经不适合 这个时代的生存 整个种族处在衰败中 人类有人类的城市 妖族有妖族的丛林 海族有海族的汪洋 兽族有兽族的山脉 龙族却没有了 龙族的真正巢穴 这个世界上 总会有一些生物 是曾经的巅峰 随着几万年的繁衍 蜕变 一变 终究又会被 更适合生存的 种族取代 能够真正屹立不倒 亘古长存的 只有一个种族 和一个地方 雨缩平静地说道 锦柔公主看着雨缩 从她那双眼睛里 就可以看出 她很想知道答案 雨缩也看了一眼锦柔公主 缓缓地伸出手来 指了指上方 锦柔公主 很快就明白 雨缩所指的屹立不倒 亘古长存的是什么了 正是他们现在要前往的天宫 哦 对了 雨缩好像想起了什么 转向了一旁的楚慕 开口道 小折龙的妈妈 天苍青折龙 就是来自万穷龙渊 她是在 具体多少年前 我也数不清了 但应该最后一批 被杀死的龙族中的幸存者 她来自这里 楚慕愣了愣 从万穷龙渊到星月之地 这整整飞越了 半块兽族领土 和大半块人类领土 那个时候 天苍青折龙的实力 应该是在主宰级上下 如此遥远的距离 不知得飞多少年啊 沙沙沙 沙沙沙 小折龙也听到了 雨缩的话语 却立刻发出了污名声 楚慕听到了 小折龙的叫声 心里顿时泛起了一阵酸楚 天苍青折龙的记忆 是残破的 她逃出魂蒙的奴役后 应该是下意识地 想要往自己的家乡飞去 然而 她却飞向了横海 这就意味着 疲惫不堪的天苍青折龙 已经忘记了 回到万穷龙渊的道路 甚至选择了一个 与万穷龙渊 完全相反的方向 最后茫茫的 海洋和高远的天空 成为了她的埋葬之地 第1719章 昼夜轮盘 上 楚慕记得 小墨爷是天苍青折龙 从魂蒙蒙主 灵产那里带出来的 灵产那种角色 恐怕也只不过是在 星月之地 还未被挖掘之前 能够作威作福 像万穷龙渊这种地方 她应该没有什么资格 能够踏入 这同时也证明了 小墨爷很有可能是 天苍青折龙无意间获得 然后从万穷龙渊 带到了星月之地 可惜 天苍青折龙的记忆 也残破了 估计她自己都不记得 小墨爷的来历了 墨爷 过来 楚慕对站在小折龙 脑袋上吹风的墨爷说道 墨鞋转过脑袋 发出呜呜的叫声 轻盈地 在小折龙的背上 一点 就跳到了楚慕怀里 楚慕用双手 把毛茸茸的小墨鞋抱了起来 仔仔细细地 看着她的眼睛 墨爷满眼疑惑地 你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来历呢 墨爷懵懂地看着楚慕 一副我也不知道的表情 墨爷 是在一段一阶 就遇到楚慕了 那个时候的她 差不多跟个阴海一样 她的记忆 基本上 也是从与楚慕签订了魂约开始 至于还没孵化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 她一概不知 墨爷会不会和七罪虎有关 锦柔公主凑了过来 用手抚摸着墨爷的毛发 善恶女王抚摸墨鞋的时候 墨爷纯粹当她是空气 锦柔公主伸出手的时候 由此可见 墨爷跟楚慕的情绪差不多 楚慕喜欢谁 她就喜欢谁 楚慕藐视谁 她就当谁不存在 如果她的意变到七罪虎为止 我也觉得 墨爷有可能与七罪虎故事有关 甚至有可能与七罪虎 背负命运枷锁 有着某种联系 可墨爷现在已经跳出了七罪虎的范畴 化身为了幽冥 幽冥狐尊与七罪虎 应该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楚慕说道 万年一个世界轮盘 这万年内 总会出现一些不符合常理的生物 话说回来 她什么时候进入下一次意变呢 她的下一次意变 应该是至关重要的意变 基本上可以判断出她的来历了 雨缩看着墨爷说道 李老这个时候也跳了出来 摸着胡须道 按照这个意变节奏 下一次意变 基本上是不死级了 貌似这个世界上 应该还没有什么生物 是因为种族意变 跨入到不死级的吧 最重要的是 这个世界上 好像没有种族等级为 不死级的生物吧 李老这么一说 楚慕 白锦柔 雨缩也都陷入到了思考中 种族等级为不死级 即便是世主术这种 被称之为神术的古老生物 它的时段实力 也绝不可能直接达到不死级 同样的 善恶始祖的时段领域 也没有进入这个神一般的领域 肯定还需要经过 一定时间的修炼和机缘 才有可能真正夸入到不死级 而五大不死传说 最高种族等级的 为奈何花 它的时段实力级别 应该在巅峰不朽的样子 曾经的光王和暗王 它们在设罪后的级别 同样也是在巅峰不朽上下 如此一番细数后 楚慕惊讶地发现 这个世界上 竟然真的不存在 种族等级为不死的生物 墨爷的种族 一变是有规律的 每一次一变 都直接跨越一个大等级 它现在是种族等级为 低等不朽级上下的 幽冥胡尊子弟 那么下一次种族 一变必定 直接跨越到不死级领域 可下一次一变 墨爷会一变成什么 昏虫领域最高的种族 也只在巅峰不朽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不存在 种族等级不死级的生物 墨爷又将如何种族一变 看来 幽冥胡尊 应该是它的最后一次 种族一变了 想想也是 如果它还能继续一变 离上次一变 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它的一变血统 还是没有任何波动的迹象 宇索福了扶纯 脚说道 幽冥已经是墨爷 最后一次一变了吗 楚慕抱着毛茸茸的墨爷 看着它那双银色的眼睛 这双眸子很纯净 也很熟悉 看着这双眼睛 楚慕感觉 就像是看着自己的眼睛一样 所有的情绪 所有的想法都可以读懂 有的时候 楚慕甚至感觉 与墨爷拥有的这种心灵默契 不单单只有这么短暂的时间 因为在别的魂宠身上 楚慕真的体会不到 这种特有的心灵联系 似乎即便在磨合几十年 也未必能够形成 大家都在非常认真严肃地 思考着墨爷的来历 和下一次一变问题的时候 墨爷却伸出了一条小尾巴 擅自探入到了楚慕的魂宠空间中 用尾巴扫了一些叶青汁 给他准备的零食 然后非常惬意地咀嚼着 这么复杂的问题 墨爷肯定不会跟着楚慕 他们去思考的 他心里最认真的抉择 是 这果子味道不错 该不该分点点小折龙呢 小折龙是墨爷最有力的竞争者 不是因为他现在的实力很强 而是因为楚慕所有魂宠中 只有小折龙可以任意穿梭的家伙 会偷他珍藏的零食吃 而且被偷了 还拿小折龙一点办法都没有 处处要让着他 别只顾着吃了 看看你肚子上的肥肉 楚慕捏了捏墨爷的肚子 有段时间没有战斗的缘故 墨爷还真有些发胖了 成天睡饱了就吃零食 墨爷依依不舍地把剩下的食物 放回到楚慕的空间戒指里 摇摆着九条小尾巴 忽然 墨爷的耳朵树立了起来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转过脑袋 目光注视着万穷龙渊的最高山巅 这里是最高龙渊山了 语梭指着山巅的最高处说道 整座山巅既然耸立 孤傲 凄冷 凛冽的狂风从山顶上扫过 一些被封食的沙力飞舞而起 在阳光的暴晒下 化为了一道特殊的沙面 环绕在山巅 山巅上方面积很大 远远望去的时候 是城堡的尖塔一般 可真正飞入到山巅的时候 这山巅完全像一座 不平坦的广袤高原大地 小哲龙在这三人 一离要落在了 万穷龙渊的最高山巅位置 一眼望去 看到的都是一片片空气的岩石 在这样的高空中 风就是最有艺术气息的雕刻家 整个山巅就是素石 任由其雕刻 这个雕刻过程 必定是需要数百年 上千年 甚至上万年的修雕 可以看到山巅顶部 有很多岁月风石的灵巡石块 没有规则地堆放在山巅上 这整个山巅是平坦的 为什么这山上 有这么多的岁月石啊 岁月石是这个世界上 最为坚固的岩石之一 据说岁月石并不是自然介构成 而是由一些生物的尸骸 骨骼所化 它们能够存在这个世界上 很长很长的时间 山巅上有很多的岁月石 整体看上去 有一种沧桑之感 飞入到山巅后 墨爷就好像发现了什么 在这些岁月石之间穿梭着 可过了没多久 他又回到了楚慕的肩膀上 一脸失望的样子 发现什么了 楚慕问道 墨邪摇了摇头 似乎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找什么 我们的头顶上就是天宫 这个时候 鱼缩指着上方说道 锦柔公主抬起头 用魂念往上方望去 可除了看到漫天的繁星之外 他根本没有看到天宫的影子 楚慕抬起头望去 他同样没有看到 那座未知的天宫 这个时候 李老也仰起头 口中喃喃自语着 人族和其他大种族 不少强者其实都攀爬到了这里 因为他们 从一些文献中得知了 这个世界确实有一座天宫存在 但当他们爬到 这万穷龙渊最顶峰 抬头看的时候 总是什么也没有看到 而在网上就是 除了强大的异系生物之外 其他生命 无法存活的虚无天境 眼见为实 所以 依旧很多强者认为 天宫只是某些人 杜撰出来的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楚慕 你看到了 锦柔公主询问道 没有 楚慕摇了摇头 再往上飞 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这万穷龙渊的山巅 一定程度上 就代表着这个世界的最高处了 再往上飞便是 真正的触手 可以摘星的星雨 星雨没有空气 有的是无尽的黑暗和空间风暴 与一次元空间 没有多大的区别 天宫没有可能在一个混沌的区域中 毅力 就算可以像星辰一样高挂 生命也不可能在那里生存 有一层静置 雨缩抬起目光 平静地说道 这层静置 让世人看不见它 却让它可以像 昊月昊日一样 俯视着整个生命大地 它像一个时间轮盘 悬挂在赤火药日和黑火 药日的世界轴线上 你们站在这里抬头看 很快 你们就会看到它的存在了 雨缩仰着脸 没有再说一句话 只是静静地 注视着头顶上悬挂的烈日 烈日的光线照耀在三人的脸上 这里已经是星空领域了 自然没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 抬头看到的是 璀璨的星河 还有一轮炙热燃烧着火红烈焰的巨大号日 第1720章 昼夜轮盘 下 怕在楚慕肩膀上的墨爷 也抬着脑袋 学着其他人的样子 盯着头顶上的赤火烈日 小折龙不甘示弱地抬着脑袋 虽然他不知道大家都在看什么 但总不能让自己变成另类了 众人沉默了许久 就在楚慕忍不住要询问雨缩的时候 雨缩把手放在唇边 示意楚慕不要说话 然后 指着赤火药日那强大火焰之灵的边缘 楚慕继续望去 忽然发现赤火药日的横轴位置上 出现了一道黑色的影线 那是什么东西 锦柔公主有些诧异地看着 那正在慢慢拉伸开的影子 能够遮住赤火药日 那么它们头顶上的那个物体 要么离得它们很近 要么庞大无比 不正是你们想要看到的 雨缩指着 正在缓慢地拉伸的那团影子 继续到 天宫就位于我们站的这座山巅的正上方 赤火药日 天宫 万穷龙晕山巅 黑火药日 它们都位于世界的中轴线上 并且 只有赤火药日会挪动 也就是我们往常看到的日升日落 你们再仔细看 随着时间的挪动 赤火药日也开始慢慢地偏歇 这个时候 楚慕和锦柔公主都发现了那一条 在赤火药日上的黑色影线 出现了挪动 准确地说 赤火药日在挪动 而那条影线没有挪动 这就使得它出现在了赤火药日的边缘位置 那就是 天宫 楚慕有些诧异地看着那条影线 如果像雨缩所说的 天宫就在它们的头顶之上 那么赤火药日 从它们头顶上的时候 那么视线必定会被天宫所遮挡 也就是说 那条挡住了太阳的影线 就是天宫 天宫 正上方的时候 自己能够看到的 自然就是一条影线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李老在这个时候大叫了起来 道 天宫的周围 一定存在什么特殊的空间静置 让人们即使站在万穷龙渊的山巅上 也无法看到它 而 无论是什么静置 和空间障眼法 当赤火药日 在万穷龙渊正顶空悬挂的时候 天宫的影子就会投射出来 而如果我 没有对日月星挂考究有错的话 一年里 应该只有某一天的正午赤火药日 才会不偏不斜地 出现在万穷龙渊山巅的正上方 很显然 那些曾经的强者 是到过这里 寻找天宫的足迹 可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 需要借助赤火药日 才能够真正看到天宫的影子 而且必须在一年的那短短的一个时辰之内 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时刻 李老激动无比地说道 这对于喜欢研究这些未知之谜的李老 来说就是一个无比重大的发现 而且 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天宫隐蔽的实在太完美了 若不是有雨缩的提醒 并且特意在这个时间里 带他们到这万穷龙渊的山巅上凝视 他们找寻一万年 也不可能找到天宫的所在 楚慕和锦柔公主也看得呆住了 很难想象这个 世界上竟然还有一座如此特殊的天宫 屹立在世界之巅的正上方 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 整个人类世界都要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甚至其他大族 恐怕都要为之震撼 这个世界上知道的人有多少 楚慕看着雨缩 询问道 这是属于千年时代强者的秘密 没有夸如到不死 即是不会知道天宫的真正存在 即便得到各种传闻 他们也无法找到天宫 雨缩说道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 难不成你是其中一位千年时代强者 锦柔公主立刻问道 我 我就是来自那里 雨缩自嘲一笑道 楚慕是从天界碑的白海神之战中 看到了天宫 也是由此得知了 雨缩从这座天宫中走出 锦柔公主惊讶地看着雨缩 怎么也不会想到她 竟然是从天宫中来 难怪她的身上总是有一种独有的超然气域 走吧 这是我们唯一可以闯入到天宫的机会 错过了 雨缩没有再多说 她的背上泛起了圣蓝色的光芒 绽放出了一对如同花瓣一般的半透明的花蚁 静止地朝着那团赤火妖日投射出的影子的地方飞去 楚慕和锦柔公主也立刻跟上 再往上飞 受到的阻力就越来越强了 一整块浮空的天宇领土 竟然会被投射成一条黑色的影线 这就说明 她离的万穷龙渊 还有一段很高的距离 飞行了一阵子后 那条黑影也渐渐地变粗了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这块天宇领土 前面有静止 我会把静止打开 但进入那里之后 必须把自己的气息隐藏好 白锦柔 你的感知必须帮我们戒备 提醒我们 哪里有能量 气息波动 雨缩用精神之音 对楚慕和锦柔公主说道 锦柔公主点了点头 这时 赤火妖日明显要 偏邪了 再过几分钟 便无法照耀出天宫的影子 静止的存在 哪怕天宫其实就在眼前 楚慕依旧是无法看到 这座特殊的天土 雨缩念起了咒语 楚慕可以看到 他的面前出现了明显的空间波动 很快 一层淡淡的静止 出现在了雨缩的面前 这层静止 被雨缩用不知名的力量给弹去 在静止上面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目光穿过这个缺口 楚慕一眼就看到了青黑色的土地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一幅薄薄的壁画 被戳破了一个窟窿 穿过这个窟窿 看到了地面的感觉 小心一些 守卫静止的生物非常强 暗王都未必敌得过她 雨缩再次提醒了一句 说着 雨缩示意 能够化身幽灵形态 和感知能力极强的锦柔公主 先进入到静止之中 楚慕担心锦柔公主的安危 想要陪她一起进入 毕竟天宫是一个未知 而又可怕的地方 雨缩却拉住了楚慕 瞪着她道 这个时候就不要 彰显你的男人主意了 没事的 有危险 我逃得比你还快呢 锦柔公主笑着说道 锦柔公主妙慢的身子 慢慢地泛起了幽蓝色的光芒 整个身躯也呈现出了 半透明的效果 锦柔公主这点 与小哲龙有一些相似了 可以任意地 转变成幽灵的形态 同时也会恢复成原本的模样 幽灵公主轻柔地 飘入到了静止内 很快映入到锦柔公主眼帘的 就是一块垂直倒置的巨大土地 这种感觉 就像飞入到了某颗星体中一般 明明是在高空中 抬头仰望 猛然间看到 的确是一块青黑色的茫茫大地 它那广袤的大地 是朝着天空上方铺开的 这样惊人的画面 让锦柔公主看得失神了 好一会才回过神来 急忙将自己的感知给释放出去 没有危险 你们可以进来了 锦柔公主用精神之音说道 很快 楚慕和雨缩也飞入到了静止之内 同样的 当楚慕看到这盘撞的 巨大无比的大地后 满脸惊讶之色 你能想象 一块平坦的高原树立起来 高挂在天空中的 画面会有多么震撼人心 而这样一块垂直于人间大地的 盘撞天之领土 正是天空 这里的重心犀利方向不一样 你们自己适应一下 雨缩说道 本来锦柔公主和楚慕 都是朝着世界大地的上方飞行的 可进入到天空静止之内后 就变成了平行于天空大地飞行 也可以感觉得到天空的重力 是垂直于天空的大地 大地重力 其实对楚慕现在这个级别 没有太大的影响 只要适应一下就好了 而锦柔公主看着天空 却心生好奇地说道 为什么天空是这样垂直的 一些独立空间 其实也未必和我们正常空间的方向一致 反正只要有重心力 把重心力做一下 基本上不会对我们行动有多大的影响 楚慕说道 在虚无空间中 是根本没有方向可言的 天空 出现这种怪异的垂直楚慕 也没觉得太过奇怪 楚慕 你看 那里好像有一座城市 还有完全玉白的建筑 锦柔公主调整好方位后 立刻指着盘撞大地说道 楚慕一眼望去 果然大地的中央 有一座城市 整座城市几乎都是白玉色的 在青黑色的大地中 显得格外醒目和圣洁 而在城市之中 还有一座无比宏伟的穷楼玉宇 正是那座楚慕 在天界碑中看到的天空 他们的城 好像和我们人类城大体风格相同 有街道 有房屋 有院落 原来天空上居住的都是人类 锦柔公主说道 天空中居住的都是人族 这点楚慕已经知道了 不过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天空的这些人族种族等级 应该非常高 否则 他们又怎么可以像神一样 居住在这样一座天城中 学室独立 服侍整个生灵世界 锦柔公主心里有诸多疑问 她对这种神秘事物 总是有无法阻挡的好奇心 本想开口询问雨缩 却发现 雨缩从进入到天空静置的那一刻开始 脸色就有些奇怪 她的眼神冰冷 孤傲 漠然 同时 又好像在刻意地压制着什么情绪的流露 第1721章 天之土的血腥 锦柔公主 始终保持着警觉 感知能力覆盖在周围 天空的周围 总是会浮现出一些黑点 然后慢慢地扩大 接着又莫名地消失在了某处 那些 应该就是天空巡逻的强者了 他们所驾驭的魂宠 似乎大部分以龙族为主 进入到天空 只有 雨缩便一句话不说 从灵魂之约中 楚慕感觉到她的情绪 其实有很强的波动 同时又在刻意地克制着 她自己不将这种情绪给表露出来 离那座白色的城越来越近 守卫也越来越森严 城附近有好几处 都有实力很强的生物把守着 跟我来 雨缩终于开口了 雨缩带着两人 绕开了那座白色天城的正面 飞入到了白城侧面的 一座独立小镇 这座白色的小镇 是与白城相连的 但又可以看到一些白色的城墙 将小镇与白城之间的通行给隔开了 可以感觉得到 这里墙者的气息 就会弱上了几分 白色玉器的街道 上面雕刻着青色的各种古老的图案 建筑同样为白色的 干净的就像是冰金铸造而成 这里看不见商铺 由此可见本身 这里就不存在着什么交易 楚慕并没有在这里看到任何的植物 尽管整个天城 都好像被一种特殊的先灵气韵给笼罩着 但缺少植物点缀的话 便总会觉得 少了些真正的自然气息 白色的街道上 很难能够看到有行人 也不知道 这里的人是待在了屋子里 还是集中在了某处 这里的生活形态 和人类城市 没有多大的差异 但每一个在这里出身的人 经过统一严格的训练之后 将会有一些留在天宫中 作为天宫的守卫者 另外一些将会被送到地上 一定程度上 掌管着人族的运转 雨缩知道楚慕很疑惑 也不等他问遍出声解释了 楚慕看着他 见他面无表情的样子 道 你情绪很不稳定 雨缩当作没听见 继续道 然后 居住在这个镇子里的人 就是一群被淘汰的人 他们没有能够成为天宫的守卫 没有能够进入到白城 更没有成为派入到人族的使者 所以他们被贬到这里居住 这里除了房屋 什么都没有 居住在这里不是非常的单调吗 锦柔公主说道 单调 雨缩觉得这个词用得不够准确 纠正道 他们已经是死人了 为什么这样说 楚慕问道 时间应该快到了 我们在这里静静看着吧 雨缩说道 楚慕朝着远处望去 发现这个时候赤火烈日 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轮美丽到 让人迷醉的银色满月 悬挂 银色的月光 洒落在这座白色的城市上 顿时宛如画卷中的月宫般为美 正在楚慕感叹 这里的月格外动人的时候 银色的月忽然慢慢地被蒙上了一层血色的薄纱 这场薄纱 让干净的银月变得朦胧 投射下来的光芒也呈现出烟红之色 隆隆隆隆隆隆 忽然 地面和城市开始了颤动 一股莫名的野风从城外扑打过来 鞭策着这座白色的城市 紧接着 一声声令人心悸的咆哮从远处传出 充斥着一股饥饿 残暴的味道 楚慕和锦柔公主都朝着城外望去 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星空之中出现了一只只黑色肉翼的生物 平坦的青黑色土地上 有一群强大的生物 正以星光飞逝的速度 朝这里飞驰而来 甚至在青色的坚硬土地之下 一些体型怪异的生物 从岩石土地下的坑洼和窟窿中爬出 一双双赤红色的眼睛 绽放着无比凶残的光芒 它们全部朝着这座白色的城市涌来 更准确地说 它们全部朝着 这座被隔开的小镇 这里袭来 而这个时候 小镇的那些房屋忽然打开了 楚慕看见不少人从里面走出 然后全部聚集在了街道上 这些人气息不算太弱 可楚慕不明白 那些悚然的怪物 马上就要抵达这座城市了 它们为什么还不召唤出各自的魂虫来抵抗 而且 天城内明明有很多强者 在面对这样怪物袭击的情况下 它们好像无动于衷 似乎根本不担心 那些怪物会攻破它们的城市 很快 街道上已经聚集满了所有这个小镇的人 也没有人领队 这些人排成排的朝着城外走去 它们的眼神非常的古怪 以楚慕的理解 城市受到怪物攻击 城市的人眼神应该充满了恐惧或者斗志 可楚慕看到的这些人 眼神却无比的麻木 它们明明有自己的思维 看上去和正常人无异 甚至在楚慕看来 这些人平均实力 在人类领域中算佼佼者了 可它们现在就像一群行尸走肉 正慢慢地朝着城外走去 城门打开 在城外迎接怪物 大概有三千多人 它们始终没有一人召唤魂虫 哦 一只如蜈蚣如蛇的岩系怪物 忽然从青黑色的泥土之中 钻出恐怖的大嘴一口咬去 顿时 上百人被直接吞入到了这怪物的腹中 一滩鲜血喷洒在周围的其他人身上 这个时候 人群已经有恐慌了 它们开始散开 要知道不召唤魂虫的 人类是非常脆弱的 那些怪物们 根本不需要释放任何的技能 只要用爪子和獠牙 撕开它们的身躯 或者直接生吞就可以了 鲜血四箭 断枝 头颅 残躯 散落一地 被生吞的人 甚至很快就被吐出了一对白骨 这三千名走出城市保护范围的人 完全就像被扔到野兽群中的人形食物 顷刻间 被那群怪物们给分食了 如此血腥的画面 让锦柔公主闭上眼睛 不敢看下去 楚慕满脸 愕然地看着这一幕 完全不明白 这三千多人为什么好不抵抗 那种感觉 就像是用自己的生命 去喂养那些怪物一样 更惊人的是 天城中的那些天城守卫们 站在巍峨高耸的城墙上 被同胞被血洗的情景 视而不见 完全是一副默然的态度 很快 三千多人被分食了 城外出现了触目惊心的血泊 而那些吃了活人的怪物们 他们眼睛里的凶光 退去了 有些嘴角 还挂着人的肉肠 好似心满意足地回到了 他们自己的巢穴 天宫如同仙境 白色的建筑 圣洁的仙灵气域 还有一轮完美的音乐 楚慕本以为这应该就是 所谓的人间天境 可是才踏入这里没多久 甚至根本难以明白 那些人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生命 送给怪物们 肆意啃咬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他们不战斗 就算敌不过 天城的那些守卫者 实力那么强 他们为什么不出来战斗 锦柔公主有些愤然地问道 在他们被淘汰的那一刻 他们已经是死人了 在你们世界里 不也常有用一些牲畜 去喂养猛兽的行为吗 别把他们当人看就好了 宇梭说道 他依旧面无表情 他将整个过程完全看在眼里 他的眼神漠然地 和天城中那些守卫者一样 似乎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发生的 可是 无论他如何伪装 楚慕都可以感觉得到 他内心情绪的波动 有愤怒 有怨恨 有悲哀 有无奈 宇梭似乎察觉到 楚慕在窥探他的内心 冷冷地扫了一眼 楚慕 心灵之约存在 一些比较明显波动的情绪 本身就是相互传递的 楚慕也不是去刻意地观察他的情绪 你其实在乎那些人 楚慕说道 宇梭很讨厌楚慕 问这种触及他内心深处的问题 为什么不救他们 楚慕继续问道 救 这里不是大千事件 人类能够生存的地方 就只有这么一块独有的天之土 天之土中 又还存在着无数像刚才 那些凶藏怪物一样的东西 他们是根本杀不尽 你也不觉得 而且繁衍的速度和成长的速度 要远比人类要快 在天成中出身的人 从小就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 一旦被视为弱者 那么他就没有活着的意义了 他们能够为天成和天宫做的 就是用他们的肉躯 去喂饱那些饥饿的怪物 免除城市遭到攻击 语梭说道 楚慕保持了沉默 确实 这天宫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完全封闭的幻境 如果说 天宫始终都有怪物攻击的危机存在 那么弱者的存在意义 就几乎为零 哪怕他们想逃 天之土就这么大 能够逃到哪里 你以前是不是为他们做过什么 楚慕问了一句 楚慕看到过语梭的一部分 记忆 很碎很碎 其中一些似乎就与自己 现在所看到的有关 语梭那双紫色的眼睛 轮转着一丝冷意十足的光芒 每一个戴着面具的人 其实最害怕的就是 被人看穿他的内心深处 尤其是像雨梭这样 性格会发生改变的 但无论是雨梭冷傲 坚定 还是善恶女王那种妖魅 放纵 事实上 他的真正的内心 都只有一种 也是他最不愿意被别人触碰的东西 偏偏有个人 可以赤裸裸地看到 他紧紧防备 包裹着的这一切 这个人 还是一个让他无比憎恨的人 在将花枝蕊交给楚慕 无法再翻身之后 雨梭 真的有去尝试 和楚慕安然相处 可没办法 这男人真的很让人讨厌 帮他做了那么多事 他还是不懂得尊重别人的神圣 不可触犯的私意 第1722章 图腾信女 天宫内有一滴神路 正常情况下 我要跨入到时段的话 得修炼整整十年的时间 并且无法通过外力 得到这滴神路的话 我可以顺利进入到时段 雨梭转开的话题道 我们要闯入到天宫 锦柔公主开口问道 你的留在这里 雨梭对锦柔公主说道 我 锦柔公主指了指自己 嗯 天宫还有一道静止 只有天宫之人才可以进入 你得帮我做件事 雨梭说道 什么事 锦柔公主问道 雨梭打开了空间戒指 将一副画轴 交给了锦柔公主 锦柔公主满脸疑惑地看着画轴 发现画轴上画着 类似城市图形的线路 这是我凭计划下来的天成 这上面标记了 12个大阵眼的位置 和36个小阵眼的位置 这12个地方 你偷偷地前到你能够最接近的地方 把这些种子任意地撒在地上 然后是36个小阵眼 这里把手更没有那么严密 你得将这些花种子 撒到精确的地方 雨梭说道 锦柔公主拿着画轴和种子 还是一副疑惑的样子 这是我们能否安全离开这里的一大保障 你可以化身幽灵形态 甚至可以依附到其中一个人的身上 只有你可以轻松闯入到这些阵点中 雨梭解释道 似乎知道楚慕会担忧锦柔公主的安全 他继续道 放心 天城内高手不算多 就算有他也应付得了 天宫内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 神陆柱我跨入时段之后 我可以设下一个生命之阵 为白锦柔的生命做延续 虽然不能做到完全复活 持续几年的生命 应该不成太大的问题 既然关系到锦柔公主的生命延续 楚慕当然要闯上一闯了 好吧 那你们要小心一点 锦柔公主点了点头 天城的守卫者们 在怪兽吞咬食物的时候 大部分聚集在了小镇的这个方向 这也给了楚慕三人 轻松闯入到天城的机会 进入到天城内 他们便不需要躲躲藏藏 直接混入到天城的人群中 便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天城街道来往的人会很多 和人类大部分城市 没有什么区别 可楚慕总觉得 少了一些什么 进入到天城后 锦柔公主便与两人分开了 按照画轴中说标示的阵眼位置 去埋放种子 这关系到楚慕能不能安全 从天宫中走出来 锦柔公主也不敢有一点马虎 宇梭告诉锦柔公主 在各个阵眼位置 都有一些着装特殊的 女魂宠师守卫在那里 她要做的 就是选择一个意志力 较为薄弱的人 衣服在她的身上 便可以更加轻松地 进入到阵眼的更中心 锦柔公主 飞向第一个大阵眼位置的时候 果然发现了 那里有一些穿着 圣蓝色英姿飒爽的女魂宠师 这些女魂宠师 都是驾驭着银色的龙族 每个人实力都不低的样子 也不知为何 锦柔公主感觉 这些圣蓝色衣着的女魂宠师 似乎和羽梭有着某种关系 否则 他们的着装的风格 为什么会与羽梭有一些相似 飞过天城 白色如圣坛神殿一般的天宫 便近在眼前了 看着这座华丽无比的宫殿 楚慕脑海中 再一次浮现出 白海神卷起巨浪 朝着这座宏伟天宫 吞去的震撼画面 我们怎么进去 楚慕问道 天宫存在着静止 楚慕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这道静止的强烈 要知道 当初不死即的白海神 都没有能够摧毁眼前 这座飘渺神秘的宫殿 这足以说明 这座天宫内 存在着真正不死即的强者 而在天宫之外的静止 也必定不是什么力量 都可以击碎的 走进去就好了 羽梭说道 走进去 楚慕愣了愣 羽梭走在了前面 一袭面纱 遮住了他的容颜 天宫白色的阶梯 就在眼前 羽梭踩着轻盈的步伐 顺着阶梯往上走 走上了一大级阶梯 玉白色宽台两边的 同样没有任何一名 天宫守卫者 阻拦 看着羽梭挺胸抬头 那副自如的模样 楚慕感觉 他像是一位女王 回到了自己的宫殿 那般 没有一点偷偷闯入的违和感 反倒是第一次到这里的楚慕 有些不太自在 怎么回事 这些人为什么不阻拦你 楚慕用精神之音 问道 这条阶梯知道是 天宫唯一没有静止的入口 可是每一大级阶梯两旁 都有魂首级强者 在镇守着 一眼望去 数量至少有一百人 在人类领域 楚慕算是难逢敌手了 可这天宫守卫者 强大的阵容 还是让楚慕忌惮无比 若是被察觉到是闯入者 恐怕要离开这里 几乎是不可能了 他们都不认识我了 而我身上又有天宫 成员特有的印记和气息 他们只会当我是 图腾性女中的一员 你和我有灵魂之约 身上也会带着这种印记和气息 而如果是白锦柔的话 他就会被直接拦下 即便他化为幽灵 隐藏在你的戒指里 也会被察觉到 语梭说道 图腾性女 这又是什么 楚慕问道 就是维护天城十二大阵眼 和三十六小阵眼的天宫 女子 他们和我一样 拥有摆设图阵 和修复阵图的能力 是一群在天宫中 最受尊重的人 语梭说道 这么说 你以前就是天宫的图腾性女 楚慕问道 嗯 语梭点了点头 楚慕恍然大悟 难怪这个世界上 只有语梭会摆设阵 原来图阵文化 是从天宫中传出的 印骨的光阵 和你们有关 楚慕继续问道 阵骨这是年代 非常久远的事情了 兴许是某位神级的 图腾性女社的 种族诅咒吧 我也不太确定 语梭说道 这个世界上 能够设置图阵的 只有天宫的这些图腾性女 楚慕觉得自己 已经抓到了七罪狐 被诅咒的一丝线索了 语梭看了一眼楚慕 猜透了楚慕心里想的 低声道 图腾神殿内 确实有文献记载着 图腾性女们 设立过的所有征途 尤其是惊天洞地的大阵 但你要知道 图腾神殿 才是整个天宫守卫 最森严的地方 我不推荐去那里 我们这次拿走神路 就立刻离开 天宫比你想象的要可怕 你不就是图腾性女吗 难道不能像现在这样 大摇大摆地 走进图腾神殿内 楚慕问道 七罪狐的事情 一直缭绕在楚慕的心中 若是不能够解开 便好像有一个心结 始终卡着一板 尤其是想到那两只 光光默默地依偎在一起 等待硬骨地垮塌 楚慕心里 便总会犯起一阵酸楚 那种感觉 就好像看着两位老朋友 就此离去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语梭看着楚慕 那迫切想知道答案的眼神 犹豫了一会 好吧 其实那本文献 以前就放在我房间的书架上 只是那个年纪的我 对这种古老的东西 不是很感兴趣 只是无聊睡不着的时候 翻阅了几次 大概只读了 一千年文献的图证 上万年以上的阵图 便没有看了 语梭说道 楚慕有些无语 世界很多难以解开的秘密 都是与图腾 图阵有关 一直以来 人们都解释不清楚这些图阵 图腾究竟是谁设立设置的 更有人费尽心思地 学习古老的文字和符咒 就是为了能够解开那些图阵之谜 结果 这所有的秘密 其实都记载在了一本文献上 这本文献 就放在一个女人睡前 用来催眠自己的书架上 步入到了天宫之内 楚慕感觉自己 踏入到了巨人的宫殿内 一根玉白的立柱上 一块雕纹都好像 跟自己的体型差不多 宫殿宏伟静慕 每一个从他们面前 走过的人都是严肃无比 似乎谁在这里 发出爽朗的笑声 打破了宫殿的寄宿 就是一种罪过 每个人都是小小声说话 每个人都保持着 沉稳庄重的步调 能够听到的声音 只有铠甲的铿锵声音 和高贵女子们的鞋跟声响 从一座又一座 寂静的白色殿堂中走过 楚慕发现 这里的每个人 有着一种独有的气质 这种气质 可以让他们 站在普通人之中时 便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这恐怕就是真正 与生俱来的优越 就像一些高种族等级的浑虫 他们天生拥有凌驾于 其他弱小生物之上的气息 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们 便是如此 他们绝大多数英俊 美艳 眼神高傲 冷漠 在地面上 也存在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有着和这些人 一样的优越感 与苏对楚慕说道 楚慕瞟了一眼 与苏自己看到 他内心情绪的时候 他就一脸防备 恼羞成怒的样子 可他却无时无刻 不再通过灵魂之约 窥探自己内心的想法 什么人 楚慕懒得和他计较 两大皇族 与苏说道 他们和天宫有什么关联 之前我说过 在这里出生的人 有一部分会留在天宫和天成 成为守卫者 还有另外 一部分人会被派遣到人间 他们 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人类皇族 第1723章 可怕的天宫 往图腾神殿靠近的时候 楚慕发现 天宫女性成员居多了 白色宏伟的宫殿上 总是会有一群步调优雅一致 穿着高雅 不失性感束 腰蓝色长裙的女子们 走过 身姿绰约 容貌美艳 倒是给这冷冰冰的白色宫殿 增加了一些 令人值得回味的景色 这些女人 有什么好看的 与苏淡然地说道 其中有一些图腾性女 看似纯洁高贵 内心却比魔鬼还要残忍 可在他们眼里 人命比牲畜还更低廉 你自己也是图腾性女 何必把自己也一起诋毁了 楚慕说道 我没把自己从他们之中独立出来 也不知道为何 很多男人明知道 他们是一群吃人不涂骨头的魔鬼 却费尽心思地接近他们 总是妄想成为那个能够采摘毒花 慢慢品尝的人 呵呵 这种人 他们见多了 一个眼神 一个转身 他们就会乖乖地献上一切 与苏说道 你对这些理解的道很透彻呀 也很好地利用这点 在地面上开始大肆蛊惑和收拢人心 楚慕说道 与苏板着脸 为什么自己每说一句话 楚慕这家伙都要讽刺自己一句 对 你就是我的第一个战利品 神魂颠倒 送上两个魂约的蠢人 与苏不懈地反击道 楚慕现在早就不执着那种陈年就是了 淡然地说道 别把每个人都想得那么唯利是图 兴许这些追求者 真的只是单纯喜欢 虽然明知道没什么可能 还是希望能够得到 并且去努力争取 与苏眼神怪异地看着楚慕 往常提到这件事的时候 楚慕都会是毫不客气地 把自己送到他的魂宠空间里面 必撕过 今天竟然用平和的语态 纠正自己的偏执的观念 与苏有些怀疑这家伙是不是楚慕 你的意思是 那个时候献出自己的两个魂约 与苏转过脸去 冷冰冰地说道 与苏这么一说 楚慕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当初为什么会将自己的两个魂约 献出与他签订魂约 是因为他美得不可方物 让自己完全着迷了 还是仅仅因为 他那可怜的哀求之声 心里泛起了同情 那么早的事情 楚慕即不清了 含糊地回答道 那个年纪的心智 看到有人寻求帮助 都会伸出援手的吧 回望过往的事情 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楚慕 反倒觉得 没有像当初那么执着了 在和与苏签订魂约之前 自己是一个单纯的 向往魂宠道路的小少年 如果没有遇到他 兴许踏上的 就是一条所有人 都在走的魂宠道路 而因为他 本性的观念也随之改变 善随之消失 渐渐转换为恶 极是愤俗 麻木叛逆 一副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的心境 可经历了悲弃的洗礼 经历了战争的洗礼 经历了更多 足以触动内心的事情之后 心态又会因此而改变 说为善 那是因为楚慕内心 已经将整个星月之地 作为自己必须守护的东西 而对待联盟讨伐军 又是截然相反的 残忍 至极 纯粹的善 终有一天 会被外物侵染 纯粹的 终究会麻木和迷惘 楚慕感叹了一句 每个人都在经历 这样两个极端的来回 转变 有些人摆扶过大 有些人波动较小 但最后 都会趋于一个禁止的点 楚慕也不敢确定 自己的这个善恶境点 是否已经稳定 雨缩停下了步子 站在光滑如玉的大殿的中央 那双紫色的眼睛 平静地注视着楚慕 你是想说 我对事情的看待 还是太过偏激 不成熟吗 雨缩说道 以前在雨缩眼里 楚慕就是一个偏执狂 不可理喻的疯子 做出的任何事情 都是理想主义 如果不是他运气好 拥有众多强大的魂虫 他已经死了不知多少次了 但现在雨缩 发现楚慕的心境真的改变了 或许本身他也不年轻了吧 差不多吧 楚慕说道 仔细一想 楚慕觉得 和雨缩这种人 谈人生哲理问题 是不是太无意义了 这女人本身就大志尽腰 观念也是根深蒂固 尤其是仇恨这一块 雨缩沉默了片刻 用非常低的声音道 你遇到我的那天 是我跳下悬崖 变成怪物的第十天 也就是你说的 从上话 呃 嗯 说说怎么回事吧 楚慕点了点头 雨缩看了看楚慕 犹豫了一会 最后 他还是没有开口 而是带着楚慕 继续朝着图腾神殿中走去 两人都沉默后 空旷宏伟的大殿内 就只能够听到 雨缩斜根踩踏出的 优雅的旋律 相较之前紊乱了一些 步入到图腾神殿 或许因为这里 大部分为女性的缘故 图腾神殿会较之 天宫其他地方有活力一些 忽然 一只深黄色的小仙兔 从楚慕面前跳过 小仙兔 可爱至极 肉糊糊 毛茸茸的 让人忍不住想去抱一抱 小仙兔转动着纯净的眼睛 看了看楚慕和雨缩 而这个时候 旁边的一条迂回的走廊中 一穿着长裙子的小女孩 满脸笑容地追了过去 不许到处乱跑 小女孩一把抱起了 那只小仙兔 然后看着有些陌生的楚慕和雨缩 姐姐 你为什么戴着面纱 是怕被人认出来吗 小女孩问道 雨缩站在那里 有些出神地看着这个小女孩 小女孩大概十一二岁的样子 文静 可爱的 像一位小公主 这里有很多坏人 雨缩浮起了笑容 用手轻轻地摸了摸小女孩紫色的头发 没有啊 这里的人都很好 有坏人 也是这位哥哥吧 他身上的气息好古怪 像那些吃人老妖身上的味道 小女孩指着楚慕说道 楚慕无语了 这什么事道 一个天宫小女孩 这么轻易就把自己本性看穿了 要知道 刚才自己还领域了一大堆 关于善恶的人生哲理 思考着 自己到底算好人 还是算坏人 听到小女孩的指证 雨缩却露出了笑言 姐姐笑起来好漂亮 不要是不戴着面纱的话 我能看看姐姐的样子吗 小女孩嘴很甜地说道 你长大了 也会很好看 雨缩说道 真的吗 嗯 雨缩保持着的笑容道 假如你还有机会长大的话 话音刚落 雨缩的手掌心上泛起了一朵腰花 这朵腰花上出现了一根毒刺 毒刺轻轻在拨开了小女孩紫色的头发 扎在了他白皙的脖梗上 小女孩的笑容忽然凝固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雨缩手掌上腰花毒刺已经深入了 毒素迅速地注入到小女孩的身体内 女孩原本是穿着蓝色的长裙 可很快她的皮肤 她的衣裳都变成了灰色 就像被石化了一般 小女孩缓缓地瘫软下 那双眼睛瞪得很大 天真中带着几分难以置信 而她怀里抱着的那深黄色仙兔忽然窜起 朝着雨缩的脸上扑去 雨缩目光一凝 这只黄色的仙兔在半空中被禁锢住 黄色的身体也立刻变成了灰色 如意死雾 站在一旁的楚慕 微微皱起眉头 有些疑惑地看着 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的小女孩和那只仙兔 哒哒哒 鞋跟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显然是有人要走过来了 雨缩手一扬 众多花瓣飘洒在了小女孩灰色的身躯上 很快小女孩就被这些花瓣给分解成花粉 带着一缕香气飘散在这座冷清的宫殿中 哒哒哒哒哒哒 锋利的鞋跟 优雅高贵地衬托出了几名图腾性女高挑妙慢的身姿 他们朝楚慕和雨缩这里望了一眼 并没有觉得异常 又继续迈着步伐 朝着外面走去 这几名图腾性女离开后 楚慕满脸不解地看着雨缩 取手间 雨缩夺走了两个生命 还是那样令人联系的不忍伤害的小女孩和珍贵仙徒 她是天宫寻官 看上去跟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一样 哼哼 她真实年龄可能有上百了 雨缩平和地说道 上百岁 楚慕惊讶地说道 明明看上去跟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差不多 怎么可能上百岁 我三岁的时候 她是这副样子 我十五岁的时候 她还是这个样子 她刚才应该是认出我了 但又不敢确定 因为她亲眼看见 我死了 雨缩说道 她是故意上来试探的 楚慕问道 嗯 雨缩点了点头 没有一丝怜悯地说道 她将向她这个年龄大小的女孩带走 用她们的性命换取她 现在这副同言同虚 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 是被我发现的 很可惜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处决她的时候 我已经被人取代了 哼哼 她刚才上来试探我 其实就是想看接我面纱 可她真的以为 我还是像当初那样任人宰割吗 你们天宫真可怕 楚慕感觉到一阵冷意 刚才她确实没有对这个 小女孩有太多的防备 因为看到 她楚慕就想到了 最初遇到宁面的时候 天宫存在的时间太长太长了 又是一个封闭的形态 里面存在的并购和肮脏 是你无法想象的 雨缩一脸厌恶地说道 第1724章 图腾神殿 图腾神殿的守卫 确实要比天宫其他地方要多 真正不如到图腾神殿的时候 楚慕发现 各个白色的墙画上都描有一些特殊的彩绘 这些彩绘之中暗藏着机关图阵 只要轻轻地念动咒语 这看似寂静安宁的宫殿 立刻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沙发地狱 天宫的守卫 都是穿着白色的长衣 女子大部分 未蓝色 一路走来 楚慕看到的人大部分都是魂仔 魂朽吉 之下的人几乎没有 这足以体现 这里的人整体实力 要高出争鸣大地和雾盘大地 非常多 仅仅是一座城 不朽极强者便给人一种树枝不尽的感觉 走入到一片白色的玉宇楼 殿中的时候 羽梭特意招楚慕 靠近了一些 伸出手挽着楚慕手臂 会挽着楚慕的人 一般只有叶青姿和宁漫 楚慕见羽梭 突然对自己做这么亲密的举动 满脸怪异地看着他 羽梭面无表情地说道 图腾神殿 不怎么允许没有什么身份的男性进入 我这样 挽着你是要让那些守卫和图腾性女们 知道你在天宫的地位比我高 这样 他们才不会随意上前来质问 楚慕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羽梭心里有些恼目 这家伙 刚才是什么表情 用惊恐来形容 都不为过吧 自己 又不是 长得丑陋无比 至于那副模样 事实上 善恶女王经常会挑逗楚慕 说话的时候 有的时候 总会故意趴在楚慕耳边 吐气如蓝 面对这种诱惑和亲密的举动 楚慕大部分是无视的 说白了善恶女王 就是故意挑拨楚慕的毅力 但羽梭 是肯定不会这样做的 他对楚慕的怨恨达到了极致 很多时候 都是一副 你要对他不轨 他就跟你同归于尽的态度 果然 进入到图腾神殿之后 不少图腾心女和守卫 看到羽梭和楚慕的时候 他们都会先看一眼羽梭 然后有意无意地打量一番 楚慕 楚慕本身就是一个高等不朽级的强者 这份实力是无庸置疑的 虽然有一些守卫 觉得楚慕有些陌生 但察觉到他们身上 确实是有天空的气息 所以没有敢轻易上来询问 如此 楚慕和羽梭 顺利地进入到了图腾神殿的后殿 我们这是去哪儿 楚慕询问道 我以前住的地方 羽梭 说道 继续前行 楚慕看到了一座独有的玉白楼阁 这座楼阁 相较其他图腾性女的庭院 要华贵得多 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显然这是极高身份的图腾性 女居住的地方 无论是守卫 还是气派 都透着一股圣洁的尊者气息 这里还有一道静置 我不知道静置是否更换了 如果更换了的话 我们是进不去的 羽梭 说道 楚慕仔细观察这座华丽高贵的楼阁 发现这里的守卫实力非常强 甚至他感觉到了高等不朽及强者的气息 这里是你以前居住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人当守卫 楚慕有些诧异地问道 楼阁旁有一座天位塔 塔的顶端 一只体型惊人的白色蛟龙 正缠绕在那里 不注意看的话 会误以为那是这座天位塔上的龙形雕塑 楚慕差点就忽略掉了 这样一头强大的白蛟龙的存在 而在这头白蛟龙的独角头颅上 一名白色铠甲的男子站在那里 这名男子留着到肩膀的头发 与其他一丝不苟的守卫不同 他显得比较随意 手里还拿着酒壶一样的东西 正坐在那里品酒 周围还有大概十几名魂首级的守卫 实力都不弱 从他们的眼神来看 他们对这位品酒的男子非常的尊敬 楚慕不敢轻易地 用魂念去探查此人的实力 那样必定会被这位强者察觉到 这人是谁 楚慕询问道 天宫三大敬畏统领之一 秦记 他应该是来自人间 一些行为习惯 和严肃自律的天宫成员有些不同 与缩说道 他的这头白蛟龙实力 好像比较判官的白龙 还强上一些 楚慕说道 这不是他最强的魂宠 与缩说道 楚慕心中一惊 这头缠绕在天位塔上的白蛟龙 实力都已经很接近暗亡了 居然还不是此人最强的魂宠 这家伙若是在地面上 岂不是属于领袖中的领袖了 你以前在天宫是什么身份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人 守护着你住的地方 楚慕询问道 天宫分为图腾神殿 守神殿 轮盘神殿 每个神殿的最高掌权者 分别是图腾神女 守神殿的殿神 轮盘神殿的轮盘神 与缩说道 称神 楚慕有些惊诧 仔细一想 天宫这里的人 将地面上称之为人间 的确居住在这样一座天宫中 再加上实力和血统的优势 这些人的确高出人类不少 而这图腾神殿 又是天宫重中之重 居住在图腾神殿的最高楼阁的人 确实有资格称之为神 你居住在图腾神殿的这座楼阁 岂不是 楚慕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有些心惊地看着雨缩 一直以来楚慕都认为 雨缩是什么妖精殿的 身上染上了一些仙气 就真的一副女神高高在神的模样 原来 这女人真是从天宫中陨落下来的神女 难怪她身上的那股圣洁气息与生俱来 并且轻易地可以让人信服与臣服于她 我不是图腾神女 雨缩摇了摇头 正想要解释的时候 雨缩忽然轻轻促起眉 目光注视着神女阁楼的一道拱桥 拱桥是直接通往神女楼的 那里有一座清澈如寒潭的泉池 桥走廊就在泉池的上面 而桥的上面却有两个人 其中一人楚慕见过 正是当初那位在药赛城中出现过的 那位渔公子 此时他正在与旁边的一位 圣蓝色华贵之一的美妇攀谈 并且静止地朝着神女阁楼中走去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那位渔公子 特意网雨缩和楚慕这里看了一眼 两人都是反应神速地躲到了旁边的白墙后面 渔天 有阵子没看到你了 守卫塔上 正喝着酒的天宫 敬畏统领秦记 往地面上看了一眼 对那位渔公子说道 到人间走了一趟 那位被叫做渔天的男子笑着说道 说起来 我也有几十年 没去走走了 人间都出了什么强者了 秦记问道 出再多强者 也不够秦将军热手的 渔天说道 说的也是 人间无对手 这天宫又无趣 神女在设阵 不让打扰 两位有什么事 就让信女带话进去吧 秦记说道 那我们迟些再来吧 渔天说道 说着 他与那位美妇转身离开了 渔天和那女子离开后 楚慕和雨缩这才走出 渔天肯定是认得楚慕了 而且一定也对楚慕 进行了气息的锁定 刚才若是被发现了的话 想要逃出这天宫 就真的很难了 至少那位秦记就难以对付了 他在布阵 这是难得的机会 跟我来 雨缩说道 雨缩带着楚慕 绕到了一个较远的地方 这里应该是 某位图腾信女的庭院 进入到了最偏的那座房间 房间里面 正好有一位信女 躺在她的床上 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内衣 楚慕很纳闷 雨缩为什么带着自己 闯到一个信女的闺房里 还给自己看到这么香艳的一幕 雨缩手指轻轻一弹 一束花香 飘向了那位正要惊恐醒来的信女 那位信女很快又熟睡下去 雨缩走到了角落 掀开了地毯 直接念起了咒语 咒语与玉石地面上的图案像一致 图案一阵闪烁之后 那些玉石莫名地分裂开了 慢慢地露出了下方一条空旷的密道 还好 还在 雨缩脸上微微泛起了一丝笑容 似乎回忆起了什么 楚慕看着这条隐晦的密道 道 这密道 怎么感觉像是一些宫廷女子偷偷优惠之用 雨缩眼中闪过一丝脑溢 道 只是童心 用来跑出去玩的密道 楚慕看了一眼密道 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了一个画面 一个穿着深蓝色衣裳上的小少女 拽着自己裙子 捏手捏脚地从密道之中爬了出来 满脸可爱笑容 那双眼睛闪烁着脚匣和雀跃的光芒 而一旁 一位年纪稍大的妇女看到她后 顿时满脸慌张 急急忙忙去把窗子给关上 好像怕被人发现一般 楚慕片刻失神 晃了晃脑袋 这似乎是雨缩的记忆 窜到自己脑海中来了 以前你还挺可爱的呀 楚慕看了一眼已经长大 却冷若冰霜的雨缩 雨缩知道楚慕看到自己记忆了 冷哼一声 不想和楚慕说话 总是被楚慕看到内心珍藏的东西 雨缩心里非常不满 话说 你是不是也能够看到我的一些记忆 楚慕忽然想起了什么 急忙问了一句 雨缩一脸不懈道 看不到 雨缩不再和楚慕多说 自己先进入到了密道之中 密道之内同样是有静止的 不能轻易地施展任何力量 否则会引起能量的波动 雨缩只能够像小时候那样 拽着裙子慢慢地往前爬 他既然在布阵 神漏有可能会在这里 雨缩说道 那没有必要到守望神殿去了 楚慕说道 嗯 可以一举两得 第1725章 记载万年的文献 密道并不是很长 在小密道中爬行的时候 楚慕忽然觉得有些荒唐 堂堂的高等不朽及强者 还需要用这么低级的方式 闯入到一个秘境中 但话又说回来 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的低级 也让这森严戒备的图腾神殿 多了一个可以闯入的缺口 圣蓝色的裙子 勾勒出了一个很诱人的 挺翘滚圆 形状 优雅 而又撩人地扭动着 说实话楚慕觉得这过程 让人还是有点尴尬 雨缩再怎么让人不喜欢 也是一个身材 足以让人热血沸腾的有物 两个人 在这狭小的空间慢慢爬行 好吧 纯当福利 楚慕把心思放宽一些 这份福利 估计除了自己之外 没人可以欣赏了 终于 空间变得宽敞了 这里没有静止了 雨缩回归头对楚慕说道 似乎他自己 也觉得有些怪异 不已 进入到没有静止的地方后 雨缩的身体 慢慢地分 解成了无数片花瓣 像是被一阵风吹过一般 这些花瓣轻松地 穿过了这密道的空间 抵达了一处景道 楚慕身体 也化为了一团黑白两分的魔艳 紧随着那些花瓣 飘向了前方 紧大概有十米深 宽正好容纳两个人 那些蓝色的花瓣 快速地在这里凝聚 迅速地勾勒出了雨缩的身姿 紧随其后的楚慕 也在那团黑白火焰之中出现 楚慕抬起头 发现上方其实是封闭着的 开口问道 上面是你房间 嗯 但愿没有人居住 雨缩说道 说着 雨缩伸出了手 袖子中慢慢地飘出了一些花絮 这些花絮冲着上方飞去 也不知道如何渗透到上面 天宫中强者众多 任意释放感知和魂念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捕捉到 用这些花絮 则可以再不引起 任何精神波动的情况 进行侦查 有人 不过是侍女 在打扫 我们 在这等等 雨缩说道 嗯 楚慕点了 点头 两人静静地等待着 警道内 只有可以听见 两人轻微的呼吸声 井口空间正好容纳两个人 距离其实很近了 楚慕可以嗅到他呼出的香气 这股香气 不知不觉 弥漫在了这狭小的空间中 雨缩身上有两种香味 一种是善花的心香 淡雅宜人 相怜 而化身善恶女王后 她身上的香气会发生变化 完全是一朵 勾人心魄 撩人心弦的因素 很容易沉醉 现在楚慕闻到的 便是那淡雅的厨子芬芳 可是这种几乎贴在一起的 距离下嗅到 却让人感觉 比因素还要危险 如果不是自己 提出要探寻七罪狐的秘密 楚慕甚至会怀疑 这是雨缩 故意给自己设下的香艳陷阱 这女人心思古怪鬼秘 谁知道她会不会改变策略 来对付自己 虽然两人关系 没有像以前 那么不死不休的地步 但楚慕依旧可以肯定雨缩 在获得自由后 第一个要杀的人 基本上是自己 你敢碰我 我跟你同归于尽 忽然 雨缩冷冰冰的声音传了出来 冷若冰霜 眼神恼目 雨缩 现在恨不得自己的 身材再瘦一点 这样就没有必要 与这个让人厌恶的家伙 贴得这么紧 楚慕听到雨缩的话 顿时有些无语了 她其实想告诉雨缩 不要妄想 用这种方法来诱惑自己 结果就因为 没有及时说出口 而让自己变成了 那个企图不良的人 人走了 雨缩说道 说完 她身体迅速地飘了起来 不愿意和楚慕 有半点过于 清静的接触 楚慕懒得和她计较这种事情 紧随其后 飞到了上方 依旧是一个图案咒语 封在上方的玉石 慢慢地打开 一道光线 从窗外打过来 正好落在了 这个密道井口 楚慕跳到地面上的时候 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冷清的房间 房间很宽敞 最中央放置了一张白色的花床 一看就知道 是女人的床铺 以床为中心 分别摆放了梳妆台 木制的扇形椅 画桌 书架 衣墙 这里不染一点尘埃 可就是没有一点生气 显然有阵子没有人住了 楚慕对这个房间的其他东西 并不感兴趣 而是静止地走向了书架 书架上放着很多书 楚慕任意地翻开一本 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了 这些书里的文字 楚慕一个都不认得 感觉像是一大堆符号咒语刻在上面 这让楚慕兴致顿时去了大半 楚慕拿了一本书 想让雨缩过来识读 却发现 雨缩正慢慢地从房间的每一个地方走过 时不时用手去碰一碰摆放的那些不知名的视频 物件 脑海中又是一幅幅画面涌了进来 雨缩在回忆的同时 楚慕也看到了他的记忆 似乎每一样被摆放到这个房间里的东西 都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一些记忆涌起又淡去 有些牵动了内心 有些却那么平淡无奇 当雨缩盯着一颗血红色的卵石的时候 楚慕再一次看到了一段 让雨缩情绪出现明显波动的画面 白色的门缓缓打开 鲜血在城外青黑色的土地上扑开 楚慕惊心 他站在那里 失魂落魄地看着这一幕 许久许久都没有魔动半步 不知过了多久 他拾起了鲜血中的一颗卵石 紧紧地捏在手中 默默地转身离开 记得在那座小镇的时候 楚慕就问过雨缩 是不是为那些人做过什么 尽管雨缩没有回答 楚慕现在也已经知道答案了 那一颗鲜血 软的变色的卵石 会放在这个房间 是用来提醒着他 记住那血淋淋的画面 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有人走动的声音 惊醒了雨缩的回忆 他将这颗血色的卵石 放回了银盘里 雨缩知道 楚慕正在窥探自己的记忆 带着几分倔强意味的道 是不是觉得很蠢 有点 楚慕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 以前会觉得有些事 只要努力去做了 总会有改变 那个时候 想法真的太简单了 在一个独权的体制内 你努力去做的事 只有不影响到他们 或者为他们服务 才有可能真正完成 一旦背离了他们 损害了他们 惊扰了他们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心血 所有的信念 都会被轻易击垮 雨缩说道 所以你不停地收拢人心 想要成为独权者 楚慕说道 新月之地的战争也是如此 新月之地独立后 每个人都在努力地修炼 努力地将新月之地 发展成为一个更强的领土 可是变强大之后的结果如何 遭到的是各大将决的挤兑 皇族的冷漠 八大势力的联合讨伐 如果没有眼魔军团 海族的援助 所有人努力守护的东西 全部会被摧毁 雨缩说道 楚慕也明白这个道理 人族终究还是八大势力 和皇族说的算 这场战争是胜利了 也只不过是短暂地 压制住了一些人的企图 倘若八大势力 不仅仅是某些派系 对新月之地有企图 倘若雨缩的隐形王国的势力 没有对这些派系进行吞噬 新月之地便会成为历史 雨缩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从楚慕手上接过了那本书 开始快速地翻阅着 这本是记载人间图证的文献 楚慕问道 他只是随手拿了一本 不能完全确定 上面记载的 就是自己想要知道的答案 嗯 雨缩点了点头 他翻阅的速度很快 美厚厚的书页上的边角位置 都有特殊符号标示着书页 这本只有五千年 雨缩翻到了末尾 正在他想要将针本书和尚的时候 他忽然停住了 特意查探了最后几页 这个图案你见过没有 雨缩指着上面的图形说道 楚慕仔细看了看 隐隐约约觉得有些熟悉 但还是摇了摇头 这幅画呢 雨缩翻了一页 书页上描画了一幅没有色彩的画 画中是一座大殿 大殿主位上 一个上半身为人魔 下半身未焦的生物 半依在那里 像是在沉睡 古老焦人 楚慕心中一惊 这上面描画的 不正是古老焦人吗 难不成古老焦人 也是你们天宫的图腾信女封印的 楚慕有些惊诧地说道 会记在这里 说明五千年前 有某位图腾信女 参与了封印古老焦人 雨缩说道 上面还有描述什么吗 楚慕急忙问道 雨缩摇了摇头道 上面只记了封印的时间 封印的强度 然后大概描述了被封印的古老焦人 是什么生物 这种描述较为简单的 一定程度上表明 那位图腾信女 只是参与 真正封印古老焦人的 不是她 说着 雨缩将这本书扔回到书架中 手一伸 书架上另外一本书便飘了过来 并且自动开始翻动 这本书上面 应该就是记载着万年以上的图阵了 雨缩翻找的时候 看得更加仔细一些 楚慕站在旁边 虽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 但一些古话 还是看得懂的 如此厚厚的一本 上面不知记载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第1726章 柳冰兰的身世 找到了 雨缩指着书页上的图案 然后递给了楚慕看 图案是缩小型的镇谷之图 第一个镇谷之图是火红色 图案的边框 描画了一只弧形的轮廓 七嘴弧之堕落严君 这是火焰镇谷 在火焰秘境中 雨缩给楚慕解读道 火焰秘境又是在哪里 楚慕问道 元宿宗的古旨 也是火派的一个秘密之地 大概位置应该是在争灵大地东断 雨缩说道 雨缩翻到了下一页 书页上出现了一个紫色的镇谷图案 这个图案的大致轮廓 已经楚慕很熟悉了 正是与 木青一带他们前去的那个雷谷一致 七嘴弧的诅咒 真是你们图腾神殿设下的 楚慕看着这一共七页的图案 心中翻涌起了波澜 七嘴弧曾经无比辉煌 光王与暗王 更是被称之为 种族等级最高的生物 谁又敢保证 他们在万年前 是否和现在的大族一样昌盛 可他们为什么会背负上 一个如此沉重的种族 枷锁 图腾神殿的这些 能够摆设图阵的信女们 又需要多么强大的图阵之力 才可以设置出那样巨大的阵骨 让七嘴弧世世代代 都承受着这样的诅咒 楚慕一直若有若无地 在追寻着七嘴弧被封之谜 可楚慕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这个世界上 还存在着这样一座天宫神殿 他们高高地悬挂在人间之上 拥有可以让一个强大无比种族 瞬间衰败 承受万年诅咒的可怕力量 这天宫中的人 难道真的已经是万物的主宰 如神一般的存在 不知为何 楚慕感觉到一阵冷意 上面说明了原因了 没有 楚慕询问道 雨缩摇了摇头道 这种大事 天宫不会随便透露的 我手上的这些书大部分 只是一个目录 只有我迫切想知道 答案去询问图腾神女 他才有可能告诉我 那这上面还说了些什么 楚慕继续问道 一个昌盛的种族 沦为罪狐 是因为七罪狐一族 触犯了天宫吗 堕落阎君 慕亭雷君 丧风君 阎狐帝 水狐帝 暗山王 光耀狐王 七元妖狐 违背天宫法则 忽逆自然大道 企图颠覆世界 视为罪狐 雨缩独道 什么违背天道法则 忽逆自然大道 楚慕莫名其妙 天宫法则是什么 自然大道又是什么 这些难不成 也是由天宫来规定的 世界万物从诞生 成长到衰老 死去 所谓的自然大道 无非是肉弱强食 强者生存的 残酷绝逐和生老病死 繁衍后代的一个生命循环 忽逆自然大道 难不成七罪狐 曾经统治过整个生灵界 打破了生灵这样一个循环 轮回 真巧 给我的定罪 也是这两项 雨缩不屑地撇了撇嘴 自嘲地说道 这种含糊其词的言语 没有任何意义 简单来说 七罪狐一族惹怒了天宫 所以由此一劫 兴许就像你在天界碑中 看到的白海神 七罪狐的领袖 也试图摧毁天宫 失败之后 他的种族因此受到了牵连 天宫里到底 有多少强者 楚慕问道 白海神那种不死即强者 没能够覆灭天宫 七罪狐 这样一个曾经最强的种族 被天宫带上种族枷锁 楚慕越来越觉得 这天宫可怕无比了 这样的存在 只要他们想的话 新月之的这样一块小小的领土 很轻易的 就会被他们覆灭 想到新月之地 战争的幕后黑手 就天宫之人于天 楚慕心中又沉了起来 倘若 这个家伙 真要新月之地覆灭 自己 又将如何抵挡 天宫 也有天宫的一些戒律 就像进入到人间中的于天 他有心想要新月之地 变成他的土地 但只能够通过 八大势力的一些派系 来达成目的 语梭说道 可这家伙终究是一个危险 楚慕说道 我已经给他设了一个杀局 语梭言语带着杀气地说道 书中没有再 详细地提到七罪狐的事情了 但这让楚慕想起了 黑火药日上的那双眼睛 锦柔公主将黑火药日上 打来的图案描画了出来 楚慕将其取了出来 递给了 语梭道 你看看这个图印 这本书上是不是有对应的 语梭疑惑地接了过来 扫了一眼 这个与七罪狐图印 有些类似的图案 这个图印 你是哪里得来的 语梭问道 楚慕将自己前往邪庙的情况 大致给语梭描述了一遍 他会不会是一只黑眼魔 楚慕问道 肯定是 这个世界上 只有黑眼魔才 可以在黑火药日上存活 问题在于 那家伙是哪个时代的黑眼魔 这个图印 应该会有解释 语梭说道 说着 语梭又翻开了 放在书架上的那些书 这次语梭找寻的 不仅仅是万年书 万年以上的书 也翻开 对照着锦柔公主 描画下来的这个图印 开始找寻 语梭找得很认真 看样子一时半会 也不可能从那厚厚的书页中 找到相应的 楚慕 所幸坐到旁边的软床上 休息片刻 从争鸣主城赶路 一直到天宫 沿途都没怎么休息 楚慕确实有些累了 正好这张床挺舒服的 可以躺一躺 没有 这上面没有记载 语梭将书放回到了书架上 叫醒了霸占他顾床的楚慕 楚慕也没有睡 只是在思考一些事情 也是 如果那只黑眼魔 也是被天宫封印在黑火妖日中 那么这天宫也太恐怖了 楚慕说道 记得很早的时候 图腾神女有给我讲过 黑火妖日上的那只生物 不过那是很早 很早的事情 我自己记不太清了 这个图印放我这 想起来了 或者找到答案了 我再告诉你 语梭说道 忘了问了 你和那个图腾神女是什么关系 楚慕问道 语梭不是图腾神女 却又和图腾神女 居住在同一个地方 而且从语梭的话语来看 他们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你什么时候 对我的事情这么感兴趣了 语梭智问道 你的记忆碎片 总是会在我脑海浮现 就像一个明明连贯的故事 却分成好几节在讲述 正常人总会好奇 楚慕说道 我带你去见他 语梭眼睛忽然一闪 轻笑道 对了 有件事 你应该知道吧 什么事 楚慕问道 你的那位极其疼爱 你的美丽妈妈 其实是隐同皇族的成员 语梭说道 猜到了 楚慕没觉得意外 柳冰蓝的眼睛未紫色 和皇族是一致的 修炼方式 也与绝大多数人不同 不过 语梭这么一说 让楚慕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 隐同皇族 既然是 隶属天宫 这就是说 柳冰蓝也算是天宫成员了 你没奇怪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星月之的 语梭绕有兴趣地看着楚慕 眼中似笑非笑的样子 语梭这么一问 楚慕还真愣住了 是啊 他既然是隐同皇族成员 为什么会出现在星月之的 记得柳元老说过 他是在一块冰雪之地中 看到了一个女婴 然后将她带回到了 魂殿 当做了自己的义女 看见楚慕呆呆的样子 语梭脸上的笑容更邪美了 继续道 有没想过 我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星月之的 楚慕看着笑得很灿烂的语梭 脸都黑了 开口道 你别告诉我 我母亲是那个什么 图腾女神私生女什么的 这可不好笑 你想象力可真丰富 语梭笑了起来 开口解释道 柳冰蓝和图腾神女 有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我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 她是某位职位很高的 图腾性女的女儿 因为从天宫通往冰雪 地圣圣域的道路 整个图腾神殿 只有那几个人知道 天宫通往地圣圣域 楚慕脑子有些乱了 有这样一个空间之门 不然你以为我 为何会出现在地圣圣域 柳冰蓝应该也是 从这个空间之门 到星月之地 她修炼方式和大部分人不同 拥有她自己的独立修炼空间 事实上 那就是图腾性女的屠咒世界 可惜没有人叫她要如何使用 将这个稀有的空间 当作魂宠空间 唉 很浪费的 你们这些人之所以不能布置图印 也是因为没有柳冰蓝 所拥有的那个特殊的修炼空间 语梭说道 楚慕真没有想到 妈妈柳冰蓝的身世 还这么复杂 而且 她也是图腾性女的一员 并且拥有图腾性女的不图力量 很惊讶对吧 语梭说道 有点 这么说我和这天宫 还有些沾亲带故了 楚慕苦笑 还有就是 图腾性女 其实不能生育的 语梭看着楚慕 很认真的说道 楚慕瞪大了 眼睛看着语梭 图腾性女不能生育 柳冰蓝也是图腾性女 她不能生育 那 那自己从哪里来的 难不成 柳冰蓝不是自己母亲 那楚天芒呢 楚慕感觉自己脑子混乱了 逗你玩的 哥哥哥 语梭眼着嘴笑了起来 笑得花枝招展 满屋子也是她清脆的笑声 楚慕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她刚才差点就相信了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 毕竟语梭刚才的语气太淡定了 根本不像是骗人 楚慕强忍着没有把这戏弄 自己的妖精扔到魂宠空间里 竟然拿自己的出身 绅士开玩笑 难以饶恕 第1727章 万变之女 人母 楚慕没有继续下去 这个莫名的绅士问题 甚至关于柳冰蓝 是某位职位较高的 图腾性女子女的事情 楚慕也连带不相信了 很多事情未必就需要答案 至少在楚慕看来 以柳冰蓝的性子 哪怕告诉她 她是神灵在世 她估计也淡定地嗷一声 然后该做什么 继续做什么 既然不在天宫成长 而是在星月之地经历了一切 那么这个本就陌生的天宫 对她来说 估计也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她未必真的就想要将 这个答案给找寻到 而且 找寻到又如何 去 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然后与她重新建立亲情 至少楚慕 是不会去认这位 从未谋面的外婆 没有生活在一起的人 就算有血缘关系 也和陌生人没有多大的区别 那图腾神女 又是怎么样的存在 那些关系到种族的强大图阵 都是由图腾神女 来设置的吗 楚慕转开了话题 图腾神女只管一件事 宇梭说道 一件事 什么事 时间 人间的时间 宇梭说道 时间怎么掌管 时间还能够掌管吗 能够掌管的 恐怕只有历史吧 将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记录下来 这个时间不是指这一刻 下一秒 而是一个广义的时间 比如说日升日落 月的圆缺 赤火要日轮转 宇梭说道 这个也需要掌管 这不是自然规律吗 楚慕说道 这些是规律 但同时是轮盘神殿和图腾神殿 共同制定的自然法则 宇梭说道 怎么感觉有点悬忽了 楚慕说道 世界万物的诞生 也都是有根据的 万物法则的规律 也是制定的 他们制定了法则 所以他们高高在上 就像一个王国中 制定法律的 肯定是国王 图腾神女掌管的 就是整个生灵界的时间 宇梭说道 我们还是去拿神路吧 楚慕越听越晕 感觉自己的 一些原本根深蒂固的观念 都要被宇梭给颠覆了 日升日落 月阴晴圆缺 太阳轨迹轮盘 这些也是天宫的某个人来制定 那么这个人 只能够用神来形容了 说实话 楚慕到现在 都还是一个无神论者 往常说的神 也是不死即 真的影响到整个生灵界的 这种神乎其神的级别 楚慕一方面听不懂 另一方面 本身没有涉及到这个领域 毕竟宇梭所说的 这个时间的控制 楚慕根本就想不明白 要以什么的力量来控制 怎么 开始为自己无知 感到自卑了 宇梭见楚慕 忽然不感兴趣了 反而有意说道 神女楼内并没有太多的守卫 这让楚慕和宇梭行动起来 非常的方便 从宇梭的房间走出 宇梭静直地顺着 一条架空的走廊 朝着一座半幅空的停楼中走去 扇形的门紧闭着 宇梭明显对这里的一切 非常的熟悉 念起了咒语 解开了静止之后 便直接推门入 这座空中阁楼很精致 清雅 没有太多华丽的装饰 却给人一种出尘脱俗的感觉 居住在这里的人 想必也是如此 晶莹的珠子窜在了一起 从上方垂下 变成了高贵的帘子 帘子呈现环形 正好隔开了楚慕的视线 珠帘内 楚慕看到了一个女子的轮廓 她的头发很长 端坐在那里的时候 一头紫色的头发 顺着恶膜的 背部垂落在曲线丰满的臀边 发的末梢 有一些叠叶的装饰 坠着 显然优雅端庄 楚慕看不清她的脸 只能够大致判断她在静修 眼睛是闭着的 睫毛非常长 且弯曲 恰到好处的眼影的勾描 将她眸子与眉毛 修饰得非常完美 这种描画 应该是属于大部分女子都懂的淡妆 但在她这里 却这一种极致的体现 让人感觉像一副简约 却富有深意的话 走动了几步 换了一个角度 楚慕又从珠子的缝隙中 看到了她的唇 似少女一般粉红色的嘴唇 像是含着两片花瓣 好看吗 雨缩淡淡地问了一句 嗯 楚慕也不否认 虽然只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 和五官的一部分 但楚慕感觉帘子里的那个女人 一定拥有金饰的美貌 每个女人的美 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而她就是将这个世界上 所有女人的美感基于一身 如果你喜欢的是 优雅贤静 当你看到她的时候 她便宛约似水 柔态连人 如果你喜欢高贵冷艳 她的冷若冰霜 会让你感觉只可远观 如果你喜欢妩媚风情 她的一态万千 万种妹姿会让你神魂颠倒 除此之外 可爱连人 古灵精怪 睿智聪慧 冷力果断 热拉热情 善良 单纯 诡诈 狡猾 这一切的一切 她都拥有 雨缩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这个世界上 这样的女人吗 楚慕觉得雨缩说的有些夸张了 一个人 怎么可能同时具备这么多不同的品性和气质 在楚慕看来 雨缩和善恶女王 这两种极端性格 就让楚慕觉得很那个什么了 你对她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雨缩问道 静 结 美 有点飘渺 有一些捉摸不透 但又感觉温和近人 楚慕说道 嗯 这就是你心里对女性的 一个美感的大致评判 你自己仔细想想 这种类别的女子 是不是会让你多触动一些 雨缩说道 楚慕仔细想了想 似乎确实是如此 你再看她 雨缩说道 楚慕照着坐了 目光穿过那有些朦胧的帘子 猛然间发现 里面坐着的那个人 除了头发颜色有所不同之外 竟然与叶青姿有一些相似 甚至 有那么一刻 楚慕感觉 就是最美时刻的叶青姿坐在那里 然而 当她在仔细看的时候 她又看到了惊然的一幕 里面的那女子 变成了白锦柔 她闭着眼睛 和白锦柔沉睡的那一刻 非常相似 美得不可方物 却又让人看得心碎 帘子遮挡的关系 楚慕总是只能够看到她五官的一部分 可每每她变了一个角度 帘子内的这名女子 气质和容貌 也好像随之改变了 甚至有几次 楚慕看到了宁妈的影子 那样 清静熟悉 又令人联系不已 楚慕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样一张脸 她同时具备了好几个人的气质 而且用不同的眼光和心态 去凝视着她的时候 她就会变成自己心中 最在乎的那几个人 难以置信 这一刻 楚慕有一种强烈的欲望 那就是 跳开遮挡自己视线的帘子 去认认真真的端向她的容貌 弄清楚 她到底长什么模样 这样才不至于 让自己混淆了自己熟悉的人 与这个女人的区别 别去碰帘子 帘子上的静止 可以轻易地 将你化为乌有 她进修的时候 虽然感觉不到 我们在她的房间里 说话走动 但你触碰到她的静止 认你是完美不朽极 也未必能够走出这个房间 宇索非常认真地提醒了楚慕一句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我记得刚才看她的时候 她好像不是长这个样子 楚慕说道 我说过了 她及世界女子 一切美貌于一身 不同的人 对她的看待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 你看到的是静 姐 美帝纯眉女子 夜完生 那个色鬼看到的 估计就是一个 妖野无比的性感游物 当然 如果你也感觉 她是一个性感游物 这更加证明天下男人一般黑 宇索说道 楚慕已经一头冷汗了 这 那这女人 也太 太可怕了 楚慕说道 楚慕不敢想象 倘若是这个女人 一副夜青姿的模样 站在自己面前 而她的内心 其实是要取自己性命 这个时候 自己再去看 真正的夜青姿的时候 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心境 我倒有些好奇 你刚才到底看到了几个人 宇索嘴角微微一扶 带着几分细血地说道 一个 楚慕冷静地回答道 夜青姿还是白锦柔 宇索追问道 两个 楚慕改口道 真的只有两个 宇索一副不太相信的样子 这里太危险 我们拿了神鹿 就立刻离开 你找到 神漏了没有 楚慕怎么可能去和宇索说 这种无聊的话题 宇索对楚慕转移话题 嗤之以鼻 他绕到了那位女子的背后 似乎很肯定 帘子内的女子不会醒来 他很淡定地 在房间里寻找 宇索在寻找的时候 楚慕还是忍不住 往帘子里看了一眼 这个时候 帘子里的女子 不再是 楚慕脑子里的任何一个 极其在乎的女子了 而是另一张绝美的面容 这副容貌 又让楚慕不觉得陌生 这应该是他的真实面貌 楚慕自言自语道 他就是图腾神女 楚慕问道 不是 他是人母 人母 楚慕满头问号 花的始祖为善恶女王 数为始祖神术 人的始祖就是人母 不过 你看到的这个美人 也不是什么万年老妖怪 他只不过是 人族祖先的直系后代 我们都称他为人母 他大部分时间 都保持这个状态 修炼 宇索说道 第1728章 神鹿失窃 果然放在这里 天宫的一切 简直一尘不变 宇索脸上浮起了笑容 在那位女子修炼的连环 后方有一盏 类似灯座一样的连台 精致的连台上面 正好有一颗晶莹的水滴 这水滴明明是液态 却好像珠子一样 不会散去 楚慕心里 还在惊讶人母的游来 这个时候 宇索已经拿着 自己想要的东西 走回到了楚慕面前 他真的是人类的始祖 楚慕问道 他的血统是 人族有份无数个亚族 血统比较高的身份地位 也会比普通亚族更高 而统治地位的 就是那些大氏族 而在很早之前 人类并没有这多亚族之分 而只有一个小小的民族 他的血统 就是来自于 最早的这个人类民族 宇索说道 你要的东西拿到了 楚慕看了一眼 宇索手掌心上的东西 嗯 宇索点了点头 这么简单 楚慕说道 宇索除了进入到 这神女楼中 是通过特殊的密道中 走进来之外 其他整个过程 都是大摇大摆的 甚至这珍贵无比的神鹿 似乎也是房间里 普普通通的一件饰品 可以随手带走 要是这么容易 这女人换自己来做什么 拿到她很容易 但要将她带出去 几乎不可能 宇索说道 所以呢 楚慕问道 我会用最短的时间 将这颗神鹿的能量 给消化掉 而神鹿在能量流失的过程中 随时都可能 被天宫的守卫者发现 所以在我炼化神鹿的过程中 你必须全力保护我的安全 宇索认真的说道 楚慕脸一黑道 这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 刚才你说的那位情记 我就对付不了 你得躲藏 等等 我会告诉你 哪些地方相对安全 我在吸纳神鹿力量的时候 自己的气息虽然可以隐藏 但神鹿的能量 有可能外移 所以你要不停地改变位置 尽量拖延到 我将神鹿的能量都吸收 宇索说道 见楚慕 还是一副极度不情愿的样子 宇索继续说道 放心 神鹿的消失 还不至于惊动天宫的神级强者 像这种伪神物的丢失 首先惊动的 肯定是天宫禁卫军 最先负责追击找寻的 将是秦记和他的禁卫军 虽然后面会有更大的封锁 但那个时候 我已经将神鹿的力量全部消化 除非他们在天宫挨个搜索 否则是不可能发现 我们的 你 倒说的简单 不如我来 吸纳神鹿的能量 你带着我躲藏好了 楚慕说道 要是在其他地方 楚慕倒也不怕 可领略了天宫的恐怖之后 楚慕心里怎么可能不会有忌惮 要知道这个 可怕的天宫一怒之下 可以将一个昌盛的种族 给加上万年诅咒 行 那再过两个月 你就安安心心地看着白锦柔 再躺到冰关里吧 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白语道隐同皇族的那位荣家主中 肯定无法得到真正的复活之术 奈何花确实拥有复活能力 但这种复活 在奈何花没有到达不死级之前 必定会付出无比惨痛的代价 你觉得那位荣家主 可能会为了救一个不相干的人 让自己的奈何花有什么闪失 语梭说道 楚慕眉头一皱 报 你怎么不早说 你觉得就算 我告诉他 他会就此退走 荣家主给他的那条玉坠 的确能够让白锦柔活过来 这已经让白语看到了希望 就算明知道会被利用 有可能是陷阱 语梭说道 那个荣家主是什么身份 楚慕追问道 轮盘神殿的一名地位较高的先师 掌控着各种诡异的炼制之术 甚至包括炼制灵魂 炼制魂宠 与白语的那次攀谈 楚慕心里总有一些不安 因为他感觉到 白语好像知道自己 未必能够安然无恙归来 他没有说任何的嘱托 是因为他相信楚慕能够照顾好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 你要多久才能够练化这神鹿 楚慕问道 不会太久 我刚才已经开始吸纳能量了 很快他们就会察觉到 神鹿的能量在一出 语梭说道 楚慕瞪大了眼睛 这女人怎么可以在自己 还没点头同意的时候 就擅作主张 要不是她的花枝蕊 还在自己手上 楚慕肯定认为这是语梭 故意设计陷害自己 把魂宠空间打开 我要到里面修炼 语梭说道 这是语梭唯一一次提出 要自己回到魂宠空间里的 可是 随着不远处 一股强大的魂念压迫过来 楚慕恨不得直接与 语梭解除魂约 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他偷了天宫东西 然后吸收能量提升实力 还要自己帮他护航 楚慕总算知道这女人 要特别邀自己 一同前来的险恶用心了 楚慕打开了魂宠空间 语梭自己化为了一片片花瓣 带着能量不断地向外溢出的神路 进入到了楚慕的魂宠空间中 魂宠空间关闭之后 楚慕依旧可以感觉到 神路那特有的能量 如丝丝泉水一般向外溢出 只要一个魂念烧墙的人 将感知能力覆盖到这里 就算楚慕利用黑暗 空间力量隐藏起来 也会被立刻发现 你就不能控制好 不让神路的能量外溢吗 楚慕非常不满地说道 可以 但我每次冲击十段瓶颈的过程 肯定会有一丝能量 是我无法把控的 所以在我冲击瓶颈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离那些禁卫军太近 雨苏说道 瓶颈的突破 很多时候不是一鼓作气 就能够成功的 就像潮水冲上绝壁一样 往往需要很多次冲击 才有可能一跃进击 也就是说 雨苏如果多次冲击 都没有进击成功 楚慕就要被那些禁卫军 给一直追击着 我会指引你如何躲避他们 但有的时候 也要你急性应变 假如被包围无路可走了 你也不要反抗 让他们把你抓住 他们会把你带回到人母这里 然后唤醒人母 雨苏说道 唤醒人母会怎么样 你有办法说服她 楚慕看了一眼帘子里那个 让人觉得极其危险的美丽女人 不知道 看她心情吧 总之可以再拖延一些时间 雨苏说道 楚慕额头上 已经满是黑线了 一直以来 楚慕都以为大志尽腰的雨苏 安排好了这整个 偷取神路 然后全身而退的计划 谁知道这女人 完全是走一步 算一步的心态 知道这样 楚慕说什么 也不会同她 跑到这个恐怖的天宫中来 先回到我房间 从刚才那个密道 离开神女楼 人母 虽然在必无感修炼 但也很难保证 她会不会直接睁开眼睛 她现在醒了的话 我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雨苏说道 楚慕感觉到 雨苏已经开始 吸纳神路的能量了 她回头看了一眼 帘子里那个女人 忽然 她的睫毛 微微颤抖了一下 好像要睁开眼睛一般 楚慕心中一惊 那一瞬间 这个女人又让楚慕感觉 她像自己非常熟悉的一个女人 但正是这种相似 让楚慕感觉到一阵冷意 楚慕不敢犹豫 转身离开了人母的房间 人母房间 与雨苏的房间 只有一条空中走廊相隔 这条走廊上 倒没有遇到什么人 楚慕安全地走到了雨苏的房间 推开房门 把门关上 不知为何 楚慕总感觉自己的背后 有一双眼睛 这是一双 让楚慕感觉很熟悉的眼睛 甚至多看几眼都会沉醉下去 她在若有若无地凝视着自己 楚慕晃了晃脑袋 将人母的那双凝视之眼 给从自己脑海中扫去 她根本没有睁开眼睛 这一定是楚慕精神的幻觉 浩瀚星空下 高耸的天位塔顶端 白色的蛟龙半眯着的眼睛忽然 睁开了 顿时一道灵力的电光 射入到女神楼中 怎么了 老火箭 情绩喝了一口清酒 开口问道 白色星空蛟龙 眼睛盯着人母隔空的阁楼 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寻常的气息 哦 星空蛟龙发出了一声叫声 告诉秦记她刚才感知的 神鹿的能量波动 神鹿放在人母那里 应该没有哪个贼子 大胆地赶到人母那里偷东西吧 秦记端起酒壶继续喝着 忽然 秦记也皱起了眉头 喝酒的动作也停在了那里 哼 胆大包天 秦记随手将酒壶给扔掉 那双随意散漫的眼睛 立刻变得冰冷到 过去看看 星空蛟龙缠绕着天位塔的尾巴 松开 修长地 身躯穿过了女神阁楼的天之桥 和空中走廊 笔直地朝着镜子内的女神楼飞去 秦记落在了那道空中走廊上 念起了咒语 破开了人母房间的镜子 推门入 秦记站在门口 看了一眼被镜脸保护着的人母 他冰冷的眼睛出现了片刻的迷惘 旋即又恢复了那副冷力 他朝着壁去无感的人母行了一个礼 然后 走向了那盏连台 连台上空空如也 早已经没有了那一滴神楼 秦记脸上的表情更加冰冷 带着一身寒气地 转身离开了人母的房间 第1729章 天宫禁卫君 天宫戒律森严 环境封闭 偷窃这种事情 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再加上女神楼本身就存在着一个极强的禁止 心有企图的人 根本不可能闯入这里 可以说 能够进入到女神楼的人 已经不多了 像神鹿这种东西 放在女神楼 必定是安全的 而且 整个天宫的人都知道 神鹿放在人母的房间 整个天宫根本没有几个人 敢私自进入到人母的房间 那和直接将性命交出去 没有任何的区别 然而 神鹿消失了 秦记的脸非常阴沉 能够在自己毫无知情的情况下 进入女神楼的人 整个天宫就那么歇人 这些人是不可能擅自将神鹿给带走 可是 让秦记更疑惑的是 如果不是天宫 内部 并且极为熟悉女神楼一切的人 他又怎么可能知道 神鹿会放在人母的房间 而且知道 人母在进修的时候 是关闭无感的 女神楼存在静置 人母的房间也有静置 除非那个人实力真的通天 否则绝不可能在如此紧备的 女神楼中 将神鹿给带走 来人 封锁图腾神殿 各个出口 走出图腾神殿的人 必须经过盘查 秦记怒声命令道 天宫不是没有盗窃发生过 毕竟天宫中 存在着各种天灵地宝 可像神鹿这种级别的宝物 往往是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也绝对 没有人敢拿的 秦记此时心中已经涌起了怒意 闯入女神楼 从人母的房间带走神鹿 简直最不可设 秦记的命令下达之后 白色的图腾神殿上空 立刻出现了一道结界 这道结界 笼罩在整个图腾神殿 除了几个出口之外 图腾神殿的人 是不可能离开的 结界之下 一头头威严的 巨龙拍打着恐无有力的肉翼 从高楼玉上方飞过 穿着白色铠甲的禁卫军 用魂念扫射着整片 连绵不绝的图腾神殿 寻找着可疑的人 地面上 玉白色光滑的地面上 一对对驾驭着 黑色铠兽的禁卫军 快速地飞驰着 把守住整个神殿 一些最重要的道路 可以说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贼人给封锁在有限的区域 穿着优雅长裙 在宫殿内外走动的图腾性女们 看到禁卫军如此大规模地牵动 脸上纷纷露出了疑惑之色 发生什么事了 一位群后 向着迭结的图腾性女 叫住了一名禁卫队长 是秦统领的命令 封锁图腾神殿 禁卫队长恭敬地回答道 如果只是小贼偷了些普通鲜物 就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了 扰乱了神殿日常次序 反而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损失 那位成熟风韵的图腾性女说道 秦统领很愤怒的样子 应该不是普通的物件被盗 禁卫队长说道 秦记在哪 这位图腾性女问道 在神女阁 图腾性女点了点头 带着身后一杆女弟子 朝着神女阁走去 到底是什么东西被偷了啊 一名十六七岁的图腾性女 很好奇地问道 会不会是七级以上的不朽魂金 每次出事 总是说一些不拙编辑的留言 比如说 有人死了 就说东西被盗 重要的东西被盗了 就说神殿次序整顿 一位在图腾神殿 有些年纪的性女说道 秦记统领在神女楼 那说明 事情是在那里发生的 肯定是大事了 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妇人 回头扫了一眼 这些唧唧喳喳小声 议论的性女弟子们 性女弟子们 急忙闭上嘴 保持着平时练习的那副 两耳不闻窗外式的仪态 然而 从她们的眼睛的闪烁来看 还是对这件事有很浓的 好奇心 也不能怪她们 天宫的生活 有的时候平静地像冰冻了的湖水 一旦某天波澜乍起 肯定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的 走到了女神楼 那位妇人性女 飞向了天卫塔 天卫塔上 秦记一人站在高处 目光冰傲地俯视着图腾神殿 她的星空蛟龙 飞到了更高处 体型变得无比巨大 那盘绕在空中的身躯 似乎可以将 所有的楼阁宫殿都笼罩进去 秦记 妇人性女 飞到了秦记的面前 何夫人 秦记 简单地行了一个礼 发生什么事 何夫人问道 神鹿被盗走了 秦记直言不讳道 神鹿 神鹿 不是放在轮盘殿吗 何夫人说道 神女在修炼布阵 秦记说道 何夫人虽然不居住在神女楼中 但身为权威图腾性女 她知道 图腾神女 在修炼布阵的时候 会让人到轮盘殿中取来神鹿 作为她修炼劳累后 修身养性之用 这倒不是什么太大的秘密 神鹿没有放在人母那里吗 何夫人微微皱起眉头 是在那里 我进入到那里的时候 人母房间的静置 被人打开过 秦记说道 人母没有察觉 她必去无感 就算 有人开启静置 进入到她房间 只要不触碰静联 她都不会察觉 不过人母应该有所感知 只是她没有醒来 想必是 不想让这样的事情 打断她的修炼 秦记说道 为什么会有人 可以闯入到女神楼 而且直接进入到人母的房间 何夫人之问道 秦记摇了摇头道 只能够说明 这个人非常熟悉神女阁 她知道神女 布阵修炼的时候 会将神鹿放在人母房间 让人母的气韵 来进行温养 而她不仅知道 人母房间静置的咒语 更知道 人母绝大多数时间 是关闭无感的修炼 偷走神鹿 这种事情 简直天方夜谈 先不提图腾神殿的森严戒备 是不可能允许普通人闯入的 女神楼 那几乎不可能被闯入的保护和禁止 就足以将所有 不死即以下的强者拒之在外 要是侥幸闯入神女楼 神鹿是直接放在人母的房间 整个天宫 又有谁不知道 人母的实力有多强 从她的房间里偷走东西 试问这个世界上 又有谁可以做到 你觉得是神女楼内的人 和夫人说道 暂时这样怀疑 秦记说道 不可能 神女楼内的人 没有必要盗走神鹿 他们本身和神女一样 享用着神鹿的资样 和夫人认真地说道 神女楼内居住的人 只有那么几位 神女 人母 灵女 龙姬 剩下的 就是侍奉他们的侍女 侍女 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混念的少女 他们虽然懂得 每个房间的静止咒语 但给他们一万个胆子 也绝不敢碰神鹿这种东西 而一些有资格出入神女楼的人 都是级别很高的 姓女 他们未必知道 房间静止的咒语 那便是某位侍女 与某些高级姓女之间的串通吧 秦记说道 哼 为什么要排除 禁卫君盗窃的可能 和夫人冷哼了一声 高级姓女 指的就是和夫人这一批人 他们是除了神女楼居住的 那几人之外 权力最高的 也只有这个级别的人物 才可能清楚地了解到 人母和神女的 修炼习惯 也只有他们 可以轻松出入图腾神殿 如果是我的人 我会把他撵成渣 麻烦和夫人 将居住在神女楼周边 一带的姓女 都集中起来 对他们进行 一番盘查 守护神女阁的禁卫君 我也限制了他们的行动 会挨个询问的 秦记说道 和夫人点了点头 没有去与秦记再争执下去 毕竟神鹿失窃了 等到神女 完成了布阵修炼 没有了神鹿的滋养 肯定要怪罪下来 那个时候 无论是禁卫君 还是他们姓女们 都会有麻烦 当务之急 是将神鹿给找回来 一座公院的厢房内 楚慕站在窗子边 眼睛透过窗子的缝隙 看着外面 白色的眼角 和巍峨的宫墙上方 一道道巨大的龙影 来来回回飞巡 猝急的脚步声 从不远处的 白玉石道路上传来 总感觉他们 是在包围着这个厢房 厢房内 那位被雨缩 弄昏迷的姓女 还穿着那件 半透明的丝绸睡衣 躺在床上 睡得很沉很沉 根本不知道 有一个男人 正鬼鬼祟祟的 在他房间里 楚慕现在 自然不可能有心思 去欣赏这个女人 她的眼睛 始终盯着外面 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离开这里 这里离神女楼 仅仅隔着几座宫阙 虽然宫与宫相连 院连着院 穿廊 走道 木桥众多 可外面的静卫君更多 若是他们挨个排查 肯定会找到这里 先离开这个房间 不能让他们知道 这里有一条密道 雨缩的精神之音 传了过来 能走 我会留在这里 楚慕没好气地说道 天空中飞翔着的龙族 实力都不低 楚慕若是经起 一些空间波动的话 肯定会被他们察觉到 楚慕在等待 一个巡查的真空气 尽快离开神女楼 这一带 到了图腾神 殿万楼之楼 那里人员 会想对复杂一些 你即便使用空间力量 或者黑暗力量 也不容易 被这些巡查境卫 察觉到 但还是要注意 秦记这种级别的强者 他们肯定会感知到 神鹿微弱的一出 你多帮我祈祷 不要遇到太强的人吧 楚慕说道 嗯 他还嗯 楚慕想直接把他的花枝锐 给烧了 第1730章 万楼之楼 天位塔上 秦记目光如刀地扫射着 这一片片弓却欲 忽然 他的眼睛出现了闪烁 目光紧紧地盯着一座庭院 哼 果然还在这里 秦记冷哼一声 这时 天空中盘绕的星空蛟龙 飞落而下 秦记一跃而起 落在了星空蛟龙的身上 静直地朝着神鹿能量 溢出的方向飞去 而他的身后 又很快出现了很多 巨龙的身影 硕大的肉翼 几乎将星光完全遮蔽了 天空中的阴影 头下 楚慕扬起头看到的 正是那只白色的 星空蛟龙的身躯 其身躯的宽度 不亚于一座桥 长长蜿蜒之躯 给人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 将这里封锁起来 秦记命令到 静卫军迅速地形成包围 那些在庭院 走廊中走动的图腾性女 和一些侍女们 纷纷露出了惊慌之色 以为他们有谁犯了错误 这个时候 半空中的秦记 又皱起了眉头 脸色阴沉地扫射着 这一片庭院 怎么了 和夫人询问道 刚才我感觉到了 神鹿的能量气息 就在这附近 但很快又消失了 秦记说道 那个贼人果然还在这里 和夫人说道 嗯 我已经让我的手下们 挨个房间搜索 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秦记说道 话音刚落 一道非常微弱的能量波动 从某个庭院的角落传出 秦记的眼睛如鹰一样 瞬间锁定了那里 与此同时和夫人也感觉到了 那似乎是幽灵的气息 幽灵 秦记和和夫人对视了一眼 脸上露出了几分恶然之色 幽灵这种生物的行踪 是最为诡异的 很多时候 使用感知也 无法察觉到它们的存在 如果说盗窃神鹿的 是一只幽灵生物的话 那么它确实有可能 实体障碍 它们偷到东西的本领 绝对无人可及 秦记与和夫人 同时飞向了产生幽灵波动的 那个角落 秦记将自己强的感知 释放出去 这庭院的每一个地方 都被它仔仔细细地探查 忽然 一只迷你的身影 从这一面墙 到另一面墙 迅速地躲入到了 某一个房间之中 秦记和和夫人 同时捕捉到了 这只小幽灵的动向 新锁 秦记对天空中的星空蛟龙 命令到 星空蛟龙 目光如璀璨的星辰 放射出的星光芒 迅速地交汇成了一个星光牢笼 将那只小幽灵 躲藏的房间 给封锁起来 那只幽灵似乎察觉到 空间的封锁 就在被困入星锁中的时候 它忽然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哦 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 传出 幽灵身躯的蛇龙 豁然地出现在了 秦记和和夫人的面前 秦记与和夫人 反应很快地退开 星空蛟龙硕大的尾巴 从空中扫落下来 狠狠地朝着幽灵 蛇龙拍去 蹦 这一尾 将整个庭院都给轰碎了 那只幽灵蛇龙 却迅速地闪躲开了这一击 呼呼呼呼 战斗发生的瞬间 所有的禁卫军 迅速地将这一带给包围了起来 一道道龙影 要么飞翔在空中 要么奥立在墙与墙之间 瘦大的头颅 与高耸的眼角 齐平 秦记与和夫人 都是脸色凝重地注视着 这只幽灵蛇龙 在天宫中各种龙族都有 绝大多数禁卫军 也是以龙作为他们的魂虫 但是 幽灵龙这种生物 却在天宫中从未见过 甚至在人间大地上 也未必能够看到 一只幽灵龙 秦记与和夫人 之所以诧异 是因为此时 站在他们面前的 正是一只极其罕见的幽灵龙 并且还是一只 高等不朽级的强大幽灵龙 这个时候 幽灵龙的身上 泛起了一些 蔚蓝色的魂约光芒 这些光芒 组成了一个魂虫图案 并且撕裂开了空间 蔚蓝色的图案 一阵闪烁 这只幽灵龙 迅速地钻入到了 撕裂开的空间中 迅速消失在了 众人的视线中 秦记在看到 魂约光芒的时候 便明白 那是魂虫狮的换回图阵 所以 第一时间 让星空骄龙 封锁幽灵龙周围的空间 阻止那名魂虫狮 将这只幽灵蛇龙给换回 然而 秦记低估了对方的能耐 对方在召回幽灵蛇龙之前 便在这片空间中 制造了一个 不易察觉的裂痕 或许别的生物 无法从这裂痕中逃脱 但对于幽灵来说 只要有一个 小小的空间缝隙 它便可以轻易地钻过去 秦记脸色更加阴沉 那双眼睛 冷冷地注视着 另一个方向 另一个方向上 魂约的波动 清晰地传来 夹杂着幽灵气息 和一袭气息 而且还传来了 神鹿微弱的能量 那必定是盗窃者 让秦记无比恼怒的是 对方居然用一只幽灵龙 和普通的空间 把戏 将他和禁卫军骗到这里 然后从另一个方向 逃脱 盗窃者那里 传来的波动 快速地散去了 很明显 对方使用了 非常高明的隐藏手段 秦记第一时间 驾驭着星空蛟龙 飞向那里的时候 却连那个盗窃者的影子 都没有看到 居然让他跑了 和夫人皱起眉头来 跑不了 我一定会将他给抓出来 秦记冷冷地说道 他往万楼之楼逃了 那里 居住着中低级姓女 女士 女玄师 仙师 女敬畏 还有一些身份 未必能够查清楚的男士 以及这些人的亲属 弟子 要逐一盘查的话 就有些大动干戈 和夫人说道 和夫人喜欢将任何事情压下 不愿意在图腾神殿中 有过多沸沸扬扬扬的事情 他喜欢清静 图腾神殿本 就是最清静的地方 神鹿是不可能被带出天宫的 而且能量出现波动的话 肯定会有一丝气息 外移 只要再有一次气息的波动 我会抓住他 秦记说道 万楼之楼是图腾神殿的 最复杂的地带 这里的居住者们 有地位较高的信誉 先师 女敬畏 也有一些属于天宫底层 主要复杂 一些琐碎杂事的侍者 万楼之楼 真可谓万楼伶俐 或楼阁像蝶 高耸而起 或木廊 石桥相连四通八达 若是没有人执意 很容易就会在这万楼之楼中 迷失了方向 而在万楼之楼中 来来往往的天宫成员 也非常多且复杂 甚至还有不少 天成之人会经常出入这里 为一些身份较高一些的信誉 先师们 刨腿走动 轮盘神殿 与守望神殿的人 同样会借着各种机会 进出万楼之楼 毕竟整个天宫 只有这图腾神殿的万楼之楼中 聚集着无数令他们垂涎渴望的女子们 万楼之楼同样有静置 但进入万楼之楼的门 大大小小就有三十多个 总会有一些人 通过某些方式 进入到万楼之楼中 秦记下达了命令之后 万楼之楼的这三十多个出入口 便立刻被女警卫们给封锁起来了 万楼之楼中本 就有不少以非正当手段进入的人 这次封锁命令下达后 万楼之楼中 立刻出现了很多不安惶恐的身影 有不少人看上去都和贼人极其相似 和夫人其实 知道万楼之楼的复杂 考虑到这次封锁 很有可能引起不少终极性女们 和仙师们隐私暴露的不满 所以才不希望秦记如此大动干戈 可不这样做 又无法找回神路 比起神路的丢失 这罪过也绝对不小 万楼之楼的某座偏殿内 楚慕站在了灯光的阴影处 谨慎地控制着自己的气息 刚才让小哲龙引开秦记的手段 非常的危险 如果被秦记及时封锁住了空间 楚慕是不可能用换回咒语 将小哲龙收回到魂宠空间内的 所幸 秦记在看到小哲龙的时候 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这个反应 这也让楚慕成功地 逃出了神女楼那一带 守卫最为森严的地方 你晋级成功了 没有 楚慕用精神之音询问道 没有 雨梭回答道 那接下来往哪里逃 楚慕问道 现在万楼之楼的东面 有一座静殿 你先躲到那里去 但切记不要惊动了静殿内的那只生物 雨梭说道 楚慕按照雨梭所说 开始朝着东面的方向前去 你有没有感觉到 自己体内有能量在涌动 雨梭的声音传了出来 楚慕专心逃跑 并没有去注意自己身体 当他用魂念探去的时候 果然发现有一股 不知从哪里来的纯净能量 在自己身体内徘徊 一副不知该去哪里的样子 这是神鹿 我吸纳不了的能量 里面 蕴含着非常庞大的 成长能量 你的小王梦 不是又涅槃了吗 将这股成长能量给他 他会很快复苏 雨梭说道 楚慕眼睛一亮 心里的不满 也减轻了些许 王梦在战争中消耗了 让楚慕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唤醒他 未想到这神鹿 还有如此妙用 能够唤醒王梦的话 楚慕的实力可畏又有一次提升了 毕竟王梦在上次苏醒的时候 实力就接近高等不朽了 这次经过神鹿洗礼和催化 说不定会变得更强 第1731章 空无静电 找到了雨梭所说的那座静电 楚慕发现 这座静电外 竟然是被一圈非常诡异的符咒结界 给缭绕着 这圈又一圈的结界 像是特殊能量的枷锁 将这座静电给封锁了起来 即便是入口 都可以看到一道道弯折的闪电 持续在那里出现 楚慕很疑惑 这万楼之楼中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座特殊的静电 似乎每一个出入口和缝隙 都被封印上了 这样的静电中 又封印着什么生物 楚慕召唤出了墨炎 让墨鞋用他的爪子 撕开这静电的结界 进入到了静电 楚慕误然发现 这静电之中竟然无比广阔 昏暗的大殿内 居然看不到头 这是怎么回事 楚慕有些诧异地看着这个昏电 从外面看的时候 这静电明明和普通大殿一样大小 以楚慕的速度 一眨眼功夫就可以穿过了 然而进入到静电中后 这里的空间却异常地广阔 不知扩大了多少倍 少煮 这就是典型的压缩空间 表面上看 大概只有一座大殿的大小 可进去之后 里面的空间却非常庞大 而且异常地牢固 实力强了之后 任何一位强者的破坏力 都非常惊人 如果想要切磋战斗的话 肯定会引起非常大的动静 这个时候 这种特定的压缩空间 就可以作为他们之间的切磋了 李老尔很是时候地传出声音解释道 原来如此 楚慕点了点头 不过 这个静电 明显不是用来给强者们 作为战斗切磋的场合 说不定栖息着一些 天宫饲养的强大生物 李老说道 不用李老尔 说楚慕都嗅到了某些生物强大的气息 楚慕朝着静电的深处走 发现那些生物的气息 都是从地面上传来 在静电的地面上 描画了很多的封印之图 那些生物的气息 也正是从这封印之图中传出来的 李老尔之前就告诉过楚慕 不要轻易惊动这些封印 楚慕 要进行第二次冲击瓶颈了 神鹿的能量 有些不受控制 李老尔出声提醒道 这个静电 应该可以隐藏一些能量的波动吧 楚慕问道 可以 但未必能够完全掩盖 你一直往前走 静电的尽头 是通往图腾神殿与轮盘神殿 到了那里 可以缓解一些静卫军的压力 雨缩说道 楚慕现在只能够照着雨缩说的做 顺着这静电 招着他的镜头走去 静电中存在着很多封印 楚慕也不敢轻易地飞过去 这个时候 楚慕的魂宠空间之中 涌出了一股无比纯净的能量 这能量如同一道水的波纹 以楚慕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 这正是神鹿的能量波动 楚慕心中一惊 如此庞大的能量一出 别说是秦记那种级别的强者了 只要是魂宠及静卫军 肯定可以轻易地察觉到 这股能量的涌动 能量波纹扩散开 在碰到静电的静止的时候 出现了一阵明显的削弱 然后再次向外面传开 连续几次削弱之后 神鹿的能量涌动 才不至于那么的强烈 你有没察觉到 万楼之楼上空 秦记皱起眉头 眼睛注视着东面的静电的方向 察觉到什么 何夫人不解地问道 静电那里 好像有能量的波动 秦记说道 那里有能量波动 不是很正常吗 封印在里面的哪一只安分果 何夫人说道 秦记总感觉那微弱的波动 与神鹿的波动 非常的相似 静电是压缩的空间 更特殊的是 它的尽头 是在轮盘神殿 和图腾神殿之间的位置 也就是说 如果那个贼人从静电中走 是有可能直接穿过层层封锁守卫 直接出现在图腾神殿之外的 我去看看 这里就交给何夫人了 秦记说道 也是 那个贼人对图腾神殿 甚至女神楼都非常了解 这静电的秘密 他也有可能知道 和夫人说道 秦记驾驭着他的星空之龙 迅速朝着静电的位置飞去 秦记也不敢完全肯定 那个贼人就在这静电之中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秦记让其他静卫军 到静电的出口去守护着 自己独自一人进入到了静电内 静电中无比昏暗 秦记同样没有敢 直接在静电中飞行 而是让星空骄龙化为了一条小龙 缠绕在他的身上 感知释放 秦记在这广阔的昏暗大殿中 搜寻着那个贼人的身影 忽然 一波非常清晰的能量 从前方的昏暗之处涌了过来 扑打在了秦记的脸上 这股气息 秦记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神鹿 果然在这 秦记那双眼睛瞬间变得灵力 秦记念起了咒语 迅速地召唤出了一只 浑身毛发为金黄色的妖灵 金色的妖灵 在这到处是封印的静电中 行动会更加自如 秦记的眼睛死死盯着 昏暗的地方 迅速地朝着能量波动的地方追去 又失败了 楚慕问道 嗯 算了 我帮你吧 楚慕说道 你怎么帮我 宇索不解地问道 我帮你将神鹿的能量 牵引到你的灵魂里 这应该和强化魂虫的套路 应该差不多 楚慕说道 宇索有些犹豫 理论上 他是楚慕的魂虫 魂虫师 最特殊的地方 就是能够通过魂念 将能量 直接引入到魂虫的身体内 达到晋级的效果 但是 说实话 宇索修炼 从来都是靠自己的 从没有想过 可以通过魂虫的方式 来强化他自己 好吧 我把神鹿 宇 缩话说到一半 忽然止住了 怎么了 楚慕问道 有人追来了 宇索说道 楚慕回头望去 果然发现 远处一排排紧密的柱子间 有一个金色的身影 正在娴熟地绕开那些封印 朝着他的位置跑来 应该是刚才能量波动的时候 被某个强者感知到了 楚慕皱起了眉头 只有一人 这让楚慕不至于面临 被直接包围的困境 你先甩开它 我再尝试一次 没有能够成功的话 你来帮助我晋级 宇索说道 嗯 楚慕点了点头 有可能是秦记 他的实力很强 你尽快 将刚才那股神鹿的成长能量 注入到王梦的身体里 他苏醒的话 你摆脱 他的把握会大一些 宇索说道 第1732章 强化宇索 乘着秦记还没有追上来 楚慕将神鹿的能量 注入到王梦的魂宠空间中 几乎不需要自己的牵引 当神鹿的能量 进入到王梦的魂宠空间中后 这些能量主动地 往王梦所化的那团 能量体中注入 王梦的生命气息 一直都很弱 并且维持在这样一个 弱的恒定状态 楚慕之前用了许多 鲜物都没有 能够让王梦苏醒过来 而这神鹿 不愧是天宫的宝物 楚慕可以明显感觉到 王梦的气息 正在逐渐地变强 那团蓄污的黑色火焰 出现了剧烈的摇曳 渐渐地化为了一股股 缭绕在其周围的黑色能量 黑色能量之中 可以看到王梦的羽毛 正在飘动 羽毛的数量越来越多 生命气息越来越强 让楚慕感觉 是王梦在战场中死亡的王蝶 好像全部复活 过来了一般 王蝶盘绕在王梦的 黑暗能量周围 每一只 王蝶身上 又还带着紫黑色的电弧 电弧飞快地交织着 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声响 一 一声黄蹄在楚慕的 精神世界之中 回荡 魂宠空间内 王蝶在王梦的 身体周围剧烈地交织 跳动着 电光与黑暗中 可以看到王梦的身躯 正在迅速地塑造 十六只翅膀 滑跪而斜翼 周围 充斥着飘动着的 黑暗羽毛和电弧 他的身躯 依旧是那么俊逸暧昧 看到王梦苏醒过来 楚慕欣喜不已 毫不犹豫地念起了咒语 将王梦召唤到自己的面前 雷电的黑暗图案 在楚慕面前出现 王梦的身躯 从这魂宠图案之中 飞出 飞出的那一刻 王梦已经感觉到 楚慕的后方 有一位强敌在穷追不舍了 他的那双眼睛 闪烁起一道雷霆之光 吱吱吱吱吱 交雷噪耳 一道道暗紫色的雷电之链 从王梦的身上飞出 快速地交织成了一个 由雷电链组成的禁锢之徒 落在了穷追而来的琴记面前 闯过去 琴记冷哼一声 根本没有把王梦释放的 这雷电禁锢放在眼里 金色妖灵移动非常的敏捷 他的身体 在雷电链的缝隙之间 快速地穿梭 而没有触碰到一丝 雷电禁锢的力量 眼看金色妖灵 要直接从王梦的雷电禁锢中 冲出来 王梦的十六只翅膀 轻轻一扇 嘖嘖嘖 雷电禁锢中 忽然出现了一只只雷电 这些雷电密密麻麻地 飞舞在金色妖灵的面前 每一只雷电 又牵引着一条禁锢雷链 只要雷电触碰到了 金色妖灵的身体 禁锢雷链 便会立刻锁住 金色妖灵的身体 金色妖灵可以躲开那些雷电 却无法完全闪躲开 这些永而上的雷电小生命 越来越多的 雷电之链出现在了 这只金色妖灵的身上 金色妖灵的移动越来越慢 最后生生地 被禁锢在了这个雷电禁锢之中 秦记脸色一沉 未想到这个贼人的实力 竟然也是如此不俗 可以禁锢住自己的妖灵 秦记看了一眼 缠绕在自己身上的白色蛟龙 白色蛟龙心灵会神 身躯瞬间从秦记的身上飞出 并且开始扩大 星空蛟龙张开了嘴 一口就咬在了 那数十条雷电禁锢之链上 竟然强行将雷电的能量 给吞噬掉了 禁锢之阵变得无比暗淡 而那只金色妖灵 也用那锋利的爪子 将这个阵图给撕裂开 那双金色的眼睛 有些恼怒地注视着 前方飞翔的王梦 王梦再一次念起了咒语 身上的雷电开始狂舞 这些雷电莫名地 朝着周围轰去 击中的地方 正是禁电中的那些封印之徒 雷电轰去 静置较弱的雷电之徒 立刻就被轰开 顿时 一阵阵令人心急的吼叫声 从那些封印图中传出 像这种 封印只需要打开一条口子 里面的生物 就会疯狂地将囚禁 他们的这封印之力 给撕碎 很快 一大片封印 被王梦的雷电轰击给破开 昏暗的静电之中 可以看到一个个硕大的身影 赫然出现 一双暴躁无比的眼睛 正凝视着不断追来的 金色妖灵和秦记 可恶 秦记怒骂了一声 一大群封印生物跳出 而且这些 生物明显是 受到了那只 亡雷凤凰的黑暗蛊惑 全部都是 无比愤怒地注视着他 秦记想要追上那个贼人 就必定要从这一群 封印生物之间穿过 但这些 烦人的东西 肯定不会让他如意 楚慕回过头 发现危险的秦记 被那些封印生物 阻拦了 稍稍松了一口气 做得好 楚慕对刚刚苏醒的王梦说道 王梦同样是对封印 禁锢非常擅长的魂虫 他能够清晰地洞察到 这个大殿之中 哪些封印可以利用 哪些封印 不能够打扰 借助对封印的认知 再加上黑暗蛊惑 这禁电的那些封印生物 很容易就被王梦所掌控了 没有了秦记的追击 楚慕前行的道路 便不再那么受限 很快 楚慕看到了前方出现了亮光 那是一座非常狭窄的门 门中交缠着雷电结界 显然是为了阻止有人 进入到禁电和禁电内的生物 逃出 莫也很是时候地 从楚慕肩膀上跳了下来 爪子一划 便轻松地撕开了这个结界 出了禁电 楚慕发现 但是与图腾神殿的那种静慕和华美 比起来更多的是严肃和庄重 而且 在建造的风格上 与楼阁居多的图腾神殿 也有一些不同 楚慕回头望去 发现 刚才自己进入到万楼之楼 已经在自己身后 那些华美的亭台楼阁之上 一群群精卫军 驾驭着他们的坐骑 正迅速地朝着自己所在的位置赶来 快走 他们要包围这里了 语梭急忙说道 往哪走 楚慕问道 到时代大殿 那里不会有任何守卫 语梭说道 轮盘神殿的时代大殿 楚慕听到这两个名字之后 总觉得这轮盘神殿 是不是与万年轮盘 以及千年时代 有着密切的关系 按照语梭 楚慕找到了时代大殿 语梭将静止的咒语 念给了楚慕听 楚慕很顺利地 进入到了时代大殿中 时代大殿古速庄严 里面一共有九根立柱 上面雕刻着不同生物的图腾 大殿内空无一人 甚至连打扫的侍女都没有 更不用说是守卫了 楚慕在这时代大殿中 走了一圈 发现李老仁 曾经提到过的那些 时代强者的雕塑 全部陈列在了大殿中 其中还包括一尊 黑眼魔的雕塑 以及一个楚慕 并没有见过的生物的雕塑 这些就是这个万年轮盘中的 九位时代强者 楚慕有些诧异地 看着这些雕塑 幽冥 黄泉 古老娇人 古兽魂 黑眼魔 这些楚慕都见过了 而鹰草 九妖 奈何花 以及另外一只生物楚慕 是没有见过的 先别管这些 帮我完成这个最后蜕变 宇梭已经从楚慕的 魂宠空间中走了出来 对楚慕说道 他将等手掌心上的神鹿 递给了楚慕 楚慕点了点头 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将神鹿放在自己面前 宇梭面对着他坐下 一双眼睛 注视着楚慕 楚慕的所有魂宠 都是经过楚慕 亲自强化调讯的 唯独第一魂约 和第二魂约的魂宠 楚慕到现在位置 都没有与他们进行过 一个真正的能量传递 说实话楚慕 也不知道 这样能不能帮他 完成晋级蜕变 快点 时间不是很多了 宇梭有些焦急地说道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计划 楚慕看宇梭焦急不安的样子 开口问道 先别问那么多 集中精神 宇梭说道 楚慕将自己魂念 注入到神鹿之内 慢慢地将神鹿内的能量 牵引出来 然后一点一点地 注入到宇梭的灵魂之中 神鹿的能量非常强大 楚慕牵引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魂力消耗速度非常快 那种感觉 好像用不了多久 便会枯竭了 能量没有流失 比我自己吸收效率要高很多 继续 宇梭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原本只是想让楚慕 帮自己偷到神鹿 未想到楚慕的魂念 还可以帮他进行强化 若是知道魂宠师的这种 特有强化能力 也可以用到自己身上 宇梭之前 就愿意放下对楚慕的各种怨念 让他帮助自己提升实力 楚慕没有说话 强化这个过程 是需要高度集中精神的 神鹿的能量是温和的 没有像楚慕以前接触的那些那么躁动 可是这种温和能量 就像水一样 你用手去抓 很难能够抓住 只有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捧起来 不能让它们从自己的魂念 指缝间有一点的流失 这样才能够保证 魂宠最大程度的吸收 有了楚慕魂念的帮助 再加上它们之间本身有着灵魂桥梁 这个能量 吸纳过程变得更加轻松 宇梭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灵魂中涌起一股力量 正在朝着那坚固不迫的瓶颈冲去 楚慕是闭上眼睛的 并且所有的精神集中在能量的牵引 他并没有察觉到这个时候 宇梭的头发正在发生诡异的蜕变 蜕变成了一根根魔女一般的血色花须 这些花须不断地长长 并且开始缠绕到了楚慕的身上 第1733章 善恶始祖的繁衍 宇梭的头发越来越多 像是生长开的花藤蔓 那些小小的花须贴在楚慕的皮肤上 像是在吸食什么一般 楚慕并没有留意到这些 依旧在集中精神地将神陆内的能量 完全牵引到宇梭的灵魂之中 一股股浓郁的香气 从宇梭的身上弥漫开 整个时代大殿中 莫名地盛开了一朵朵蓝色与烟红 相间的善恶花 这些善恶花就像一张张面孔 拥有生命地在大殿中摇晃着 无数的花藤以宇梭为中心 慢慢地延伸开 缠绕在大殿的那些柱子上 又铺盖在了大殿的墙体和天顶上 花藤密密麻麻 纵横交错 一时间整个时代大殿 都被这些植物给缠满 看上去就像一座 用植物围成的屋子 一朵接着一朵的善恶花绽放 层层叠叠 形成了艳丽无比的花坛 香气扑别而来 让人沉醉地忘记了自己 楚慕睁开了眼睛 看到如此艳丽唯美的一幕后 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所有的这些花 疼 飘絮都是以雨缩为中心 她们都像是一个个富有生命的花枝精灵 簇拥着她们的女王 雨缩的头发像魔女一样散开 脸庞白皙得像冰雪 却又拥有一双烟红到了极点的美唇 她闭着眼睛 一寸长的睫毛 呈现的是紫色 深深的眼带 更给人一种邪忆妖媚的感觉 楚慕看着雨缩 心中惊骇不已 正常情况下 雨缩的气质 还是偏向于圣洁 高雅 即便身上没有太多的修饰 就那样素颜与素雅的样子 便给人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 可是 一转眼 这女人从一个完美无瑕的圣女 瞬间化为了吃人不涂骨头的魔女 燕唇 魔法 纯情的脸庞 透着巨大的诱惑 同时又暗藏着极度的危险 气息 此时 楚慕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雨缩的灵魂在升华 她灵魂升华 也伴随着楚慕的灵魂 得到了一些增强 但不知为什么 时段的善恶女王的灵魂总是 带给楚慕一种若有若无的冲击 就像一朵艳丽的花中藏着剧毒 楚慕感觉善恶女王的剧毒花刺 随时都是对准自己的心脏 然后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夺走自己的生命 很明显 雨缩这是晋级时段成功了 不知过了多久 雨缩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那双绝美的眸子里 闪烁的并不是往常的紫色光泽 而是一种魅惑又可怕的烟红 当她那双眼睛直视楚慕的时候 楚慕感觉到 有一串电流 闯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 弄得她心乱如麻 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你对我施展精神之术做什么 楚慕有些不满地说道 我没有 雨缩平静地说道 成功了 楚慕问道 雨缩伸出了她的双手 她的手不是人的皮肤 而是覆盖着如鳞片一样的花瓣 显得娇嫩而起义 她朝着自己身上吹了一口气 顿时那些花瓣皮肤 全部从她的身上脱落 露出了如婴儿一般润滑细腻的肌肤 让人忍不住想扑上去咬一口 花瓣一片片掉落 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个新生命 在这无数的花瓣之中孕育诞生 楚慕有些失神地看着她 而雨缩意识到自己褪去的花瓣 连衣服也一起褪去了 恼羞的她怒着对楚慕说道 转过去 她现在是褪去原来的花衣 相当于重新孕育 这个时候的她 就像当初楚慕遇到她时一样 经历了一次蜕变后 身上一丝不挂 当然与当初比起来 她也不是少女了 那圣洁与诱惑并存的动体 确实看得有些出神 还以为是雨缩疯了 要用这种手段来诱惑自己 原来她只是蜕变后 身子经过了一次彻底的洗礼 楚慕也没转过去 不是她贪恋雨缩的美色 而是雨缩头发 所花的花须 把她给死死地缠住了 让她根本无法动弹 你缠着我做什么 楚慕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女人致命的香气 正在扑打过来 再加上她几乎赤裸地 坐在自己面前 再加上这缠绕在自己 而不让自己离开的头发 楚慕能不相信 雨缩是对自己有所图谋吗 我 我也不知道 雨缩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的头发会 全部缠绕在楚慕的身上 而且 更诡异的是 这些头发根本就不受她控制 完全死死地缠着楚慕 好像要从她身上夺取 什么东西 呀 忽然 雨缩想起了什么 不自觉的惊叫出了一声 脸色苍白一片 你一惊一乍地做什么 楚慕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雨缩的头发 缠绕住了她的脖梗 四肢和腰 根本不给楚慕动弹的机会 快 把我的这些头发给烧毁掉 雨缩连衣服都不穿 抓着楚慕的手 有些情绪失控的喊道 楚慕也不喜欢这样被缠着 当下念起了咒语 黑色火焰与白色火焰同时出现 火焰迅速地蔓延到雨缩的这些 如柳枝一样的长发上 往常楚慕的魔焰 要烧毁这种东西 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经过神鹿洗礼之后的雨缩 对火焰的畏惧非常低了 再加上她现在的级别 比楚慕还要高 楚慕的火焰 竟然根本无法烧毁掉她的 这些缠绕之法 烧不掉 楚慕说道 雨缩的脸色更难看了 就好像知道自己的死期到来一般 到底怎么回事 楚慕不解地问道 雨缩不回答 楚慕拍了拍她 道 你有没听到我说话 你别碰我 雨缩忽然向后退开 然而她那些延伸的头发 死死缠住楚慕 她往后退的同时 再将楚慕往她那里扯 我没碰你 是你的魔鬼头发 楚慕正想要尝试着 将雨缩给收回到魂储空间中 忽然楚慕感觉到 自己的皮肤上一阵莫名的火热 这一丝火热 是从雨缩缠绕着她的头发 那里传来 那种火热的感觉 由皮肤到身体 然后蔓延到楚慕的全身 你 你在干什么 楚慕感觉到异常 顿时满脸心惊地看着雨缩 雨缩没有回答 而是用那双愤怒无比的眼睛盯着楚慕 少主 是善恶花王 李老的声音 在这个时候飘了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楚慕感觉自己的身体 越来越不正常 好像有一只烈火燃烧的猛兽 要从自己身体内扑出 善恶始祖到了时段 就会直接进行孕育繁衍 如果周围 没有合适的雄体的话 就会自我诞生出一株眼生花 这种眼生花等级 会比善恶始祖低一级 类似天苍青折龙的分裂繁殖 而如果附近有合适的雄体的话 善恶始祖便会取精华 孕育出一种更强的下一代 李 老说道 楚慕感觉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满脸愕然地看着雨缩 雨缩整张脸 已经冻结上了厚厚的寒冰 冷冷地说道 他说的没错 有病吧 快点放开我 不然我把你的花枝蕾给烧毁了 楚慕说道 烧吧 我宁愿死 也不要和你发生什么 雨缩更有骨气地说道 少主 这应该是善恶始祖的一种繁衍本能 他控制不了 反正你们都是一人系的了 成功率会很高 挺合适 李老非常无耻地 从楚慕的空间戒指中跳了出去 一副暂且回避的样子 看到李老跑远 楚慕脸色更加难看了 就在这个时候 楚慕明显感觉到 那些花须 正在疯狂地向自己身体里 注入那些情欲花叶 要知道 雨缩现在可是一丝不挂地坐在他面前 就算他的意志力在坚定 像善恶始祖这样 疯狂地注入情欲花叶到自己身体内 也会很快 摧垮他的理智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楚慕有些愤怒地注视着雨缩 雨缩也怒了 道 你以为我想吗 我怎么知道 善恶花在进入时段的时候 会不受我控制地进行繁衍 果然是不可理喻的原始生物 楚慕现在更加烦躁 楚慕现在是把以前的 一些仇怨看开了 也不至于太过纠结雨缩叛逃的事情 但这并不代表 楚慕就要对这女人产生什么好感 退一步来说 哪怕被这个女人勾引了 没把握住发生了什么 那也总要比和这个女人 进行所谓的繁衍墙上一千一万倍 稍吧 把我的花之蕊 雨缩此刻也是面如死灰 她其实知道 善恶始祖是需要一个繁衍 而且这个繁衍 是以她的身体为媒介 甚至郁郁的生命 也会在她肚子里 可是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善恶始祖认定的最合适血统 竟然是楚慕 这个让她恨之入骨的男人 楚慕同样是艺人 而且血统为黑眼魔血统 那古邪性与善恶女王非常相似 而本身的霸道与异性 又是善恶花不曾拥有的 所以善恶始祖认定 楚慕为最合适的人选 但是 以雨缩的观念就是 你确定那是你的心脏 烧毁的话你就死了 楚慕感觉到自己的意识 开始有些不受自己控制了 烧 把我的灵魂也一起焚烧了 雨缩转过脸去 异常坚决地说道 以后再也不用看到你这张 让我讨厌的脸 那再见 楚慕是不会和她 发生这种荒唐事情的 既然雨缩也一心求死 下辈子 我也不想看到你 我会帮你完成你要做的事 楚慕说道 雨缩愣了愣 眼神出现了一丝迷惘 最后还是对楚慕说道 谢谢 不客气 第1734章 解除魂约 雨缩的花之蕊 就在楚慕的空间戒指中 楚慕用意念凝聚成了一团魔艳 将这团魔艳 慢慢地靠近雨缩的花之蕊 这花之蕊 就是雨缩的心脏 当初 为了让楚慕留下她的信念 她将这花之蕊 交给了楚慕 以表 绝不会再做任何危害 她的事情的决心 然而 一转眼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 楚慕在燃起魔艳 要将眼前这个女人 烧成灰烬的时候 心里多了一些抵触 相处久了 再加上她的记忆 不断地涌入到楚慕的内心世界 楚慕对她的认知 也不再是单单的一个 高傲麻木不仁的叛逃魂宠 而是站在了一个更宽的角度 去看待她所做的一切 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 其实她的遭遇和宁漫很相似 不同的是 她在被逼无奈下 选择了走向制邪这条道路 楚慕对雨缩 早已经没有了杀心 如果不是发生这种荒唐的事情 楚慕根本不至于 要用魔艳去 直接烧毁雨缩的心脏 怎么 下不了手 雨缩面无表情地看着楚慕 楚慕看着她 开口问道 你那么想死 雨缩咬了咬嘴唇 她怎么会想死 还有很多事要做 她根本就不想死 她也考虑过 自己是不是要像这狗血的 原始繁衍妥协 大不了一切之后 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但是 想到这个令自己讨厌的男人 在自己身上所做的一切 她感觉自己日后的生活 都会恨不得把自己这具身体 给撕了 根本没法忍受 也根本无法接受 从黑暗悬崖坠落的那一刻 我就发过誓 绝不会再任人摆布 把花枝蕊给你 已经是我把自己放得足够下见了 如果我守不住这最后的东西 不如死了 雨缩带着几分愤怒地说道 真烈 楚慕点了点头 还不快烧 你不是也很讨厌我 早就想杀了我吗 我不要你同情 你更不要碰我 我的身体中有剧毒 你妄想做什么的话 你也得死 雨缩恼怒地说道 少卓 她说谎 善恶十足 现在楚在接受孕育的状态 她身上是不会有毒的 远处 李老的声音飘了过来 从这糟老头那该死的见效 就让雨缩恨不得 直接将多嘴的李老 给拿去做花肥 雨缩知道自己的谎言被拆穿了 狠狠地瞪着楚慕 发现楚慕正盯着她的身体 看 她用双手捂着了自己的胸部 可惜 细腻修长的手 还是无法遮挡住那 饱满玉白的春光 露出了一大片 让人口干舌燥的 柔软弹性的肌肤 如此赤裸裸地展现在楚慕面前 雨缩更加愤怒和烦躁 又没有变成花絮的头发丝来遮掩 可她这样的预盖迷章 使得她的一切更充满了诱惑 楚慕感觉自己的意识 都有些恍惚了 快点烧啊 雨缩看到楚慕 眼神出现波澜 顿时下的花容失色 楚慕晃了晃脑袋 让自己保持了一些清醒 解除魂约的话 能不能阻止这乱七八糟的事情 楚慕认真的问道 雨缩开口道 解除魂约的话 你必须也将花之蕊还给我 不然的话 强行解除 我还是会死 给你 楚慕将花之蕊递了她 雨缩愣了愣 不解地看着楚慕 你把花之蕊还给我 雨缩说道 嗯 解除魂约吧 楚慕说道 花之蕊还给我 再解除魂约 我想杀你的话 你也逃不走 雨缩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楚慕 在雨缩看来 楚慕这个家伙 会通过魂约约束她一辈子 而且花之蕊在她的身上 或我妈楚慕说道 哼 时段之后 你根本不可能是我对手 神鹿滋养之后 你的火焰 也不可能对我造成太大的伤害 雨缩冷哼一声道 楚慕皱起了眉头 忽然觉得自己 把花之蕊还给雨缩 并且直接解除魂约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要是这女人恢复了自由 直接来取自己性命 这怎么解 而且谁知道这女人 会不会仇恨牵扯到 自己身边的那些人 别看她现在 和她们都还相处得还好 说不定她内心 是不是堆积了 树枝不尽的怨念 楚慕现在也头疼了 让雨缩恢复自由 楚慕觉得 自己会多了一个极其 可怕 而且危险至极的敌人 而让楚慕现在 直接用魔咽 将雨缩给烧死 楚慕又觉得这样太过残忍 你没那么大方 你故意拖延时间吗 我警告你 就算你得到我身体 我也会想尽办法 把你堵死 你最好死了这个念头 雨缩恼羞成怒地说道 楚慕的身体 不断被关入催情的花枝 雨缩自己同样感觉到 自己身体发烫的厉害 越看楚慕越顺眼 甚至有几次 脑子里都涌起一个 投入她怀抱的念头 雨缩被自己的这个念头 吓得冷汗连连 乘着还清醒的时候 她绝不容许 自己与她发生 这种荒唐的事情 看到楚慕在犹豫 雨若冷笑一声 没必要这么难以选择 一把火烧了我的心脏 什么事也没有了 如果你在清醒的时候 还愿由这种事情发展下去 这就说明 你心里早就对我有不轨的念头 哪怕不需要有 这样一个可笑的机会 终有一天你也会 站着自己控制着我的一切 来发泄自己的私欲 何必假装一个 感情专一的人 更何况 你本就不专一了 这就是你的本性 楚慕张了张嘴 这女人是疯了 还是怎么的 拿去吧 我念解除魂院 楚慕说道 最终还是将花之蕊 递给了雨缩 花之蕊就在雨缩面前放着 雨缩看着楚慕 甚至怀疑这个家伙 是随便拿了一个东西 在充数欺骗自己 可是这花之蕊 那跳动的频率 完全与她脉搏吻合 而且她 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这就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她缓缓地伸出手 甚至忘了 去掩盖自己 暴露出来的御风 将这离开 她身体很久的花之蕊 给接了过来 我开始念解除咒语了 我们的灵魂都会受创 但应该不会有 太大的影响吧 楚慕说道 第1735章 拥抱邪恶 咒语 念起 说实话楚慕 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有念起 解除咒语的这一天 如果可以的话 楚慕还是不愿意 轻易把雨缩给放跑 这女人就是一个 满身鲜艳花朵 同时又带着 毒刺的危险游物 可比起失神于她 尤其是 居然是要让她孕育 楚慕绝对难以接受的是 这后者 解除咒语 传入到了雨缩的灵魂之中 雨缩做梦 都在等待魂约解除的这一天 没有魂约 就算自己敌不过楚慕 至少也可以躲得她 远远的 没有必要任她差遣了 感觉到解除之念 已经传递过来 雨缩急忙也念起了咒语 两个人的灵魂 存在着特殊的心灵之线 随着两人同时 念起咒语 这一条灵魂之线 开始慢慢地 向两边拉扯 心灵之线 缠得很紧很紧 两人同时 念起咒语拉扯的时候 灵魂都传来了一阵剧痛 那种感觉 就像是灵魂被人生生地撕开 楚慕咒起了眉头 雨缩同样满是痛楚 本以为这个 魂约的解除 会非常的愉快 因为说实话 他们之间 根本就不存在着 任何魂宠与魂宠室之间 那种亲密的感情 但是 随着魂约真正分裂开 灵魂真正各归其主 真正狠狠地拉扯断裂的时候 那种灵魂之痛 竟然让人有些难以忍受 无论如何 这个魂约 都是楚慕的第一魂约 也是最早签订的魂约 灵魂与灵魂 就像肉身长在了一起一样 要强行分开 就是撕裂灵魂 楚慕咬着牙 魂约本身不愿意 让自己与宇索的灵魂失去联系 因为魂约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具枷锁性的东西 强行解除 对灵魂就是一次摧残 楚慕很坚决 仍旧在强行将自己的灵魂 与宇索的灵魂拉扯开 就算 血淋淋楚慕 也不愿意让接下去 荒唐的事情发生 宇索同样恨不得 立刻挣脱开这个枷锁 他的脸色苍白到了极点 嘴唇也咬破了 鲜红的血液溢了出来 啪 终于 灵魂之线上 发出了一声断裂的脆响 这一刻 楚慕和雨缩 同时倒吸了一口气 那种扑到灵魂伤口中的剧痛 让他们脸上的表情 都有些扭曲了 楚慕捂着自己的胸口 脸色无比的苍白 这是他第二次解除魂约 第一次是被误导 与墨爷解除了魂约 解除的那一刻 楚慕感觉自己的灵魂 被直接夺走了一半 痛苦的难以呼吸 而这一次 同样是这种感觉 哪怕这是一个 让楚慕不太喜欢的魂虫 哪怕她是一个 高高在神的善恶女王 这个在楚慕灵魂中 时间最长的魂约 断裂那一刻后 那种灵魂之痛 是难以言喻的 同样的 雨缩承受的痛苦 是与楚慕相同的 她深呼吸一口气 立刻就感觉到 一种钻心的痛苦 传入到灵魂伤口上 两人重重的喘气 都是保持着 半低着头 楚慕恢复得比较快 抹了抹自己额头上的汗珠 看了一眼那些 缠在自己身上的头发 开口道 可以 可以松开了我了吧 雨缩抬起头 额头上 脖梗上香汗淋漓 她喘了几口气 缓缓地开口道 我有说过解除魂约 就可以阻止 善恶始祖的这种成熟本能吗 楚慕愣了愣 满脸愕然地看着她 你 你什么意思 还不懂 就算解除魂约 善恶始祖 还是要你的血统来孕育繁衍 雨缩说道 那你 为什么要同意 解除魂约 楚慕说道 等我清醒了 就可以把你杀掉 然后强行把这段记忆 给挖掉 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 雨缩冰冷地 对楚慕说道 你这歹毒的 女人 楚慕有些愤怒地说道 自己好心 放她自由 本打算与她以后 紧水不犯河水 没有想到 她刚解除魂约 就要杀自己 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她更舍些心肠的 早应该一把火 将她的花枝蕊 给烧得一干二净 我歹毒 有比你更恶毒的吗 当初你用魔眼折磨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自己是什么 雨缩指着楚慕痛斥道 然而 她的痛斥声音越来越小 浑身传来了一种 软绵绵的感觉 还有一种难以抵抗的躁热 楚慕也瞪着眼睛 内心的愤怒 正渐渐地 被另外一种情绪给占据 很难想象 两个怒目相识 仇人相见的人 正在怒火指责的时候 会忽然间沉默下来 然后相互注视着对方 脸颊从刚才的灵魂苍白 渐渐地变得潮红 一朵朵或圣洁 或艳丽地 花在这大殿中绽放 雨缩那些化为花絮的头发 自动复原了 恢复成了原本的紫色 一头 圣洁高贵的紫色长发 紧紧地贴着她 白皙如玉的性感 婀娜动体 再加上一张绝美到 让人忘记呼吸的容颜 楚慕呆呆地 看着眼前 这充斥着香美 勾魂 妙慢 圣洁同时又妖娆的女人 脑海中的记忆 好像全部被清除了 就好像忽然间 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 一朵圣兰花中 一位娇美可怜的少女 正无助地向自己呼救 那个时候 楚慕仅仅是想帮助她脱离痛苦 看着那张成熟美丽的脸 楚慕感觉 她此时同样很痛苦 需要自己的帮助 黑暗与冰冷并存 粘稠的液体 涂抹了全身 雨缩缓缓地睁开眼睛 忽然间发现自己 被什么柔软地 充斥着液体的东西 给包裹着 她的衣裳被融化了 光滑的身子 与这些粘粘的液体 混在一起 当她想要挣脱开 这些乖乖的东西的时候 她却忽然间 发现这些粘粘的东西 就像自己的血脉一样 正在不断地 为自己身体注入能量 我是怎么了 雨缩看着自己 看着在自己面前 犹如心脏一样 跳动的花脏 她努力地回忆 自己不是死了吗 从天井悬崖跳下去 那是必死无疑的 她只记得悬崖边缘 一张张令她 增悟的脸越来越远 因为她在不停地下坠 她记得自己 落入到了一个 宛如蟒蛇窝一样的 磨藤深渊中 巨大的藤条 如狂龙一般 在她周围飞舞 越下坠 这些恐怖的黑色身躯 就越遮蔽了她的视线 然后 好像忽然有一个食道 将自己一口吞进去 然后她的意识 就彻底地模糊了 我不是应该被 那个世界上 最可怕的花妖怪 给吃了吗 雨缩记忆停留在 自己被吞的那瞬间 那一刻 她恐惧 绝望 只是 为什么自己没有死 而是被这些 粘稠的东西给束缚着 准确地说 这些东西 好像就是她的身体一部分 她甚至可以感觉到 另一个思维和灵魂 在自己的身体内 她尝试着 让自己的身体挪动 这个时候 她感觉周围整个 黑暗都在蠕动了 黑暗中 一个庞然大物 豁然出现 那是一朵巨型的魔花 魔花上面 密密麻麻地 闻着可怕的邪纹 巨大的花藤 交缠 蔓延 目所能及的地方 全部是这些 正在缓慢蠕动的 蛇一般的花藤 穿过黑暗 她甚至 无法将整个十祖花 和她的花座 给收入眼中 必须要转动着头颅 才可以看到 整个十祖花的全貌 圣蛮色 烟红色 一个代表着圣洁 一个代表着邪恶 与缩呆呆地 站在所有黑色之藤 交织的地方 感觉自己像是 落入到了一座地狱里 否则为什么会看到 如此惊悚震撼的一幕 她吓得转身想逃 可是 忽然间 她感觉自己看到的这一切 与她有着一种 无比密切的联系 似乎 似乎 这些看上去 无比丑陋巨大的东西 就是自己的一部分 她缓缓地抬起手 忽然间 那被无数巨疼 簇拥着的魔花十足 也缓缓地 绽放开了 而在绽放的魔化十足之中 一个皮肤 完全为蓝色和红色交替的 妖肌 慢慢地出现 她的头发 是蔓延飞舞的花须 她的身体 是一片片 如鳞片一样的花瓣 她拥有女人的面孔 同时拥有女人的身躯 更让语梭惊害的是 这个妖肌十足 就是以她的模样 所拟化的 那张面孔 除了肤色 几乎与她一模一样 甚至身材 都与她完全地吻合 看着这个 从花中诞生出来的女妖 雨缩感觉就像是照镜子 看到了一个 无比丑陋妖艺的自己 这是我 这是我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 我不是这个样子的 雨缩惊倒在地上 这一切对她来说 比噩梦还要可怕 她向后爬去 要远离这个地狱 可是 自己怎么逃的了 自己 那个满身花瓣皮肤的妖女 睁开眼睛 那双眼睛 和她的一模一样 甚至就是在 凝视她自己的眼睛 她从自己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股怨念 一股愤怒 一股仇恨 这个怨念 这股愤怒 这股仇恨 让她渴望拥有力量 将脑海中那些 令她无比憎恶的脸 全部给撕了 他们都该死 他们杀了自己 最轻最轻的人 用那么残忍的手段 这一刻 她不再后退了 她看着那个邪恶的自己 强忍着那股恐惧 朝着她走去 就像跳下悬崖那一刻 拥抱死亡和黑暗 她选择拥抱这个 让自己些害怕和厌恶的 妖怪一般的自己 第1736章 姐姐 你知道吗 我在悬崖那里 发现这样一株花 好特别啊 一个小少女欢快地 跑到了另一个女孩的身旁 手上正捧着 一株圣蓝色和烟红色 交织的花 两个女孩穿的 都是蓝色的衣裙 紫色的长发 她们拥有一样 娇美玲珑的身材 拥有一样 精致可爱的脸庞 甚至她们的穿戴 都是一模一样 浅蓝色的头戴 小巧的手链 如果不注意看 就好像有一面镜子 放在她们面前 镜子里的那个女孩 就是镜子外面的女孩 你这是哪摘的 姐姐仔细端向了一下 这株花 开口问道 就是在天宫后面的悬崖 这是什么花 好奇怪 为什么会有两种花瓣 妹妹问道 这是善恶花 是这个世界上 最早诞生的一种花 圣蓝色代表着善 血红色代表着恶 姐姐说道 善恶 什么是善恶 妹妹继续问道 不知道 姐姐摇了摇头 还有姐姐不知道的 说上没说吗 很多东西都是书上解释不了的 什么东西 妹妹简直像那好奇的小宝宝 什么都要问 感情啊 感情又是什么 姐姐微微一笑 笑容甜淡 温和 似乎对于她一切的问题 都不会有不耐烦 我是你姐姐 你是我妹妹 我们之间就存在感情 还是不懂 妹妹绕了 绕头 有了感情的人 就会愿意相互分享 感情深的人 分享的也越多 快乐的 悲伤的 相互依赖 相互承担 我要是犯了错 姐姐也会帮我承担 妹妹狡猾地问道 会的 拥抱邪恶的那一刻 她感觉有什么东西 正在钻进到她的身体里 是活生生地从皮肤 肌肉中穿透进去 痛得让她撕心裂肺 她开始后悔 她没有想到 拥抱这个妖怪一般的自己 会如此痛苦 可是 每当她想放弃的时候 一张带着血的面孔 就会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的脸颊是血 头发是血 她用一双无比空洞的眼睛 注视着自己 她原本美的 让自己羡慕和崇拜的身躯 变得干扁 几乎可以看到骨头 像一具干尸 难以想象那样 一具完美的身体和容颜 会忽然间变得那么可怕 她骗自己 她明明被风吹日晒 被折磨 成了这样一具 没有一点生命气息的干尸 却告诉自己 她像月亮一样高高的悬挂 用她的光辉 照耀着天宫和人间大地 那些人 那些人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 这和小镇的那些 喂养野兽的牲畜一般的人 又有什么区别 她是最崇高最无私的人 这些人 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对待她 应该是由自己来承受的 犯错的那个人 是自己 一座黑色的深渊 不停地往下坠落 坠落的过程中 周围全部是荆棘的鞭策 身体被划过 鲜血四溢 忽然间 她又感觉自己 捆绑在了赤火药日下 承受着烈日的灼口 承受着烈阳风暴的侵蚀 一转眼 遍地的猛兽 他们冲过来 撕咬着她的身体 一块一块的分食 脑海里满是最可怕的噩梦画面 她痛苦地分不清 那个被折磨的人 是自己还是她 身体 精神 灵魂三重的折磨 让她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这种化妖 简直生不如死 她越来越虚弱 她感觉自己的灵魂 被这种化妖之痛 折磨得要飞散了 她必须找到一个机体 必须让自己的灵魂 有一个归宿 否则她的精神 会被那一真一假的折磨 给摧残致死 救救我 求求你救救我 我要怎么帮你 只要两个魂约 魂约咒语念起 一条魂约之线 慢慢地进入到了 她那苦不堪言的精神世界 和灵魂之中 当这魂念伸来的时候 被绞入痛苦之谈的她 感觉有人伸出了手 正在将自己 从这个化妖的痛苦地狱中 拉出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为什么会在花里 你是人还是化妖 一个小少年的声音传了过来 所有的撕心裂肺 慢慢地淡去 一真一假的 折磨也在她眼前消失 圣蓝色与妖眼红交错 一朵朵尖锐的花瓣 慢慢地打开 看上去锋利 灵力又充满了一种威严的诱惑 花座中 一个身姿曲线妙慢的她 缓缓站了起来 她的头发呈现烟红的颜色 看上去跟涂抹上了鲜血一样 她的嘴唇同样是鲜红鲜红 那一份妖艳 让人失神痴迷 她嘴角微微一浮 那一刻的绝望 悲伤 脑目全部消失 有的仅仅是一种 重生一般的脱胎换骨的感觉 这具身体 还是很弱 但拥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因为自己 已经不再是一位图腾性女 而是善恶女王 她可以利用善恶女王的力量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看了一眼小少年 心里涌起一阵感激的涟漪 没有她 自己会永世沉沦在回忆的痛苦中 但她只是浮起一个笑容 没有说一句话 她转身离开 还有很多事 要做 很多很多的事 要做 时代大殿 整个大殿 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香气 一些原本还是花孤多的善恶花 在这个时候 全部都绽放了 美艳成熟 如女子矜持羞涩的脸颊 所有的善恶花 簇拥着最中央的最大的一束 花座 花座像一间房子一样 紧紧地裹着 随着一股独有的香气 弥漫开后 瘦大的花瓣 一片一片地打开 绽放成了最高贵 艳美的一朵 而柔软的花座之中 身上有着明显肌肉线条的男子 躺在那里 透着阳刚与邪骏气质 一头银色和黑色交织的头发 与圣蓝和血红交织的花瓣 倒是相得硬张 在她结实的胸膛上 一句曲线无比优美 冰激欲骨的女子紧紧地贴着她 一头紫色的长发披散开 这种半遮半眼与春光若隐若现 使得她更充斥着一种诱惑 像圣洁女神沐浴时 那般透明的屏风 像美艳游物 欲聚海淫 又总是不让你接近的惹火挑逗 男子闭着眼睛 处在一个沉睡和昏迷的状态 而女子却先睁开了眼睛 她慢慢地 将缠绕着这个男人脖子的手臂 给收了回来 她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没有惊恶 没有愤怒 没有杀气腾腾 她靠在这个胸膛上 眼睛有些空法 不知过了多久 她才缓缓地坐起身来 那惊人的腰肢与臀部的曲线 顿时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是那种惊人的丰满 却是腰肢修长纤细比例地 修饰了后者的挺翘和滚圆 来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别 仅仅是这线条的 却可以让一个女人 美得让人忘记呼吸 她伸出了手 柔柔的手掌 轻轻地抚摸着楚慕的身体 从楚慕的胸膛 慢慢地抚摸到了楚慕的脖梗位置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温柔的女人 得到滋润后的爱抚 然而 就在她的手掌 靠近楚慕咽喉的时候 她的掌心忽然出现了一根花刺 这一根花刺 无比锋利 上面冒着的血红色气体 说明 这上面充满了剧毒 只要在上面轻轻地一扎 认她是魔人的体质 她也必死无疑了 因为这是善恶始祖 花蕊之内的毒素 最强的保护之毒 她的手悬停在那里 开始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雨缩深呼吸着 不停地催促自己 将手掌拍下去 可是她脑海此时一片混乱 时而是一个小少年的面孔 她伸出手 将她从痛苦的泥潭之中拉扯出来 时而又是楚慕那张 令她厌恶到了极点的脸 她冷酷无情 丧心病狂 简直跟天宫的那些恶魔一样 令她无比憎恶 蠢人 为什么要解除婚约 为什么要把花枝蕊还给我 雨缩的手掌 重重地拍了下去 狠狠地在昏迷的楚慕脸上 打了一个耳光 这个耳光落下去的时候 独次也收回到了她的手掌心中 楚慕的脸颊上 除了雨缩那精致的手掌印之外 并没有被划破中毒的痕迹 雨缩嘴唇都咬出了鲜血来 眼角一滴晶莹 很不争气地 就从脸颊上滑落了 滴落在了楚慕的胸膛上 她站起身来 双臂张开 大殿内挂起了一阵香风 所有的绽放的花朵 飘起 在雨缩面前 交织成了一件蓝色与血红色交织的高贵裙衣 整个大殿在这一阵风的刮动下 所有的花瓣 花疼都快速地消失 迅速地转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收起了这一切后 她看了一眼楚慕 和当初第一次见一样 心情无比地复杂 那个时候 是感激却又觉得荒唐 自己变成了一个少年的浑虫 而此时是憎恨 同时觉得更加荒唐 可那又能怎么样 哭什么 不能让自己眼里流露出一点软弱 有一个只比自己早出生几分钟的人 她 即便是在带自己承受 那一切罪乏的时候 也不曾见她哭过 这点痛苦和怨恨 又算得了什么 转身离开 孤傲的善恶花的花瓣 在她的周围缭绕 簇拥他们的 目光重新坚定的女王 满电的香气 还在弥漫着 久久不会散去 雨缩离开的那一刻 楚慕也睁开了眼睛 她的眼睛直视着天花板 手掌心上凝聚的无形魔眼 气旋在雨缩离开之后 也慢慢地消散 这样凝视着了很久很久 楚慕的目光才有了一些轮动 空间戒指里 传来了一阵温热和湿润 楚慕打开了空间戒指 发现戒指里 竟然多了一滴杯气 魂约还在的时候 楚慕也不曾有过她的杯气 魂约解除之后 她却有一滴 泪落到了自己的心灵深处 化作了杯气 这一滴杯气 应该藏着她所有的故事吧 为什么会要那么颠狂的 凌驾世界之上 为什么犹如人格分裂一样的 两重性格 为什么从那可怕的 黑暗悬崖中跳下去 摒弃原本的一切拥抱 最可怕的东西 第1737章 离开天宫 天成 一位穿着蓝色衣服的图腾性女 迈着沉沉的步伐 朝着一个白色的巷子 深处走去 走到尽头的时候 这位图腾性女 忽然昏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 宛如灵魂出窍一般 一个恶娜秀美的灵魂 从她的身体之中 飘了出来 这个灵魂 慢慢地凝聚成实态 呈现出了 美丽迷人的模样 总算完成了 不知道 橱木能不能成功 从那里逃出来 锦柔公主 自言自语地说道 说着话的时候 白锦柔并没有留意 到在的脚边上 其实缓缓地出现了 一株血红色与圣蓝色 交织的善恶花絮 这些花絮 沿着两边白色的墙 快速地生长 蔓延开 然后迅速地 将这里给包裹了 白锦柔看着 这些花疼花慢 于是立刻转过头去 正好 一些花瓣随着风扬起 并且快速地在凝聚 缓缓地勾描出了 一个妙慢妖娆的体态 花瓣洒落开 一脸寒霜的雨缩 站在了白锦柔的面前 白锦柔仔细地看着她 一时间既然分辨不出 她是雨缩 还是善恶女王 白锦柔拥有毒心术 虽然她没有对雨缩使用 但隐隐约约感觉到 雨缩和之前 比起来有不同的地方 语气不含一点感情的样子 嗯 白锦柔点了点头 问道 楚慕呢 为什么没有看见楚慕 提到楚慕 雨缩眼神就有一丝 怪异的晃动 她尽量保持着平静地说道 她很快会来 你在撒谎 白锦柔看着雨缩的眼睛 在用心读心术的人面前 说话的时候 眼神出现波动 的话是很容易被拾穿的 没有 把牵引种子给我 雨缩回答道 楚慕到底在哪 你把它怎么了 锦柔公主从雨缩的眼睛里 读到了一些不好的信息 顿时一脸敌意地看着她 你很烦 雨缩手一仰起 白锦柔的脚下 立刻出现了一些疼慢 快速地将她的身体给缠绕住 一些拥有麻痹作用的花刺 开始没入到她的身体内 要将她的身体给变成灰色 白锦柔感觉到了危险 身体迅速地化为了幽灵状态 从雨缩的慢疼之中逃了出来 雨缩冷笑 咒语轻轻念起 巷子内忽然出现了一朵 硕大的蓝色风印花 风印花在锦柔公主的头顶上绽放 风印花瓣化为了一道道诡异的印记 飘在锦柔公主的幽灵身躯周围 锦柔公主想要挣脱 却发现雨缩的这风印力量非常强 即便使用魔灵的精神守护 也无法阻挡得了 这风印对她全身的封锁 包括灵魂在内 白锦柔看着自己无法动弹的身体 而这个时候 雨缩缓缓地朝着她走来 强行将牵引那些镇眼的种子 给拿了回来 白锦柔看着雨缩 心中惊讶不已 她的实力变强了 而且整个人 也变得让人感觉到有些可怕 呼呼呼 忽然 一团黑色的魔焰 与银色的魔焰重叠在一起 在白锦柔旁边缓缓地燃烧起来 火焰之中 楚慕的身影慢慢地出现 火焰散去 楚慕站在了那里 一双眼睛注视着雨缩 刀 你干什么 雨缩保持着 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 随手一扫 那些限制着白锦柔的风印花 便从锦柔公主的身上散去 她转过身 朝着那面被花藤缠绕的墙中走去 墙中花藤慢慢地散开 在墙体上打开了一条花藤通道 也不知是通向什么地方 等等 楚慕用手去抓她的肩膀 别碰我 雨缩恼羞成怒地说道 这一声娇和之后 周围墙壁上 那些原本还柔和的善恶花 忽然间变得面目争鸣 密密麻麻 如獠牙一般的花毒刺 全部指向了楚慕 随时都会喷射出致命的毒针 白锦柔 有些心惊地看着这可怕的毒刺 感觉自己像是掉入到了一个花妖怪物的身体之中 楚慕松开了手 周围的那些毒刺也忽然停了下来 魂约已经解除 以后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互不干扰 但是进入天宫之前 你答应过什么 楚慕并不畏惧她的这些毒刺 雨缩胸脯有些剧烈地起伏着 脑子里全是那些让她觉得不堪和耻辱的画面 偏偏这个家伙 还理直气壮地站在自己面前 一副要彻彻底底撇清关系的态度 撇清 那就撇清吧 她也不想再见到她 永远都不要见到 剩下的神路 就可以维持她的生命 如何布阵找下纸嫌 还有什么问题 一口气问了 雨缩终究是将自己内心所有的愤怒给压制下去 她现在有些后悔 又觉得自己很蠢 为什么不干脆在大殿的时候 就用毒针杀了她 你去哪 楚慕看着那条不知通往哪里的花藤通道 皱着眉头说道 这条花藤通道在楚慕的脑海里 有一些印象 似乎是通往那个黑暗深渊底部的 楚慕知道 不仅有善恶十足 还有其他未知的生物 威胁到天成 安危的就是那个充斥着吃人生物的可怕深渊 不用你管 雨缩理会楚慕 转身朝着那条深邃无比的通道内走去 那我怎么离开这里 楚慕继续追了上去 挡在她的面前 雨缩咬了咬牙 这个男人怎么就这么烦 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不杀她 她怎么就不能让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从哪里来的 就从哪里返回去 那里的静止没那么快愈合 雨缩告诉自己 这绝对是对楚慕说的 最后最后最后一句话 你要留在这里 楚慕问道 雨缩猛地转过身来 有些忍无可忍地看着楚慕 楚慕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要问雨缩 但说实话 她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问 只想先拖住这个女人 别让她这么轻易地走掉 但看她那副模样 楚慕觉得自己要是问出来 她肯定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 直接上来跟自己拼命 算了 下次再问吧 楚慕没再说话 示意她可以走她了 雨缩与楚慕擦肩而过 这一瞬间 灵魂断裂的伤口出现了一阵疼痛 那种感觉 就像一句本来就连在一起的身体 正在疯狂地寻找对方 雨缩继续往前走 恶挪的身子 慢慢地引入到了那个诡异的通道中 楚慕看着她的背影 感觉陌生感变强了很多很多 你对她做什么了 她一副要抓狂的样子 白锦柔走到楚慕身边 轻声问道 没什么 楚慕摇了摇头 你们回约解除了 白锦柔问道 嗯 为什么 你不怕她报复你吗 应该不会吧 楚慕看了一眼天城之外 开口道 我们先离开这里 嗯 白锦柔点了点头 楚慕带着白锦柔 离开了天城 飞到那星空中的时候 楚慕从高处 遥望着那座孤独地 耸立在一块盘行大地上的白色城市 这座白色的天宫 不知存在了多少万年 又不知将延续多少万年 那里居住的人 他们应该自诩为高人一等的皇族 神族 可里面发生了多少 惨绝人寰的事情 又有谁知道 通过雨缩的记忆 楚慕同样看到了这座戒律如铁 严肃无比的天宫扭曲和丑陋的一面 只可惜 楚慕看到的都是一些记忆的片段 到现在为止 楚慕还是没有弄明白 雨缩为什么会跳下那座黑暗悬崖 要知道 那座黑暗悬崖 对于天宫来说就是最可怕的地狱 那里 栖息着将它们作为食物的腰 磨 楚慕看着手掌 手掌上有一滴泪精 这一滴泪精里 一定记载着他最伤心欲绝的那一幕 楚慕觉得 这样一个彻底形容陌路的女人 理智告诉自己 把这一滴泪气扔掉 等到灵魂的伤口愈合之后 她就彻底消失在自己的世界了 就当是做了一场 很长很长的梦 醒来后 就慢慢地模糊掉 犹豫了很久 楚慕还是将这滴泪气 收到了器皿之中 少主 滋味如何 这女人对你们人类男子来说 应该是最梦寐以求的游物吧 李老为所犯见的声音 在楚慕有些纷乱的脑海中响起 信不信我把你的嘴给撕了 楚慕冷冷地说道 你们都是一人族 理论上都已经不属于人类的范畴了 你们的结合是理所应当的 好好我住嘴 我住嘴 有个问题 要问你 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楚慕非常认真的问道 少主尽管问吧 李老说道 听完李老的回答 楚慕整个人都沉了下去 白锦柔一旁细心地观察着 很久都没有说话的楚慕 他的读心术没有敢使用 而且他的读心术也不知道 为何现在窥探不了楚慕的心思 只知道 楚慕现在得心情 很凡乱很凡乱 他只知道 这应该和宇苏有关 可是他又不能猜透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1738章 一年的雪 安全离开了天宫 楚慕和锦柔公主 回到了万穷龙渊的山巅上 这个时候 正好又接近正午 楚慕抬起头 却不再能够看到天宫的影子了 看来 确实只有那一天 才能够看到天宫的存在 离开了万穷龙渊 楚慕静止地 朝着星月之地的方向飞去 在 争名主城 宇苏邦自己炼化掉那些邪气后 楚慕便感觉到 自己的实力 有了一次增长 而这次前往天宫 发生了荒唐的事情之后 楚慕再一次感觉到 自己的实力增强了 现在的实力 应该有些接近 那只万年不朽 暗伤亡了吧 但楚慕知道 这些实力还远远不够 古老蛟人 已经确定为 第五时代的时代强者 实力 必定是不死急的 日时越来越近了 楚慕必须想到 对付古老蛟人的办法 回到星月之地 楚慕将神鹿给了夏至贤 让他来为白锦柔 布置生命的续航之阵 这个调养 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楚慕将白锦柔 留在了自己院子里 自己则专心住住地修炼 不知道为什么 从天宫归来 楚慕总感觉有一种不安 似乎忽然有一天 天地一片昏暗 紧接着一个巨人蛟龙的身躯 从漆黑的天幕上空掠过 带给整个星月之地 一场可拍的灾难 那个时候的自己 只能够站得远远的 仰望这一切恐怖的发生 屋子里的气候 总是在楚慕睁开眼睛之后 就出现了变化 楚慕每一次从修炼中醒过来 留意的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 而留意的是 现在是什么季节 也不知什么时候 窗外已经飘起了雪花 一朵朵雪白圣洁 小树林 小鹿 院墙都变成了白色 一串串女孩们的娇笑声 传了过来 楚慕听到了叶青姿的责怪 听到了宁妈的嬉闹 听到了有人在劝慰 楚慕欣慰地浮起了笑容 静静地坐在那里聆听着 屋子里很安静 楚慕看了一眼 被窝里正在冬眠的毛茸茸小墨爷 墨爷似乎也感应到了楚慕的醒来 用小爪子揉了揉 睡眼朦胧的眼睛 墨鞋挪了挪娇小的身子 挤到了楚慕的怀里 打了一个哈欠 还是一副很困的样子 怎么不出去玩 楚慕揉了揉 他的尖耳朵问道 墨爷是不需要冬眠的 这个家伙很试睡 但自己修炼了多久 他就好像睡了多久 这似乎有一点反常了 呜呜 墨爷眼睛半眯着 一副很困很困的样子 他的九条小尾巴 轻轻地摆动着 渐渐地缓慢了 也没有和楚慕说上 几句话就又睡过去了 楚慕抚摸着他的毛发 身子依靠在窗边 世界安静地 只有那些熟悉的女孩们的笑声 和墨爷轻轻地呼吸声 为什么这么近 近得让人恐慌 楚慕喃喃自语着 魂约断裂带来的灵魂创伤 渐渐愈合了 楚慕的第一魂 也彻底地释放出来 除了墨爷之外 其他四魂楚慕 都是轮替着让他们出来 让他们自己去历练 魂宠们级别高了之后 他们也可以独立地 做很多事情了 让他们自己去修炼 对他们本身也有 一定的好处 墨爷则始终是趴在楚慕身边 他不回魂宠空间 也不和楚慕的 其他魂宠那样 自己修炼 就是成天的瞌睡 甚至东西 都很少见他吃 睡吧 楚慕心里有些担忧 却也不知道 墨爷是怎么了 继续修炼 这次的雪下的有些漫长 楚慕睁开了眼睛 发现窗外 还是飘着白色的雪 楚慕环视着房间 发现屋子和上一次 有一些不同 好像增添了什么 又好像少了些什么 院子里没有了 女孩们悦耳洞听的娇笑声 这一次是异常的安静 安静的 只能够听到 墨爷很弱的呼吸声 他还在睡 真的进入冬眠不成 楚慕站了起来 活动活动了筋骨 这次修炼有些漫长 不过总算是提升了 一个层次 有很长一阵子 没有看到他们了 楚慕觉得 这样修炼下去 也不是办法 应该去陪陪他们 推开了屋子 雪花正好飘洒下来 一位有些轻瘦的侍女 正在拿着扫帚扫雪 探到楚慕走出来后 满脸惊讶之色 他慌乱地向楚慕行了一个礼 楚慕从他面前走过去 楚慕在院子里 没看见叶青姿和宁曼 于是朝着柳冰兰的女尊殿走去 女尊殿同样被雪花粉 刷成了白色 唯美静默 走向了湖庭 穿过了那座架在湖水上的木桥 楚慕在木桥上 留下了一排排脚印 亭子中 柳冰兰独自坐在那里 眼睛正凝视着半冻结的湖水 一头黑色的头发 没有像往常那样盘起 而是任由 他们散落在他的背上和胸前 楚慕走到了他的身边 拉过了他有些凉凉的手 帮他捂热一些 柳冰兰转过身看了一眼楚慕 冰雪的脸庞上 慢慢地展开了 笑容 有什么烦心事吗 持续多久了 楚慕都在修炼 说实话 他也不知道 这场雪持续了多少天 还是多少个月 一年了 从去年的冬天到现在 柳冰兰说道 一年 楚慕愣了愣 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 原来自己看到的上一场雪 和听到的笑声 是在一年前 过得好快 好快 感觉一转眼 柳冰兰心里同样有着楚慕的感慨 柳冰兰喜欢雪 因为柳元老告诉他 他就是在地圣圣域的雪之境中诞生的 他也像冰 像雪 安静 美丽 冰冷 我去了一趟天宫 楚慕开口说道 嗯 柳冰兰点了点头 静静地等待着楚慕要说的 天宫中有一群特殊的女人 她们被称之为图腾信女 这些图腾信女 在修炼的时候 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这个空间不是魂宠空间 而是她们用来布置图阵的空间 楚慕说道 柳冰兰眼神微微有了一些变化 但还是没有开口说话 我还要不要说下去 楚慕问道 柳冰兰摇了摇头 道 算了吧 哦 果然 她已经不会想去探寻自己的身世了 身份高也好 低也好 星月之地就是她的归宿 妈妈 问你个问题 楚慕说道 嗯 你为什么讨厌她 楚慕问道 讨厌 其实我也不知道 兴许是讨厌她 忽然间闯入到我的世界吧 我的世界很小很小 如果有一个放荡不羁的人 在这里晃动 兴许会让我不太适应 柳冰兰说道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楚慕继续问道 在雪城认识的 我们一起到了乾坤兵门 柳冰兰说道 乾坤兵门 楚慕愣了愣 那里不就是自己 和穆轻衣去的地方吗 楚慕到现在 还记得兵进世界 带给人的那种无助和绝望 一旦身边有一位 可以依靠的人 这人又恰好是异性的话 便会本能地去接近对方 那个时候 我们的实力 也不过是在地皇级上下 要走出乾坤兵门 需要的时间 比你和穆轻衣 在那里的时间更长 柳冰兰说道 在此之前 你们其实没什么感情的 楚慕问道 嗯 我们都清醒之后 都觉得这样的是 很荒唐很荒唐 柳冰兰苦涩的一笑 之后呢 之后 你们不是有在一起吗 楚慕继续问道 刚才不是说了 我的世界其实很小 很难容下一个 放荡不羁的人晃动 而他也不喜欢我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说话 冷淡 孤傲 柳冰兰说道 那他只是没有 更深地去了解你 楚慕说道 最早的时候 楚慕也觉得 柳冰兰像一块 将自己防御得 严严实实的兵 真的很难走入他的世界 但相处久了 很多人都会 渐渐地发现 他远没有看上去 那么冰亡 他只是有自己的方式 来生活 来与人相处 没关系 不了解 就不了解吧 我何尝不是 没有去了解过他 柳冰兰说道 他 没死 楚慕说道 柳冰兰看着楚慕 有些迷惑道 你不是说 他已经和硬骨 一起埋葬了吗 嗯 我亲眼看到 但我感觉他还活着 楚慕很认真地说道 我也有这种感觉 可是 他如果还活着 为什么不出现 他到底在顾虑着什么 柳冰兰说道 楚慕摇了摇头 如果楚天芒 还活着 他到底在顾虑着什么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整个人类领域 能够奈何自己的 已经没有几个 为什么他还不愿意出现 你会原谅他吗 假如他还活着 而且愿意去重新了解你的话 你们会不会接受他 楚慕问道 柳冰兰有些懵懂 不明白楚慕 今天为什么问了 这么多这种问题 我不知道 我和他确实不存在着 像你和叶青姿 这样的夫妻之情 但我想 你应该知道 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和他 谁也没有真正 走入到我的心里 我想 我也不会再容许 有陌生人踏进来 柳冰兰回答道 听到柳冰兰这个回答 楚慕心里有些欣慰 看来他们也不至于 到了不可调和的余地 只要自己父亲 愿意去尝试接近他 怎么了 和亲资 有一些小矛盾了 柳冰兰问道 楚慕摇了摇头 第1739章 黄泉大帝 修炼出关了之后 楚慕才知道 原来不仅是新月之地 被冰雪给覆盖了很长时间 新月之地 往东的几个地方 都已经弥漫着 这样厚厚的冰层 这一 整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下一次雪 每下一次雪 就会卷起一阵寒冷 莫名的 一些 往常随处可见的 弱小昏虫们 已经不见了 新月之地 经过了一年多的 休养之后 渐渐地恢复了元气 并且开始重新对外开放 那场战争的胜利 使得新月之地 已经成为了一杆冷血的剑 更多人这块小小的土地 有了敬畏 根本不敢有任何人造次 甚至 走在乌盘大地 和争鸣大地 只要说自己是来自新月之的 总能够惊起周围 一片惊讶之声 然后问道 就是那个打败了 八大势力派系联盟的新月之地 那一刻 所有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人 都会引以为豪 楚慕 过阵子 会有各大势力的 一些代表到我们新月之地来 他们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柳冰兰对楚慕说道 都有些什么人 楚慕问道 有四位领袖和十位掌门 分别是来自 神宗 妖兽公 元素宗 和牧师诗招 柳冰兰说道 侵犯新月之地的那几个派系 虽然是来自这些大势力 但是这些大势力中 很多派系本身就是 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 新月之的 也没有必要 因为那场战争 将八大势力 全部列为自己的敌人 而且 现在新月之地 已经多了很多的盟友 其中不乏 拥有领袖及强者的势力 从这些原本高不可攀的大人物 愿意亲自到新月之的商谈事情 而不是把楚慕 请到他们的地盘 就足以说明 他们对新月之地 有着特殊尊重了 嗯 会见见他们 楚慕点了点头 大雪还在飘飞 连绵无尽 看上去安宁 可是其中 到底暗藏着什么 预示着什么 这很难得知 楚慕躺在了不满雪的屋顶上 仰望着 不断飘落下来的雪花 心里多了几分担忧 这雪 太不寻常了 为什么这么久 都没有停 嗯 墨爷不喜欢雪 所以 老是王楚慕的一副礼钻 这样会更暖和一些 楚慕看着白茫茫的天空 喃喃自语着 是日时要来了吗 楚慕记得李老人曾经说过 万年就是一个轮盘 而现在 就是这个万年的最后几年时间 这个轮盘结束 进入下一个轮盘的这个过程 又会发生什么 仅仅是古老焦人的苏醒 仅仅是第十位时代强者的诞生 仅仅是标志着这个生命世界 又过了一个万年 高高悬挂的天宫 又究竟操纵着什么 他们为什么可以像万物的主宰 还是说 他们只不过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强大的种族 白海参 为什么要卷起滔天巨浪 去推翻天宫 天宫 似乎也没有对着整个生灵界造成影响 七罪狐 又为什么会被封印 他们犯下了什么罪过 楚慕躺在那里 任由雪花落在自己的身上 静静地思考着 楚慕 你在这里做什么 柔柔的声音传来 穿着紧身旗袍的 叶青姿缓缓地走了过来 柔软紧绷地 布料很好地勾勒出了他越来越丰盈的身子 红扑扑的脸颊 明媚的眼眸 一些发丝随着风轻轻的飘动 举手间透着一股女人的韵味 楚慕记得最早在那座 寒潭城看到叶青姿的时候 他还有一些青色 一转眼 他成熟 大方 迷远 身上的香蕴 在让楚慕熟悉不过 只是在想 日时到来的时候 到底会发生什么 楚慕摊开了自己的手臂 让叶青姿躺在自己的身边 你是不是猜到了什么 叶青姿感觉到楚慕平静的内心中 带着几分焦虑 或许古老蛟人的即将复苏 确实带他巨大的压力 古老蛟人是不死级生物 而这个世界上 又有多少领袖在渴望着跨入到不死级 却都没有成功 楚慕又要如何才能够跨入到不死级 达到足以和古老蛟人抗衡的境界 有些乱 楚慕稍稍搂紧了叶青姿 躲在楚慕怀里的墨爷被挤到了 发出了一声忧怨的叫声 叶青姿发现了可爱的墨爷 顺势就把他抱在怀里 小墨爷身子毛茸茸 暖哄哄的 叶青姿也喜欢抱着他 墨鞋扭了牛尾巴 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又继续酣睡着 别想了 不行的话 就离开这里吧 叶青姿说道 嗯 但好像还有一件事 让我越来越不安 总是觉得自己抓住了什么 可仔细一想 又溜走了 楚慕说道 是什么 叶青姿问道 悲弃者 我不知道这个身份 到底意味着什么 去了一趟天宫后 我看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就像看清了一切一样 天天这一切 又还蒙上了一层雾 遮挡着我的视线 楚慕说道 那就别想了 我们去走走吧 叶青姿拉起了楚慕 对他说道 嗯 好 楚慕起了身 陪着叶青姿 走出了星月宫殿 街道上 依旧是堆满了雪 许多不怕冷的孩子们在嬉闹 然后就是大人的呵斥声 一些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少年 他们则召唤各自的魂虫 在一些宽敞的地方 相互切磋较量着 看着他们紧张和激动的样子 楚慕也浮起了笑容 想当初自己也是如此 魂虫也是如此 但真的很值得怀念 可以找人切磋 可以参加斗宠赛事 可以到迷界中历练挑战 而现在 楚慕所有的魂虫级别 都很高很高了 轻易找不到对手 没有地方值得历练和挑战 不死级 其实如果不是古老叫人的威胁 能不能跨入到不死级 对楚慕来说意义并不大 他已经拥有了自己想要的所有魂虫 也将魂虫们的级别提升到了极致 即便将来实力不再能够提升 楚慕也没有一丝的遗憾了 兴许 这个时候自己最应该做的是 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下一代 看着他从最初的魂徒开始 然后一步一步地朝着自己所在的这个巅峰 或者更高的顶峰踏去 看着嬉闹的孩子们 看着相互鄙视的少年们 看着他们为拥有更强的魂虫而努力着 这一刻 楚慕很想回到过去 带着连十段都没有的魂虫们 继续踏上一个漫长的征途 无论这个征途有多么坎坷 心酸 终究是要比自己现在连提升的空间都没有要好 但重新来过是不可能的 兴许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孩子 看着这个孩子有一段崭新的旅程 楚慕看了一眼叶青姿 事实上 这个想法两人一直都有了 但是正如李老所说的 随着他们的实力提升 叶青姿怀孕的可能性就越小 再加上楚慕现在的血统本身就 已经有些不属于人类的范畴 这让可能变得更低 同时也让作为妻子的叶青姿 心里总觉得缺了什么 你们在干嘛 偷偷摸摸的优惠 忽然 一个戴着毛绒绒兔耳朵帽子的女孩 从侧面跑了过来 女孩其实也是妙龄了 纯情的脸庞和笑容 总是带着几分特有的可爱迷人 让人忍不住想去捏一捏他精致的脸颊 需要偷偷摸摸吗 叶青姿看着 把自己打扮成一只血白色小兔狼的宁脈 浮起了笑容 谁知道呢 哥哥一修炼修炼那么长时间 几次在他耳边说话 他都不理人 现在好不容易不修炼了 姐姐肯定要把这点时间给抓得牢牢的 免得哥哥被谁抢走了 宁脈很直言不讳地说道 有人抢 就让给他好了 叶青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真的吗 宁脈眼睛一闪 跑到楚慕的身边 搂着楚慕的胳膊 笑着和叶青姿说道 那我抢 姐姐会让给我吗 让 干嘛不让 像这样的坏男人 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 姐姐又不缺 叶青姿笑着说道 好 那哥哥今晚陪我 宁脈脸上满是笑容 楚慕被两个女人说得一头汗 而且听宁脈的话 怎么总觉得怪怪的 什么叫今晚陪她 干嘛要晚上 叶青姿质问起了宁脈 宁脈脈脸颊立刻就红了 急忙辩解道 姐姐别乱想 我想让哥哥带我到最高的地方看星空 叶青姿和宁脈 经常开这种玩笑 楚慕都习惯了 很多时候 叶青姿就是故意放这种诱惑到自己面前 考验自己的定力 楚慕对他们 两个故意给自己设计的这种圈套 从来不屑一顾 很多时候都是一句话 不差 听着他们两个说话 哥哥 你知道吗 我见到海族的那位皇权大帝了 宁脈对楚慕说道 楚慕挑起了眉吗 开口问道 在哪 就在东海海城呢 皇权大帝 正是整个海族的最高统治者 这位千年时代强者 本应该久居深海 为什么会忽然出现在离人类极近的东海 你和他说过话吗 楚慕问道 嗯 他说很感谢我们照顾他那个最无可救药的孩子 宁脈说道 第1740章 楚慕的猎杀祖 过去了几天 四大势力果然派出了一批人到了星月之的 神宗前来的是萧雪昂和林梦玲 非常熟悉的人了 妖兽宫那里来了一位总护法 据说是一位拥有九优的强者 牧师是朝前来的是唐昂 这位拥有高等不朽诡系生物的人类领袖 元宿宗派来的是一位宗主 这位宗主是新任的 有一大部分是被宇所推上去的 也算是盟友 萧雪昂和林梦玲楚慕是很熟悉了 接待他们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太过正式 看着四位人类领袖及强者 和实名掌门及强者 特意前来星月之的 楚慕心里也多了一份疑惑 日时很近很近了 萧雪昂说道 这场雪应该是古老浇人的得力手下 傅天雪魔搞的鬼 我们这次是想找到这只傅天雪魔 将它杀掉 乘着古老浇人还没醒来 能够处理掉它多少手下就尽量处理 元宿宗的蒋古宗主说道 据我所知 应该还不只是一只傅天雪魔吧 最古老的风系生物的风灾女妖 也苏醒过来了 她的风对着西部的各大的江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唐昂说道 这些人早该迁徙了 我不明白 他们又还有什么勇气 留在即将毁灭的西部 难道认为星月之的安然无恙 他们就真的安然无恙了 古老浇人是最不守戒的生物 他只会随心所欲地 做他想做的事情 等他苏醒了 别说是星月之地了 整个争名大地的西部 都会被他的海洋给吞没 一名看上去比较年轻的魂虫师 开口说道 楚慕看了眼 这个有些陌生的男子 目光带着询问地望向了林梦林 他是影同皇族陶士的成员 陶望 实力很强 林梦林解释道 星月之地不会灭亡的 宁妈儿 很不高兴地看着陶望 自欺欺人 你们根本不懂古老浇人有多强 那些没头脑的疆界 也都不知道 他们还不愿意放掉 手上的那些迎头小利 非要留在这块土地上 等到古老浇人的死亡海 把他们和他们家人 全部吞没的时候 才会醒悟 自己留在这里 是多么愚蠢的决定 陶望说道 两昆山会议之后 争名大地西部的大部分疆界 都开始了迁徙 古老浇人的存在 的确是人类的一个巨大危险 但也不是所有的疆界 都离开了他们的土地 一些疆界的城市 依旧还有很多人 甚至很多人 都抱着侥幸的心态 因为他们看到了星月之地 依旧屹立在最危险的地方 要出现什么灾难的话 那也是星月之地最先灭亡 真到那一天 他们再开始迁徙 也不迟 皇族 神宗 以及其他势力 都在尽量地将危险地带的人转移 可不愿意离开的 又大有人在 其中星月之地这块土地 就是一个完全不受他们管束的领土 你们打算如何对付古老浇人 楚慕问道 对付他 不可能 我们现在最多只能够 成他没有苏醒的时候 将他的那些作乱的手下给处理掉 我们这次来 就是为了杀死血魔和疯妖 这两个 就已经是高等不朽机以上的生物了 陶王说道 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个 楚慕说道 萧雪昂和唐昂 也都点了点头盗 能够削弱一些 就尽量削弱 古老浇人的应对 说实话 到现在都还没有 一个准确的方案 兴许真的要将这西部的所有领土 给让给那个封魔 然后通过其他大族 对他进行一些约束 人类领袖有多少 楚慕询问道 萧雪昂有些疑惑 不明白楚慕问这些做什么 他大大数了数道 30到40名左右吧 联合起来对付得了浇人 楚慕继续问道 陶王立刻插话了 一脸不屑的道 不可能的 就算是领袖面对古老浇人 也没有一点抵抗能力 除非所有领袖联合起来 但你觉得 那些把姓名看得极重的领袖们 会愿意做这种送死的事情 那人类 这个领域里 其实就是没人愿意出手 对付古老浇人了 楚慕平静地问道 萧雪昂 唐昂 以及另外两位领袖 都保持了沉默 确实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哪位领袖 明确地表明要出手 一方面 古老浇人的实力 确实太强太强 非常有可能是不死即的 另一方面 领袖们是万王之王 他们不可能将自己宝贵的姓名 这样葬送 见众人不说话 楚慕也知道答案了 你们回去吧 楚慕说道 众人愣了愣 他们才刚来这里 这位新月之地的 王就让他们回去 让我们回去 陶王愕然地说道 嗯 楚慕点了点头 既然没人出手对付古老浇人 那这些人来 又有什么意义 楚慕 别误会 至少我们来 还可以消灭掉 古老浇人的那些手下 没有了那些手下 古老浇人 独自能够掀起的风浪 会小很多 萧雪昂说道 不用了 楚慕说道 你 你这人怎么这么自以为是 难道你以为自己 能够对付得了古老浇人 你连他的一个手下 都对付不了 你知不知道 陶王有些脑目地说道 楚慕 我们知道新月之地 对你们来说很重要 栖息的 不仅仅是你们新月之地的民族 还有其他几个种族 但在古老浇人苏醒之前 我们必须将他的那些手下 给处理掉 否则我们想到 对策对付古老浇人的时候 有那些强大的生物 做阻碍的话 我们计划根本无法实施 林梦灵劝说道 这场怪雪和妖风 会在下个月停止 楚慕说道 只要雪魔和风妖不死 雪和风永远不可能停止 陶王冷笑道 他们已经死了 楚慕看了一眼 这个清高自傲的男子 没有去与他计较 死了 众人都疑惑不解地看着楚慕 他们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被谁杀死的 林梦灵迅速地问道 楚慕指了指自己 你杀的 林梦灵张了张小嘴 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怎么可能 雪魔和风妖 都是高等不朽级的实力 你怎么可能一个人 杀得了他们两个 陶王冷哼道 一旁的宁曼和叶青兹 同样有些疑惑 楚慕醒来之后 都在万象城 他们根本没有看到 楚慕出手 怎么雪魔和风妖 就都被杀死了 哦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一声龙啸 紧接着众人听到了什么东西 重重地砸在地面上的声音 朕的大地和大殿 都剧烈地颤抖起来 他们的尸体运回来了 你们自己去看吧 楚慕指了指外面道 众人都是半信半疑 纷纷走到了大殿之外 大殿外是堆满血的望台 很宽敞 此时这个望台 被一只浑身冰雪覆盖的生物 给霸占着 体型大概有二十多米左右 这种体型在魂宠界中 也不算太过庞大了 可是从它浑身特殊的毛发 和恐无有力的四肢 就可以判断得出 这是一只实力非常强大的 冰系生物 众人仰着头 看着这具 已经没有生命气息的尸体 脸上渐渐被惊恶占据 这 这好像真的是附天雪魔 和文献里描画的一模一样 林梦玲说道 怎么可能 他是怎么杀死这个家伙的 萧雪昂站在尸体下面 许久之后才回过头 目光穿过了大殿 注视着大殿主座上的楚慕 真的是他杀死的 雪魔和风妖在文献记载中 都是非常可怕的生物 不然神宗也不会派出他 这位主判官前来 而且还有另外三名领袖及强者 共同前来 未想到的是 他们才刚刚赶到这里 楚慕就已经将那两只众人 要谨慎对待的妖魔 给杀死了 杀杀杀杀 小折龙拍打着翅膀 身躯已经缩小 他从众人的面前飞过 笔直地飞到了楚慕面前 像是在炫耀一般 小折龙在楚慕身边绕个不停 嘴里不停地发出沙沙声 楚慕摸了摸这个家伙的脑袋 微微一笑 小折龙 那制造雪灾的家伙 是你杀死的吗 宁妈问道 小折龙勤奋地点着头 小折龙真厉害 来给姐姐抱抱 宁妈满脸笑容地 抱着肥嘟嘟的小折龙 像皮球一样揉捏着玩 叶青姿看到小折龙 这才恍然大悟 楚慕在禁闭修炼的时候 他的魂宠们都是在外里练的 想必楚慕是给他们分派了任务 就是猎杀古老骄人那些逐渐苏醒的手下 王梦 小黄泉 朕 叶 小折龙 叶 宁 魔术 鬼君 他们都是四个一组的离开 楚慕在禁修的时候 便由李老代替楚慕 对古老骄人的那些手下们进行追踪 凡是苏醒过来的 并且在兴风作浪的 都会被楚慕的四重组合给猎杀 而血魔和风妖 应该是古老骄人中最难对付的几个 直到楚慕醒来前不久 小折龙 叶 王梦 您才将他们给杀死 所以 人类领域的这些领袖 特意前来说 是要解决掉古老骄人的这些手下 楚慕觉得 没有那个必要 如果他们不愿意 出手对付古老骄人的话 那古老骄人的这些手下 还是留给自己来对付吧 至少可以再磨练 磨练自己的魂宠 让他们的实力继续有得提升 第1741章 为你扫除悲弃者 果然 灾雪与妖风 再没过几天就停止了 争明大地西部的人们 重新看到了阳光 皇族那里和八大势力 对消灭古老骄人 都没有太大的把握 想必 他们会选择将争明大地的西部领土 给全部变成古老骄人造次的海洋 日时也快到了 有阳光的日子 也不知道还能维持几天的时间 随着星月 之地的西部 不断地遭受到古老骄人的那些 逐渐苏醒手下的骚扰 越来越多的城市地区 遭受到灾事 整个争明大地的西部 都会发现 那些路途上大都是 迁徙离开的人 今日来 星月之的 也开始出现了 一部分人外走 古老骄人的灾难程度 远超过了那次战争 星月之地 不可能能够幸存下来的 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了 日时就是一段最黑暗时期 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留在争明大地的西部 等待他们的 只有死亡 如此 星月宫殿 也不得不重视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最终经过商议 星月之地的人们 必须迁徙 不是楚慕就此放弃了 与古老骄人的对抗 而是即便与古老骄人站下去 这小小的星月之地 也根本经不起 这种级别生物力量的波及 很轻易就会死去 柳冰兰早之前 就为星月之的 想好了退路 迁徙 将直接迁徙到 星月之地 拥有的北端领土 星月之战结束之后 皇族 把原本征用的北端领土 还给了星月之地 他们自然不会任意妄为 北端领土 要比星月之地更辽阔 相当于一个七级的疆界 星月之地 迁徙到那里的人 将暂时都安排在这北端领土中 当然 也有人问 星月之地最终还是迁徙了 那又和必要费那么大的代价 打那场战争 那场战争必须战 因为被迫迁徙 其实就等同于 这是一个被驱赶的民族 无论到了哪里 都不可能有任何地位 并且那个时候 北端领土还被皇族征用 迁徙到北端领土 却完全不同 星月之地 已经变成了一杆黏着血的旗帜 星月之地成员 在整个人类领域的地位 已经一跃飞升 这次北端领土的迁徙 虽然是暂时放弃了 星月之地丰富的资源 但以星月之地现在的底蕴 在北端领土 同样可以开辟一个 强大的独立势力 绝没有什么势力 敢对星月之地造次 星月之地 除了人类之外 还有其他一族 眼魔一族 花妖一族 海族 魔灵一族 他们对生活的环境要求 更加苛刻 这也是 现在楚慕最头疼的地方 之前 楚慕就已经派人 在北端领土 寻找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了 花妖一族 倒还好 花妖一族 本身就是依附在 城市之中 夏指贤专门负责培育 海族 眼魔族 魔灵一族 都非常特殊 他们需要特定的环境 才能够更好的生存 要迁徙 他们会有更多的麻烦 眼魔一族 和魔灵一族 现在已经算是捆绑在一起了 因为魔灵们确实需要一个强大的种族 对他们进行完美的保护 楚慕的意思 是将眼魔圣域的眼魔一族 往北端领土的 更北部迁徙 从那里 分出一块 勉强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 来攻击眼魔一族 和魔灵一族 七夕 各独立领土 会不会遭到破坏 确实也不好说 现在只能够先将 这些种族暂时这样安排 等一切结束之后 再将他们重新召回到 星月之地 海族那边 东海海王 肯定也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 这倒不是楚慕要担心的了 千禧从雪结束的第二个月 便开始了 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 往北端领土那里 转移 神宗那里 林梦玲和肖判官 都派出了不少高手 前来护送星月之地的人员 千禧 确保他们能够安全抵达北端领土 千禧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不是所有人都像魂宠师那样 拥有飞驰的速度 楚慕自己来回星月之地 和北端领土 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但是那些即便用帝皇级魂宠 君主级魂宠 承载迁徙的普通人 却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倘若是一个普通人 要自己走 几十年 未必能够从星月之地 抵达北端领土 而星月之地中 除了魂宠师之外 还有不少这种 并没有走上修炼之路的人 总不可能让这些人用走着去 他们 从星月之地的西端 走到东端 说不定都需要几年的时间 所幸的是 神宗 元宿宗 妖兽宫 以及各大地界 都很愿意出手援助 每穿过一个疆界 他们都会提供 一大批的坐骑 给星月之地 没有魂宠的人迁徙 每到一座城市 都会有一些城主 提前安排好了一些居住之处 供给星月之地的人们居住 这就是战争胜利 与战争失败的区别 失败了 星月之地会像难民一样 甚至连城市都不让进入 更不用说提供坐骑 实物和居住之处了 这样的迁徙 自然不至于让星月之地的人们 太难接受 因为只要这场灾难结束了 他们随时都可以回到星月之地 不知不觉 万象城已经变得空荡荡的了 所有人都迁徙离开了 整座城市现在 也只有星月之地的一些人留下来 继续处理一些事物 楚慕自然是留下来的 他站在了万象坛最高的那座穷殿上 俯视着这座空荡荡的城市 不知怎么的 心里也一阵失落 兴许这就是灾难来临前的味道 到处一片死寂 没有欢声笑语 没有来往的人群 万象城 在这座城市里 发生了太多太多 让楚慕难以忘记的事情 不少人为了守护这里 死在了战场中 现在所有人 也因为灾难离开了这里 只是 楚慕自己是不会离开的 如果所有人走了 那么又有谁来对付古老蛟人 谁来拿回这块土地 楚慕知道 现在实力不足以和那个家伙抗衡 但是他的那些苏醒的手下 楚慕会毫不客气地 将他们全部杀进 绝不允许他们踏入到 星月之地一步 楚慕 身后传来了轻柔的声音 楚慕站在那里 像一尊 已经在那里铸造了很久很久的雕塑 直到有人换他名字的时候 他才会醒过来 楚慕转过身去 伸出了手臂 将夜青兹搂在怀里 我们也走好不好 夜青兹埋在楚慕怀里 低声说道 不死即的古老蛟人 这是死神一般的存在 为什么这样一个可怕的死神 要楚慕一个人来对付 夜青兹不在乎星月之地 到底能不能存活 他在乎的是楚慕的安危 现在星月之地的人 都已经迁徙了 这块领土就让给 那个海洋死神 没有必要去用自己的性命 来做这样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 楚慕没有回答 就在前阵子 楚慕想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楚慕 夜青兹看着他 楚慕吻了吻他的额头道 明漫告诉过我一句话 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之后 才能够看清一些事的真面目 说实话 我也不想去面对一个 我根本战胜不了的敌人 但我不面对他 我将面对另一个敌人 另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难道比古老蛟人更强 夜青兹疑惑地看着他 嗯 在我看来 这个敌人是我更不可能战胜的 楚慕点了点头 不能逃避吗 夜青兹说道 已经逃避很久很久了 以前是我不懂 现在我知道 逃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终会要面对 楚慕说道 是悲弃者 夜青兹很快就想到了 这一层 楚慕点了点头 悲弃者这个身份 是一个束缚 或者说在楚慕通过悲弃 重新塑造了自己 灵魂之后 自己就被悲弃者这个身份 牢牢地锁着 必须一直走下去 为什么 夜青兹想知道答案 新月之地的人们 已经安全迁徙了 楚慕为什么还要去面对 古老娇人 敌不过 大可以退 古老娇人再强 不可能将整个人类领域 都给吞没 事实上 悲弃者之间 就存在着一种 物尽天责的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 违背弃者会出现 因为 只要你能够杀死悲弃者 你就可以获得他的悲弃 我是第四时代悲弃者 同位第四时代的悲弃者 还有很多 包括七罪胡光王也是 但事实上 我从史之中 我都没有遇到太多 真正实力强大 或者对我有威胁的悲弃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叶青兹看着楚慕 眼睛里闪烁着疑惑 楚慕明明是悲弃者 而且拥有众多 第四时代的重要悲弃 甚至古老受魂的悲弃 也在他的手上 但是 除了火妇人那批人 楚慕根本没有 遇到太强的悲弃者 悲弃者 本就是在血雨腥风中 飘摇 不断遇到其他悲弃者的追击 追杀 这些 楚慕 其实没有遇到过 是有人在保护着你吗 叶青兹猜测到 他将聪明的叶青兹楼得更紧了一些 低沉地说道 所有的悲弃者 都是天界悲 挑选出来最优秀的强者 作为继承他不死级的时代之位 这种人 大概有上千个 再加上贪婪的违悲弃者 他们都是一群 为了不死不折手段的疯子 但是 在前不久 悲弃告诉我 第四时代的悲弃者 只剩下两个人了 叶青兹愣了愣 有些 惊讶地道 两个人 一个是我 楚慕嘴角 泛起了一丝苦涩 眼睛里 已经泪金在晃动 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他 离我很远很远 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 直到 悲弃者之剩下两个人的那一刻 我才明白 他其实一直都在我身边 叶青兹惊讶地看着楚慕 开口道他 他一直在为你杀死其他悲弃者 和违悲弃者 嗯 楚慕 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1742章 日时的真面目 烈日照耀 万丈光芒洒落在 争民大地这块 变得无比空旷的土地上 因为大学的扰乱 现在很多人都不记得 现在是什么世界了 从争民大的 到北端领土的这条迁徙之路上 浩浩荡荡的长龙 卷起了一片烟尘 弥漫在空气中 阳光下的烟尘 总是给人一种烦躁的感觉 他们鲜明地在你眼前晃荡 蒙住了视线 更让人呼吸 都要小心翼翼 我们已经 踏入到北端领土将界了 一位新月殿军的将领 高声对排成长龙的 迁徙队伍说道 这一批人是 最早开始迁徙的 而且乘坐的都是速度 非常快的坐骑 像帝皇级 竹崽级生物 有些体型 可以达到数百米 甚至上千米 这种庞然大物 一口气 就可以驮数万人 坐在上面 简直就像是 坐在一块移动的陆地上一般 北端领土 过去是浑虫的事件 到处充斥着危险的森林 山岭 经过了几年的清扫后 这里渐渐地 变得适合人类居住 也经常可以看到 其他将近的人 到这里寻宝不重 第一批到北端领土的 大概有三百万人 这三百万人 主要是建造者 生活时 他们会在这北端领土 进行一番建造和改善 让之后 逐渐迁徙过来的人们 能够更好地居住 看见城市了 那就是北端领土的主城吗 感觉好庞大的样子 站在山岭渊兽 背上人说道 山岭渊兽 就是属于上千米体型的浑虫 大家索性 就在山岭渊兽的背上 搭建帐篷 感觉像是一座岛屿一样 不过 当他们看见 北端领土的主城的时候 这些人纷纷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迅速地将帐篷内的东西 都给收好 准备入住到这座新的城市之中 镇武的阳光 从高处洒落 照耀在北端领土的主城中 北端领土的主城 以白色调为主 城墙为浅蓝色 连面的城墙 从地平线 这头到另一头 根本看不到遮转 这让不少第一次 走出星月之地的人们 也算是大开眼见 这比万象城的城墙 不知庞大了多少倍 一直以来 人们都知道 星月之地 还有一块领土 是处在争名大地的北端 但大家没有想到 这块领土的城市 竟然如此气势磅礴 原本那些对迁徙 带着极度消极的人们心态 也随着这样一座城市 而渐渐乐观了起来 忽然 一层阴影缓慢地 从地平线上笼罩过来 在阴影巨大无比 将天空都给遮蔽了 所有迁徙的人们 都可以看到 那座主城的另一边 黑暗正在吞噬 慢慢地把整座 原本充斥在阳光下的城市 给吞没了 很快 这恐怖的黑暗 又朝着这三百万人的 迁徙长龙这里铺盖过来 看着这惊悚的画面 所有人陷入到了恐慌之中 黑暗非常的浓 扑打过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感觉就像是死神的披风 渐渐地将它们 给笼罩进去 所有人呆呆地站在那里 眼睁睁地看着黑暗 将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 快速地吞没 每五十年一次的日时 是日时 抬起头 果然天空中那轮烈日 出现了一条影线 然后慢慢地扩大 一点点地将整个烈日给吞没 烈日被吞没的同时 广袤的大地也被黑暗所统治 伸手不见五指 浓浓的黑暗里 谁也看不到谁 即便一些火系生物燃起了火光 也好像不能够将这日时 最初的黑暗给驱散 新月之等 万象城 这座城市莫名地变得萧条 满是灰尘的街道 空荡荡的宫殿 寂静的广场 所以 当黑暗慢慢地将这座城市的光线 给吞没的时候 一切都并不显得太过的突兀 楚慕坐在了眼魔宫穷顶的雕像上 黑暗降临的时候 他便抬着头 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天空中 那轮被慢慢吞并了的赤火药日 赤火药日出现了明显的黑色 缺口 最初的时候 是边缘被咬了一块 渐渐地变成了一扇弧形 慢慢关上的门 日时 日时 终究是来了 一种莫名道楚慕 自己都难以形容的复杂情绪 在他的心里涌起 那个 让人类世界无比恐慌 甚至愿意 将整个西部领土 都退让给他的魔物要苏醒了 而他就在这座星月之地下沉睡 他苏醒的那一刻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星月之地 如果他丧心病狂 看到这座土地上 到处是人类的城市 恐怕顷刻间所有的城市 都会被他碾为粉碎 用不了 多久 楚慕就会看到一片汪洋 这片汪洋会吞没掉 自己现在所占的这块土地 然后会有无数作恶多端的生物 在这里肆意妄为 毁坏掉数千年来 星月之地 人们辛苦建造的一切 楚慕 锦柔公主 坐在楚慕的旁边 唤了他一声 锦柔公主 似乎发现了什么 脸上的表情 有些惊诧 过了好一会 才回过神来的样子 怎么了 楚慕问道 我算过了 这天和那天是同一天 白锦柔说道 哪天 楚慕没明白 锦柔公主的意思 就是 雨缩告诉我们的那天 只有那天 站在万穷龙渊之上 抬起头 才可以看到天宫的存在 白锦柔说道 确定是同一天 楚慕也愣了愣 锦柔公主 认真的点了点头 日时的这天 即是可以看到 天宫投影的那天 这绝不可能 是一个巧合 或者说 雨缩在带他们 看这个投影的时候 其实已经隐晦到 告诉了楚慕一个 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飞上去看看 楚慕拉着锦柔公主的手 笔直地朝着 这日时真正的面目 楚慕和锦柔公主 离开了地面 飞入到了云端之上 过了云端后 又穿过了黑暗 冰冷的第二重天 继续朝着第三重天的 璀璨星河世界飞去 日时还在缓慢地继续 吞没了人类的土地后 日时的黑暗 还会继续吞向 海族横海和妖族大地 两人飞得越来越高 周围渐渐地出现了 很多星辰 陨石 他们或静止在 黑色的星空中 或绚丽地滑向人间 亦或者按照某个轨迹 在转动 楚慕和白锦柔 穿过了这些纷乱的星辰 陨石 朝着赤火药日的方向飞去 赤火药日离得他们 很远很远 楚慕和白锦柔 必须找到一个 视线不被遮挡的位置 才能够看清楚 日时的由来 终究是不是他们 心中猜想的那样 楚慕 来这里 锦柔公主找到了一处 没有星空尘埃的角度 从这里一眼 可以看到赤火药日 楚慕也落在了 那块巨大的陨石上 在第三重天 遥望赤火药日 赤火药日 会变得巨大无比 感觉视线 完全被这烈焰燃烧的 球体说 占据 光线从远处照耀过来 落在了楚慕和白锦柔的身上 带着一股最纯粹的热辣 最初 很多学者都认为 日时是因为赤火药日 短暂的失去燃烧 停止燃烧的赤火药日 自然不可能散落下光芒 而这些光芒 本身就是万物大地的能量本源 没有了这些能量本源 生灵自然会因此而削减 此时 站在第三重天 只是赤火药日后 学者们得出的那个理论 可以说 完全被推翻了 赤火药日 依旧在燃烧 没有片刻的停止 楚慕和锦柔公主 都可以清晰地 感觉到光线的火热 可是 为什么这些光线 没有照耀到人间大地上 为什么人间大地 会变得一片黑暗 楚慕和白锦柔 都没有说话 他们知道很快日时的由来 就会展现在他们眼中了 最崇高的天体 赤火药日悬挂 它代表着万物的本源之源 一切的生命 因它的燃烧而生 它是一个巨大的燃烧天体 燃烧了不知多少万年 它的光芒 洒落到了人间大地上 赐予人间大地能量 这才拥有了各种灵物 玄物 仙物 也诞生了各种元素界 浑虫 元素本身就是能量 而元素界 浑虫 就是由这些能量中 孕育而生的 有了元素界生物之后 懂得吸收能量 并且化为自己养分的 植物界生物 才慢慢地诞生 它们改变了 整个人间大地的环境 为妖兽界生物 提供了生存 有了妖兽界生物 就有了死亡 有了死亡 便有了亡灵 亡灵界生物 因此也诞生 元素 食物 妖兽 亡灵 组成了整个完整的 浑虫 世界 而这一切 又归于无尽燃烧的 赤火药日 曾经 人们认为 让万物衰竭 并变 死亡的日时 是因为赤火药日 短暂地停止了燃烧 但事实上 即便日时出现赤火药日 也依旧在焚烧 它没有停止 这就意味着 有什么东西 夺走了维持万物的 本源能量 终于 楚慕和白锦柔 等待的东西 出现了 就在赤火药日的烈焰之下 它在升空 它在缓慢地翻转 它在遮挡 吸收 掠夺赤火药日 原本赐予生灵的能量 看着赤火药日下方 那慢慢翻转的天之灵土 楚慕和锦柔公主 都惊恶地相互对望着 果然是它 最初踏入到天宫的时候 锦柔公主就很诧异 为什么如同一块圆盘一般的天宫 是垂直竖立着的 现在它明白了 当它天宫之土 翻转到平行的时候 赤火药日便会被其遮挡 所有的光线和能量 会被那十二个大阵 和三十六个小阵掠夺 没有一丝落入人间 而这 就是每五十年一次的日时 也就是说 是天宫在掌控 主宰着人间大地的生存规律 与生命法则 第1743章 在土地慢慢地翻转 完全化作了一个 悬浮在空中的 巨大土地圆盘 这个圆盘翻转的过程中 还在不断地上升 它所在的高度越高 所能够遮挡的范围越广 一直以来 人们都无法解释 越稀 日时 究竟为何出现 又有谁会想到 主宰着人间一切自然规律的 正是那座悬浮在 人间大地之上的天宫 当它保持着树立垂直的时候 日升日落 越阴越晴 但是在每五十年的 那特定的一天 整个天宫就会翻转和上升 这个翻转头下的 不仅仅是一个影线 将是一个遮蔽着人族 妖族 海族 兽族 鬼族 这六大族所有土地的黑暗 这个黑暗将持续 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这没有阳光的时间内 世间万物都会受到影响 生命的规律 也完全会被打破 而往后 因为黑暗所带来的恐慌 和资源的匮乏 又将引起种族的战争 战争之后 将是遍地的死亡 死亡之中 伴随着疾病 瘟疫 对整个生灵界 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一直以来 楚慕都认为 这是自然的法则 是亘古不变的规律 可是此时 眼前所见到的这一切 彻彻底底地推翻了他 原本根深蒂固的理念 楚慕呆呆地望着 那遮蔽了所有阳光的 巨大圆盘土地 从这个位置 他可以看到一个阵图的轮廓 这个阵图 正是一整座天城卫座 可以看到 一共12条阳光之线 笔直地射向了赤火药日 周边 还有36条 更加细的阳光之线 缠绕 当赤火药日与翻转的天宫 完全在一条轴线上的时候 那12条光线化 为了12条通天的光锁 光锁 固定在赤火药日上 让赤火药日 不再发生任何的偏显 所有的光芒 所有的能量 顺着这12条通天桥锁化 为了一个贯穿星河的锥形 全部注入到了天城之中 白色的天城 被烧得火红火红 刺眼的光芒 让人难以睁开眼睛 这就是日时 楚慕出神地看着这一幕 如果让人间大地上的人们 看到这震惊骇俗的一幕 人们很多很多观念 会不会就此崩垮 难以置信 难以自信啊 李老的声音传了出来 连你们妖族也不知道 日时就是天宫制造的吗 楚慕问道 李老摇了摇头 开口道 这个秘密 恐怕只有天宫的成员 那些到达不时及的 时代强者才会得知 我算是明白 那个女人 为什么要特意带你们 站在万穷龙渊中 抬头仰望天宫的投影王 其实她早已经知道 日时便是天宫的 翻转和上升 她还让我将那些种子 埋在那些镇眼 那些镇眼 就是天宫的日时镇啊 锦柔公主惊讶地 捂着自己的嘴 楚慕皱起了眉头 雨缩将那些种子 撒到天宫的日时镇中 到底又是在计划什么 少主 善恶始祖 是植物界中最早的生物 也就是说 善恶始祖 可以直接摄取 赤火要热的能量 现在 天宫明显是将 原本属于万物界的能量 给夺走 这股能量 可以孕育亿万万的生命 是这个世界上 最庞大的能量 她将那些种子 撒在日时镇中 很明显是在通过 天宫的这个日时镇 窃取最纯粹的 赤火要热的生命之能 李老恍然大悟道 仅凭那几个种子 窃取天宫的 日时镇能量 应该不太可能吧 白锦柔说道 那恐怕只是 她的一个步骤 楚慕说道 这女人 是一个极其擅长设计的人 那一次前往天宫 很有可能是 她这个计划的最后一步 在人间的某个地方 一定还有一个 她精心策划了 很久的巨大花阵 这个花阵 与天宫的那些种子相连 一旦天宫日时大阵 开始摄取能量的时候 她就开始疯狂地 窃取这股能量 如果她窃取成功 很有可能可以让 善恶始祖 直接跨入到不死即 李老说道 赤火要热的能量 何等庞大 若是将能量 聚集在一个生灵的身上 并且将其完全吸收 再加上善恶始祖 本身就是最古老的 赤火要日下诞生的生物 化身为不死即是 绝对有可能的 楚慕 你感应得到她在哪吗 锦柔公主急忙问道 阻止她 楚慕说道 不是 我在帮她撒那些种子的时候 曾侵入到一个 图腾性女的灵魂里 那些阵图是存在着能量 追踪 她如果利用那些种子 窃取能量的话 她的位置肯定就会暴露在一些 实力强大的图腾性女的感知中 天宫会派人去捉拿她 白锦柔说道 少主 他们已经行动了 李老指着天宫说道 楚慕立刻用魂念遥遥望去 果然在天宫之中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点 这些黑点 正迅速地朝着地面下坠 迅速地消失在了楚慕的 视野中 那些小小的黑点 正是天宫的禁卫龙族 出动的 很有可能是天宫的守望殿强者 楚慕 你不去帮她吗 白锦柔看到守望神殿 派出一支军团去捉拿 窃取者的时候 立刻有些焦虑了起来 白锦柔不喜欢羽梭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羽梭也是和他们 站在同一个阵营的 楚慕有些犹豫 记得在天宫的时候 楚慕就和她说得很清楚了 坚决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 可是 看到那一对 对威武的守望神殿强者 楚慕心里也有些担忧 这女人 胆子也真的太大了 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要知道 当初辉煌的七罪狐一族 和白海神 都是触犯了天宫条例 被守望神殿给压制 然后进行封印年城 像羽梭这样窃取 在天宫那里肯定也是 不可饶恕的重罪 若是被守望神殿给缉拿了 她不知要承受天宫 多么残酷的惩罚 楚慕 你真的不帮她 锦柔公主 有些诧异地看着楚慕 楚慕似乎对这一切无动于衷 这让白锦柔很不解 我不知道她在哪 楚慕说道 楚慕不是不想帮 而是她现在已经和羽梭解除了魂约 不可能知道 她现在藏身何处 少主 你不是有一滴她的悲气吗 说不定可以从悲气的一些记忆中 找到她不正的地方 李老说道 这 楚慕又有些犹豫了 事实上 这的悲气楚慕并不想去看 既然说定了 不再有任何的瓜葛 楚慕也不想再去追溯她的故事 快呀 你帮她成功跨入到不死急 她一定会帮助你对付 古老娇人的 锦柔公主说道 她跨入到不死急 要杀的人第一个就是我 楚慕苦笑地说道 不会 白锦柔很肯定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 不会 楚慕很不解 以她对自己的恨意 楚慕觉得 等她掌控了绝对的力量 首要报复的 未必是天宫 而是先对付自己 这女人的性情 从来就难以捉摸的 我会独心 她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杀你 白锦柔很认真地说道 有些人懂得隐藏自己的内心 白锦柔的独心术 无法看到一些意志力 非常坚强的思维 尤其是像雨缩这种 有双重性格的人 但是再怎么双重性格 本心只有一个 那天在天宫的时候 锦柔公主 在雨缩情绪失控的那瞬间 看到了她的本心 楚慕看着一脸认真的白锦柔 回想起她收起毒刺 将耳光打下来 落下这滴杯气的那一刻 好吧 楚慕打开了魂宠空间 将那一滴属于雨缩的杯气 给取了出来 楚慕将这一滴杯气 放在手掌心中 杯气悄然地融入到了 楚慕的皮肤内 然后缓缓地流入到了 楚慕的灵魂 流入到了楚慕那个 已经结巴了的灵魂伤口 位置 这个灵魂伤口 是雨缩灵魂断裂后 留下的伤痕 断裂的那一刻 简直痛不欲生 当这滴杯气 从伤口处缓缓流过的时候 楚慕的眼睛忽然 发生了变化 眼前的空间 出现了扭曲和变幻 楚慕看到了 时代大殿的轮廓 从模糊到清晰 时代大殿内 雨缩扬起手 狠狠地打在了 那个自己的脸上 同时一滴眼泪 从她眼角滑落 滴落在了楚慕的精神世界中 泪水 如同滴落到了 平静的湖水中 荡漾开了一圈 又一圈的涟漪 涟漪掠过空间 再一次出现了变幻 楚慕的眼神 渐渐恍惚 这个时候 景柔公主也伸出了手 轻轻按在楚慕的额头上 与楚慕一同进入到 这一滴杯气 记载的故事之中 白色的城 白色的宫殿 一切都是唯美的白色 静悄悄的一座长桥 像一道白色的彩虹 夹到了星河中的 一块漂浮的陨石上 陨石上面 有一座白色的亭子 楚慕就站在 这座白色的桥中央 景柔公主也站在旁边 姐姐 一个粉嘟嘟的小女孩 满脸委屈可爱的 从桥的另一边跑过来 她穿着漂亮的公主长裙 从虚无的楚慕 和景柔公主身边 直接穿过 奔向了陨石上面的亭子 亭子那里 也有一位小女孩 她文静 贤雅 气质 与正在小跑着的小姑娘 截然相反 甚至在她幼小灵动的毛子里 可以看到 只有成年人才有的睿智和淡定 景柔公主 看到这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后 都惊讶地看着她们 哪个才是雨缩 景柔公主问道 妹妹 楚慕说道 第1744章 完生姐妹 雨缩与妾 怎么了 姐姐挪了挪位置 让妹妹坐在自己身边 关心地问道 她们嘲笑我 说 我什么都不会 妹妹委屈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没关系的 你不需要会什么 学徒阵 学心鬼 是很枯燥的 她们其实也不喜欢学这些东西 只不过她们的长辈 要求她们这么做 不行 我也要学那些 不许她们笑我 看着妹妹一脸认真的样子 姐姐也只好点了点头道 那我教你 楚慕和景柔公主都走进了亭子 看着这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女孩 心里也多了几分惊讶 原来雨缩还有个姐姐 她们是孪生姐妹 白景柔 看着那位姐姐 本来 作为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应该不存在任何气质可言的 或者说像妹妹那样 又哭又倔强 才是一个女孩该有的表现 但是那位姐姐 真的太从容 闲静了 她的眸子清澈灵美 可是眼睛里流露出的 总让人感觉与她年龄不符 楚慕看着那位姐姐 回想起雨缩那些记忆里 心里暗暗奇怪 为什么自己看到的雨缩的那些记忆碎片 却没有她姐姐的身影 看着看着 这座亭子 慢慢地出现了扭曲 楚慕所能够看到的画面 变得渐渐模糊 模模糊糊之中 只有两个精致的小女孩的轮廓 还清晰可见 恍惚间 亭子已经消失了 景物像一张墨水画一样 扑开 楚慕看到了妹妹雨缩正站在天城的城墙上 此时的雨缩已经长大了一些 身材玲珑可爱 模样也渐渐地展现出了 她成年后绝带风华的雏形 已经显得美丽迷人 她依旧是穿着蓝色的裙子 紫色的头发 梳成了两条长长的马尾 像柳枝一样 垂到了她的腰侧 楚慕和白景柔走到了她的面前 发现她的目光正注视着天城外 楚慕 是那个白色小镇 白景柔指着城墙外面的那个镇子 楚慕一眼望去 发现镇子之外 一片狼藉的蚕尸 鲜血成西河 在青黑色的土地上流淌 楚慕非常清楚地记得 那天小镇 数千活人如牲畜一样 走到城外 去给那些从不知什么地方 攥出来的怪物们 生吃 那幅画面极其残忍 可怕 而十岁的雨缩 现在就站在城墙上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的发生 她呆呆地站在那里 好像灵魂也被那群怪兽给吃了 根本难以相信美好的天宫 天城竟然会发生 这样惨绝人寰的一幕 雨缩 雨缩 一位美丽的女子 慌慌张张地从远处跑来 雨缩还是站在那里 有些不敢相信地 盯着那血淋淋的一幕 你怎么可以到这里来 太不听话了 女子非常不满地呵斥道 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喂给怪兽 楚慕此时就站在雨缩 和那位女子的旁边 让楚慕非常惊讶的是 这个女子的容貌 楚慕竟然根本看不清楚 这是一位极其美丽动人的女人 偏偏楚慕注视着她脸的时候 感觉到的确是一阵朦胧 她没有戴面纱 却好像被珠连的面纱遮挡着 自己能够单独地 看到她的精致完美的五官 却总只看到 其中之一 人母 楚慕猛地想起来了 这个女人 不正是那位在帘子内修炼的人母吗 她的容貌千变万化 甚至可以 变成自己最熟悉的女人 楚慕 你认识她 白锦柔指着 正在责怪雨缩的人母询问道 楚慕摇了摇头 道 你能够看到她的样子吗 不能 好奇怪的人啊 总觉得她熟悉 又觉得她陌生 人母 将雨缩带离了这里 将她带回了天宫中 姐姐 雨缩被人母训斥了一顿后 就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看到姐姐 雨缩正在房间里看书 立刻乌叶地哭了起来 雨缩哭个不停 姐姐只好放下 那本厚厚的图阵之图 询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雨缩将刚才在小镇那里 看到的血淋漓的一幕 描述了一遍 姐姐雨缩 似乎已经知道了 这份残忍 只是保持了沉默 姐姐 他们不是都围绕着你转吗 为什么不能阻止他们那样做 那些人都好可怜 雨缩问道 那是守望神殿的事 我做不了 姐姐雨缩说道 雨缩依旧哭个不停 雨缩想劝慰她 倔强的雨缩 却一直要求 她救那些人 雨缩似乎习惯了妹妹这样的哭闹 淡定地打开了书 一边听着妹妹的哭闹撒娇 一边安静地用手指 轻轻地抚摸着书上的图印 将这些繁琐的 图文系在脑子里 雨缩见姐姐不理她 气呼呼地坐在旁边 嘀咕道 姐姐怎么可以跟那些人酿冷血 我们这里生老病死很缓慢 要想维持一个像人间大地一样的平衡 维持天宫和天成的长存 总会有一部分人要做出牺牲 事实上 不是守望神殿的人 将他们拿去 喂养那些可憎的怪物 而是他们自己在将自己 送下虎口 他们可以选择战斗 但是以他们的实力 与他们战斗 又是以卵基石 渐渐地 养成了不再争斗的怪异习俗 雨缩平和地说道 姐姐的意思是 这是他们不努力修炼的结果 雨缩说道 姐姐雨缩点了点头 可是 可是我也不修炼 为什么我不会被扔到那个小镇 雨缩问道 因为你是我妹妹 楚慕和白锦柔站在旁边 白锦柔小声地对楚慕说道 怎么感觉这位姐姐更像妈妈 她应该传承了一些东西 思维 智慧 理念和雨缩不在同一个年龄 楚慕说道 传承未必传承的是力量 还有可能是一些庞大的信息 就比如说 李老 她所拥有的知识 不是她自己获悉的 而是妖族使者的智慧传承 雨缩 姐姐表现出的那份 只有成年人的淡定 睿智 以及无所不知的渊博 足以表明 这位女孩所了解的 远超过了十岁的同龄女孩 而在对待孪生妹妹 很多时候 就像一位妈妈一样 照顾着她 安慰着她 教给她一些 她不会的 解答 她不懂的 确实 往后的几段记忆画面里 姐姐与切 一直都是那副大志尽腰的模样 很少 能够看到 她像其他孩子一样 露出纯净天真的笑容 也很少看到 她有愤怒和慌张的情绪流露 甚至在妹妹雨缩 各种撒娇 耍闹弄得她无比烦躁的时候 她 也不过是拿着书在那里 安静地看着 两个性格完全迥异的 孪生姐妹 不过 看得出来 雨缩很依赖她 什么事都要问她 受了委屈 第一个找的人 也是她 白锦柔微微浮起了嘴角 女孩只总是很容易 被温馨的事情所触动 事实上 白锦柔也没有想到 小时候的雨缩会是这样的 在她看来 那位姐姐反倒是雨缩才对 因为她们有着同样的睿智 冷静 楚慕心里则有些奇怪 雨缩的姐姐雨妾 到底在天宫是怎样的存在 记得雨缩从没有 提起过她有姐姐的事情 反倒是几次无意中透露了 她经常询问图腾女神 各种问题 难不成 姐姐雨妾 就是图腾神殿的神女 楚慕这个猜想 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 因为雨缩悲气里记载的这些画面 始终都是围绕着她和她的姐姐 不知不觉 雨缩和雨妾都十四岁了 化身为了美得不可放物的少女 尤其是 当她们穿戴一模一样 站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相互辉映 相互衬托的纯净之美 难以用言辞来形容 楚慕心里一直存在着 一个疑惑 那就是雨缩姐姐雨妾 到底是在天宫神女阁中什么地位 终于这一段记忆 让楚慕 证实了姐姐雨妾的身份 果然 她就是掌管着整个图腾神殿的 最高姓女 图腾神女 难以想象 一个偌大的天成 一个掌管着世间万物的图腾神殿 一个操控着生灵界自然法则的天宫 竟然会是 由一位年纪如此幼小的少女 来维持着的 但仔细一想 以雨妾所表现出的那份气质 的确与神女这个身份 非常符合 不惊不躁 无怒不笑 那份睿智和冷静 本就与她的年龄不符 很难想象在她脑子里 究竟承载了多少知识和理念 才会养成这样的星星 证实了雨妾的姐姐 雨妾是图腾神女 是因为雨妾身上发生的一件事 难得 雨妾收起了心思 捧了一本图腾之书 她在那座陨石亭中 静静地看着 这个时候 有几名二十岁左右的男女 从桥那边走来 有说有笑 他们好像没有发现在亭子里看书的雨妾 当他们踏入亭子里的时候 这几名男女那份放纵的笑意 立刻收敛了起来 神女恕罪 我们不知道 您在这里看书 是我们打扰您了 我们无意冒犯 还请神女恕罪 这几人惊恐地行礼 其中一人储慕认的 正是那位雨妾视为大仇人的于天 雨妾 看到这几个人如此惊慌的样子 顿时娇笑了起来道 我不是姐姐 我是雨妾 于天等人连柜里都行了 看着满是笑容的雨妾 四人面面相去 什么啊 原来是附庸品 雨天直接站了起来 嘀咕了一句 是啊 装得还挺像的 雨妾听到这些话 脸上的笑容立刻凝固了 附庸品这个词 雨缩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第1745章 完生宿命 上 雨缩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手上刚才阅读的书 已经被她撕成了粉碎 随着心智的成熟 她渐渐地发现 她的存在在天宫 其实毫无意义 每当有人将她误以为是雨妾的时候 紧接着 就是一个像刚才那群人那样怪异的眼神 然后就是一个 无比刺耳的附庸品这个词 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心里又是委屈 又是恼怒 她看着依旧站在窗边看书的姐姐雨妾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学会了 藏着自己心里的话 不与姐姐雨妾吐露 乘着雨妾不留意 雨缩开始背下图腾神殿中的一些重要的静置 和一些重要的图阵 图腾性女是有份级别的 只有到了一定级别之后 才能够学习更高强的图阵 封印 静置 而在雨妾的房间里 从最低级的图阵到最顶级的日式大阵 应有尽有 往常 雨缩总觉得这些东西很枯燥 从来就不看 她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但是随着年龄和心智的成长 她发现 自己想做的事根本得不到真正的允许 她也没有足够大的权利 几乎什么事 也都要通过姐姐雨妾的许可 叛逆期到了 白锦柔 看着渐渐藏着心思的雨缩 和开始偷偷学习 各种只有图腾神女 才可以学习的能力后 做出了一个评价 确实 少女阶段 总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尤其是生活在这样一个 如女神一般的姐姐光环下 她在做什么白锦柔 看着雨缩从密道跑出了神女阁 雨缩跑出了天宫 又通过一条特殊的空间通道 离开了天城 抵达了那座小镇之外 她将一些窃取的能量金石 按照规律摆放在小镇外的 青黑色土壤中 在那里组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镇图 应该是想 取缔掉那座小镇的活人寄险 楚慕说道 这些画面 楚慕从雨缩的记忆里看到过 她独自一人跑到了城市之外 设下了一个破坏力极强的杀阵 当活人寄险的那天到来 楚慕和锦柔公主 看到了雨缩站在小镇中 她在那些怪物们奔跑过来 飞翔过来 从土里钻来的时候 开启了这个强力的杀阵 巨大的杀阵豁然出现 吸纳了日月之力 变成了一柄秉丽刃 将那些吃人的怪物 给全部撕成了粉碎 小镇中 那数千人呆呆地看着这个杀阀阵 一时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每年这个时候 都会有人死 这个传统 已经持续了不知多少万年 从没有打破过 但是在今天 因为雨缩开启了这个杀阀阵 这些人活了下来 血肉横飞的不再是人类 而是那些丑陋的怪物 小镇活下来的人们呆住了 整座天城的守卫们 也看得呆住了 但是 很快破坏了规矩的雨缩 就被守望神殿的人给带走了 楚慕和锦柔公主 所能够看到的画面 转变得非常快 他们看到了被紧闭起来的雨缩 看到了她与 姐姐与妾的争吵 看到了她在受到惩罚之后 依旧选择自己认为 这些怪物 冷血 无情 你没有一点同情心 这和同情心没有关系 有些规矩不能被打破 你看到的 只是表象 活生生的人 拿去喂养那些怪物 然后整座城市的人 看着他们被吞被杀 他们是我们同类 你们这些漠不关心的人 和那些野兽有什么区别 你不懂 有些人注定要牺牲 天宫的平衡 才不会被打破 天宫的规矩 天宫的平衡 天宫的法则 成天听你说 这些该受惩罚的人 放任不管 滥用职权的人 继续身居高位 为非作歹的安然无恙 明明可以杀死战胜的怪物 却要妥协 用活人去喂养 接下来有很长一段 记忆 楚木看到的 都是一个紧闭屋 雨缩倔强地在屋子里 没过多久 姐姐雨切总会带她出来 她心里其实很高兴 却又板着脸 一副坚决不会妥协的样子 这是最后一次 不要再任性了 姐姐雨切平静地说道 你这句话说了很多遍了 雨缩可不管她 雨切打开镜之后 她就跑出去了 楚木 天宫 为什么要让那些活人 给那些怪物吃 我也觉得 雨缩做的没有错啊 锦柔公主寻问道 应该是这块土地上 栖息着一只 足以威胁到天宫的生物 这个生物 需要靠吃这些血统 纯净的活人 来维持它的生命 楚木说道 这是楚木 从雨缩的记忆中得知的 果然 雨缩连续杀死那些天妖 天魔导致的后果 出现了 在一个月血红的夜晚 天成的四面八方 涌现出了树枝不尽的 天妖怪和天魔怪 天妖怪 是飞翔着的怪物 它们的手臂下有肉翼 连到了腿部 看上去 像是兽型的蝙蝠 獠牙 利爪 这些怪物 密密麻麻地遮蔽了天成 又如潮水一样 将天成外的一切 给吞没 城市被摧毁 城市的守卫被杀死 就连天宫也遭受到了重创 整座城市 鲜血淋漓 到处是被咬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天成 天宫 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死去的人 远远超过了每年要极限的那些胡人 甚至不少强者 也在这场可怕的天妖 天魔袭击中 丧身 天宫结界内 羽梭失魂落魄地 看着血淋漓的天成 在她的旁边 是羽切 羽切的眼神 依旧那么平静 根本没有一丝 情绪的波澜 姐姐 你为什么不出手 羽梭问道 图腾神女 只要她出手的话 这些怪物 根本不可能闯入城市 也根本不可能会造成 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 守护天成和天宫 他们被杀死 羽梭内心无比愤怒 图腾神女 她掌控的力量 可是不死急的 别说是消灭这些 侵入城市的怪物 就算是那只威胁到 天宫的妖魔之祖 也可以杀死 只要将妖魔之祖杀死 天宫 不是没有顶话了吗 为什么她不出手 为什么她要这么冷血地 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羽梭不明白 羽梭根本无法理解 姐姐的这种冷漠的行为 更无法理解她 身为天宫 最高权位者 怎么可以不理会天宫成员 天成民众的死活 她浑身上下都是规矩 规则 法则 身体 眼睛 灵魂都被这些东西 缠绕得严严实实 不存在一点点的电通 羽梭甚至怀疑 姐姐羽怯是否还存在着 人性这个理念 为什么图腾神女不出手 锦柔公主 怀着和羽梭一样的疑问 楚慕摇了摇头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姐姐羽怯不出手 记得羽梭曾说过 图腾神女只管一件事 那就是时间 可那应该是羽梭对姐姐的 一种讽刺吧 每件事都有因有果 你救了那些闲散的几千人 却让几万强者因此丧命 羽梭 别再逾越天宫的任何规矩了好吗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人死去的话 羽切对羽梭说道 那是因为你不救他们 羽梭很失望 在她心目中 姐姐就是最完美的人 又是最渊博的人 但是看到 她这样冷酷无情后 羽梭对她越来越失望 她不明白在 一个个鲜活的人 被那些怪物吃下去 在整座城市陷入到恐慌的时候 明明拥有改变一切力量的她 却要躲在最安全的天宫结界内 然后静静地看着那一切的发生 她不出手 是因为她害怕 每一个踏入到金字塔顶端的人 都是这样贪生怕死 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 从来不会做任何威胁到他们的事情 宁愿妥协 宁愿让大多数人牺牲 也不可以让自己受到一点伤害 楚慕 羽切真的是那么冷邪的吗 锦柔公主看着羽梭和羽切的争吵 情绪已经完全被他们 这对孪生姐妹之间 完全不同的理念夙愿给牵引了 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象 楚慕觉得羽切的这句话很对 年轻的人他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 但是叛逆的 他们又觉得自己已经可以读懂一切 他们会将看到的表面 当作事实的真相 并且自我为中心的固执 让他们对这个真相深信不疑 偏激 偏狂 就像小镇的这数千人的喂养背后 是几万人的生命丧失 楚慕觉得姐姐羽切不出手 是有她的原因 而这个原因即便告诉羽梭 偏狂的羽梭也不会相信 并且会找出她自己的理由来推翻 羽梭 别去黑暗悬崖 那里诞生了一个新的药物 除了花 我什么也没看到 总之别去 你身上有和我一样的气息 他们会把你认为成我 想尽一切办法杀死你 听到这句话 羽梭就非常烦躁 道 你是你 我是我 反正你是个冷血的人 就算我有什么危险 你也可以像当初那样平静地 看着我死掉 免得让你觉得 我是一个麻烦 我没觉得你是麻烦 你是我妹妹 妹妹和附庸平有什么区别 你也在滥用职权 我做了这么多触格的事情 本应该像小镇那些人一样 被怪物吃掉 就因为我是你妹妹 所以 还可以像往常一样 在天宫里晃荡 现在不知道多少人 恨不得我死呢 羽梭自嘲道 羽梭 姐姐羽怯 眼神忽然变得凌厉 她生气了 这是楚慕和白锦柔 第一次看到 姐姐羽怯生气 羽梭不敢再说话 她也没有想到 一向温文尔雅的姐姐 会这样呵斥她 黑暗悬崖正是在天成天宫的后方 这里是一块完全荒芜的大地 没有任何的生命 也没有任何的植物 事实上天宫这块土地上 也很少能够看到植物 所以当羽梭很小很小的时候 发现黑暗悬崖盘 出现了一株圣蓝色 与烟红色交织的善恶花的时候 羽梭便将那里 当作了自己秘密的小事件 伤心而幼 不想告诉姐姐羽怯的时候 她就会坐在悬崖边上 吹着从星河外迎来的风 看着远方无尽黑暗中的遥远行程 考虑到植物的生长 是需要养分的 每隔一段时间 她都会偷偷地 从人母的房间里 去窃取神鹿的能量 她没有将整滴神鹿给拿走 只是汲取其中一部分能量 然后滴在那一株圣蓝花 和烟红花的花瓣上 让这一株开在天宫的花 能够继续成长 神鹿是羽梭 用来静养之用 能量缺失了她 其实非常清楚 她也知道是谁做的 相比起胡乱地 去杀死那些天妖 天魔 羽梭觉得 羽梭这种拿神鹿 去滋养小生命的行为 是无伤大雅的 对此 从来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万楼之楼的月拳 这里同样是羽梭 经常会来的地方 以前还有一些女孩子们 会在这里玩闹谈天 但也不知道 是姐姐为图腾神女的关系 还是因为羽梭放过 让城市陷入恐慌的措施 那些原本经常在这里 出现的少女们 都会有意无意地 对羽梭敬而远之 天宫变了 听别人说 从这个泉水 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世界 于是 他一直凝视着 凝视着平静的泉水 这个泉水 可以看到我们的世界 白景柔站在羽梭旁边 很认真的看着泉水 可以 这是静泉 魂殿 就有这样的泉水 可以看到不朽成的画面 楚慕点了点头 我想 这个时候的他 一定很向往人间大地 白景柔轻声说道 在一个到处都是约束 和管制的环境里 特立独行 确实会付出代价 楚慕说道 两人交谈的时候 泉水旁出现了一个人 那人二十岁上下的样子 看上去文质彬彬 眼睛里 却藏着很多别的东西 雨缩 男子浮起了 笑容 走到了他的面前 雨缩看了眼 男子 心里生起一丝厌恶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雨缩现在 已经不再穿着 和姐姐与妾一样的衣服了 打扮也总是走自己的 风格 所以现在不再会有人 将他和姐姐与妾 混淆在一起 至于眼前这个人 雨缩心里厌恶是很正常的 他可不会忘记 那次在亭子那里 这个家伙以为自己没有听到 现在竟然总是喜欢 在自己面前出现 并且大献殷勤 有些人还真是有趣 别人还小的时候 说别人是附庸品 现在长大了 变得漂亮了 就开始放下脸来追求 白锦柔说道 楚慕没有说话 如果仅仅是因为一句附庸品 雨缩应该还不至于 对于天有那么大的恨意 难不成是于天 用了什么阴谋诡计 对他做过一些不耻的事情 也不对啊 那个人是自己才对 前阵子我们在城外巡逻 你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吗 于天开始找话题 雨缩一点兴趣都没有 于天还在那说着 是一种植物浑虫 听老一辈的人 说一种花魔十足 你不知道 当时的画面有多恐怖 整个黑暗悬崖下面 密密麻麻 全部都是花的藤蔓 一根根像妖魔蟒蛇一样粗壮 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蟒蛇窝 黑暗悬崖 雨缩愣了愣 那里不就是自己喂养 那珠上鳄花的地方吗 那珠上鳄花很幼小 天宫这种环境 本身就非常不适合植物的生长了 若不是雨缩这些年来 用神鹿的滋养 那一颗小小的上鳄花 肯定已经枯萎死去 可是 让雨缩没有想到的是 黑暗悬崖下面 竟然还有一个 那么恐怖的花魔十足 那珠小上鳄花 肯定会被吞掉的 雨缩想都没有想 便立刻朝着黑暗悬崖跑去 那一株花 是整个天宫唯一的一朵 在雨缩看来 它就像自己一样 生活在一个 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环境中 而且 这么多年来的滋养 雨缩已经将它看作 是自己的魂宠了 它怎么可以让它 被黑暗悬崖下面的 那个怪物给吃掉 上鳄花 就是那个花魔十足 雨缩 这是多虑了吧 白锦柔看着心急如焚的雨缩 开口说道 嗯 可能在很多年前 上鳄花确实只是一小猪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楚慕心里 终究是带着那份疑惑 为什么雨缩 会对于天 存在着那么庞大的恨意 而如果雨切 就是图腾神女的话 那么雨缩现在 所做的事情 不就是完全狠 姐姐雨切被盗而驰 甚至是对立关系吗 他们姐妹之前 出现了一次巨大的裂痕 让他们从最亲密的亲人 变成了仇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楚慕觉得这未免也太悲哀了 但是 楚慕又总觉得 事情应该不是这样 雨缩内心的那股怨气 与愤怒 很难言明 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反目成仇 雨缩和姐姐雨切的性格 确实不相符 可看得出来 她对姐姐的依赖 还是和小时候那样 姐姐就像妈妈 而雨切的那份从容 淡定 知性从来就没有变过 同样的她对妹妹雨缩的 各种叛逆 无理取闹 也都是带着宽容的态度 雨切的笑容 也只有看到雨缩的时候才会有 他们的这种关系 应该是不会受到外界 任何干扰和分裂的 楚慕 你在想什么呢 锦柔公主看着不说话的楚慕 询问道 我在想 刚才于天的那个眼神 楚慕说道 雨缩没有任何的魂虫 她到黑暗悬崖 只能够自己奔跑 渐渐的 她已经走出了天城 穿过了天宫背后那块荒芜的土地 渐渐的远离了天宫 黑暗悬崖越来越近了 想到悬崖下面 还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花魔怪物 雨缩脸色也有些苍白 可她怎么忍心 看到那一株唯一的花 就那样被吃掉 咯吱咯吱咯吱 忽然 雨缩前面的土地裂开了 出现了一条巨大的缝隙 青黑色的土地缝隙之中 一颗没有头皮的怪物 从里面钻了出来 紧接着是她的爪子 她的手臂和爪子之间 连着黑色的肉翼 看上去跟蝙蝠的翅膀一样 这样的怪物 雨缩已经见过无数次了 甚至在噩梦里 也经常看到 正是威胁到天宫存亡的天魔 这里怎么会有天魔 天宫的背后 到黑暗悬崖的这块土地上 根本就不适合任何生物气息 这里是完全的荒芜 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怪物出现 可是 天魔出现了 就在自己的眼前 她的身躯并不巨大 然而从这个家伙的气息上 雨缩就能够判断出来 这是自己见过的天魔中 最强最强的一只 这已经不是普普通通的天魔妖物了 而是一只真正的天魔之王 从天魔的那双眼睛里 可以看到这个怪物的愤怒 因为在以往漫长的岁月中 他们天魔一族 都是可以品尝的人类这样的美味 可忽然有一天 他们那些去用餐的天魔生物 却被这个少女给无情地杀死了 一个都没有活着回来 下下 多美味 多美味的一个女人 天魔之王张开了嘴 满是粘稠唾液的喉咙中 竟然吐出了人类的语言 雨缩呆住了 她从没有想到 这天魔怪物 竟然会说人类的语言 一旁的楚慕和锦柔公主 同样也愣住了 某些精神力强大的魂虫 可以与人类进行精神上的交流 但是要进行语言上的沟通 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老儿 愚人公主那种 都是种族使者 他们是因为拥有人类血统 才可以口吐人言 难不成这丑陋无比的天魔怪物 也拥有人类的血统吗 我 我喜欢 喜欢你身上 身上的味道 天魔之王迈了步子 朝着雨缩走去 雨缩下的脸色发白 被这个怪物可怕的气息笼罩着 离他越来越近 这个时候 雨缩脖子上 那枚紫色的水晶坠子 似乎感应到了他的生命危险 忽然绽放起了紫色的光芒 楚慕看着这个紫色的水晶坠子 忽然间想起了 当初在万象城与他战斗时 他的这个水晶坠子 似乎是被自己击碎了 而没记错的话 雨缩的脖子上 也挂着这么一个一模一样的水晶坠子 水晶坠子 形成了一道紫色的屏障 保护住了雨缩 但是天魔的力量非常可怕 一掌拍下 这水晶保护瞬间化为了粉碎 卷起的庞大能量 几乎让这块荒芜的土地都粉碎了 雨缩整个人被恐惧占据 学习的那些防身的咒语 根本用不上 即便他成功念出了咒语 面对这样强大的天魔之王 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看着雨缩已经没有一点防御的 暴露在那个怪物的沼下 白锦柔也紧张了起来 这时天宫的方向上 一道紫色的光芒 如愤怒流星一般朝这里飞来 速度快的难以想象 第1747章天宫浩劫 浩墙 白锦柔惊愕地看着这道 瞬间从天宫位置出现在这里的光影 满脸惊讶地说道 楚慕也愣住了 这种速度远超出了楚慕的想象 楚慕即便施展开一瞳 看到的也是一道模糊的光芒飞来 速度快到根本无法捕捉到 楚慕和白锦柔 都是一直追随雨缩的记忆 从年幼的时候到渐渐成长 姐姐与切叠楚慕和白锦柔的感觉 就像一位柔柔弱弱的女孩 感觉不到她身上的一丝火气和燥气 完全像一位出尘柔软的女孩 但是 当姐姐与切从天宫飞到这里的那一刻 与切那副儒雅 闲静的模样完全被颠覆了 楚慕和锦柔公主 看到了一个头发飞扬 气质凛然的少女 她飞过的地方大地裂开 她悬浮的位置 众多陨石盘绕 这股气势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楚慕和锦柔公主 看得仅仅是雨缩的记忆 但站在那里 他们同样感受到了姐姐 雨缩那股不可一世的强大 姐姐 雨缩眼泪已经涌了出来 死亡压来的那一刻 她脑子里全是姐姐的模样 索性她真的赶来了 雨缩孤傲地悬浮在 那只天魔之王和雨缩之间 她看了一眼手臂正在流血的雨缩 那双眼睛变得无比凌厉 咒语念起 姐姐雨缩 宛如一个主宰着世间 一切毁灭力量的死亡女神 她用图阵引动了天外的陨星 朝着天魔之王轰去 天魔之王站在那里 这个魔王似乎知道自己 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下这个女人 哪怕一招力量 她站在那里 像个疯子一样 癫狂地大笑 陨星 杂落 天魔之王被直接轰杀 身躯 变成了肉酱到处飞散 轰隆声中 似乎还可以听到 那个天魔之王狂野的大笑 笑声 尖锐刺耳 楚慕和白锦柔 看到这一幕后心中的亥然更深 这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女 竟然掌控着的是不死即的力量 要知道那天魔之王的实力 绝对不逊色于人类领袖的 任何一只高等不朽及浑虫 而羽怯 仅仅是引动了一个陨星之阵 便将其轰得什么都不剩下 楚慕和锦柔公主 都有些不敢相信 这真的是那位面对自己 无理取闹的妹妹 还能够安静读书的的少女 这种藐视一切的力量 若是在人间大地上 恐怕 那些所谓的领袖 八大势力 皇族 在他眼里 全是笑话 不死即 这应该是楚慕第三次 见到不死即的力量了 第一次楚慕是在天界碑中 看到了白海神吞没 天宫时的浩瀚场景 第二次是在邪庙 只是黑火药日所看到 那个不知多少年代的黑眼魔 而这一次 楚慕是从羽梭的记忆中 看到了不死即的力量 这股力量 正是源自于一个 看上去没有一点火气的少女 楚慕本以为姐姐羽怯 应该还处在一个 图腾神女的慢慢长成阶段 等到她更加成熟之后 才有可能 掌握着真正的神女之力 谁知道她这个年龄 就已经是不死即的存在 难怪当初白海神 也没能够毁灭天宫 只要有图腾神女在 一位不死即强者 是根本不可能让天宫覆灭的 不过 这又让楚慕 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既然天宫存在 这样一个近乎无敌的强者 那么那个 能够威胁到天宫的天妖魔一族 岂不是也拥有 无比恐怖的强大生物 还有 为什么那只天魔之王 被杀死前 他要那么癫狂的大笑 他难道一点都不害怕死亡吗 姐姐 雨缩已经吓坏了 扑到了姐姐雨切的怀里 姐姐雨切轻轻地安抚着她 对她说道 自己能回去吗 嗯 雨缩点了点头 回去吧 雨切说道 雨缩疑惑地看着她 姐姐不跟我一起回去吗 我就在你身边 你闭上眼睛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睁开 雨切平静地对她说道 为什么 雨缩不明白 雨切没有回答 只是用那双平静的眼睛 注视着雨缩 雨缩依旧没有明白 她 看着姐姐雨切 终于 雨缩没有再询问了 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记住 不要睁开 朝着天宫的方向走 雨切说道 嗯 嗯 雨缩认真地点着头 撕了 忽然 地表豁然地裂开 就在雨切的背后 无数粉碎飞扬的巨石之中 一只体型巨大的天妖魔耸然出现 几乎霸占了整个黑幕 黑色的肌肉上 满是毛茸茸的鬼刺 胸膛的腹肌上 是一张满是獠牙的争鸣大嘴 长长的手臂垂落下 连着一对巨大足以遮蔽星空的黑色肉液 一张满是毒瘤的面孔 缓缓地凑了过来 露出了一副无比 贪婪可怕的微笑 姐姐 雨缩 听到了令她头皮发麻的可怕声音 顿时下的浑身发抖 按照我说的 雨切 依旧保持着那份平静 雨切的这份平静 让雨缩心里有了些许安慰 她 尽量不去想那可怕的声音 是什么 艰难地迈开步子 朝着天宫的方向走 雨缩走出了几步 忽然 两旁的地表也恐怖地裂开了 同样猙獰的面孔 蝙蝠的肉意 猙獰的笑声 蹦 蹦 蹦 大地连续地碎裂开 整块青黑色的土地乱石飞扬 一只只怪物恐怖地从地底下钻出 可以想象 当一片平坦的青黑色土地碎裂 被密密麻麻的天魔妖怪物 占据实惠是怎样一副颤人心魂的恐怖画面 楚慕和锦柔公主都呆住了 这些天魔妖怪的气息非常非常强 任意一只都是到达不朽级的 他们在围猎 围猎这两个孪生少女 准确地说 他们是在围猎天宫的图腾神女 他们要将图腾神女留这块土地上 羽梭现在不是不想睁开眼睛 而是他现在连睁开眼睛的勇气都没有 楚慕和白锦柔看到的是羽梭的记忆 也就是说 这一幕楚慕和白锦柔看到的 只有一片黑暗 可是 周围山崩地裂一般的声音 周围令人心悸地咆哮 足以让楚慕和白锦柔想象 得到周围充斥着树枝不尽的天妖魔怪物 羽梭娇弱的身子在剧烈地颤抖 他紧紧地闭着眼睛 一步步地往天宫的方向走 眼泪一滴一滴地从他脸颊上滚落下来 那一滴滴泪精下坠的过程中 映射出了当时的画面 黑压压的妖魔 把一切光芒都给遮蔽了 不留一丝丝的空隙 潮水 狂云的天妖魔群中 一个四星辰般璀璨四角月一般圣洁的身影 在这妖魔怪物 如电光一般穿梭 这一幕 即便看不到 楚慕和白锦柔 也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 柔弱的少女 穿着圣蓝色长裙 紧紧闭着眼睛 一边落泪 一边朝着天宫走去 在她的前方 黑压压一片的天妖魔 如一座座叠叠 层层的黑色山巒 宛如坠入到了怪物的深渊之中 看不到一点光芒 而在她的身旁 另一个和她一样 穿着圣蓝色衣裳 甚至模样 都极其相似的少女 始终缭绕着她 一身蓝色衣裳 化为了烟红的颜色 一头紫色的长发 同样染成了血色 这仅仅是一份保护 可是却让楚慕和白锦柔的内心 无比震撼 这是一个陷阱 这些妖物 好像埋伏在那里 就等着羽切的出现 这一定是一个陷阱 白锦柔说道 羽切在飞到这里的那一刻 就知道 这是一个陷阱了 不知道是姐姐 羽切不想让羽索 看到自己化身沙魔的样子 还是不想让羽索 看到那些怪物争鸣可怕 而丧失前进的勇气 所以 她让胆小的妹妹羽索 闭上眼睛 不死即在 楚慕眼中 便是神一样的存在 可是 她面对的是 树枝不禁的不朽级的天妖魔 甚至在羽索的泪金坠落的时候 楚慕看到了一个 更加惊悚的画面 尽管看到的只是一个头颅 但楚慕可以肯定 正与图腾神女 羽切战斗的那个 最巨大的怪物 就是让整个 天宫闻之丧胆的天魔之祖 连天魔之祖都出现了 这必定是一个 精心策划的陷阱 有人利用了羽索 和羽切孪生姐妹的关系 将图腾神女羽切 引到了这个陷阱之中 然后对图腾神女 进行了一场可怕的 围猎 这块土地 就在天宫的后面 但是秘密麻麻的怪物群 阻隔了守望神殿 所有守卫者的救援 图腾神殿人母 龙姬 这种级别的人物 都已经出手了 一场 天宫与天妖魔的战争 也因此迅速点燃 密密麻麻的黑色 是凶残可怕的天妖魔一族 整整齐齐的白色 是天宫的战士 当羽索睁开眼睛 看到从未见过的 巨大规模的战争 在天城和这块土地上爆发之后 他内心没有了恐惧 也没有了震撼 这一刻 他明白了 在小镇死亡的背后 隐藏着什么 更明白了 姐姐羽切的出手与否 又意味着什么 因为不懂事的自己 一场天宫浩劫 就此爆发 重归于平静的时候 鲜血已经染红了 整片大地 缓慢缓慢地流淌着 尸体在血水之中浸泡 恶臭弥漫在了空气中 雨索安全地走回到了天宫 她的鞋子和衣服 都溅满了鲜血 就连脸上也是血迹 她看着这从未见过的灾难一幕 叫着羽切的名字 她不会有事吧 锦柔公主担忧地问道 楚木指了指尸体 堆积成山的那个方向 一对白色铠甲的高级 近卫军 一群飞翔在上空的白色巨龙 他们簇拥着浑身鲜血淋漓的少女 缓缓地走了出来 在雨索的印象中 姐姐应该一直都是那副 平静如水的模样 又何曾见过她像现在这样 如同一位杀戮女神 更又何曾见过她 流露出如此疲惫的模样 雨索朝着她跑去 这个时候 那些禁卫军却拦住了她 不让雨索靠近 雨切半分 雨切只是微微一笑 什么也没有说 跟随着这些白色的禁卫军们 走入了天宫 这一刻 雨索忽然感觉到不对劲 这些原本应该是保护她 禁卫她的禁卫军 为什么反而像是压戒着她 时间好像过了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雨索一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在她的房间外面 总会有两名女禁卫在守卫着 要走出房间的话 这两名禁卫军就会跟随着 她想要离开神女阁的话 两名女禁卫就会阻止她 她已经有一阵子 没有见到姐姐与妾了 这种被软禁的感觉 让她感到越来越不安 忽然 房门被推开了 楚慕看到了一位浑身上下透着成熟 端庄 美丽的女人走了进来 楚慕看不见她的相貌 很显然 这正是那位无比神秘 特殊的人母 姐姐呢 她在哪 为什么我找遍神女阁都没有看见她 你们把她带到哪里去了 雨索抓着人母的袖子 急切无比地问道 人母没有回答 只是在雨索房间走了一圈 随意地选了一本书道 接下来时间 你每天到我房间里修炼 我会教了一些东西 雨索愣了愣 人母的这句话 让她感到无比熟悉 因为在她们姐妹 还年幼的某一天 也是人母走入她们的房间 用同样的语气和言语 告诉雨切这句话 往后 姐姐雨切便离她越来越远 她是图腾神女 而自己什么也不用做 甚至可以不需要像其他姓女一样修炼 喂 为什么 雨索疑惑地看着人母 图腾神女的位置不能空缺 人母淡淡地说道 听到这里 雨索就知道发生什么了 我要见我姐姐 不行 见不到她 我不会学那些无聊的东西 雨索很认真地说道 图腾神女之位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继承的 要培养一位图腾神女 不仅需要血统纯正 还需要她拥有承受得了神女理念的灌输 雨切既然是图腾神女的合适人选 那么 作为妹妹的雨索 同样是具备这个条件 缺少的 只是一个长时间的管制 灌输 教导 而负责教导和培育神女的人 就是人母 图腾神女的选择 也是由人母来决定 雨索不明白人母为什么要选择自己 自己的性格 根本就不适合成为图腾神女 只见一次 人母最后还是同意了雨索 雨索在守望神殿 看到了姐姐雨切 那场灾难一般的战斗中 她受伤很重很重 即便过了这么长时间 雨索还能够看到她那份疲惫 为什么他们要把你软禁在这里 你是图腾神女 他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雨索看到憔悴无比的姐姐 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 我不是了 你才是 雨切平静地说道 我不是 我根本就坐不了这个位置 雨索清楚自己的性格 也清楚自己所学习的东西 姐姐雨切来得多 很简单的 图腾女神要掌管的只是时间 但你要记住 不要轻易逾越这个界限 雨索摇着头 在她心里 没有人比姐姐雨切更合适 图腾神女这个位置 我不应该听信那个恶魔的话 我不应该离开天宫 他们不放了姐姐的话 我不会去学那些东西 雨索知道 这个陷阱必定和于天有关 她在利用自己和姐姐的关系 设下了这个圈套 别任性 因为我的灵魂受伤 掌控的时间已经紊乱 接下来死亡的生灵 会远大于这次战争 你要做的是将这一切补救回来 我不懂 那些生灵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很快就会懂吗 他们会怎样惩罚你 不是惩罚 是我甘愿为自己做错的事 而弥补 人母没有让雨索和雨切说 太长时间的话 雨索哀求人母 希望她能够宽恕姐姐 雨切 做错的明明是我 一切也是因我而起 为什么要惩罚她 你没错 人母说道 如果不是我跑出去 姐姐就不会为了救我而来 也是我惹怒了那些妖魔 你没错 错的是她 人母依旧用一样的语气回答 白锦柔站在一旁 有些不明白地看着楚慕 为什么她们不惩罚雨缩 却要让身为图腾神女的雨切 遭受责罚 白锦柔问道 楚慕刚才也一直在奇怪这个问题 但很快楚慕就想明白了 忽然间觉得天宫的规则 的确有些残忍 图腾神女掌管着时间 这个时间应该是生灵大地的时间 日生日落 越阴越晴 很有可能就是万物繁衍的潮汐 如果她受了无法调和的重伤 那么生灵大地的一切就会紊乱 白昼颠倒 万物无序 人母说错的人是姐姐雨切 是因为身为图腾神女 她不应该离开天宫 即便关系到妹妹的生命 她也不能离开 这很残酷 很残酷 雨缩在天宫没有任何的职位 她离开天宫 是不会对一切有任何的影响 即便她被天妖魔给杀死了 但是雨切不行 她是图腾神女 她必须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 更不应该善离职守之后 引发了这样一场危害到整个天宫安危的事情 甚至因为她的受伤 万物生灵将进入一段昏暗的时期 图腾神女只要做一件事 看似很简单 可一旦出错 造成的后果难以想象 接下来很长很长时间 雨缩再也没有见到姐姐雨切 她每天重复地做着一样的事情 她还不是图腾神女 却在为继承这个位置而学习 时间好像因为不断地知识灌输 而无限地延长 以前在被说成附庸品的时候 雨缩也曾想过 自己与姐姐雨切替换 成为图腾神女 可还没有真正成为图腾神女的时候 她已经感觉到了 如枷锁一般的巨大使命压在身上 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重得让她险些失去了原本的自己 容不得一点放肆 不允许半点出错 她渐渐地明白 为什么姐姐雨切替要说 她才是自己的附庸品 小镇的人依旧在死亡 她已经不敢像以前那样 去杀死天妖魔救他们的性命 因为她知道了 救他们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她不敢去悬崖边 照顾那唯一一株盛开在天宫大地上 还有天妖魔在等待自己 时间变得度日如年 图腾神女掌管着万物生灵时间 却无法掌管自己的时间 她流逝得很缓慢 很缓慢 明明还是只有十五岁 雨缩却感觉比过去十几年还要漫长 我想见她 不行 她还在受罚 我要见她 不行 终于 骨子里的叛逆 让她无法再忍受这种看不到姐姐的生活 就在她即将继承图腾神女之位的前几天 她通过那条密道 离开了神女阁 她知道姐姐在哪里受罚 她蒙着面纱 穿入了守望神殿 抵达了轮盘神殿 在轮盘神殿的最顶端 有一座耸立到星空中的星河轮盘 星河轮盘 就是整个天宫大地的缩影 在那里 她可以看到受罚的姐姐雨切 当她步入到星河轮盘上 看着轮盘的轴针的时候 她整个人呆住了 一阵燥热的风吹过 打在了她的脸上 楚慕和锦柔公主也都站在雨缩旁边 他们同样看到了星河轮盘的 那树立而起的轴针 在那轴针上 一具干瘦的尸体 触目惊心地挂在那里 她的头发已经被烧焦了 她的衣裳褶 她的皮肤干瘪地贴着骨骼 唯有一双眼睛 平静如水 也只有这双眼睛 才可以让楚慕和白锦柔 愿意去相信 她是雨切 三个人都待住了 过去的雨缩 看她记忆的楚慕和白锦柔 他们一直都认为 雨切身为图腾神女 就算遭到责罚 应该也不过是革职 囚禁 可让他们根本想不到的是 他们竟然将雨切 挂在这个轴针下 承受着烈日 最强烈的暴晒 而且 已经暴晒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她已经死了 她有着一双 让人无法忘记的清澈 而又平静的眼睛 无论烈日如何胶着 都无法剥夺她的这双眼睛 第1749章 重获新生 善恶女王 这位姓女 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一名轮盘守护者 缓缓地走来 守护者是位年轻的男子 他偷偷地看着 蒙着面纱的雨缩 却没有注意到 这一刻 雨缩脸上 已经出现了青筋 身子也在颤抖着 哦 你是来看她的 她是图腾神女的妹妹雨缩 据说那场 与天妖魔惨烈的战争 就是由她引起的 真是罪不可赦啊 年轻的守护者说道 守护者的话 让雨缩如触电一遍 猛地转过身来 用那双通红的眼睛 盯着这名守护者 你 你刚才说 她叫什么 雨缩呀 怎么了 守护者被雨缩这副模样 吓到了 楚慕和锦柔公主 还处在雨切死亡的惊恶 愤怒中的时候 这名守护者的话语 又如晴天霹雳一样 轰在他们的脑海中 这一刻 楚慕和白锦柔都明白了 明白了人母 为什么不让雨缩和雨切见面 甚至是这最后一面 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包括人母在内 从没有人再叫她雨缩这个名字 更明白了 所谓的由雨缩 来继承图腾神女之位 其实只不过是一次身份的替换 他们 拥有完全一样的容貌 在穿着完全相同的时候 除了人母 没有人可以分辨出 他们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 看到这里 楚慕和白锦柔都 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言语 来形容此刻的心情了 天宫真的很残酷 很残酷 仿佛没有一点情感存在 但是当他们看到 雨缩失魂落魄地跑向轴针 搂着姐姐语气的尸体 泣不成声的时候 感性的白锦柔 也已经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很久很久 雨缩的声音都哭哑了 眼泪也快干了 他们年龄仅仅相差几分钟的时间 他却始终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姐姐语气 永远像一个耐心的妈妈 人母 找到了雨缩 她迈开步子 缓缓地朝着这里走来 为什么 他们要这样对待她 雨缩已经哭得憔悴不堪 她睁开 布满血丝的眼睛 这样质问着人母 错事 终究要有人承担 没有法则 天宫不可能长存 你该知道 天宫制定的任何一条规矩 不是因为腐朽 不是因为顽固 不是因为老旧 而是无数前人用血一样的教训 误出的道理 年轻一辈的人永远都不会懂 因为他们根本什么都没有经历 他们根本没有体会过死亡的恐惧 没有亲眼目睹妖魔的残忍和猙獰 他们只不过是贪念玩乐 一旦一件事情枯燥 便产生逆反 叛逆和唾弃 人母保持着平静地说道 反对 反叛 叛逆 谁不会 只要厌倦了 可你知道 只守着这份枯燥和孤独的背后 又经历了多少痛彻心扉的洗礼 你做的每一件出格的事情 你的 姐姐都在为你付出一次代价 这一次 她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为你承担了一切 换来了现在的你 她不适合做图腾神女 你知道为什么吗 语梭摇着头 图腾 神女这个职位 由人母来定 既然她说不适合 就真的不适合 只是在语梭看来 这个世界上 又还有谁 比她更适合这个位置 她的一切都很完美 有着神女 该有的坚定 冷静 她性格温雅 淡定 她睿智 理性 她善良 却能够隐忍下小怜悯和小同情 为残忍的大举考虑 很可惜 很可惜 她心里还有一个羁绊 这个羁绊 就是你 她可以为了你 把之前我说的这一切统统扔掉 这是一位合格的图腾神女 最大的机会 而在她呵护下的你 将会是最合适的人选 你没有了任何的羁绊 这次的洗礼 会让你成熟 理智 这个痛彻心扉的代价 会让你坚定不移 任母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语梭只是搂着自己的膝盖 但是 楚慕和锦柔公主都看到了 语梭眼睛里除了人母教条之外 更加可怕的东西 那应该是一颗火焰种子 充斥着仇恨 愤怒 憎恨从她眼睛里燃起 然后在人母毫不注意的情况下 埋藏在她内心最深处 你再陪她一会吧 离开这里之后 记住一点 你不是语梭 你是语妾 人母转身离开 语梭依旧坐在那里 这一刻的无助与悲伤 也只有关注了这整个过程 发生的楚慕和白锦柔 能够明白 他们很想去安慰她 可是他们两人在这一段记忆里 都是虚影 语梭是看不到他们的 不知过了多久 语梭终于疲惫地站了起来 这个时候 楚慕看见语梭 走到姐姐被暴晒死亡的尸体面前 双手颤抖地解开了 这具干受尸体脖子上的 那枚紫色的项链坠子 这项链是一对的 语梭受到攻击的时候 天妖魔将她的击碎了 她将语梭的 这枚项链坠子解下后 戴在了她自己的脖子上 坠子内的能量 已经很弱很弱 上面同样有着裂痕 应该是语梭 在与天魔妖之组战斗的时候 就用尽了里面的守护能量 在语梭戴上这颗项链的那一刻 楚慕心里忽然有些不是滋味了 这枚项链对她来说 应该是唯一纪念姐姐语梭的珍藏 而就在万象城之战的时候 那枚项链被化魔的自己给击碎 也是在那个时候 她化身为了浑身充斥着 邪恶之力的善恶女王 人母对外宣称 图腾神女羽妾 经过了长时间的修养 现在已经元气恢复 将重新接管图腾神殿 但是人们并不知道 图腾神女 已经从羽妾变成了羽梭 她们有着完全一致的外貌 却有着两颗完全迥异的心 人母孤错了羽梭 她以为羽梭在经受这次洗礼后 会成为一个最完美的图腾神女 这一次的撕心裂肺 并没有让她真正接受天公的一切 反而将天公的一切 是为最憎恨最厌恶的 在她的心里 整个天公都是杀死她姐姐的仇人 她表面平静地 接受着图腾神女的一切职务 看上去和平静 贤雅的姐姐羽妾没有一点区别 内心却在疯狂计划着报复天公 然而 在她计划还没有施行的时候 一个人揭穿了她的身份 这个人 就是害死羽妾的罪魁祸首 于天 怎么又是她 真恨不得把她绑在轴针上 折磨她 锦柔公主无比气愤地说道 楚慕看待事情就更深一些 她在思考 这名守望神殿的成员 为什么可以设下这样一个陷阱 让图腾神女都栽在了 她的阴谋诡计之下 而这一次身份的替换 也是于天识破 这个家伙 到底居心何在 在她的背后 到底又还有什么 她就像一个潜伏者 披着天公成员的人皮 却在破坏着这个天公的平衡 守望神殿 轮盘神殿 是不会允许一个 冒牌的图腾神女 掌握着图腾神殿的 即便人母 默许这种调换 他们也绝不同意 那一天 他们将羽切的尸体 拿去喂食天妖魔 忍无可忍的雨缩 用杀阵灭杀了 轮盘神殿 一千名执法成员 这只是她复仇的一小部分 因为她的目的是 要毁灭这里的一切 可她还是没有能够沉住气 人们发现了 她利用图腾神殿设下 骇人听闻的杀伐阵后 她的所有力量被剥夺 她被图腾神殿 守望神殿 轮盘神殿 一共一万名禁卫军 驱赶 驱赶到了那块 满是天妖魔鲜血的土地上 将它 驱赶到了黑暗悬崖 在黑暗悬崖下面 滴满了天妖魔憎恨之血 充斥着大量的鼻祖及怪物 天宫的人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天宫背后的这座无尽悬崖 变成了怪物的老巢 但是 在他们眼里 试图覆灭天宫的雨缩 简直和这些怪物是同类 唯有将它扔到这下面 被那些怪物吃得一干二净 才能够让他们愤怒 平息 呼呼呼呼呼呼 黑暗 邪义之风扑打过来 紫色的头发 凌乱地飘舞起来 雨缩站在悬崖边 这个时候 她只有十五岁 这在人类中 只不过是一个出长城的少女 在她的背后 是一张张对她无比愤怒的面孔 密密麻麻 整整一万人 他们全部穿着威严的白色铠甲 在雨缩看来 这些白色铠甲的天宫禁卫军 比当初天妖魔群勇而起时 还要可怕 至少那个时候 姐姐与妾在她身边 楚慕 白锦柔紧紧地 抓着楚慕的胳膊 她是第一次 看到这幅画面 经历了雨缩整个记忆 锦柔公主 在看到雨缩 最后站在这黑暗 悬崖尽头 只能够往下跳的时候 心里也极其不适滋味 这个黑暗悬崖 是天宫的尽头 也像是世界的尽头 现在的她 孤独 无助 真的无路可走了 在下面 是树枝不尽的怪物 她会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下 这个画面 楚慕其实看到无数次了 她往下跳 拥抱死亡 坠落的过程中 黑暗的悬崖下 出现了一根根巨蟒一般的 猙獰花疼 纵横交错 如同狂蟒巢穴 还有更多的怪物 也朝着她扑来 最后是 那个让天宫人们 心惊胆寒的魔花始祖 最先将她一口吞下 天宫所有人都亲眼目睹 这悚然的一幕 在他们看来 这必定是最可怕的惩罚了 但是 没有人会知道 魔花始祖 不是将她吃掉 而是将她保护了起来 魔花始祖是羽梭 用很多年的神鹿滋养起来的 魔花始祖 吞掉了羽梭过去的种种 在羽梭痛苦的挣扎之中 为她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生命 她拥抱的不是花魔的自己 拥抱的是她自己的另一面 她不是羽梭 也不是图腾神女 她不是谁的附庸品 也绝不会去代替 谁狗活 她是她自己 从她跳下悬崖的那一刻开始 她就是善恶分明 爱恨交加的 善恶女王 第1750章 天宫龙群 周围的空间 慢慢地变得虚幻 一些记忆的碎片 时而浮现 时而模糊 在她重获新生之后 她的命运 就与楚慕有了焦点 灵魂 与楚慕的灵魂相连 兴许这应该是一个 让她不孤独的魂约 但是 一转身就反目成仇 接下来很长时间 失去两个魂约的楚慕 都陷入到了魂念 难以提升的境地 而善恶女王 却走上了一条很漫长 很艰辛的复仇之路 当楚慕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审视宇索的 所作所为的时候 就会认为 这个女人疯了 而且还有严重的妄想症 但是当她站在另一个角度 去看待这一切 楚慕又不得不去 宽恕她的不辞而别 在接下来的记忆里 楚慕看到了 她布阵的地方 正如她猜想的 这个计划 宇索已经实施很久很久了 记忆都是片段的 有些刻骨铭心 有些就像云烟飘过 忽然 楚慕将那一滴悲气的泪金 给握紧 让自己的意识 从这滴眼泪中 记载的画面之中抽离 楚慕离开的恰到好处 正是宇索记忆停留在 带他们前往天宫的那一段 悲气 也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 想必那一刻 更是一次刻骨铭心 只是楚慕真的不愿意 再去回顾一遍 更不愿意 让锦柔公主看到这一幕 很多事情 楚慕会坦诚 可有些事情 没有必要坦诚 她不想 她也不想 楚慕 锦柔公主 其实也很想知道 楚慕和宇索 在天宫中发生了什么 为何要将魂约给断去 魂约断裂之后 锦柔公主 可以感觉到楚慕和宇索灵魂 都受了严重的创伤 楚慕 那些守望神殿的神僵 应该已经落在人间土地上了 你还是不愿意帮她吗 锦柔公主说道 你先回北端领土吧 楚慕对锦柔公主说道 怎么了 锦柔公主不解地问道 那里不太安全 楚慕说道 锦柔公主说道 你知道宇索的窃取之阵 在哪里了 嗯 楚慕点了点头 目光注视着东面的方向 天彻底暗了 什么也看不见 日时 总是伴随着一种恐惧 谁也不知道 在这漆黑黑的天地间 会有什么东西楚慕 会有什么东西游荡 那 那你小心 锦柔公主没再多问 她 点起脚尖 吻了吻楚慕唇脚 身体化为了一道幽蓝色的光芒 朝着北端领土的方向飞去 锦柔公主离开之后 楚慕特意看了一眼 第二天戒杯的位置 古老娇人还没有动静 楚慕跳到了王梦的身上 朝着争鸣主城的方向飞去 从这里飞到 争鸣主城 还需要一段时间 楚慕也不知道 自己能否在那些守望神将之前赶到哪里 不过 想必语梭 自己应该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飞往争鸣主城的这段路途上 楚慕看到了无数夜行生物 出现在大地上 这些本部应该出现的生物们 在漆黑中横行 瘟疫魂宠 暗系生物 鬼怪 失误 幽魂 日时的到来 让整个世界充斥着一股邪气 甚至让整个世界都陷入到了恐慌 每一座城市 无论如何 灯火通明 光芒能够照耀的地方 也非常有限 甚至在某些古老的街道上 人们能够看到一些怪异的东西 在游荡窜动 争鸣大地的一切都变得不寻常 这种不寻常背后 必定还隐藏着更加恐怖的东西 用李老的推断来说 便是 一些在这几十年内造成的隐患 将全部在日时这一刻爆发 生灵莫名的死亡 瘟疫 加快速度的弥漫 走到哪里 都会看见尸横遍野 明明没有战争发生 明明没有 硝烟四起 却比战争之后 更加狼藉 更加凄凉 楚目遥望着天边 看到了如流星雨一般 绚丽神圣的光辉 正在疯狂地从星河中坠落 从他们飞行的轨迹来看 这些应该就是来自天宫守望神殿的神将们 日时下的争鸣主城 变得无比空气 整座城市的人都 已经被驱散到了周边的城市 这个命令 大概在一个月前就下达了 这一个月时间 人们陆续离开了这座争鸣主城 而日时到来的这一刻 整座城市就和发生了千禧的万象城一样 变得空荡荡的 城市没有一点灯火 漆黑的伸手不见无止 在城市的最中央 一颗颗硕大的善恶花腰正在摇曳着 一朵朵巨大的花瓣 如同苍天大树的树冠一般盛开 滔滔邪气和浓浓盛气 共同缭绕在争鸣主城的争鸣巨兽雕塑周围 泉池 花脯 蜂碑 雕塑 分布在巨兽巷的周围 树枝不尽的金石 如同沙地碎片一样 撒在上面 即便在漆黑之中 也绽放出了璀璨的光芒 这些金石数量巨大 而且都是高级的金石 即便是八大势力 掏空他们的金库 也未必能够一次性 拿出这十几万的能量金石 每一颗能量金石 都足以让一名正在努力修炼的浑虫狮 花费巨大的代价 去获得 君主级 帝皇级 主宰级 不朽级 不同级别 不同属性 五颜六色 若是这座城市中 还逗留着城市的浑虫狮的话 当他们看到这么多金石如海洋一样 扑洒在地上的时候 一定会因此而癫狂的 很可惜 这座城市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 争鸣主城 现在已经掌控在了一个人的手上 当他告诉世人 争鸣主城 将面临一场日式危机的时候 这些原本就在争鸣主城根深蒂固的势力 他们带上该带上的东西 暂时到周边城市躲避 即便有人不相信 他也有足够的手段 强行将这些不相信的人给驱走 事实证明 危机真的到来了 那些暂时迁到争鸣主城周边城市的人们 他们清楚地看到 天空中一道道炙热的火焰滚落下来 这些火焰又映出了一些巨大的身影 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天空 正在朝着争鸣主城坠落 轰轰轰 隐星撞击城市的巨像传出 世界漆黑一片 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毁灭光芒和炙热火焰闪烁的时候 他们依旧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只知道争鸣主城 遭到了一大批流星陨石的轰击 一只只拥有着巨大肉意的狂龙奥 立在了城市被撞击出来的坑洞之中 龙族的背上 穿着白色铠甲的威严守望神殿成员 目光冷傲的扫视 好大的胆子 竟然在争鸣主城设下窃取之阵 一头青色苍龙的背上 穿着统领铠甲的男子冷横道 天宫苍龙 天宫星龙 天宫暗龙 这三只巨龙 正是天宫三名禁卫统领的身份 象征 苍龙象征着守望神殿的禁卫统领 陶古 星龙代表着图腾神殿的禁卫统领 秦记 暗龙则是轮盘神殿的禁卫统领 戎坟 此时 这三位在天宫赫赫有名的禁卫统领 全部出现 他们所驾驭的苍龙 星龙 暗龙分别落在了城市中心的三角形位置 在城市的街道上 踩踏出了一个硕大的陨石坑 这三位禁卫统领的背后 分别是图腾神殿的千名禁卫君 在人间大地上 龙族本就是属于比较罕见的生物 很少能够看到他们成群结队的出现 龙族最低等级的亚族都是君主级 在很多魂宠饰演中 龙族就是他们最梦寐以求的魂宠 而此刻 在三位禁卫统领的背后 是上千只龙族的身躯 龙族身躯本就庞大 任何一只 就足以和一座城市的巨大建筑物相比 当三千多只巨龙或浮空 或下落在城市中心的时候 组成的这幅城市与龙群的画面 是何等震撼人心 有些巨龙体型可以达到数百米 这完全是一座肉山杂落在城市中 当火光划过黑夜 看到其争鸣巨大轮廓的时候 又是何等悚然 怎么回事 没有一个人 秦记站在星空龙的背上 目光扫视着这座城市 群龙迅速地将整个证明城中心给包围了 但是在这个铺满能量金石的广场上 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忽然 一个诡异的笑声从黑暗之中传来 整个金石大镇的最中央 一个浑身被黑丝面纱 黑丝群纱包裹的女子在黑夜之中出现 面对着蜀之不尽的龙群天宫军团 这个女人却笑得非常的放肆 似乎早料到了她们的到来 完全像是站在这里迎接她们 妖女 窃取玉石阵 这条罪名足矣将你打入地狱千万载 情记愤怒地指着那个狂野大笑的女人 群龙压境 天宫日时阵的能量正在大肆流逝 更诡异的是 包括图腾神女在内 竟然无法破除这个妖女设下的窃取阵 难以想象会有什么人的布阵能力 可以超过最强的图腾神女 若是不及时阻止 并且将此人缉拿 必定会造成更加可怕的影响 龙群出现在真名主城的时候 楚慕也正好赶到真名主城 她看到了羽缩浑身黑沙地站在龙群中大笑 过去 楚慕或许无法理解她的这份癫狂 但是回想其羽切化为干湿的那一幕 楚慕忽然感觉 这笑声是带着无尽的苍凉 她等这一天 应该已经等很久了